第六百四十一集 莫流伤的心有些空落 自从四年前 在那座废弃的院子里 她被她救下 她便发誓 将来一定要找到这个丫头 只是当时 她被送回血渊宫 因为途中又遇刺杀 命悬一线 到了血渊宫时 仅吊着一口气 后又高烧不退 虽然最后挺过来了 但醒来后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她命人 暗中去查小丫头的消息 去找那个叫冷池的人 最后才查出来 她是贤王郁绝尘的女儿 郁九黎 只是 她收到的消息 也仅限于那个救她的丫头 叫郁九黎 之后 有关郁九黎的消息 就再也查不到 她知道郁绝尘的本事 但猜不透 郁绝尘 为何将自己女儿的消息 全都封锁 她就像是 从人间蒸发了一般 消失了整整四年 她甚至 算着她的年龄 每年都会在夏陵国 和云海国 几所学院守着 那丫头的年龄 算下来 也该入学了 四年 她等了四年 终于在方才 看到了这个熟悉的身影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现在 看到这张熟悉的脸蛋 灵动的双眼 莫流伤 直直地注视着她 郁九黎见状 伸手在莫流伤面前 晃晃 看热闹的人群中 传来一声惊叹 莫流伤是谁 明孔学院最厉害的学生 有多厉害 她身份 神秘莫测 独来独往 偶尔身边 会跟着几个 神秘的黑衣人 她从不将任何人 放在眼里 学院每年的开销 听说有一多半 都是由莫流伤资助 她的地位 在学院几乎与院长 平起平坐 不仅如此 她才华横溢 善于谋略 武功又深不可测 每年考试 只要莫流伤在 不论文武 她接榜首 传闻 教内功心法的师傅 与她切磋 被她打得 一个月出不了寝室 她可谓是鸣孔学院的 风云人物 本来 三年学期满 她该毕业 谁知今年第四年 她却仍旧留在学院 人人都好奇 却无人敢议论 对于莫流伤 学院的人都清楚 她从来都不屑 多看女子一眼 甚至是厌恶 任何女子 都不可能 晋升她三步 现在这莫流伤 是什么情况 不仅有女子 与她靠得这么近 还是她自己贴上去的 这女子 现在还在她眼前晃手 说好的不尽女色呢 看来英雄难过 每人观这句话 并非子虚乌有 莫流伤 竟也是个肤浅的 以貌取人的男人 莫流伤 并未在意其他人 看着小丫头 那只白皙的手 在眼前晃着 莫流伤 收回视线 薄唇轻起 有没有受伤 啊 没事 多谢莫公子 方才出手相救 莫流伤僵住 皱眉问道 你知道我 她本想问 她记得她 又怕唐突 玉酒梨 点了点头 又摇头 不知道 方才那个重量级的离开时 我听到她这么叫你了 重量级 就是很胖的意思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她也不想知道 不过 玉酒梨心里有些郁闷 方才 自己竟然险些 被那个胖女人给揍了 看来 这里的学生 真的不容小觑 以后 得秦家习武才是 莫流伤听到 玉酒梨的话 眸底柔光闪过 正欲开口 玉酒梨突然抬眼看着她 对她道 莫公子 不如我请你吃饭吧 看热闹的人 似乎被两人无视了 秦岚咬着牙 盯着玉酒梨 和莫流伤的方向 拳头紧紧地 攥在一起 那丫头 明明是我先看上的 你是我先遇到的 方才英雄救美 也该是我 怎么转眼 就落到了莫流伤身上 秦岚心里憋屈得厉害 眼红地看着 不远处一男一女 觉得两人站在一起 竟然该死的般配 换作是别人 她还能上去插一脚 可面前的 却是莫流伤 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秦岚身旁的人察觉 小声道 秦公子 你的美人 要被莫公子收了 有什么好看的 都回去 说完 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身后一群人 知道莫流伤不好接触 所以便站好了队 跟着秦岚离开 所有人都散去 女子寝室外 就剩下玉九黎和莫流伤 莫流伤还沉浸在 玉九黎说 要请她吃饭的事情上 玉九黎好奇地看着她 怎么这莫公子 总是出神啊 莫流伤察觉 回过神 对玉九黎道 好 不过 今日我有事 所以下次我找你 玉九黎想了想 也没拒绝 一顿饭 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莫流伤 修寝室门 等修好了再回去 那个 男子寝室 女子不能随便进去 谁规定的 玉九黎 对她的 将来 将来永远 将来永远不可能参加科举 不参加科举 怎么有机会入朝为官呢 来鸣孔学院读书的 不就是盼着有朝一日可以做官的吗 莫公子就如此肆无忌惮地破坏学院公物 莫公子 要不 我在这里等着 你帮我去请工人 这件事情算我欠你的人情 再加一顿饭 如何 莫流伤看着玉九黎不说话 棱角分明的脸上看不清情绪 玉九黎也不知道 面前这位是否听进去她说的话了 片刻后 莫流伤缓缓缓开口 若是你不想一会儿应付麻烦 现在去我寝室吧 所以她的意思是 一会儿还有人找我麻烦 不是说鸣孔学院学风很好吗 怎么有种欺负弱小的即逝感 最后 在莫流伤的注视下 玉九黎考虑再三 决定跟着她去男子寝室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二集 女子寝室这边 齐白莲好不容易缓了过来 就看到有人脚步匆忙地赶了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不好了 莲姐姐 那个结丫头竟然出了男子寝室 齐白莲本来还在桌上趴着 听到女子的话 她羞地站了起来 手掌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使真香 你说什么 被换作使真香的女子 被齐白莲这么一吼 吓得脖子缩了缩 小声道 那个贱丫头 被莫公子带去了男子 男子寝室 她进了莫公子的房间 察觉到齐白莲的脸色 变得越发地难看 使真香急忙诱导 莲姐姐你别生气 我们学院有禁令 女子不得进入男子寝室 她已经触发了学院的规定 我们只要将这件事情 捅到院长那里 定然有她的好果子吃 齐白莲听了使真香的话 心情瞬间也好了不少 她想到什么 转眼看了一眼使真香 问道 她认识莫游商 心里恨得牙痒痒 使真香摇头 不认识 刚才看了热闹的姐妹们 都看清楚了 李染儿那个蠢货 去找那个贱丫头 结果快要打到 那个贱丫头的时候 被莫公子拦住了 他们并不认识 有人听到那个贱丫头说 要请莫公子吃饭 果然是只狐狸精 贱人 莲姐姐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找姐妹 去院长书房 使真香离开 齐白莲捂着 还隐隐作痛的肚子 往隔壁 御酒梨的寝室走去 看到御酒梨房门口 有几个人 在收拾地上的木屑 齐白莲瞥了一眼 直接往御酒梨寝室里走去 结果 刚跨进一步 就被门口的人拦住 三个穿着统衣服装的男人 每个人脸上都很冷漠 眉宇间透着沙气 不像是干这种活的 其中一人 用手臂挡住齐白莲 沉声道 站住 这位大哥 我是隔壁寝室的学生 来这里看看 妹妹需不需要帮忙 玉姑娘不需要任何帮助 滚 冰冷的一句话 齐白莲被堵在门口 并且被人骂滚了 她咬着牙 看着满脸阴霾的男人 也不敢喘气 脸上仍旧挂着笑容 转身离开 男人见状 收回视线 瞥了一眼正在装房门的人 云木 别弄了 休息一会儿 大哥 为什么 主子不是让咱们将 玉姑娘的房门修好吗 主子等了四年的日 你敢这么快 将房门修好 云木不解皱眉 云水见状 来到云木身旁 手掌落在她肩膀上 淡淡开口 二哥 你这就不懂了吧 连大哥如此冷情的男人 都知道主人让咱们来修门 就是想找借口 和玉姑娘多相处一会儿 哎呀 怪不得你身边没姑娘 活该你担着 三弟 好像咱们兄弟三人都担着呢 凭什么我活该 你们就不 别废话了 先装好机关 主子说了 玉姑娘房间的机关得防狗 不能出差错 兄弟三人相视一眼 继续忙着 而玉九黎很不自在地坐在墨流商寝室里 他双眼扫尸四周 墨流商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 看起来很普通 但他屋里暗格中摆放着的装饰品 却全都是价值连成 玉九黎看着那些东西 修长的睫毛眨了眨 最后视线落在墨流商身上 此时墨流商已经倒好了一杯水 他拿着水杯 上前将它递给玉九黎 玉九黎视线 无意落到了握着水杯的那只手上 他的手指白皙修长 骨节分明 很好看 墨流商健壮 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转瞬即逝 他示意玉九黎接水杯 玉九黎回过神 接过水杯 倒了一声谢 墨流商转身 走到书桌前坐下 在桌上随便拿了一本书 认真地看着 玉九黎一边喝水 一边盯着墨流商手里的书 心中疑惑不已 这个墨公子当真是好本事 看书都是倒过来看的 不过 他在看什么书啊 如此认真 墨流商感受到那道炽热的光芒落在自己身上 莫名的脊背有些僵硬 他俊眉微挑着 视线在书上 心思却已经走远 玉九黎歪着脑袋看着墨流商书上的字 墨流商回过神 见状好奇地开口 姑娘 玉九黎听到墨流商的声音 顺急收回视线做端正 脸上笑容有些僵硬 墨公子倒着看书不累吗 墨流商听了玉九黎的话 垂眸 贴了一眼自己手里捧着的书 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 将书放下 习惯了 耳根有些烫 但好歹没有变颜色 玉九黎像个好奇宝宝 起身凑到书桌前 墨公子习惯到着看书 墨流商没有回答玉九黎的话 方才一时冲动要带她过来 现在这丫头在自己面前 她根本静不下心 方才走神 竟然连书也拿反了 还被她逮了个正着 墨流商从未在任何人面前施过态 她堂堂血渊宫公主 竟然在一个小丫头面前如此紧张 玉九黎并不知道 墨流商在想什么 她有些无聊 扫了一眼墨流商的书桌 最后视线落在一旁 露出一角的画作上 玉九黎眸光一亮 伸手就往那张画作上拽去 墨流商大惊 动作迅速地拦住了玉九黎 姑娘 那是你画的 嗯 墨流商一边回应玉九黎 一边将画往书里面压了压 玉九黎从小受玉绝尘影响 所以对画作算是情有独钟 看到喜欢的东西 自然会忍不住多看两眼 什么话呀 墨公子这么宝贝 问完 玉九黎就后悔了 毕竟人家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不论什么画作 他也不该如此唐突地问他 墨流商并未在意 开口应道 心爱之人 玉九黎的笑容顿时僵重 原来是心爱之人 那我 在人家情事里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娘亲说过 要离那些有恋人的男子远一些 否则 会被人误会算计的 我可不想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墨公子 我先回去了 门应该修得差不多了 我欠你的饭 改日有时间 我请你吃 说完 不等墨流商开口 玉九黎便转身逃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三集 墨流商看着小丫头的背影 也没有要追出去的意思 他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她 直到她消失在自己眼中 这才收回视线 低头看着书下压着的那张画 将她拿了出来 若是玉九黎在 便会看到画作上的少女 是她十岁时的模样 稚嫩可爱张扬 带着一股小小的脾气 却很让人赏心悦目 片刻后 云金和云木云水三人过来 墨流商瞥了三人一眼 起身走到窗前 透过窗户 看着女子寝室的方向 淡淡开口 问道 门修好了 回公主 修好了 机关也都布置好了 玉姑娘很聪明 属下还没有提醒她 她便发现了我们布置的机关 她没说什么 玉姑娘让手下带话给你 说她很喜欢 很喜欢 她冷漠的表情变得柔和 看云金的眼神也没有那么凌厉了 云木搔手插嘴 玉姑娘说 她很喜欢我们布置的机关 云金给了云木一记冷眼 云水无奈猝眉 果然 云木话音落 就见莫流商表情瞬间冷漠 她走到桌前坐下 手指无规律地敲着桌面 深不见底的眼睛看着三人 不知在想着什么 那三人听到咚咚咚的声音 心里莫名紧张 两久 莫流商收回视线 提醒他们 没什么事了 退下吧 三人如释重负 应了一声匆忙离开 云木见云金和云水 步伐加快 急步追了上去问道 大哥 三弟 你们俩等我做什么 爹给你取名云木 果然是有原因的 大哥 三弟说的这是何意啊 云木脑袋 无药可救 说完 与云水相视一眼 转眼消失在云木眼前 云木一脸无辜地 看着两人消失的地方愣神 反应过来 急忙追了上去 大哥 三弟 你们等等我 能跟我说清楚吗 一日一早 一阵悠扬的钟声响起 玉九离听到声音 有些不耐烦将被子捂着脑袋 只是 钟声持续了半刻钟才停下 玉九离的困意全无 最后无奈 只好从被窝里钻出来 揉着轻松的睡眼 穿好衣裳下了床 他迅速洗漱完出了寝室 想到昨天晚上带他去膳房吃饭的两个学生 玉九离犹豫了片刻 顺着走廊一直往尽头走去 到了走廊尽头 倒数第二间寝室 玉九离止步 他抬手 敲了敲房门 里面少女清脆的声音传来 谁啊 玉九离听得清楚 现在说话的是穆清武 一个很活泼的女孩 玉九离嘴角微微扬起 应声 是我 玉九离 房门突然打开 里面的两个少女 穿着一身淡蓝色衣裳 这衣裳是学院统一的服装 个子稍矮 身材消瘦的女子叫穆清武 她对玉九离笑道 九离 你来了 快进来 说着急忙腾出地方 给玉九离示意她进来 另一个个子高挑的叫叶清 平日里很少说话 总是一脸冷清的模样 她眼帘微垂 见状微微侧身 示意玉九离进去 玉九离笑 我就不进去做了 要不要一起去膳访用膳 叶清 我们一起 嗯 两人迅速收拾好东西 和玉九离一起去了膳房 膳房学生很多 一部分人都已经打好饭 找到座位坐下 玉九离和穆清武 叶清三人 刚进膳房 便引来无数目光 尤其是坐在右手边的那些少年 目光灼灼地 盯着玉九离 小声议论 这就是我们学院新来的那个小美人 果然是闻名不如一见的 昨天她的女子寝室可是出尽了风套 听说我们的连二妹妹都被她欺负哭了 就连那个神秘的墨流伤 竟然都为她出面解围了 是啊 也不知墨流伤与她是何关系 在云海国这么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惊艳的女子 不过她欺负了齐白莲 怕是以后有她好骨子吃了 齐白莲可是齐国公的女儿 那个小美人长得再好看 硕士背后没人护着 想着就心疼她 墨流伤跟她没有关系 昨天我就在场 他们并不认识 李染儿因为她受了墨流伤一掌 这小美人以后的日子 确实不好过了 你想想 前有齐白莲 后有母老虎李染儿呀 义人并未听进去后面说的话 听到有人说 玉酒梨和墨流伤没有关系 她激动地道 那我岂不是有机会接近小美人儿了 几人 你一言我一语 小声议论着 幻想着 甚至还有人 正吃着盘中食物 看到玉酒梨的那一瞬间 嘴里的食物也忘了嚼了 目光呆滞地盯着玉酒梨饭吃 穆青武偷瞄了一眼那些少年 忍不住偷笑一声 掩着嘴在玉酒梨耳边打去 九梨 看来你很受欢迎哦 便是齐白莲来学院的时候 也没有像你这般受欢迎 我们去打饭 不用理会他 穆青武点了点头 拉着玉酒梨的手 提醒叶青紧跟着 三人一起往人少的地方 站着排队 一旁角落里 齐白莲满眼度火 瞪着玉酒梨的背影 余光瞥见对面那群少年 夜脸爱慕地盯着玉酒梨看 他紧紧地握着筷子 手被突起的青筋 说明了此刻他愤怒的心情 使真香就坐在他身旁 小声对他道 莲姐姐 你别生气 他去男子寝室的事情 已经传到院长那里了 一会儿有他好看的 齐白莲听了使真香的话 拿起筷子 狠狠地在饭碗里戳着 使真香见状也不再多言 低着头 认真地吃着自己盘中的饭菜 玉酒梨站在一个少年身后 那少年回头看了玉酒梨一眼 眼神有些慌乱 急忙站出来对玉酒梨道 师妹姐 谢谢师兄 声音异常好听 苏到人心里 那少年脸色顿时泛红 急忙移开视线 走到叶青身后排队 玉酒梨接过厨师 递给他的石盘 好奇地看了一眼 别人的石盘里 都是两道肉 两道素菜 可是他的石盘中 竟然有三道肉 三道素菜 心中疑惑不已 难道是 萧伯伯命人 跟膳房里的人 打招呼了 端着自己的石盘 站在一旁 等着木清武和叶青两人 木清武和叶青 一脸好奇地 看了一眼 玉酒梨的石盘 但没有开口多问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四集 很快 三人都打好饭菜 一起找了个空位坐下 正好 他们身后是 齐白莲和史真香 还有其他几个女子 玉酒梨背对着 齐白莲并未注意 倒是叶青 看到齐白莲 冷着一张脸 往这边看的时候 叶青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听到玉酒梨说话 顺即收回视线 不再看齐白莲的方向 玉酒梨将自己盘子里的肉 给木清武和叶青分了一些 对两人道 这么多我一个人吃不了 会浪费的 你们帮我一起消灭他们 说完 双眼眯起一道弯弯的月牙 特别迷人 叶青看着玉酒梨 那灵动的模样 心想 也怪不得主子 会找了玉酒梨四年 这样的女子 哪个男人能不上心 纯真善良 聪明可人 笑起来像蜜糖一般 很甜 让人觉得很温暖 酒梨 你和善房的厨子 是不是认识 为何他对你这么好 叶青听到木清武的话 看了一眼玉酒梨 玉酒梨盘中的菜 虽然与他们的看起来相同 但他清楚 那些菜并非出自这善房厨师之手 这四年 主子每次烦躁的时候 就会亲自下厨学做菜 虽然他们不解 但也从未打听过 而主子每次做完一道菜 就会在菜盘旁边 放一片叶子 叶子上雕刻着细小的花纹 若是细心看 就会看到上面的玉子 而玉酒梨的盘子旁 恰好放着这片叶子 回过神 叶青对玉酒梨说了声谢谢 没有拒绝他加来的食物 认真地吃着 果然味道不同 很美味 穆青五还一脸好奇地 看着玉酒梨 等着他回答他的问题 叶青健壮 打断了穆青五的话 我们快点吃完 离开这里 玉酒梨没有问 只认为是叶青性格如此 不喜欢在善房待着 所以对叶青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好 穆青五本还想听 玉酒梨解释 不过接受到叶青的眼神 只好作罢 低着头认真地吃着自己的饭菜 三人填饱肚子 穆青五和玉酒梨聊着学院里的事情 叶青等着两人 他突然抬眼 看着朝玉酒梨的方向走过来的使真香 使真香手里端着汤 直接朝玉酒梨头顶泼来 叶青厉声喊道 玉酒梨闪开 玉酒梨和穆青五聊得正高兴 突然被叶青打断 看到叶青拎着一把椅子朝他这边砸来 玉酒梨想也不想 身子往一旁侧去 而叶青则拎着那把椅子 直接朝使真香面前砸去 一声惨叫传来 使真香被砸到跌落在地 手中的汤碗 啪的一声落在脚下 滚烫的汤 洒在他裙摆 玉酒梨回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灾难现场 转眼看向叶青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膳房里顿时安静地可怕 除了使真香痛苦的叫声 叶青扫了一眼膳房里的人 最后视线落在玉酒梨身上 我们走吧 木青五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指着使真香的方向对玉酒梨道 玉酒梨 她得罪你了 玉酒梨回过神 点了点头 示意木青五根上 三人一起往膳房门口的方向走去 经过齐白莲座位的时候 齐白莲突然开口 站住 玉酒梨听到有些熟悉的声音 转眼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正好对上齐白莲恼怒的眼神 玉酒梨心中不禁感叹 果然是冤家路斩 叶青瞥了齐白莲一眼没有说话 木青五一脸好奇地小声对玉酒梨道 玉酒梨啊 她这是在跟我们说话吗 应该是 话音落 齐白莲已经离席 她来到使真香身旁 将她搀扶起身 看向玉酒梨和叶青 你们欺负了人 就想这么一走了之 跟她道歉 齐白莲一副圣母的模样 叶青沉默不语 冷着一张脸没有理会齐白莲 木青五认识齐白莲 她看向玉酒梨 小声对她道 秀黎 那个是云海国齐国公的女儿齐白莲 我们惹不过她 不如跟她道个歉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道歉 齐国公的女儿怎么了 我还是皇上未来的儿媳妇呢 说完 心不在焉地 想着方才发生的事情 最后眸光一闪 嘴角似有若无的笑意闪过 叶青听了玉酒梨的话 眼神暗了暗 心里将她的话全都记下 这是主子的命令 她不能违抗 木青五却险些被玉酒梨的话 惹得吃笑出声 她忍着不让自己失态 看到玉酒梨那可爱的模样 眼嘴对她道 玉酒梨都这个时候了 咱们别开玩笑行吗 玉酒梨勾唇 一脸俏皮的笑容盯着木青五 她很想说自己没开玩笑 不过说出来 好像真的没有人相信 见木青五一脸担忧的模样 玉酒梨挽起木青五的手臂 对她道 好了不开玩笑了 我们走吧 说着 拽着木青五往外面走 木青五觉得 玉酒梨根本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她偷瞄了一眼齐白脸 压低声音提醒玉酒梨 酒梨 我们跟她们道个歉再走吧 膳房里其他人都坐在原位往这边看来 见木青五和玉酒梨窃窃私语 他们心中好奇不已 也替玉酒梨捏了一把冷汗 毕竟玉酒梨是个新人 并且没什么身份 齐白脸却不一样 她是齐国公的女儿 若玉酒梨是个普通的女子也就罢了 偏偏她生得如此角色 而齐白脸好胜心强 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学院里突然来了一个比齐白脸好看的学生 齐白脸自然不会就这么轻易算了 不过如此漂亮的美人 被人欺负 他们看着都心疼 秦岚刚吃完饭 察觉周围的动静 她放下碗筷 顺着众人的视线望了过去 只见齐白脸站在桌前 一脸恼怒 不知在做什么 秦岚拍了拍前面那个少年的肩膀 诶 承恩 发生什么事了呀 谁惹齐白脸了 被叫做承恩的少年 回头对秦岚道 就是咱们学院 昨天新来的那个美人 美人 片刻后她突然反应过来 猛地起身 小腹一阵吃痛 整个身子微微朝下弯着 一只手捂着肚子 承恩见状急忙起身 来到秦岚身旁搀扶起她 秦公子 你没事吧 没事 想到昨天 被美人狠狠地踢的那脚 秦岚便不觉肉疼 承恩没有拒绝 能跟秦丞相家的公子 打好关系 她自然愿意 搀扶着秦岚挤进人群 少女熟悉的背影 落进秦岚眼中 秦岚正住 回过神 小声问身旁的人 怎么回事 身旁的人见识秦岚 心中一喜 有秦公子在 美人这下有救了 来不及多想 便将方才发生的事情 添油加醋说了一遍 秦岚听了她的话 眉头微醋 看着玉酒梨的背影出神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五集 此时 齐白莲的几个好姐妹 将玉酒梨和叶青 及木青舞包围 石真香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捂着自己被烫伤的腿 委屈得流泪 齐白莲来到玉酒梨面前不远处 冷笑一声 哼 不是想走吗 现在怎么不走了 木青舞 被齐白莲的眼神 吓得脑袋往后缩了缩 脊背有些僵硬 她反手抱着玉酒梨的手臂 小声对玉酒梨道 玉莲 那几个女子与齐白莲是好姐妹 她们都生在武将家 武功不差 一会儿你先跑吧 齐白莲好像是针对你的 你跑了她应该不会拿我和叶青怎么样 玉酒梨转眼看着木青舞 明明她很害怕 竟然还来安慰她 心里有些感动 毕竟在夏林国这么多年 除了雪峰姐姐 她好像也没什么朋友 呆呆地对木青舞点了点头 算是答应她的话 木青舞以为玉酒梨听进去了 心惊胆战的同时 也瞬间松了口气 只是没想到 玉酒梨却没有离开 而是转眼看向齐白莲 悦耳的声音提醒她 让你的人都让开 道歉 道道歉 他们自然会让开 木青舞正主 拽了拽玉酒梨的衣袖 玉酒梨没有理会 她冷吃一声 转眼看向叶青 你带木青舞离开 这里交给我 你带她离开 我来对付他们 齐白莲见玉酒梨 没有道歉的意思 还无视她的存在 顿时恼火 她给了那些姐妹一个眼神 所有人都朝玉酒梨这边走来 一脸凶恶 玉酒梨本不打算真的动手 不过 看到有的人袖口里 刀光闪了闪 她眼神顿时暗了下来 看向叶青 那就一起 叶青敏唇点头 两人同时提醒木青舞 配号 木青舞没有反应过来 呆呆地点了点头 急忙往后退了两步 玉酒梨和叶青 一人抄起一条椅子 往他们冲过来 那些女子砸了过去 而对面那些男子 已经看傻了眼 他们心中的美人 动起手来 竟然比他们还要凶残 虽然看起来 玉酒梨毫无章法地 在打砸那些女子 可是清楚那些女子底细的人都知道 他们的武功定不弱 玉酒梨的这种打法 竟如此厉害 很快 膳房里乱作一团 惨叫声此起彼伏 听起来 异常惨烈 片刻后 玉酒梨和叶青站在原地 两人将椅子扔在地上 哐当两声响 所有人瞬间回过神 而那些要动手打他们的女子 狼狈倒地 有人额头甚至已经溅了血 七白脸脸色苍白地 瘫坐在椅子上 喉咙紧了紧 难以置信地 看着玉酒梨的方向 指着她 手指微微颤抖着 半嗓憋出一句话 你们竟然 竟然敢殴打同窗 我何时殴打同窗了 师兄师姐们 你们可有看到 我殴打同窗 被玉酒梨甜甜地叫了一声 师兄的众人 呆呆摇头 觉得小师妹简直太可爱了 那些师姐们 哪里还敢吭声 纷纷摇头 表示没有看到 七白脸咬着牙 瞪着那些人 最后对玉酒梨一道 你给我等着 说完便大步离开 时针相见状 急忙拖着腿上的伤 跟在七白脸身后离开 玉酒梨瞥了一眼 倒地不起的那些女子 所有人看到 玉酒梨的那一瞬间 吓得后背一个哆嗦 玉酒梨犹豫了片刻 从身上拿出几瓶伤药 扔在他们身边 这些药可是很珍贵的 服用后明天就会 活蹦乱跳的了 说完准备离开 想到什么 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女子 提醒他们 对了 今天我心情好 所以只是给你们一个 小小的教训 不要苟证人是欺负人 否则若是再有下次 打残了 我也不会吝啬 一瓶商药给你们 话音落 这才给了叶青一个眼神 两人几乎是拖着 沐青武离开膳房的 两人走后 膳房一片寂静 就连秦兰也正在原地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他还没来得及 英雄救美 这就结束了 此时 他脑子里全都是 玉酒梨方才 打那几个女子时的情景 还有他对他们 露出甜美的笑容 喊他们师兄 浑身打了个冷战 示意成恩 扶他去教场 学院每个学年 开始的前七日 学生都是在教场 跟着师父学习 社 狱 一是为了锻炼 学生们的身体素质 二是为了给云海国 培养文武兼备的人才 玉酒梨和叶青 拖着沐青武 直接赶往教场的方向 而此时 教场中央 莫流伤修长高大的身子 一席湛蓝色锦袍 立在原地 他身旁是云金 云金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便转身离开 莫流伤在云金转身的那一刹 嘴角勾起一抹绝美的笑容 他眸底目光流转 比起方才柔和了许多 想到什么 心中轻笑一声 依照他的性子 确实能干得出来这种事 不过 那个叫做齐白莲的女人 实在是找死 余光瞥见不远处 那熟悉的身影 莫流伤收回视线 双手赴背 看着几人朝这边走来 玉酒梨没想到 竟然会在教场 遇到莫流伤 他好奇地看了他一眼 莫流伤 只是薄唇微敏 对他 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言 玉酒梨也没多想 与叶青和穆青舞 站成一排 等着其他人 很快 学生们都陆续赶来 众人看到 教场中央站着的人时 都正在原地 窃窃私语 穆青舞看到 莫流伤的时候 双眼泛着花痴 抓着玉酒梨的衣袖 用锦能两人 听到的声音 对玉酒梨的 玉酒梨 你真是幸运 头一天来到教场 就遇到莫公子了 怎么了 我能说我昨天 也遇到了吗 看着穆青舞的模样 玉酒梨忍不住 嘴角微微上扬 穆青舞对玉酒梨解释 其实按照时间算算 莫公子已经从学院毕业了 他每年的考试成绩 便是参加科举考试 他拿下状元也不在话下 不过他似乎一点都不在意这些 听说宫里那位 多次派人找莫公子 莫公子都没有答应 这种人应该不会在乎 萧云翼给他那一官扮职的 酒梨 皇上的明慧不能乱说 当心被有心人听的 否则是要被诸九族的 萧伯伯这么残暴吗 见穆青舞一脸紧张的模样 玉酒梨也不吓唬他 对他点了点头 算是应了他的话 所有人都到齐 低沉的声音传来 袁师傅今日一早与我切磋 意外受了伤需要静养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日 由我替袁师傅 教你们御马射箭之术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六集 玉酒梨身旁的叶青 谋底一抹异色闪过 袁师傅无缘无故 找主子切磋 怕是主子亲自上门 将袁师傅打个罢 墨流商见众人不语 满脸震惊 他淡淡开口问道 大家可有异议 声音不大 却很有震慑力 秦岚在人群中 很想说他不乐意 可是看到墨流商 那冷漠的毛子 想说的话都堵在喉咙 很快 大家都一口同声地喊道 无意 墨流商见状 看了一眼玉酒梨 提醒 新入学院的学生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 玉酒梨正了正 接收到墨流商的眼神 几步走上前 站在墨流商身旁 跟大家自我介绍 所有人的视线 落在玉酒梨和墨流商身上 莫名觉得 两人站在一起 竟然如此般配 介绍完后 玉酒梨便站回自己的位置 而齐白莲 则冷眼看着 站在最前面的玉酒梨 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 心中好奇 昨天我明明已经让人 去院长那里 举报玉酒梨 进了男子寝室的事情 为何现在 都没有任何消息 难道院长那里 还没有收到 所有人都去训练 唯有齐白莲 一个人站在原地出神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哪里还有一个人影 齐白莲扫视四周 最后视线 落在玉酒梨身上 见很多人都围在 玉酒梨身边 齐白莲气得咬牙切齿 谋底度火四溢 这是他在学院这两年来 头一次被大家冷落 而那个罪魁祸首 便是玉酒梨 齐白莲收魁视线 定了定神 急步追了上去 此时 玉酒梨站在起射线上 他左手持弓 右手勾弦 那双清澈的眼睛 平视远处的靶面 穆青武见玉酒梨 有模有样的 上前道 酒梨 你剑术是不是很厉害 应该还行吧 在夏陵国那两所学院 他一直保持着第一的记录 至今无人能破 穆青武挪了挪嘴 你长得这么好看 还很厉害 也难怪齐白莲会盯上你 以后 我们一定得小心一些才是 毕竟齐白莲 毕竟他爹是齐国公嘛 清武 你已经跟我说了十三次了 见穆青武跳脚的模样 玉酒梨提醒他 看好了 说着 拉弓射箭 动作一气呵成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玉酒梨的箭上 就在大家 一脸期待地 等着玉酒梨的箭 正中把心时 谁知那根箭 却像是失控了一般 飞翩 玉酒梨瞪大眼睛 盯着落在地上的箭 一脸郁闷 身后 低沉的声音传来 玉酒梨 玉酒梨猛地转身 莫流伤高大的身影 落入眼中 莫流伤 几步来到玉酒梨面前 所有人 都看着他们的方向 莫流伤 那双漂亮的眼睛 看着玉酒梨 缓缓开口 问道 玉酒梨 不懂射箭 玉酒梨无语 他很想说 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方才 箭就射偏了 圆圆的眼睛 盯着莫流伤 没有回答他的话 莫流伤 见无数眼神 朝这边扫来 他冷谋威领 来看热闹的人 也都安分地 去训练了 莫流伤 看到玉酒梨 郁闷的表情 淡淡开口 再试一次 玉酒梨剑撞 点了点头 左手握着弓把 右手将剑 搭在弓把左侧 纤细的手指勾弦 开弓 弓从上往下劈开 前手 在身体的前上方 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 玉酒梨嘴角 微微上扬 他瞄准 远处的靶子 撒放 他定定地 看着直奔靶心的剑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莫流伤 见利剑飞出 眼神暗了暗 手掌微微动了动 就在玉酒梨以为 自己会中靶心的时候 谁知 剑又飞偏了 玉酒梨 难以置信地 揉了揉眼睛 确定自己的剑 确实落在地上的时候 他喉咙一紧 看了一眼 自己手里的弓箭 心中郁闷不已 叶青将发生的事情 看得一清二楚 方才 他就看到主子 在玉酒梨的剑上 动了手脚 他以为主子是无异 只是方才 主子当着 玉酒梨的面出手 叶青不解皱眉 片刻后 他便明白 主子的意图了 莫流伤 在玉酒梨 正纳闷的时候 他上前 站在他身后 高大的身子 直接压了下来 双臂从玉酒梨背后 绕了过去 落在他的双手 玉酒梨吓了一大跳 脊背猛地僵住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回过神 他正欲正开 莫流伤 只听耳边男人 磁性动人心魄的声音传来 别动 玉酒梨心口一紧 竟然真的 乖乖地站在他怀里 一动也没有动 他甚至能感受到 脖梗间偶尔喷洒过来的气息 浑身有些不自在 可是被莫流伤 这么圈在怀里 心脏莫名地跳得厉害 因为紧张 双手微微颤抖 莫流伤察觉 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闪过 他在玉酒梨耳边低声道 认真点 玉酒梨猛地回过神 应了一声 急忙抬眼盯着远处的靶子 但心思已经走远 与此同时 明孔学院大门口 一个长相俊秀的男子 从豪华的马车上跳下来 他身后跟着两个随从 少年回头看了随从一眼 一脸严肃地提醒他们 一会儿见了小九 不准吭声 不准暴露他的身份 明白了吗 是 太公子 都一路了还没有改口 记住 也不准暴露本公子的身份 否则 回去自己找父皇领法 公子 你不是也没改口啊 原旨啊 你没事了都跟袁蓉学去 你看他 都是一个娘生的 这差距怎么就如此之大 本公子说话 他从来没有顶过嘴 就你跟 跟我爹身边那个恶婆娘一样 我怎么就跟皇后一样了 皇后那是母业插好吗 但从性别上来说 皇后就已经赢了 见萧绿瞪着自己 原旨也不再多言 沉默不语 袁蓉很安静地站在一旁 听着两人之间的话 许是习惯了 他那双浓密的眉毛 微微促起 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萧绿的寝室 和御酒离的一样 都是提早安排好的 所以三人 都是两手空空 萧绿想起什么 转身看向两人问道 本公子 给萧终准备的礼物呢 袁蓉迅速从马车里 拿出来一个盒子 萧绿见状提醒两人 走吧 一会儿 一定给小九妹妹一个惊喜 三人 就这么浩浩荡荡地 进了学院 找了御酒离办赏 这才知道 御酒离去了教场 萧绿急着见御酒离 让袁蓉去办理入学手续 而她 则带着袁蓉 去了教场的方向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七集 路上 袁蓉对萧绿道 公子 老爷说了 你在学院 不能总是出风头 本公子知道 还有 老爷说 在学院里面 你跟着那位姓 我爹说的 让我跟着他姓商 袁蓉并没有听出异样 所以便点头 应了一声 是的 公子 好 那本公子 从此以后 就姓商了 袁蓉反应过来 急忙解释 公子 老爷只说在学院里面 并没有说 以后都如此 萧绿并未理会 袁蓉蓉的话 大步往前走去 当看到教场上 那个熟悉的身影时 萧绿突然止步 抬手示意 袁蓉停下 袁蓉好奇地 看着萧绿 公子 怎么不走了呀 萧绿盯着 那个熟悉的身影 看着他 被一个男人 圈在怀中 两人极为暧昧地 前后拥着 他脸上的笑容 瞬间收敛 眸光变得凌厉冷漠 缓缓开口道 袁蓉 那个 是不是小九啊 他想听袁蓉说 是他看错了 那个并不是小九 袁蓉呆呆地 盯着玉九梨的脑袋 虽然只是侧脸 但他确定 那就是玉九梨 小九公主 袁蓉记得 皇上以前 和贤王妃聊天的时候 提到过小九公主 和他们家主子的婚事 虽然随口说说 但小九公主 和主子的感情 从小都很好 可是现在 小九公主 竟然和别的男人 如此亲密地在一起 袁蓉 头颅紧了紧 转眼看向自家主子 那张已经拉黑到极致的俊脸 只见他脸上 那种稚嫩的气息 转瞬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是无尽的愤怒和度火 袁蓉小声应道 回公子 那个好像就是小九小姐 说完 袁蓉就有些后悔了 他应该拉着自家主子 赶紧离开 不敢想接下来的事情 看来 那个抱着小九公主的男人 要遭殃了 袁蓉不禁猝眉 没想到 他们刚入学院 公子就要开始惹事了 果然 如袁蓉所想 就在他出神的时候 萧绿已经不见了人影 莫流伤正焦心不在焉 面红耳痴的玉酒梨 学习射箭 只觉得背后一阵寒风袭来 他嘴角微微扬起一丝弧度 头也不回 继续在玉酒梨耳边说着 凝神 看把心 玉酒梨因为被莫流伤的身子挡着 所以对于后面的事情并不知晓 乖乖地按照莫流伤教他的去做 萧绿掌心凝聚着 内力转眼来到莫流伤身后 猛地朝莫流伤后背袭去 只是他掌风刚挥出去 便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弹了回去 整个人踉跄几步 狼狈摔倒在地上 原只看着自家主子倒地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主子这是被打了 正好此时 玉酒梨手中的剑射了出去 郑重靶心 他一脸开心的 也忘了自己方才和莫流伤亲密地贴在一起的情景 猛地震开莫流伤 转身抬眼看着他 笑道 我成功了 他此刻的笑就像个孩子 天真无邪 格外豁人 莫流伤看得痴迷 一双炽热深邃的毛子 直勾勾地盯着玉酒梨看 玉酒梨正好撞上莫流伤的视线 心脏莫名砰砰直跳 就在此时 莫流伤身后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公子 您没事吧 为何这声音听起来 像是原指的 心中好奇 玉酒梨探出脑袋 往莫流伤身后扫了一眼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 玉酒梨吓了一大跳 看到萧绿倒在地上 原指一脸焦急地喊着他 玉酒梨一颗心 也瞬间提到嗓子眼 来不及多想 急忙越过莫流伤 往萧绿的方向赶去 其他人放眼望过来 一脸看好戏的模样 结果被莫流伤冷眼一扫 便各自去训练 心里却好奇 突然闯进来的那个男子是谁 竟然敢如此挑衅莫流伤 玉酒梨往萧绿的方向奔去 喊着 绿哥哥 莫流伤缓缓转身 看着玉酒梨的背影 听到他叫着绿哥哥 他心里顿时不痛快起来 牟底一丝危险的气息划过 拳头微微收紧 手背轻轻若隐若现 原指抬眼看向玉酒梨 小九小姐 你快看看 我家公子怎么了呀 原指知道 玉酒梨医术了得 玉酒梨急步来到萧绿身旁 蹲下身为他把脉 翻了翻他的眼皮 结果 看到萧绿那双漆黑的阴谋 盯着自己 眨也不眨一下时 玉酒梨瞥了瞥嘴 直接起身 不悦地看着萧绿 绿哥哥 这种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萧绿并没有开玩笑 自己确实被打伤了 不过不碍事罢了 他从地上爬起来 将自己的衣服拍了拍 抬眼看着玉酒梨 小九妹妹 你生气了 玉酒梨冷哼一声 别过脸 一开视线 不理会萧绿 萧绿摸了摸脑袋 走到玉酒梨面前 他比玉酒梨高一个头 在玉酒梨面前 脸上那种稚嫩的少年气 又显现 开口对玉酒梨道 小九妹妹 我跟你开玩笑呢 玉酒梨挪着嘴 又冷哼一声 萧绿又摸了摸自己的鼻梁 撇了一眼圆指手里的颈盒 提醒圆指 还不给小九妹妹 圆指见状 急忙抱着盒子 来到玉酒梨面前 一脸谄媚地笑道 小九小姐 这是我家公子 专门让人给你做的 玉酒梨余光偷瞄了一眼 装作一脸镇定的双臂环胸 萧绿从圆指手中夺走盒子 在玉酒梨面前打开 小九妹妹 这是我专门请人给你打造的 属于你的金针 你仔细看看这金针 这金针上 还刻着你的名字呢 一旁 莫流伤看到那熟悉的盒子时 眸底一抹饶有意味的笑容闪过 原来是这个小子 要送他金针 玉酒梨接过萧绿递过来的金针 一脸欣喜 按照萧绿所言 他从黄金袋里 拿出一块透明镜片 对着金针仔细看了看 看完后 玉酒梨脸色就变了 萧绿以为 玉酒梨会满脸开心地 对他说很喜欢 结果 看到玉酒梨变了颜色的脸 萧绿急忙问道 萧绿妹妹 你怎么了 不喜欢吗 玉酒梨将盒子 连同金针 全都扔进萧绿怀里 这是专门请人 给我打造的 对啊 那上面刻着的 叫翠花的女子是谁 萧绿正住 急忙拿起金针 仔细看了一眼 萧绿妹妹 你那个能给我用用吗 她也有放大镜 是白洛送给她的 不过那玩意儿太过珍贵 所以她出门不敢带 怕丢了就没了 玉酒梨将自己的扔给萧绿 萧绿对着上面细小的字 看了又看 最后一脸气愤地将盒子 砸在地上 冷眼看着圆旨 圆旨 怎么回事啊 公子啊 当时这针 你当宝贝似的捧着 不准我碰 我也不知啊 现在出了事儿 都赖起我了 原子委屈 无辜 可怜巴巴地 瞄了一眼玉酒梨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八集 玉酒梨健壮 松了口气 道 算了 能看到绿哥哥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说完 对萧绿露出一脸无害的笑容 萧绿这才想起方才的事情 瞥了一眼墨流伤的方向 问玉酒梨 小九 你跟那个男人什么关系 玉酒梨顺着萧绿望着的方向 看过去 正好接收到 莫流伤冷漠的眼神 玉酒梨顿了顿 对萧绿一道 哦 他是我们学院的师兄 这几天 由他教我们 射 玉 怎么了 萧绿听了 玉酒梨的话 那颗别扭的心 瞬间松了口气 所以 方才他是在教你射箭 对啊 怎么了 绿哥哥 哦 没什么 你的射术不是在夏灵国算是数一数二的吗 需要他教啊 许是来了云海国水土不服吧 或者 连风向也跟我作对 方才试了两把 都没有试中把心 萧绿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尤其是不远处 那双幽深的眸子 看着这边的时候 他浑身都透着一股寒凉 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在垂眸 看了一眼自己的身材 发觉自己 好像没有对面那个长得健壮 也没有他的脸好看 不行 小九是我的未婚妻 我们可是打小就订了娃娃亲的 小九 你以后离那个墨流商远一点 他看起来不像是个好人 绿哥哥 他人很好的 我刚来学院的时候被人欺负 就是他帮忙的 我还答应他 请他吃饭报恩呢 所以 言外之意就是 暂时不能远离墨流商了 小绿不愿撇嘴 我可是你的未婚夫 你得听未婚夫的 绿哥哥 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我们说好的 不提 小九 你不喜欢我了 御九离低着头 想了想 抬眼看着萧绿 正月开口说 喜欢 但不是那种喜欢的时候 墨流商的身影 转瞬来到两人面前 冷声对御九离道 学院规定 在学院期间 不准谈情说爱 御九离起背一僵 看了一眼墨流商 脑子里转着 回忆着学院规则路 里面似乎没有这一条规定 萧绿见墨流商 出现在自己面前 想到方才 他靠近墨流商的时候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震飞 眼里一抹狐疑之色闪过 扬起下恶 一脸傲慢地问道 你是谁啊 学院里面 能不能谈情说爱 你以为你说了算了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学院的规矩 声音有些冷 御九离觉得 两人之间莫名腾起了一股浓烈的杀气 萧绿倾笑 学院的规矩 你以为本公子入学院之前 没有看过学院的院规吗 萧绿心中好笑 还好他来之前 父皇怕他惹事 让他好好记学院的制度 否则 真被面前这个男人糊弄了 御九离那双清澈的眼睛眨了眨 转眼看向萧绿 双手抓着他的手臂 两人挨得很近 看起来很亲密 绿哥哥 你真的看了 萧绿垂眸看向御九离 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凑到御九离耳边 小声道 哥哥当然看了 萧绿 你可别被那个男人给骗了 一看他那样子 哥哥就知道 他对你没安好些 幸好哥哥来了 萧绿说话 声音故意提高了一些 说完 顺便给了莫留商 一记挑衅的眼神 似是在说 我家小九只听我的 一副 你能奈我何的表情 莫留商 接收到萧绿的视线 看到萧绿和御九离 如此亲密地在一起 他的眼神瞬间沉了下来 脸色也变得不太好 他冷眸扫了一眼 落在萧绿手臂上的那双手 冷冷地道 放开他 本公子为什么要听你的 萧绿是本公子的妹妹 以后还会是本公子的妻子 本公子跟他说几句悄悄话 爱着你什么事 玉九离看到莫留商 谋底的杀气 想到莫留商现在 是替原师父教学 知道他的本事 怕萧绿再多说几句 莫留商会动手 他急忙将自己的手臂 从萧绿手里抽出来 轻轻拽了拽萧绿的衣袖 小声提醒 绿哥哥你别闹 他现在算是我们的师父 教我们射玉之术 小九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袁师父被莫公子打伤了 不能来教我们 莫公子代替袁老师 教我们骑马射箭 萧绿半赏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回过神时 莫留商冷漠地声音道 新入学院的学生 先去办旅入学院的手续 本公子的人已经去办了 本人必须亲自到场 父皇明明派人打过招呼了 这个男人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在即方才我偷袭他的仇 便是我偷袭他了 可是我也没吃到好处 还被打了 见莫留商 深不见底的眼睛 看着自己 萧绿不自在地摸了摸鼻梁 不想被御九黎看笑话 所以便开口道 本公子练完就去补 莫留商仍旧冷眼看着他 御九黎又摇了摇他的衣袖 眼神提醒他 不要跟莫留商应来 萧绿也知道明孔学院的规矩 虽然学院是他父皇命人修建的 但后来这学院 不知怎么的就被一个神秘人接手了 父皇也不多说 他也问不出什么 想到以后还要见他的小九妹妹 最后一脸不情愿地看了一眼圆指 提醒他跟着一起 圆指回过神 急忙搀扶着萧绿离开 御九黎看着两人的背影 瞬间松了口气 好不容易放松下来 结果耳边男人低沉冰冷的声音道 不准跟他靠得太近 为何不能 学院规矩 学院哪里有这条规矩 他过目不忘的本事自己清楚 方才想了几次都没有一点印象 莫留商淡淡硬道 一会儿休息时间会发给你们所有人 所以 莫留商这是提前知道了学院的新规章制度 在教场练了半天 此时太阳正烈 莫留商看到御九黎额头上冒出的汗水 瞥了一眼四周 最后开口提醒所有人都回去休息 众人满脸兴奋 毕竟若是袁师傅在定然不会心疼他们 让他们回去休息的 突然觉得莫留商比袁师傅有人情味多了 穆清武来到御九黎身边 挽着他的手臂的 九黎 我们可以回寝室了 御九黎扫尸四周 心中好奇 绿哥哥已经去了半天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心里担心萧绿 心不在焉地对穆清武点了点头 两人叫上叶青准备回寝室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四十九集 就在此时 一个老者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莫留商自然也看到了 他幽深的莫谋威领 那老头是学院的院长 徐老 大概猜到徐老来做什么 所以他站在原地等着 而已经走远的齐白莲 听人说院长来了 他眸光一亮 急忙转身朝后望去 看到确实是徐老 他想起玉九黎 进了男子寝室的事情 嘴角勾起一抹鬼笑 带着几个好友 一起往徐老的方向走去 沐清武余光瞥见齐白莲 拦住了院长的路 小声对徐九黎道 那个齐白莲怎么将院长大人拦住了 他不会是跟院长大人告状吧 毕竟早晨在膳房闹出的动静不小 徐九黎顺着沐清武的视线 瞥了一眼淡淡地道 不管他们 我们走吧 话音落便准备离开 谁知熟悉又惹人厌的声音传来 徐九黎 你站住 徐九黎无奈皱眉 回头看着朝这边 一脸得意走过来的齐白莲 他身后是学院的院长 徐九黎挑眉 这还真是告我状了 齐白莲来到徐九黎面前 转眼对徐老说道 院长大人 就是他 徐九黎 昨天进了男子寝室 大家都看到了 院长大人 我能坐这儿 徐九黎确实去了男子寝室 并且还破坏了女子寝室路边的那个寝室牌 接着 齐白莲身边的少女们 一口一个徐九黎进了男子寝室 跟徐老说了起来 男子寝室的那些人倒没有开口 甚至有人同情地看着徐九黎 想着要不要帮徐九黎一把 徐老瞥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墨流伤 见他没有要过来的意思 他轻抚长须 微微点头 刚入学院 就跑去男子寝室了 徐九黎没有解释 他确实去了 齐白莲见院长 态度显而易见 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又道 院长大人 徐九黎不仅去了男子寝室 今日一早还在膳房 仗着自己会点功夫 将好几个人都打成了重伤 徐老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徐九黎 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怪不得公主如此在意这丫头 欲视沉着冷静 满身都是灵性 长得格外的出尘 与齐白莲站在一起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欲九黎见徐老这么看他 他清澈的眼睛眨了眨 直视徐老 徐老受不了小丫头 那纯净的目光 瞬即收回视线 清了清嗓子 转眼问齐白莲 齐白莲 你说完了 是 宣长大人 他就不信 这么多人作证 欲九黎还能相安无事地离开 徐老见齐白莲说完 对欲九黎笑道 欲九黎 可有此事 嗯 其他人没想到 欲九黎就这么干脆承认 纷纷交头接耳议论 徐师妹果然是女中豪杰啊 徐师妹太可爱了 希望院长能网看一面 念在她是心上 从轻出发 看着她被罚 我的心可能会痛 不行 我得保护徐师妹 我也想替徐师妹受罚 你们都别跟我争 若是受罚 我先来 徐老听到那些混小子的话 心中轻痴一声 他轻腐无须 瞥了一眼 那些紧盯着 欲九黎的少年 转眼看着欲九黎 问道 你去男子寝室做什么 欲九黎想了想 正欲回答 谁知徐老不等他开口 又道 那些小子没有欺负你了 欲九黎瞪大眼睛盯着徐老 看到他一脸关切的模样 半晌没有反应过来 这院长不是应该一脸怒意教训我吗 怎么看起来 一脸慈善呢 更像是在关心我 难道是因为萧伯伯 命人跟院长打了招呼的缘故 回院长大人 没有 没欺负你就好 莫留商是你的师兄 他聪明好学 武功又高巧 是学院的招牌人物 你刚转来学院 很多事情都不熟悉 也不适应 没事了 可以去男子寝室 请叫莫留商 说完 余光故意瞥了一眼 不远处的莫留商 莫留商接收到徐老的视线 俊眉微挑 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转瞬即逝 忧伸的眸子 盯着欲九黎的脸蛋 而在场的其他学生 已经震惊 齐白脸脸色异常难看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徐老 急声道 这就这么算了 不仅如此 竟然还让欲九黎 去找莫留商 我记得清楚 曾经有莫留商的爱慕者 偷偷去男子寝室 直接被学院除名了 为何到了欲九黎这里 院长画风就变了 院长大人 我们学院明明规定女子 不能随意去男子寝室走动 这么多人都看见欲九黎 建的男子寝室 这怎么能 老夫过来 就是要跟你们说这件事 学院的规章制度 已经用了整整三年了 有些规定 也该推陈出新了 对于女子 不能入男子寝室之事 也改了制度 女子 凡是老生 不得入男子寝室 新生依照个人情况 可以征求师兄们的意愿 若是新生因为学业需要 可以入男子寝室 找师兄们请教 其他的制度 老夫就不说了 一会儿让人拿过去 给你们每个人发一份 那欲九黎今日一早 在膳房殴打同窗之事 这件事啊 欲九黎也是你干的 我院长大人 是我做的 但我 不错不错 没想到我们 今年转来的新生 武功竟然如此厉害 一一敌众 并且还完好无损 欲九黎嘴角抽了抽 没有说话 齐白莲急火攻心 险些一口血喷了出来 徐老想到什么 看向欲九黎 对了 欲九黎 以后你有时间了 可以找你莫师兄 你们可以在武功这方面 好好切磋 曲长不短 将来争取给咱们学院 拿个武状元 被你打的那几个学生 老夫已经命人 将他们送回去了 咱们学院 一向主张文明教学 绝不容许 打架斗殴之事发生 欲九黎 看着面前的老者 突然觉得 他实在可爱 齐白莲听到 徐老的话 脸蛋气得通红 他正欲开口 最后 却将要说的话 全都憋了回去 徐老 这明显在偏袒 欲九黎 齐白莲 看了一眼 欲九黎 牟底一丝疑惑闪过 这欲九黎到底凭什么 让院长也如此袒护他 余光 瞥到徐老眼里 那炽热的光 齐白莲心中一惊 难道徐老 被欲九黎的美色迷惑了 齐白莲觉得 很有可能 狠狠地瞪了一眼 欲九黎 最后沉默不语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集 其他人此刻呆愣愣地 站在原地 看着徐老 又看了一眼 欲九黎 欲九黎被众多目光包围 有些不自在地 别过脸 无意对上了 莫流伤的视线 莫流伤见状 大步上前 来到欲九黎面前 他对徐老 微微点头 院长 老夫正说你呢 你小子就来了 这是咱们学院 转来的新生 欲 我知道 昨天带他 去过我的寝室了 众人瞪大眼睛 看着墨流伤 欲九黎醋眉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他怎么又提出来 并且还说得这么奇怪 你们的原师傅 这次可能要卧床 多躺几个月了 这个学期就让你们的墨师兄教你们 徐老说完 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墨流伤 余光瞥见齐白莲的表情 转眼对他道 齐白莲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若是你对咱们学院制度不满 老夫可以帮你跟其他学院联系 咱们云海国 其他的几所学院的院长 与老夫都很熟悉 见齐白莲低着头 沉默不语 徐老转身大步离开 欲九黎回过神 多看了一眼墨流伤 没有多言 与穆青舞和叶青一起离开 其他看热闹的人 也都纷纷散去 他们更好奇 新制度到底改成了什么样 转眼便剩下齐白莲 和他的几个好姐妹 林姐姐 你别生气了 就是 林姐姐 那个玉九黎不过是运气好 正好遇到了我们学院改制度 我们总会抓住他的把柄 将他赶出学院 齐白莲深深地输了口气 瞪了一眼身边的几个姐妹 冷冷地道 喜剧废物 说完大步离开 几人相视一眼 低着头跟在齐白莲身后离开 齐白莲回去寝室的路上 心里一直在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为何墨流伤会对玉九黎这么好 还有徐院长 我在学院已经待了快两年了 很少见院长出面 这次徐院长却因为学院改规章制度的事情 亲自来通知我们 我一定要让弟弟好好查查那徐九黎的身份 他不过是来了学院一天 便发生了这么多变故 这边 徐九黎和穆青武 叶青回到女子寝室 因为骑马射箭都是很费体力的 所以一早上下来 几人肚子也饿了 穆青武提议去膳房吃饭 徐九黎想了想 决定请两人出去吃 顺便叫上绿哥哥和圆址 因为他们有一个时辰的休息时间 所以吃个午饭 时间还是很充足的 学院对面就有几家不错的客栈 三人也没有耽搁 换上干净的衣裳 便一起出了女子寝室 徐九黎看了一眼男子寝室的方向 对两人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 我去叫绿哥哥 小九妹妹 徐九黎回头看了一眼 朝这边大步走来的萧绿 他身后跟着圆融 圆融也来了 徐九黎眉头微醋 很快 萧绿几人来到徐九黎面前 徐九黎看了一眼男子寝室的方向 好奇地问萧绿 绿哥哥 你怎么从那边过来了 这冥孔学院什么破规矩啊 竟然还得本公子亲自去报答 耽搁整整半天的时间 回去我一定得跟爹好好收手 圆融站在萧绿身后 恭敬地叫了徐九黎一声 小九小姐 徐九黎闽纯应了一声 见萧绿气愤的模样 他上前习惯性地去挽萧绿的手臂 到了跟前 突然想到徐老说的话 又收回手 对萧绿笑道 好了 绿哥哥不生气了 一早上你一定饿了吧 我请你吃饭如何 萧绿的表情瞬间晴朗起来 连双眼也泛起一层光 笑道 我怎么能让小九妹妹请啊 走 哥哥请你 说完 看了一眼叶青和沐青舞 这两个是你的朋友 徐九黎点头 介绍了沐青舞和叶青给萧绿 萧绿揉了揉徐九黎的脑袋 徐九黎反应过来 急忙躲开 萧绿手顿了顿 想到这破学院的规矩 没有多说 收回手 对徐九黎一道 小九不错 刚来学院就交了新朋友了 徐九黎冲萧绿 得意地眨了眨眼 嘴角扬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几人一起出了学院 到了客栈的时候 店掌柜看到来人气质不凡 急忙上前 一脸谄媚地 请他们去二楼雅间坐 萧绿坐在徐九黎对面 他好奇地问徐九黎 徐雪峰和东方泽 怎么没有陪你一起来啊 雪峰姐姐和泽哥哥 应该今天就能到 绿哥哥 前几日雪峰姐姐提起你了呢 萧绿想到那次 无意看到徐雪峰沐浴 被徐雪峰险些杀了的事情 几倍莫名一凉 回过神 对徐九黎道 小九 咱们不提他们 先用膳 徐九黎总觉得 萧绿现在的眼神 有些不对劲 但也没有多问 男子寝室 墨流伤沐浴完后 刚换好衣裳 云金便出现在门口 墨流伤证了证 低沉的声音问 何事 月姑娘跟叶青他们 去了学院对面的客栈用膳 知道了 退下吧 云金没有离开 低着头欲言又止 墨流伤瞥了他一眼 说吧 还有什么事 月姑娘还带了三个人 嗯 云海国太子 萧绿 墨流伤问了云金具体位置 便大步离开 云金看着自家主子的背影 一脸愁容 他不明白 主子为何不跟徐九黎说明白 也不明白 徐九黎怎么就将主子忘了 心中轻叹了口气 静止离开 墨流伤找到徐九黎的时候 他正一脸开心地和萧绿打闹 毕竟是在学院外 所以两人并没有在学院里那般拘谨 叶青几次提醒徐九黎 只是徐九黎并未在意叶青的话 毕竟他从小和绿哥哥都是这么打闹着过来的 木轻武一脸羡慕地看着两人围着桌子打闹 双手撑着下巴小声道 若是我有这么一个疼我宠物的哥哥就好了 还长得这么好看 有时候觉得萧绿师弟看起来像个高高在上的帝王 叶青眸光微闪 看了一眼木轻武没有回应他的话 这木轻武虽然看起来一副傻傻的模样 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也很聪明 还好他没有什么坏心思 否则跟在玉姑娘身边总有一天会出身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一集 收回视线 叶青有些头疼地看了一眼追着萧绿打闹的玉酒梨 他甚至能想到若是主子在场 看到两人如此亲密的模样 会是怎样的表情 只是这云海国还真是邪门 想什么便来什么 房门被人推开 所有人都瞬间僵住 玉酒梨正好追到萧绿 骑在他背上 搂着他的脖子 拧着他的耳朵说叫 在房门被人推开的那一瞬间 房内瞬间凝住 玉酒梨还骑在萧绿后背 他转眼看了一眼房门口的方向 看到墨流伤 那极其冷漠的表情时 玉酒梨莫名觉得有些心虚 只是捏着萧绿耳朵的手僵住 仍旧骑在萧绿背上没有动 叶青健壮 清了清嗓子 小声叫了玉酒梨一声 酒梨 所有人被叶青的声音叫回了神 萧绿冷眼看了一眼墨流伤 双手紧紧地护着玉酒梨 怕他掉下来 墨流伤身后 袁脂和袁蓉被定住 瞪大双眼看向萧绿 那眼神似是在说 他们尽力拦着了 只是面前这位武功太高 他们没拦住 萧绿给了两人一记冷眼 废物 袁蓉也觉得自己有些废 没敢看萧绿 袁脂心虚地别过脸 也不敢看萧绿 墨流伤冷漠的声音传来 还不下来 玉酒梨听到那低沉冰冷的话 急忙从萧绿背后跳下来 脚崴了一下 忍不住闷哼了一声 墨流伤眼里一抹担忧之色闪过 转瞬来到玉酒梨身边 正欲搀扶他 结果萧绿比他快了一步 接住了玉酒梨 一脸不满地对玉酒梨道 萧绿 你怕什么 他是你什么人 让你下来 你就下来 萧绿瞥了一眼墨流伤 一脸敌意 从他看到墨流伤抱着玉酒梨 练射箭开始 他就看墨流伤不爽了 没想到 他们出来吃个饭 他还过来掺和 玉酒梨听了萧绿的话 顿时愣住 反应过来 一脸疑惑地看着萧绿 心道 对啊 我心虚什么 墨流伤又不是爹地 也不是娘亲 我干嘛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脚上一阵痛楚传来 玉酒梨忍不住俯下身 揉着脚踝处 眉头紧拧在一起 萧绿担忧地问道 哪里疼 墨流伤见状 直接将萧绿定住 一把揽起玉酒梨的腰部 将他腾空抱起 玉酒梨吓了一大跳 惊叫一声 动作迅速地 还住墨流伤的脖子 看着他那冷峻的侧脸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萧绿发现自己不能动了 一脸怒意 冲墨流伤喊道 识相的 你赶紧给本公子解开 别等到本公子恢复了 找院长将你赶出民口学院 墨流伤抱着玉酒梨 刚出了房间 脚步顿了顿 回头冷眸扫了一眼萧绿 我等着 说完便大步离开 玉酒梨提醒墨流伤 墨公子你放我下来 你快点将绿哥哥的解开 学院的制度 你似乎忘了 是跟学院制度有什么关系 难道明孔学院 还不准学生在外面用膳了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此事 那你说的是什么 你说的我怎么知道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后面的话 玉酒梨没有说出口 转眼 两人已经出了客栈 墨流伤听到玉酒梨的话止步 对玉酒梨一道 男女授授不亲 你不知道吗 你与他如此机密玩闹 将学院制度 置于何地 所以墨公子是否该将我放下来 你这么抱着我回到学院 是否也违反了学院规矩 师妹崴勒早受了伤 我作为你的师兄 理应将你送去学院 找大夫医治啊 绿哥哥和你有什么区别 他也可以送我回去学院 找大夫医治 玉酒梨 萧绿 是你什么人 萧绿是我什么人 自然是哥哥了 墨流伤突然这么问 我为何觉得自己 不该跟绿哥哥这么打帽 绿哥哥一直都拿我当未婚妻 方才 我们在房间打帽 是不是会让人误会 玉酒梨心里胡思乱想着 偶尔偷瞄一眼 墨流伤那张冷酷无情的脸 只是不知道为何 越看越觉得这张脸 有些熟悉 叶青和沐青舞 回到女子寝室的时候 两人先去了一趟 玉酒梨的寝室 见玉酒梨的伤已经处理好 也松了口气 陪玉酒梨聊了一会儿 便回去了自己的寝室 萧绿和圆蓉圆旨 回到男子寝室 萧绿坐在桌前 眉头微醋 瞥了一眼圆蓉 问道 圆蓉 你去命人 查查这个叫木流伤的 圆蓉应了一声 便出了寝室 圆旨正在给萧绿 整理被褥 见萧绿一脸愁容 放下手里的活 对萧绿一道 公子 那个木流伤的武功 极其高强 他看小九小姐的眼神 很奇怪 你说 他是不是也喜欢 小九小姐 萧绿心情本就烦躁 听到圆旨的话 一巴掌拍在他脑门子上 你以为本公子蠢 看不出来是吧 你故意在本公子的 伤口上撒盐是吧 属下只是说说 又不是故意的 滚 不滚 圆旨 黄 老爷说了 你让我滚的时候 我可以不听你使唤 圆旨比萧绿还嘚瑟 萧绿健壮 咬了咬牙 提醒圆旨 不滚也行 转过去 圆旨一脸疑惑 但也没有拒绝 转身背对着萧绿 萧绿用尽全力 一脚将圆旨踹出了寝室 什么都是老爷说 圆旨 你小子给本公子记住 以后再敢拿你老爷压本公子 本公子打得你满地找牙 圆旨几乎是滚出去的 可怜巴巴地趴在寝室门口 望着房间里一脸恼怒的男人 起身又进了房间 公子 气消了 萧绿正住 抬眼看着圆旨 半晌才反应过来 不自在地问道 伤哪了 这儿 这是小九给我的 很珍贵的 用完了 还给我 小气 你小子还敢瞪本公子 属下不敢 出去 隔壁寝室 是你和圆蓉的 是公子 圆旨拿着商药离开 萧绿看了一眼圆旨的背影 见他一瘸一拐的模样 深深地输了口气 啊 方才那一脚踹得不轻 也难为他 为了让我消气 圆旨用心了 萧绿走到床前 将身上的长袍退下 发现送给玉酒梨的金针 还在自己身上 他拿出金针看了一眼 想到上面的字迹脆花 萧绿 谋底一丝疑惑赏过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二集 萧绿盯着那金针 自言自语 奇怪了 本宫明明让那师傅 刻的是小九的名字 怎么成了翠花了 难道是那个师傅 将金针拿错了 也不对啊 这金针就是本宫命人送去的 难道还有其他人也送了金针 或者 那个师傅记错了 萧绿觉得也不可能 那个师傅 可是云海国 数一数二的雕刻师 去他那里订做东西的人 非富即贵 他做事也很认真用心 断不可能将如此大的事情搞错 想了许久 萧绿懒得再想 心里却盘算着 过两日他再命人送去一些 让那师傅重新做 刻上小九的名字 外面敲门声传来 萧绿抬眼 正欲开口 房门便被人推开 爽朗的声音传来 绿 萧绿见来人进来 急忙起身上前 手掌落在来人肩膀 一脸高兴地说道 东方小 你终于来了 不来啊 小九怕是该着急了 萧绿正了正 反应过来 将自己的手 从东方泽肩膀上拿来 撇嘴道 你以为小九会惦记你 绿 你这是在吃醋 且不说小九是我表妹 就他这小身板 本公子也没兴趣 我更喜欢 徐雪峰那种嚣张跋扈的劲 你这意思是我家小九没有魅力啊 东方泽无语 走到桌前坐下 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杯水 喝了一口 对萧绿道 我们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若是不能 我去找小九了 说着就要起身 萧绿见状 走到东方泽身边坐下 手掌落在他肩膀 忍不住轻叹了口气 唉 怎么了 我刚来你这里 你就如此愁眉苦脸 萧绿将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情 跟东方泽说了一遍 东方泽想了想 一脸认真地问道 你可知道 那个墨流伤是什么身份 已经让袁蓉去查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照你这么说 这个墨流伤怕是不简单 你可得把小九看好了 他还小 太单纯 别被人骗了 这个我知道 不过想到今天的事情 我就觉得自己太没有 连人家都打不过 还怎么保护小九 唉 你不会明白 小九在我眼皮子底下 被那个墨流伤 抱走的心情 萧绿此刻 心里难受得厉害 这也是他现在 还坐在寝室里 没有去找御九黎的原因 他觉得 自己没本事 没脸见御九黎 怕御九黎对他失望 笑话他 东方泽见萧绿 颓废自责的模样 安慰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只有努力 将自己变得强大 才能守护 你要守护的人 况且 将来你还要继承 后面的话 东方泽没有说 萧绿自然听得懂 他的意思 萧绿微微点头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 东方兄 两人在房间 聊了一会儿 东方泽便去了 自己的寝室 女子寝室 徐雪峰 一边为御九黎 搅上抹药 一边听着御九黎 跟他说 这两天 学院里面发生的趣事 徐雪峰 听得格外认真 御九黎 一声沉吟传来 徐雪峰 眉头紧簇 紧张地问 很疼 很疼吗 不疼 疼了就喊出来 我又不会笑话你 以前我受伤的时候 每次都会哭呢 我没见过 雪峰姐姐受伤哭 倒是见过 雪峰姐姐 被绿哥哥欺负哭过 臭丫头 你别跟我提 那个小魔王 提起他我就来气 每次想到肖绿 徐雪峰就会想起 他十四岁的时候 在蝴蝶谷沐浴 被肖绿偷看的事情 御九黎 大概看出了 徐雪峰在气什么 想起 在蝴蝶谷发生的事情 御九黎急忙道 好好好 不跟雪峰姐姐提绿哥哥 说好的不提 结果又将肖绿 在学院 被墨流伤教训的事情 跟徐雪峰说了一通 徐雪峰方才 还一脸不韵 不过 听到肖绿被人欺负 心情瞬间大好 得知肖绿刚入学院 就在墨流伤面前 吃了不少亏 他扬唇笑道 那小魔王 终于遇到克星了 岂止是克星 估计绿哥哥 已经记恨上墨流伤了 今天院长离开的时候 说最后一段时间 都可能是墨流伤 代替袁师傅教我们 绿哥哥那脾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若是这么下去 我怕他以后 跟墨流伤再打起来 为何墨流伤 会找肖绿的麻烦 他们认识 我认识 今日一早才剑 就是今日早晨 在叫场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射箭时 那箭总是射偏 墨流伤 因为我射数太差 就教我控制 结果就被绿哥哥看到了 他也不问 直接冲上来偷袭墨流伤 结果被墨流伤打伤了 徐雪峰 眼珠子转了转 眸底一抹金光浮现 绕有意味地看着御酒梨 小声问道 小九 那个墨流伤长得如何 嗯 个子嘛 倒是很高 人 也很沉稳 眼睛很漂亮 好像很少笑 总之 是我见过的 长得最好看的男子 他没有绿哥哥身上的孩子气 也没有泽哥哥身上那种脾气 和爹爹的气质极像 不过 他总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像是 我们以前就认识一般 说不清楚那种感觉 我一向看人很准的 可是怎么也看不透他 看来这个墨流伤藏得很深 小九 你还是离他远一些 听你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男人 是个危险的人 嗯 雪峰姐姐我知道 以后我尽量不跟他过多接触 一日 天还未亮 萧绿就已经起床 这是他这么多年 起得最早的一天 他迅速穿好衣裳 打开房门 瞥了一眼隔壁房间 依次敲门 将屋里的人叫醒 圆蓉听到敲门声 以为萧绿出了什么事情 便急忙起来 圆蓉 揉着轻松的睡眼 从床上爬起来 瞥了一眼 房门口背对着自己的圆蓉 开口问道 哥 发生什么事了 圆蓉没有回答圆齿的话 低声道 公子早 哥 你是不是梦游了呀 咱们家公子最懒了 公鸡不叫名 他都不会起床的 话音落 圆齿又开始打呼噜 结果 鼻子被别人捏住 半晌出不来气 猛地睁开双眼 脸色憋得通红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三集 看到面前萧绿那张不悦的脸 圆植反应过来 转眼看向圆蓉 哥 我做噩梦了 我梦见咱们家公子 又杀了我 萧绿一巴掌 落在圆植脑袋上 本公子现在真想一巴掌拍死你 圆植彻底清醒 一个机灵从床上跳下去 跪在萧绿脚下 公子恕罪 圆蓉冷着一张脸 瞥了一眼地上的圆植 他那双浓密的眉毛促及 他这个弟弟 就不知道什么是怕 他们从小跟着太子 太子当他们是亲人 但毕竟主仆有别 他这个弟弟倒是不客气 还真当自己是太子的兄弟了 圆植接收到圆蓉的视线 撇了撇嘴 听到萧绿让他起来 他从地上迅速爬起 萧绿冷眸扫了他一眼 伸出手来 圆植正住 公子 怎么了 我昨天给你的药呢 那可是小九妹妹送给他的 即便是药用完了 瓶子也得留着 圆植反应过来 心里付匪了一句 萧绩 直接走到床边 将药拿起来递给萧绿 萧绿看了圆植一眼 问道 伤怎么样了 好多了 小九小姐的药果然神奇 话音落 多看了一眼萧绿手里的药 萧绿冷哼一声 将药收好 对两人道 赶紧穿好衣服陪本公子去教场 圆蓉没有多说 动作迅速地穿好衣服去洗漱 倒是圆植看向萧绿 公子 咱们去教场做什么 萧绿又一巴掌拍在圆植脑门子上 当然去训练了 忘了昨天在客栈发生的事情了 没有啊 不过公子 那个墨流伤看起来很厉害 你确定 咱们这么早去教场训练 就能打得过他吗 打不打得过 本公子不知道 但若是本公子再不努力 怕是连小九妹妹都嫌弃本公子了 小九小姐怎么会嫌弃公子呢 她不是这种人 你懂什么 萧绿说完 转身离开了寝室 圆蓉和圆植很快收拾好 跟着萧绿一起去教了东方泽 东方泽也没有洗漱 一副慵懒的模样 眯着双眼 被萧绿拖着往教场的方向赶去 因为今日也是墨流伤教学 所以女子寝室的那些少女们 也比平日里起得早很多 玉九里醒来的时候 女子寝室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起床洗漱完 叫了徐雪峰和叶青穆清武三人 一起去膳房用膳 去膳房的路上 穆清武已经和徐雪峰自来熟 叶青话很少 所以一直站在玉九黎身旁 默默地跟着他们 几人来到膳房 看到膳房里空无一人的时候 都愣了一下 徐雪峰好奇地问穆清武 清武妹妹 鸣孔学院的膳房一直都这么安静 还是说这里的饭菜不好吃 那些学生都出去用膳了 平日这个时候膳房的人很多的 怎么今天一个人都没有 没有人体不是更好 吃饭安静 走吧 咱们用完膳还要去教场吗 说着 一起进了膳房 徐雪峰里的饭菜和昨天一样 比起人的都多了两道 叶青坐在玉九黎对面 默默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 徐雪峰坐在叶青身旁 他明亮的眼睛 一直盯着玉九黎的石盘 开口问道 小九 你的食物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 这膳房难道还看美色打饭 雪峰姐姐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可能是爹爹 或者笑伯伯吧 徐雪峰会议 点了点头也没有多问 倒是木青五 一边吃着玉九黎夹给他的菜 像个好奇宝宝似的问玉九黎 九黎 从你进了学院 我就觉得你很神秘 扇房对你的待遇都比其他人好 就连齐白脸也没有你这种待遇 你到底什么身份呀 叶青听到木青五的话 看了他一眼 示意木青五吃自己的 木青五弩了弩嘴 压低声音道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好奇 等有时间了 我带你去见我爹娘 你就知道了 这么神秘 木青五有些期待 徐雪峰忍不住偷笑一声 四人安静地吃着饭 看起来很是和谐 就连站在打饭区的那两个厨子 看到四个少女坐在一起的画面 也觉得很是温馨 至少比今日一大早 就来这里叽叽喳喳 炒个不停的那些墙 快要吃完时 扇房门口脚步声传来 打饭区的那个厨子 看到来人眸光一亮 一脸恭敬地倒 哎哟 莫公子 徐雪峰和木青五正说得高兴 听到有人叫了一声莫公子 两人同时朝膳房门口的方向望去 玉九黎和叶青已经填饱肚子 两人相视一眼 玉九黎抬眼 正好对上那抹冰冷的视线 剑是莫流伤 他急忙别过脸不看他 莫流伤敏唇 对那厨子微微点了点头 厨子见状 开口问道 那个莫公子想吃什么 与平日一样 说完 直接朝玉九黎的方向走了过去 厨子急忙去准备 莫流伤的饭菜 木青五和玉九黎 位置正对着扇房门口的方向 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木青五有些激动地 拉着玉九黎的衣袖 小声道 九黎是莫公子 莫公子他来了 玉九黎方才 看到莫流伤后 就已经收回视线 不再看他 自然也不知道他已经过来 听到木青五的话 玉九黎余光扫了一眼 确定莫流伤朝这边走来 他挤背僵住 看着对面的两个人 夜青 雪峰姐姐 你们吃好了没有 夜青早就填饱肚子了 身后来人他心中清楚 但仍旧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原位 徐雪峰漫条丝里地吃着 刚吃了口青菜 就听到玉九黎的话 他放下筷子问 怎么了 小九 徐雪峰虽然平日里性子急 但吃饭却一直都是漫条丝里的样子 接收到玉九黎的眼神 徐雪峰这才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传来 他猛地回头 男人骏冷的面孔落入眼中 徐雪峰有那么一瞬的愣神 反应过来急忙又转身回去 他瞪大眼睛 看着玉九黎 动了动嘴没有出声 那是什么人 是不是你跟我说的那个墨流伤 因为这个男人 比他见过的所有男人都长得好看 也像极了昨晚 小九跟他说过的那个 叫墨流伤的男人 尤其是那双深不见底的毛子 泛着冰寒彻骨的光 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玉九黎看出徐雪峰的口型 对他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应了他的话 徐雪峰坐不住了 小心翼翼的起身 对玉九黎眨了眨眼 提醒他撤人 而沐清武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出神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四集 玉九黎见沐清武没动 他抓住沐清武的手腕 小声提醒他 清武 我们走了 去交场 四人起身离开座位 刚到过道 莫流伤高大的身影 挡住了四人的去路 玉九黎抬眼 沐公子 早啊 抬头不见低头见 打个招呼快闪 莫流伤垂眸 看着焦急离开的四个人 薄唇清起 低沐清武的声音 低沐沐的声音格外好听 带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都吃好了 嗯 吃好了 沐清武点头如捣蒜 不敢看墨流伤的眼睛 叶清站在几人身后没有吭声 徐雪峰挽着玉九黎的手臂 对他道 小九 我们走吧 一会儿去教场迟到了 会被责罚的 说完 便掺着玉九黎的手腕 越过墨流伤 往膳房门口的方向走去 只是才迈出几步 就被墨流伤叫住 等等 徐雪峰眼珠子转了转 和玉九黎同时停下 这个男人气场果然强大 虽然萧绿是太子 但他从未在萧绿身上 感受过这种压力 沐清武吓得有些腿软 他觉得墨公子的声音太冷漠 有些害怕 叶清正了正 没有反应 玉九黎回头 正好对上墨流伤的视线 只听到墨流伤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我半客钟 一会儿跟我去拿点东西 去教场 搬东西这活 不应该是师兄们去吗 不重 墨流伤两个字 打发了玉九黎 玉九黎无语 想离开 可是想到 墨流伤现在是替袁师傅 心道 算了 就当他是师傅吧 四人便走到 靠在膳房角落的位置坐下 厨子很快将墨流伤的石盘端了上来 一脸谄媚地笑着退下 玉九黎一只手撑着下额 盯着墨流伤的方向 又看了一眼那个厨子 小声嘀咕 做老师就是好 吃饭都是厨子亲自送到面前 他一边说 另一只手闲来无事落在桌上 毫无规律地敲击着桌子 扇房很安静 只有那一阵阵敲击声回荡着 木青五看着玉九黎纤细的手 欲言又止 很快 墨流伤用完扇 来到几人面前 玉九黎还在出神 墨流伤提醒 走吧 说着 先一步往前面走去 徐雪峰推了推玉九黎 玉九黎猛地回过神 四人相视点头 跟在墨流伤身后 离开了扇房 此时教场上 学生们都已经排好队等着 看到萧绿和东方泽 还有袁脂袁绒 骑在马背上练射箭 那些少女们 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 小声议论着 今年入学院的新人 长得都这么好看 是啊 你看那位穿着白衣的公子 他的一颗衣装 都那么豁人 是啊是啊 他好温柔 对我笑了 那位公子是在对我笑 我喜欢白衣公子 旁边的那位公子 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他身上 有种独特的气质 我也觉得他很特别 一个女子凑过来 小声道 那不是昨天被莫公子 打的那位吗 话音刚落 齐白莲的声音 出现在几个人身边 他冷眼看着萧绿 和东方泽的方向 不屑冷哼一声 没有身份地位 省得好看又能如何 其他女子听了齐白莲的话 随声附和 莲姐姐说的是 齐白莲双手还胸 冷眼扫视四周 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 很快 他要找的人影 便落入眼中 玉九黎和叶青 莫青武 及徐雪峰 跟在莫流山身后 朝这边走来 每个人手里 都拿着一把弓箭 玉九黎 有些郁闷地抱着弓箭 一脸不悦地 瞪着前面男人 修长的背影 说什么不重 这弓箭 明明和轿场上的 那些弓箭一样 可是 却比轿场上的弓箭 重了一倍 几人到了轿场 徐雪峰正好看到 萧绿朝这边看来 他狠狠地瞪了萧绿一眼 从马背上跳下来的萧绿 一个机灵对东方则道 东方兄 一会儿你得保护我 徐大小姐我不敢惹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 小时候 我被他吊打过 萧绿嘴角抽了抽 将手里的弓箭扔给原址 与东方则一起 往玉九黎这边走来 几人打了声招呼 还没来得及叙旧 就被莫流山 无情的声音打断 东方则压低声音 对萧绿一道 这个就是你说的莫流山 是他 这个人确实不简单 光看他的气质 东方则就觉得不好对付 因为东方则起人的加入 所以莫流山 先让他们做了自我介绍 最后一个是萧绿 萧绿不屑瞥了一眼莫流山 淡淡开口 本公子叫商绿 玉九黎醋眉 想到萧绿的身份 顿时恍然大悟 有些女子却已经掩盖不住 脸上兴奋的表情 姓商 这云海国商性的 屈指可数 难道这位商公子 和皇宫里的那位是亲戚 若是如此 我攀上商公子 岂不是等于攀上了皇后了 甚至有女子 小心翼翼地对萧绿抛媚眼 萧绿察觉到那一道道目光 心里不知道将商言 付费了多少遍 莫流山见状 也没有揭穿萧绿 懒得理会他 他开始教大家射箭的基本要领 他的声音很沉 讲得很细 像是带着一种奇怪的魔力 指引着所有人一直听下去 甚至不愿意从里面走出来 半个时辰后 莫流山提醒 现在所有人自由训练 有不会的 可以向其他会的同窗请教 话音落 少女们都依依不舍地散开 大家虽然爱慕莫流山 可是他实在太难靠近 整个人看起来很冷 也没人敢去打扰他 齐白莲和几个好姐妹拿着弓箭离开 离开时还不忘多看了一眼玉酒梨 那眼神恨不得将玉酒梨千刀万寡似的 收回视线 余光瞥见人群中那个英俊的身影 齐白莲眸光一亮 对身边的几个姐妹道 我们去请教秦岚师兄 说着冷哼一声 便急步往秦岚的方向走去 玉酒梨察觉到那抹视线 也没有理会 拿着自己的弓箭去训练 叶青和木青舞徐雪峰 跟着他一起过去 萧绿和东方泽小声聊天 看到玉酒梨和徐雪峰他们 去了人少的地方 本打算过去凑热闹 只是看到徐雪峰的身影 想到他的眼神 萧绿便怂了 东方泽 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徐雪峰 又看了一眼萧绿 你总不能一直这样躲着雪峰 若是雪峰和小九 每天都黏在一起 那你岂不是还得天天躲着小九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五集 萧绿觉得东方泽说的有些道理 他眉头微微一蹴 看了一眼徐雪峰的背影 犹豫了片刻 对东方泽道 我去找他们 哼 想好了 你 既然是误会 跟他说清楚就好了 这么多年了 他每次见了我就追打 总不能一直这么下去 毕竟 我还要见我的小九妹妹呢 想到此 萧绿更是下定了决心 萧绿 玉九黎刚拉开长弓 就听到身后不远处 熟悉的声音传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 见是萧绿 转眼看向徐雪峰打去 雪峰姐姐 绿哥哥来了 徐雪峰一箭射出去 郑重靶心 萧绿正好来到 距离两人有一丈远的地方 看到徐雪峰收起弓箭的那一瞬间 萧绿莫名地有些紧张 见徐雪峰回头冷眼看着他 萧绿不自在地摸了摸鼻梁 想了想 抬眼看着徐雪峰对他道 徐雪峰 本公子有话跟你说 徐雪峰从未见过萧绿 如此一本正经的模样 他眉头微挑道 有事在这里说 眼里一抹异色撇过 萧绿看了一眼御酒梨 见他眼里那抹笑意 有些不自在地开口 这件事 本公子要跟你单独聊聊 徐雪峰本想说不了 结果话还未说出口 就被御酒梨拉着手臂 推到萧绿身旁 有什么事情说清楚 也不知御酒梨是否是故意的 徐雪峰觉得自己被推了那么一下 竟然莫名其妙地摔进了萧绿怀中 反应过来一个机灵急忙离开萧绿 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萧绿猝眉搔手 走吧 两人转身离开 御酒梨看着两人的背影 心中轻叹了口气 从小他和徐雪峰关系最好 所以算是最了解徐雪峰的 他心里想什么 御酒梨大概也都猜得到 虽然这些年 徐雪峰看起来对萧绿总是一副嫌弃的模样 甚至还追着他打 但御酒梨知道 徐雪峰的心里有萧绿 或许对于徐雪峰来说 这便是他认为和萧绿相处最好的模式 两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视线里 御酒梨收回视线不再看他们 他握着手里的弓箭继续练习射击 片刻后不远处一阵骚动传来 木青五望了一眼 见很多学生聚在一起 看起来很热闹 木青五将自己手里的弓箭放下来 到御酒梨面前 抱着他的手臂摇了摇 酒梨 我们去那边看看 我们还是认真练习射箭吧 那边也没什么好看的 因为他看到了人群里 那么熟悉的身影 莫流伤 想到昨天 雪峰姐姐跟他说过的话 所以不想去 木青五听了御酒梨的话 放眼望去 一脸好奇地嘟着嘴 对御酒梨一道 酒梨 我们一起去嘛 就一次 叶青见状 看了御酒梨一眼 御酒梨瞪大眼睛看向叶青 接收到他的视线 无奈看了一眼木青五 最后小声道 就这一次 木青五嘴角扬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双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蹭了蹭鼻子 哼 我就知道酒梨最好了 木青五一直拉着御酒梨往前走 似乎很用力 御酒梨走得很慢 到了人群里 才知道为何这里这么多人围观 原来是有人不服莫流伤 替袁师傅教他们骑射 所以挑衅莫流伤 御酒梨听到四周 议论纷纷的声音 在抬眼看着 围场骑在马背上的两个人 那个挑战莫流伤的男子 他认识 是秦岚身边的那个少年 叫杨天孝 杨天孝与莫流伤的年龄 看起来差不多 他甚至比莫流伤看起来 更成熟一些 他的脸很消瘦 身材高挑 却骨瘦如柴 身子几乎都撑不起身上的衣服 再看莫流伤 高大俊冷 如那高高在上的帝王 浑身透着一股傲气 一副忌腻天下的模样 还有那张 棱角分明的五官 深不见底的莫眸 任谁多看一眼 也不舍得移开视线 御酒梨 察觉到一道冷漠的光扫来 急忙收回视线 心道 果然像娘亲说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也不知道杨天孝 有什么想不开的 竟然敢挑战莫流伤 御酒梨连看都没有看 便猜到了最后的结果如何 所以也没什么兴趣 有这个时间 她更乐意去那边练习射箭 只是 垂眸看了一眼 紧抱着自己手臂的那两只手 御酒梨只好跟着 沐清武和叶清 一起凑热闹 莫流伤 挤背笔直 他冷眼瞥了一眼杨天孝 低沉的声音对他道 你确定 要挑战我 怎么 不敢吗 你以为自己用下作的手段 打伤了我师父啊 你就能替得他 今天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看看 你莫流伤 是怎么惨败在我杨天孝的手里的 我要让你跪着 在我师父面前 跟他磕头认错 莫流伤听了杨天孝的话 没有应声 许事不屑跟他多说 他俊冷的脸上 也没有多余的表情 那双幽深的眸子 却一直看着御酒梨 杨天孝 见自己被莫流伤无视 咬着牙 一脸恼怒地 冲莫流伤怒吼 莫流伤 开始吧 杨天孝正了正 来不及多想 现在是比赛 他只有赢了莫流伤 才能为师父出气 回过神 杨天孝拉起缰绳 掉头往前面 隐约可见的 移动靶子的方向 侧马奔去 只是莫流伤 却没有跟着他一起 而是右手将长弓举起 左手拉弓 而此时杨天孝距离莫流伤 已经有很长一段距离 围观的人群里 有人低头议论 这莫流伤是不是被杨天孝吓怕了呀 怎么骑坐在马背上发愣啊 他这哪里是发愣 怕是知道自己要输了才会原理不动吧 你看他这拉弓的姿势队嘛 便是姿势队 他现在的位置早已经超出了射击范围 倒是杨秀 他可是袁师傅的门内弟子 平日里的射数可算是数一数二的 以前袁师傅夸过杨秀 说他的水平已经赶上袁师傅了 莫流伤即便是现在追上去 那也于事无补了 照你这么说的话 这莫流伤这次是要跪着向袁师傅道歉了 那岂不是以后咱们的老师 又换成杨天校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六集 有女子在听几人之间的闲言碎语 听到这里 那几个女子凑上钱 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若真的换成杨天校 那我们还是在寝室里多说一会儿吧 别想今天起这么早 就是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看莫公子的 杨天校有什么看头 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 脸就跟骷髅头一个样 除了那双双凤眼看得过去 他与莫公子比起来简直相差太远 杨天校这样的怎么配跟莫公子比啊 就是就是 莫公子虽然高冷 可就是因为他这样 人家才越喜欢他 玉酒里耳边 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 眉头紧簇在一起 莫名的抬眼多看了一眼莫流伤 莫流伤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模样 这些女子竟然还对他持心不解 果然 娘亲说得对 人长得好看 一切可破 就在玉酒里盯着莫流伤出神的时候 人群里突然一阵惊呼传来 快看快看 莫公子的剑 既然借杨师兄的剑劈开了 穿透了把心 射中了那只鹦鹉 一句话 惊醒了玉酒里 也震惊了围观的所有人 而不明所以的杨天校 骑在马背上 他一手握着长弓 那双眼睛 死死地盯着 把心被穿透的孔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手臂轻轻微微抱起 这怎么可能 按照距离 莫流伤是不可能 从那么远的地方射中把心的 可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 他不仅射中了把心 而且还将我的剑打穿 还透过把心 射中了把子后面的 那只正在飞行的鹦鹉 这些把子可都是移动的 这个人到底有多厉害 才能做到如此 便是师父在 不 便是我与师父联手 怕也不是这个人的对手 杨天校想到自己方才比赛前 跟莫流伤说过的话 顿时有些后悔 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他 他知道 今日一败 以后在学院里面 怕是抬不起头了 若是被爹知道 他如此丢人 定然不会让他 继续在学院里面 他缓缓转身 看着距离自己 几十米远的莫流伤 额头上的冷汗冒了出来 浑身都在微微颤抖着 方才他明显地感觉到了 莫流伤的剑 是从他耳边飞过去的 忍不住抬手 摸了摸自己的耳朵 再垂眸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指 指负有鲜红的血 不多 有人将那只被刺中的鹦鹉 提了过来 扔在地上 鹦鹉 只是一只翅膀受了伤 并没有生命危险 莫流伤 从马背上跳下 俯身将那只鹦鹉捡起来 走到玉九里面前 玉九里只觉得 视线被黑压压的身影挡住 猛地抬眼 看着面前那高大修长的身影 他眨了眨眼 没有说话 莫流伤将鹦鹉递给他 他受伤了 你自己故意刺伤这只鹦鹉 现在给我这是什么意思 给他医治 木轻武见玉九里发呆 轻轻戳了戳玉九里的手臂 玉九里猛地反应过来 鹦鹉已经到了他怀里 玉九里觉得 手心一片湿润 垂眸看了一眼 眉头宁紧 再看到鹦鹉那对漂亮的 如宝石一般 绿色的眼睛 闪着光时 玉九里的心揪了起来 来不及多想 急忙抱着鹦鹉转身离开 莫流伤扫了一眼叶青 叶青会议 与木轻武追了上去 其他人还等着看戏呢 所以并没有要散开的意思 莫流伤转身 看向仍旧骑在马背上的杨天笑 淡淡开口 你输了 杨天笑挤背僵住 从马背上滑下来 被人搀扶着 来到莫流伤面前 他喉咙紧了紧 也不敢抬眼 正视莫流伤的双眼 低着头道 我杨天笑愿赌服输 你想要如何惩罚 我都无话可说 莫流伤 看着杨天笑 不卑不亢的模样 没有说话 片刻后 他提醒围观的学生 还有谁不服 一句话 所有人都纷纷散去 各自训练 莫流伤转身大步离开 杨天笑看着莫流伤的背影 半赏都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我输给了莫流伤 我方才在这么多人面前 给莫流伤难看 挑衅他 他却放过了我 杨天笑心中五味杂陈 他看着莫流伤的背影 拳头紧握在一起 眼里微光闪烁 这边 萧绿跟徐雪峰说完后 看着徐雪峰 见他脸色不好 他对他说道 你知道的 小九在我心里的位置 以后我们就只同庄 你也会每天跟小九在一起 今天跟你解释清楚 当年的事情 以后我们也不至于 像平日里这般如此尴尬 我也不用因为 总是躲着你 不能接近小九 徐雪峰敏唇 与平日里嬉皮笑脸的他 判若两人 他睫毛微微颤动 眼帘微垂 片刻后 抬眼看着萧绿 嘴角扬起一抹僵硬的笑容 我知道了 除了这四个字 他实在想不出 自己该跟萧绿说什么 从那年 他无意看到他沐浴时的样子 他便莫名其妙地 总是找他麻烦 明知道他是无意 却每次因为追着他打的时候 看到他跳脚的模样 他会很开心 甚至 总觉得每次见到萧绿 他的心情会变得很好 很轻松 有时候 习惯了一种习惯 便不再觉得那是习惯 而是无止境的 心不由己的依赖 两久 徐雪峰才开口 他对萧绿说道 小九是个好女孩 以后不要欺负她 也不要辜负了她 萧绿自然不会让人欺负玉九黎 不过 听了徐雪峰的话 还是点头硬了下来 徐雪峰说完 转身离开 萧绿看着她的背影 心里却有一种 说不清的东西划过 不由自主地 开口喊了一声 徐雪峰 徐雪峰止步 背对着萧绿没有回头 他不愿让萧绿 看到她脸上的泪水 安静地等着她开口 萧绿抿了抿唇 缓缓开口问道 我们以后 还能做朋友吗 徐雪峰没有回应萧绿的话 头也不回地 急不离开 她不知道 是否能做朋友 但现在 她不想看到她 不想听到她的声音 直到徐雪峰的身影 消失在萧绿视线里 萧绿这才回神离开 徐九黎用了晚上后 就去照顾那只受伤的鹦鹉 木青舞被叶青拖着 去了教场学骑马 徐九黎趴在桌前 盯着同她一样 趴在桌上的鹦鹉 对着她自言自语 木柳上把你给我是什么意思 小东西 你说她是不是知道我的身份 否则 她怎么会把你给我呢 知道我懂得医术 鹦鹉眼珠子低溜转了转 脑袋左右晃着 像是在观察四周 最后冲徐九黎叫 坏蛋 坏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七集 玉九黎被鹦鹉嘶哑的叫声 吓了一大跳 她一个机灵坐起身 盯着鹦鹉 满脸欣喜 指尖戳戳了戳鹦鹉的脑袋 激动地说道 小东西 你竟然会说话 方才是你说话的 对不对 小东西 你再说一声 坏蛋 坏蛋 莫流伤 莫流伤 玉九黎清澈的双眼 一片正亮 她嘴角 扬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双手将鹦鹉捧在怀中 一只手为她顺毛 一边逗她 小东西 跟我说 莫流伤 坏蛋 莫流伤 坏蛋 莫流伤 坏蛋 莫流伤 来了 莫流伤 来了 不不不 咱们不说她来了 就说莫流伤 坏蛋便可 来来来 跟我说 莫流伤 坏蛋 不说 不说 玉九黎方才 还带着笑意的脸 瞬间变得不悦 说 不说 说莫流伤 坏蛋 一人一鸟 瞪着彼此 低沉冷漠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你就这么讨厌我 逼着一只畜生骂我 玉九黎 怎么会想到 女子寝室里 突然传出 如此熟悉的声音 她甚至以为 自己出现了幻觉 瞪大眼睛盯着鹦鹉 鹦鹉脑袋转了转 急忙缩进 玉九黎怀中 玉九黎感受到 身后那冰冷的气息 缓缓转身 莫流伤 一袭 墨色锦衣 将那完美的身子包裹 男人清澈幽暗的眸底 透着到不明的情绪 直直地注视着玉九黎 玉九黎瞬间反应过来 羞得从椅子上弹起 也望了怀里抱着的小东西 一把将它扔了出去 坏蛋 坏蛋 玉九黎听到 鹦鹉不满的叫声 急忙将它捡起来 揉着它的脑袋 低头安慰着 哎呀呀 小东西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原谅我好不好 说着 偷瞄了一眼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盯着自己的墨流伤 抬眼问道 你怎么在这里 过来看它怎么样了 这个男人竟然还有如此好心 对这鸟儿产生怜悯之心 今天射中它的时候 怎么不见它大发慈悲放过它 它没什么答案 暂时飞不了 墨流伤应了一声 掀开跑摆 很自然地坐在桌前 玉九黎圆圆的眼睛 盯着身旁的男人 墨公子 这里是 是女子寝室 你怎么进来的 你在这里被其他人看到 说过了 我是来看她 玉九黎竟然不知道说什么 垂眸看了一眼格外乖巧的鹦鹉 玉九黎给了它一个白眼 方才还一副你是老大的模样 怎么墨流伤一来 顿时变成了一只怂鸟了 想到方才鹦鹉说过的话 玉九黎几杯一浆 眸光一亮 眼珠子转了转 眼神似是在问鹦鹉 方才 它是不是看到墨流伤了 所以才会说墨流伤来了 若真是如此 刚才墨流伤问她的话 她也能想得通了 突然有些做贼心虚的感觉 就在玉九黎愣神的时候 鹦鹉的声音又传来 墨流伤好看 玉九黎瞬间回过神 嘴角微微抽了抽 往一旁的椅子坐下 她看了一眼房门口的方向 盯着墨流伤好奇地问 墨公子 你知道我懂得医术 墨流伤深邃的眸子 看向玉九黎 没有回应她的话 玉九黎撇嘴 想到什么将鹦鹉递给墨流伤 那 她的伤口我已经包扎好了 还给你 玉九黎话音刚落 鹦鹉嘶哑的声音叫道 不要 不要 她的翅膀在用力 似乎很害怕一般 玉九黎无语 也有些心疼怀里的小家伙 更多的是不舍 毕竟她长这么大 头一次见会说话的鹦鹉 这么聪明的鸟儿谁不喜欢 见鹦鹉挣扎得厉害 玉九黎急忙揉着她的脑袋 安抚她 小东西不怕不怕啊 莫公子就是来看看你 你的伤还没好 还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她不会带你走的 嗯 果然 鹦鹉不闹了 莫流商见玉九黎如此温柔 轻声细语地哄一只鹦鹉 她眸光柔情似水 顺及恢复如常 起身垂眸看着一人一鸟 淡淡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明日再来看她 玉九黎想说不用来了 她的伤好了就会送回去给她的 可是话还未说出口 莫流商修长的身影已经到了门外 玉九黎看着她的背影 眉头微微宁静 难道莫流商 真的只是过来看这只鸟的 一个冷情的人 会在乎一只鸟的死活 我怎么就不信呢 直到莫流商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眼前 玉九黎这才收回视线 抱着鹦鹉关好房门 重新坐回桌前 教她说话 玉九黎灵动的双眼 直直地注视着鹦鹉 逗了逗她的脑袋 小东西你说 我给你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莫流商 莫流商 你的眼睛这么好看 要不就叫你宝石 宝石宝石 宝石叫姐姐 姐姐 姐姐姐 太棒了 一人一鸟 乐此不疲地 在房间里面说话 虚实 玉九黎已经退了衣裳 准备上床歇息 脚上的伤 因为东方浩月给她的药 已经好了很多 刚躺到床上 敲门声便传来 玉九黎好奇地 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房门口的方向 都这个时候了 谁会来这里找我 谁啊 小姐 是我 玉九黎急忙起身 劈了件外衣来到房门口 打开房门 看到徐雪峰 一脸伤心的模样 玉九黎急忙拉着徐雪峰的手腕 往自己房间里面扯 雪峰姐姐 快进来 外面有风 徐雪峰 一只手里提着一坛酒 被玉九黎拽进了房间 玉九黎关好房门 来到桌前坐下 看着徐雪峰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雪峰姐姐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徐雪峰缓缓抬眼 眼里一抹哀伤划过 她对玉九黎道 小九 陪我喝杯酒可好 好 徐雪峰拿起酒坛 倒了杯酒给玉九黎 又给自己添了一杯 和玉九黎碰了一下 便仰头往自己口中灌去 玉九黎正住 雪峰姐姐 您慢点喝 徐雪峰抿唇 将嘴角的酒字擦了擦 又给自己重新倒了一杯 玉九黎见她 又要往肚子里灌 急忙拦住 雪峰姐姐 你到底怎么了 这么喝酒会胃里不舒服的 小九 你就陪我坐在这里 别说话好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八集 玉九黎见状没有再多言 雪峰姐姐平日很是活泼 但她每次有心事的时候 就会一个人独自喝酒伤身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不过喝完酒后就没事了 所以玉九黎双手撑着脑袋 盯着徐雪峰 看着她喝酒 一弹酒很快见了底 玉九黎见状问道 还喝吗 若是还想喝 我出去找酒 徐雪峰现在意识很清醒 根本没有一点醉意 她点头 小九 那麻烦你了 玉九黎起身 提醒徐雪峰在屋里等她 她急步走了出去 徐雪峰看着玉九黎的背影 鼻子微微泛酸 心中苦笑 也是 萧绿与小九 才是青梅竹马的一对 她们的身份地位就该在一起 而我 不过是一个贤王府的 一个下人的女儿 比萧绿大了三岁 又怎么配得上萧绿 光是年龄 就不配站在萧绿身边 喉咙堵得慌 徐雪峰瞥了一眼玉九黎 没有喝完的酒 拿过来又送进了口中 此时 玉九黎已经从女子寝室离开 去了男子寝室的方向 方才找了一圈 最后 从叶青和沐青舞那里才得知 明孔学院是不准学生 在寝室里藏酒 更不准他们喝酒的 玉九黎想起学院的规定 恍然大悟 她本打算 与徐雪峰出去陪她喝酒 结果听叶青说 墨流山那儿可能会有 所以便去了男子寝室 徐雪峰一个人趴在桌上 盯着面前的空酒杯出神 一个沙哑的声音传来 墨流山 墨流山 墨流山坏蛋 徐雪峰吓了一大跳 急忙转身朝后看了一眼 后面并没有任何人影 一阵风吹来 徐雪峰竟感觉 周身一股阴冷的寒意袭来 她深吸口气 缓缓回头 结果一对翠绿色的眼睛直逼眼前 徐雪峰一个机灵站起身 宝石冲徐雪峰道 姐姐 姐姐 徐雪峰正了正 紧盯着面前的小东西 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方才在说话 这不是幻听 我方才听到这只鹦鹉说话了 漂亮姐姐 徐雪峰莫名乐了 方才还一脸忧郁的心情 瞬间烟消云散了一半 一只手拨弄着宝石的脑袋 一边教她 叫声太子 徐雪峰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说出来后便觉得 自己一定是中了消虑的毒了 宝石因为翅膀上的伤 所以动作幅度不大 在桌上跳过来跳过去地叫着 太子 太子 徐雪峰方才已经舒缓的眉头 又紧皱在一起了 这边 徐雪峰到了男子寝室 正好碰到杨天笑 杨天笑好奇地打量着徐雪峰 见他朝这边走来 他一脸热情地问道 徐雪峰 大晚上的 你怎么来男子寝室了 徐雪峰想到 白天时 杨天笑挑战墨流伤的事 对这个不自量力的人 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至少 他为了给师傅出口气 勇气可嘉 瞥了一眼墨流伤寝室的方向 见那边的烛光已经灭了 徐雪峰犹豫了片刻 压低声音问 杨师兄 我的脚崴了 所以想借点酒擦擦 不知道你有没有 杨天笑眉头一挑 眼神瞬间亮了 点头如捣蒜一般 硬道 有有有 徐雪峰 走 我带你去拿 杨师兄 不如我就在这儿等你 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瓶药来 递给杨天笑 杨师兄 这个作为交换 送给你 这瓶可是上等的 治内伤的药 千金难求的 杨天笑 好歹也是杨将军的儿子 好东西见得多 自然也认识 药瓶上标注着的 蝴蝶骨三个字 便足以证明 这瓶药有多贵重 他有些激动 嘴角咧开笑容 急忙将御酒梨 给的药接过来 迅速跑回自己的房间 给御酒梨拿酒 御酒梨 看了一眼女子寝室的方向 心中有些焦急 站在原地来回踱步 等着杨天笑 片刻后 一阵脚步声传来 御酒梨猛地抬眼 本还带着笑容的脸 瞬间变了颜色 清澈的眼睛 对上莫流伤的视线 走廊里 莫流伤看着 御酒梨娇俏的身影 他眉头微挑 正了片刻 挤不上前 低沉的声音问道 这么晚了 有事吗 显而易见 他以为御酒梨 是来找她的 御酒梨脸上的表情 有些僵硬 他抬眼看着莫流伤 我能跟他说 一开始是来找她 解酒的 但现在 已经不需要了吗 与此同时 杨天笑脸上 洋溢着浓浓的笑容 从莫流伤 对面的走廊 走了过来 脚下如生风了一般 格外轻快 他也没注意到莫流伤 一脸愉悦地 抬眼就到 御师妹 你要的酒来了 我寝室里啊 正好有两滩 都送你 了 最后一个字 艰难开口 杨天笑呆呆地 看着面前 冷着一张脸的莫流伤 余光瞄了一眼 莫流伤身旁的御酒梨 眼神似是在问 这是怎么回事 若是换作以前 杨天笑会不屑莫流伤 可是现在不同 白天输给了莫流伤不说 还输得那么狼狈 莫流伤不仅没有教训他 反而放过了他 单凭这一点 杨天笑便已经对莫流伤刮目相看 更别提莫流伤那么厉害的射数 他甚至还在想着找时机去跟莫流伤再道个歉 好好巴结莫流伤 将来跟着他学习射数 没想到就这么遇上了 学生在学院里不准喝酒藏酒是学院的规定 现在就这么赤果果的暴露在莫流伤眼前 杨天笑回过神 对莫流伤道 这里面是水 自己说出去的话 自己都不相信 干笑了两声 看了一眼玉酒梨 抱着酒坛 转身准备离开 莫流伤冷冷地道 等等 杨天笑止步 缓缓回头 表情有些猙獰 莫流伤转眼 垂眸看着玉酒梨 你要酒 跟我来 杨师兄已经答应给我了 莫流伤瞥了一眼杨天笑 杨天笑嘴角微微扯了扯 大概看出了莫流伤的意思 心中多少有些遗憾 但也不能跟莫公子抢人不是 回过神 杨天笑很有眼力见的 将自己的酒坛放在脚下 拿出玉酒梨给他的药 大步来到玉酒梨面前 将药还给他 玉师妹 我这酒不能跟你换了 说完 便转身抱起他的酒梨开 玉酒梨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杨天笑的背影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莫流伤低沉的声音提醒 民控学院第三条规定 学院内不得带酒 违规者检查寝室 没收所有酒水 并寄严重警告处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五十九集 杨天笑几倍僵住 他很钦佩那个提议建议学院的人 但同时对那个人无语 竟然提供了这么多奇怪的非人性的规定 他转身对莫流伤笑道 莫公子 我记住了 你放心 我马上就将他们上交 玉酒梨见杨天笑急匆匆地离开 还想再说什么 手腕突然被人抓住 带走 直到玉酒梨脚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 莫流伤走得很慢 两人进了寝室 莫流伤坐在桌前 冷眼瞥了一眼玉酒梨 需要酒 为何不来找我 你寝室烛光熄灭 我以为你已经睡了 正好遇到了杨师兄 他也有酒 所以就跟他要了 莫流伤看着玉酒梨 知道他没有撒谎 心情比方才好了很多 玉酒梨心里也格外纳闷 为何方才我的心还很放松 可一见到莫流伤 就莫名有些紧张 我为何要回答他的话 跟他解释这么多 看着莫流伤那张 棱角分明的俊脸 玉酒梨凑上前 仔细地看着 甚至不顾莫流伤冷漠的眼神 围着他转了一圈 盯着他 他皱着眉头 食指在嘴唇轻轻敲着 自言自语 莫公子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 你眼熟了呢 明明我们才认识了几天时间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莫流伤脊背挺直地坐在桌前 唇瓣动了动 开口硬道 不认识 你要酒做什么 学院规定 学生在学院期间不能饮酒 朋友心情不好 所以陪他喝一点 莫公子 我听叶青说 你寝室里应该有酒的 你放心 我不会白拿你的 我用药给你换 虽然不知道 叶青为何会如此清楚 莫流伤寝室里有酒的事情 但现在他确实急需酒 雪峰姐姐还在房间等着他呢 月酒离大概也猜到了雪峰姐姐 为何心情会这么差 白天跟绿哥哥出去聊了以后 回来就没有见到他 他觉得一定是绿哥哥 惹雪峰姐姐伤心了 说着 玉酒离急忙拿出方才 杨天孝还回来的那瓶商药 递给莫流伤 莫流伤轻瞥了一眼 嘴角动了动 淡淡开口 学院里没有人能打得够我 你觉得我会需要这些吗 更何况 四年前 他留给他的那些商药 他都没舍得用 还有很多 玉酒离没底气了 那你要怎么样才给我酒 为了雪峰姐姐花再多钱也行 娘亲说过 出门在外 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在玉酒离抬眼 看着莫流伤 预拿银票跟莫流伤买酒的时候 莫流伤突然开口 人要吃顿饭 这里的酒你随便拿 不就是一顿饭吗 好啊 我答应你 周末请你吃饭 莫流伤听到玉酒离提到周末 眼中一丝疑惑闪过 玉酒离反应过来 急忙解释 我是听一个朋友说的 说我们平日里的日药 可以用周末来替代 将来不久 可能就会替代日药 莫流伤清楚他的身份 所以也没有多问 起身从衣柜里 拿出一坛酒 递给玉酒离 玉酒离瞥见他衣柜里 摆了很多酒坛 咬了咬下唇 试探地问 莫公子 能不能多给一坛 毕竟 雪峰姐姐的酒量不小 莫流伤将酒递给玉酒离 说道 这酒链 一坛足以 玉酒离见状 心中付费了一句小气 夺走酒坛离开 莫流伤目送小丫头 离开男子寝室 看着她进了女子寝室 这才放心 收回视线 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玉酒离到了自己寝室时 就听到里面 徐雪峰和宝石 一人一鸟对骂 徐雪峰活该 徐雪峰笨蛋 你才笨蛋 你才活该 莫不是雪峰姐姐喝醉了 我风才出来的时候 竟然将宝石给望了一个二镜 来不及多想 急忙抱着酒坛进了房间 徐雪峰此时 正一把抓着宝石的爪子 将它倒掉在半空 宝石努力地用自己 那月牙般的嘴巴去啄徐雪峰的手 只是翅膀太疼 根本使不上力 见玉酒离回来 宝石委屈地嘶叫着 救命 救命 玉酒离瞥见宝石翅膀的伤口 急忙上前 将酒坛放在桌上 从徐雪峰手里将宝石救了下来 认真的为他检查伤口 徐雪峰见状 歪着脑袋趴在桌上 看着玉酒离 瞥见桌上的酒 徐雪峰伸出手 打开酒坛 一股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 徐雪峰眼神都亮了 偷瞄了一眼 认真为宝石包扎伤口的玉酒离 徐雪峰偷偷偷将酒坛的酒 全都喝进了肚子里 直到喝完 他眯了眯眼 看着面前那一群玉酒离 嘴角扬起 带着醉意说道 小九 你怎么多了这么多姐妹啊 这时玉酒离已经为宝石处理完伤口 听到徐雪峰的话 他抬眼好奇地看着她 啊 见徐雪峰脸蛋通红 双眼迷离 一身酒气 玉酒离 瞥了一眼桌上的空酒坛 甚是无语 所以徐雪峰姐姐趁着我不注意 将酒全喝了 他记得 墨流商提醒他 这酒很烈 伸手在徐雪峰眼前晃了晃 徐雪峰姐姐 小九 你叫我 说着 他便缓缓起身 整个人都在晃 玉酒离 见他站都站不稳 急忙上前搀扶 结果 被徐雪峰拒绝 小九 你不用扶我 我自己能走 哎 雪峰姐姐 小心 玉酒离在徐雪峰摔倒的那一瞬 抓住了他 折腾了一番 终于将他扶到床上 夜深人静 女子寝室的烛光全都熄灭 男子寝室却有几间房间都格外亮堂 墨流商坐在书桌前拿着笔写写画画 仔细看 摆在他面前的全都是与学院书籍不相干的秘信 他的脸色不太好 眸底掺杂着浓浓的沙气 像是随时都会爆发一般 此时 萧绿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无法入睡 最后 猛地弹坐起身 看了一眼外面漆黑的天 烦躁地下了床 穿好衣裳 去叫袁芷和袁蓉 袁蓉兄弟二人 本来就因为自家主子睡得晚 折腾到很晚才睡 两人刚睡了没一会儿 就被自家主子叫醒 袁蓉虽然困 但不会多言 袁芷却不一样 打着哈欠一脸委屈 公子 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这都紫时了 再过两个时辰 我们就该起床了 跟本公子 去叫场训练 袁芷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回过神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清醒 他瞪大双眼看着萧绿 公子 这大晚上的 跟了你这么久 属下还从未见到过 你如此勤奋努力的模样 少废话 走 袁芷不想说话 袁蓉拍了拍 他的肩膀 提醒他跟上 三人一起出了男子寝室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六十集 莫留商听到脚步声 挑了挑眉 起身走到窗前 看到萧绿的身影 莫留商眼里 一抹异色闪过 看来这云海国太子 对玉角离 是真的上了心了 为了玉角离 大半夜去训练 看来我这次去皇宫 正好跟萧云翼 好好聊聊此事 转眼便到了金药下午 明孔学院门口各种豪华马车 停了好几排 如长龙一般 而学院里的学生 也零零散散地从里面出来 寻找自家的马车 顺便和其他同窗的攀比一番 要说场面最大的 那便是齐国公府的马车 齐国公是出了名的宠女儿 家中也就只有齐白莲 一个独女 所以对齐白莲 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心怕掉了 齐白莲刚出学院大门 就见不远处 那辆格外引人注目的马车上 下来一个中年男人 齐白莲看到来人 脸上瞬间腾起一抹 开心的笑容 提着裙白跑了过去 钻进那中年男子怀里撒娇 爹 傻丫头 想爹地了没啊 很想爹地 莲儿 怎么了 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你跟爹说 爹去给你出去 齐白莲喉咙哽咽 没有回答 倒是经过齐国公身边的 与齐白莲平日里 走得近的史真香 畏畏缩缩的止步 他爹爹跟他说过 一定得讨好齐国公 犹豫了片刻 史真香 小声叫了一声齐白莲 齐白莲听到声音 从齐国公怀里出来 看了一眼史真香 史真香欠了欠身 跟齐国公打了声招呼 自然而然地 将齐白莲在学院里 被玉酒黎欺负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 齐白莲嘴角 扬起一抹鬼笑 眼里却仍旧挂着泪水 齐国公听完 额头满是青筋 他宠溺地看着齐白莲 不悦赤道 他一个小小的女娃 竟然敢欺负到 玲儿的头上 玲儿 你跟爹说 她在哪儿 爹这就去找她 爹 你别冲动 我也不知道她什么身份 我让人去查过 只是查不出来 我受点委屈没什么 若是因为玲儿 连累了国公府 玲儿岂不是给爹爹 拖后腿了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云海国除了太子 和那几位公主 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欺负到你头上了 很多人见齐国公在 所以都在门口等着 想着一会儿 借机跟齐国公 套套近乎 学院门口的人越来越多 齐白莲的心情却甚好 毕竟他这种地位身份 这学院至少无人 还能比得过他 与此同时 学院内 玉九黎和徐雪峰 木轻舞及叶青 并肩走在 通往学院外的小道上 这几日 徐雪峰每天晚上 都去找玉九黎聊天 然后两人 躺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心情也比前几天 好了很多 几人正有说有笑 谁知周围 传来细细碎碎的声音 徐雪峰听到 方才还带着笑意的脸 瞬间变得冷漠 恼火 郑玉开口 玉九黎拦住他摇头 雪峰姐姐 我没事 咱们堵不住这群人的嘴 不理会便是 她的娘亲说过 一个人做不到 让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她 不要紧 只要有一个人还喜欢 便不要去计较那些流言蜚语 徐雪峰 徐雪峰隐忍着怒意 拉着玉九黎一起出了学院 哇塞 果然是放假 学院外面的这些豪华马车真是气派 夏林国主张节俭 官员同行马车造价 都不得超过二百两白银 再看看云海国这些马车 一辆比一辆失滑 这造价最低的 怕是都已经到了五千辆了吧 唉 也不知云海国这么下去 到底是好是坏 以前我听到过爹爹和黄叔聊天 当初爹爹说过 治理天下 须借鉴爱民 休息养民 内经图治 如此 才能国父民强 百姓安居乐业 再看看这些马车 或许萧伯伯 应该亲自来学院看看 他手底下养的那些官员 到底搜刮了多少明纸明告 都这个时候了 哥哥和爹娘 他们怎么还没有来啊 前两日他们拆人送信过来 说今天接我去萧伯伯那儿的 萧九 玉九黎听到声音 嘴角扬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他回头看了一眼 来人是萧绿和东方泽 袁芷和袁蓉 跟在萧绿身后 徐雪峰听到萧绿的声音 只是愣了片刻 便恢复如常 脸上没有平日里的笑容 见萧绿过来 也只是对他微微点头 算是打得生招呼 萧绿许是有些不习惯 见徐雪峰这样 他正了片刻 随即恢复 脸上带着笑打去 徐雪峰 这几日你故意躲着本公子 没有 说完 看了一眼东方泽 笑着对他道 阿泽 萧绿今天有事 不能跟我们一起 你回夏邻国吗 那我们一起回夏邻国 正好 回去找爹 要点东西 最重要的是 担心徐雪峰一个人回去 不安全 毕竟 萧绿跟他说了 和徐雪峰的事情 他知道这丫头的心思 萧绿见徐雪峰 跟东方泽说话的时候 都满脸笑容 心里有些难受 至于为何会有这种反应 萧绿自己也弄不明白 徐雪峰答应了东方泽的话 两人跟朋友们打了声招呼 便并肩离开 一旁的木清舞 看着徐雪峰的背影 不禁叹了口气 徐师姐和东方师兄 站在一起真配 叶青 你觉得呢 嗯 是很配 萧绿听到两人之间的对话 醋眉 配吗 话音落 回头看了一眼 袁芷和袁蓉 问道 你们俩 看看徐雪峰和东方泽 他们两个人 很相配吗 袁芷和袁蓉健壮 点了点头 异口同声地道 嘿 你们眼瞎了吗 他们哪里配了 叶青和木清舞 很快也打了招呼离开 徐雪峰和萧绿 原指原容 还在等贤王府的马车 就在此时 徐雪峰看到排在最后面的那辆普通的马车 眼睛瞬间亮了 他急忙对萧绿道 徐哥哥 我娘和我弟弟他们来了吗 萧绿听了御酒梨的话 瞬间回过神 顺着御酒梨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当看到马车旁站着的那个冷漠高傲的少年时 萧绿拉着御酒梨的手道 我们走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六十一期 御酒梨垂眸看了一眼被萧绿拉着的手 顿了顿没有多言 与萧绿一起往前走去 只是经过齐国公府的马车时 御酒梨却被数十人挡住了去路 为首的几个女子她都认识 是平日里和齐白莲在一起玩的那几个 那几个精壮的男人应该是他们府中的下人 御酒梨眼神微闪 看来这几个人是想找事 面前几个女子昂首挺胸 双臂抱在胸前 一副傲慢和不懈的表情看着御酒梨 镇住 方才他们一直都在盯着御酒梨 见御酒梨的目光一直盯着后面的方向 他们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 看到那辆极为普通的马车时 便决定要替齐白莲好好教训御酒梨了 正好可以讨好齐国公 萧绿拉着御酒梨站在他面前 将御酒梨护在身后 他的岳父大人和岳母大人 可在马车里看着呢 作为未来女婿的他 自然得积极点 保护好他的小酒妹妹 便是他们不在 那也得积极 萧绿不懈地扫了一眼 面前的这几个女子 嘴角勾起 几位姑娘这是何意啊 商公子 我们想跟御师妹说几句话 麻烦你让让 袁蓉脸色沉了下来 冷眼看着说话的女子 萧绿饶有意味地看着女子 开口道 姑娘要说什么 当着本公子的面 说也是一样的 对吧 小酒妹妹 御酒梨笑着点头 萧绿转身提醒 有什么话就直说 没有 就给本公子闪开 也不看看今天这是什么阵仗 周围可都是我们的人 更何况连云海国的齐国公都在 方才接御酒梨的那辆马车 便足以说明了 御酒梨和这个商绿 到底是个什么身材 高傲如他 少女谋底充满不屑和傲慢 给身边那几个一脸凶恶的下人 一记眼神 几人会议 直接将御酒梨和萧绿他们 包围了起来 袁蓉正欲出手 见御酒梨对他摇头 只好收回掌风 袁蓉一脸同情地 看着面前的一群人 想笑却生生隐忍着 本姑娘若是不让呢 御酒梨 实相地站出来 御酒梨从萧绿手里扯开 萧绿看向御酒梨 萧绿妹妹 绿哥哥 我没事你放心 那少女听到两人的 一声一个妹妹哥哥叫着 轻痴一声 你果然是只狐狸精 莫公子在学院三年 都没有见过他对哪个女人好过 你一来就跟他牵扯不清 断了我们多少人的美梦 秦公子相貌堂堂英俊潇洒 本来是我们骑士姐 认准了的相公 你倒好 也勾得他为你心魂不宁 院长那种一年出头露面 疑似的人 竟然因为你 亲自前来教场 通知院规的事情 现在你又跟这个 相伴老牵扯不清 叫得如此暧昧 御师妹 你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就凭着你这点美色 勾引了我们学院的院长 才得以入学院学习的 少女说完 冷眼看着御九黎 那双清澈的眼睛 心中有些恼火 我都已经这么说到 他竟然还念不改色 眼神如此轻密 果然是只狐狸精 御九黎盯着那少女 打量了一遍 笑道 师姐说完了 说完了麻烦嚷嚷 我要过去 御九黎 你 少女气得跺了跺脚 指着御九黎的脸 后面的话 全都堵在了喉咙里 这边 排在最后面的 那辆普通的马车里 白洛坐在御绝尘对面 见御九黎半晌没有过来 他掀开马车窗帘 看了一眼 瞥见学院门口 围着一大群人 白洛念女心切 对早就下了马车的 御灵寒说道 寒儿 你去看看小九 怎么现在还没有过来 御绝尘看到白洛 焦急的模样 抓着他的手 轻轻摩缩 薄唇微扬 洛儿别担心 小九聪明 不会有事 我不是担心小九 我怕这孩子 有了男朋友 就忘了我这个娘了 小九还小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 是谁前些日子还说 赶紧将小九 嫁出去的 现在知道危机赶了 御绝尘见白洛笑他 长臂一勾 直接将白洛 拽进了自己怀中 让他坐在他的腿上 在他鼻梁上 轻轻刮了一下 洛儿 这是在嘲笑为父吗 不准胡闹 儿子还在呢 欲绝尘不愿意 一只手撩着白洛的耳垂 凑到他颈尖 用仅能两个人听到的声音 在白洛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白洛感觉到那股温热的口气喷洒 心头一紧 抬眼看着欲绝尘 犹豫了片刻 猛地凑上钱 在他嘴边清浊一口 好了 等回去了任由你处置 好 夫人说好了 回去任救我处置 白洛看着欲绝尘 欠揍的模样 直接走到对面坐下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裙摆 瞪了一眼欲绝尘 马车外 欲绫寒已经注意欲绝离很久了 看到妹妹被一群人围着 似乎在欺负 欲绫寒一直在想 一会儿要怎么处理那些人 不过在处理他们之前 还是先看看妹妹这几日 在学院里到底学得如何了 这不看倒是没什么 一看 就见欲绝离站在原地 方才包围着她的那一群人 全都横七竖八地 躺在地上 痛苦呻吟 所以 我错过了什么 视线落在欲绝离身旁 站着的那个高大的身影上 欲绫寒眼神暗了暗 毫不犹豫地大步往前走去 还未到人群中 就见学院门口 不少少女芳心涌动 快看那边 没想到 这世上竟有长得如此出尘的男子 他好看 还是莫公子好看 欲绫离听到四周少女议论纷纷 转眼看了一眼莫流伤 再抬眼看向朝这边走来的欲绫寒 他还没来得及问 莫流伤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时 欲绫寒已经到了他面前 他看了一眼笑绿 又扫了一眼莫流伤 莫流伤的视线 落在欲绫寒身上 四目相对 宛若两把灵力的剑 寒光交错 就连周围的气息 也骤然变冷了许多 欲绫寒像是在宣誓主权一般 一把扯过欲绫离 往自己怀里带去 欲绫离身子娇小 被欲绫寒这么一扯 脑袋撞到了他结实的胸膛前 他忍不住醋眉 语气带着几分撒娇 你动作能不能轻点 疼 疼字拉长了声音 听的人都觉得 欲绫离是真的撞疼了 甚至有些欲绫离的师兄们 心疼地想过来 帮欲绫离说好话 只是因为齐国公的关系 没有人敢让自己的儿子出头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怕惹事的也都不再凑热闹 接了自家宝贝 便赶着马车离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离开的人多了 就越显得白洛和欲绝尘 坐着的那辆马车不入眼 又格外惹眼 莫流伤从未见过欲绫离 竟然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他觉得他这是在撒娇 声音听起来很甜 因为知道欲绫涵的身份 所以他并未阻止 一旁 欲绫涵看了一眼怀里的小脑袋 开口声音格外温柔 与平日里一副淡漠的他千差万别 怎么 现在知道疼了 嗯 很疼很疼 其他人见状已经实化 所以这欲绫离伤被死 到底做了什么 好看的男人 怎么都围着他转 还有 现在抱着他的那位公子 到底是哪家的 长得实在是太好看 太惹眼了 每个人的眼里都生出了妒忌的火花 甚至有人在齐白莲耳边 煽风点火 齐白莲看得一清二楚 本来 方才他还等着看好戏 谁知墨流伤却突然出现 打伤了他的好姐妹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现在又突然来了一个少年 那少年最多也就十四五岁的模样 却透着冷淡疏离 脾相竟生得如此好看 他的穿着并非普通人 甚至比他身上的绸缎还要好 齐白莲回过神 转眼看着他爹那张僵硬的老脸 见齐国公出神 他急声喊道 爹爹 齐国公盯着玉玲寒的侧脸 脸色变得愈发的难看 这孩子像极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他们都不敢惹的 再看了一眼玉玲寒的穿着 齐国公大概能确定 面前少年的身份 他表情僵硬 拳头微微攥紧 汉也没看齐白莲 怒声呵斥 跪下 齐白莲吓得一个哆嗦 险些跪地 想到爹爹那么疼他 怎么会让他下跪 应该是在呵斥玉玉玲 所以他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瞪着玉玉玲心中冷喝 这么多男人护着你又如何 我弟弟可是齐国公 学院门外除了我们齐府 还有谁敢跟我们比 齐国公见齐白莲愣神 怒斥 跪下 玉玲寒搂着玉玉玲微侧身 冷眼瞥向齐国公和齐白莲 齐白莲察觉一抹寒光扫来 转眼看向齐国公 确定他爹是让他跪下 齐白莲难以置信地摇头 爹爹 你怎么了 孽女 老夫让你跪下 齐白莲眼泪刷得落下 撇着嘴缓缓跪在地上 他抬眼看着齐国公 睫毛上挂着泪珠 爹爹 喉咙有些哽咽 心里格外难受 从小爹爹都那么疼他 惯着他 他做错事 从来都是爹爹在后面处理 就连去年 他不小心失手 杀了学院里的一个学妹 爹爹也都没有怪他 帮他处理干净 今天 爹爹竟然怒斥他 让他下跪 齐白莲正正地看着齐国公 心中委屈不已 就在他疑惑之时 齐国公突然开口 敢问公子 是否是夏连国贤王府的小王爷 一句话出 众人眼里 皆一抹震惊之色 纷纷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 这少年 竟然是贤王的儿子 听说他很厉害啊 十岁就寝营山战场打仗了 有当年贤王的风范呢 不过贤王小时候更厉害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玉酒梨 这到底是走得哪门子的运气了 竟然攀上了贤王府的小王爷 就在众人震惊的时候 又聪明地看出了端倪 甚至有人小声说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玉酒梨和那位小王爷 长得很像啊 对对对 就是说了身高 那我官显着 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不是说贤王妃当初 生了一对龙凤胎吗 这话一出 众人瞬间了然 议论声传进齐白莲耳中 齐白莲难以置信地 看着玉酒梨的方向 整个人瞬间瘫坐在地 目光呆滞地 盯着齐国公脚下出神 他心里一直嘀咕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的 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虽然嘴上说不信 但却因为父亲让他跪地 再加上玉酒梨也姓玉 他不得不信 所以我派人去查玉酒梨 查不出来他的底细 是因为 她是贤王的女儿 贤王的女儿 那可是夏林国皇帝 清风的公主 更是贤王和贤王妃 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我怎么就 齐白莲心里五味杂陈 眼神涣散 齐国公话说完 玉玲寒冷漠的声音便传来 齐国公眼睛不响 一句话 齐国公老脸一红 急忙上前对玉玲寒道 是老夫管教无方 才纵容玲儿冲撞了小公主 还望玉小王爷 能看在老夫的脸上放过玲儿 他并不知道这位就是小公主 若是知道 令然不敢在小公主面前造次呀 玉玲寒目光威灵 看着齐国公薄唇清气 所以齐国公 你的脸 有多值钱才能说服 本王放过你的女儿 本王的妹妹 本王都舍不得 说一句重话惹她不开心 你的女儿却在学院里 如此肆无忌惮地欺负她 你觉得你这张老脸 凭什么说服本王 齐白莲 跪着走到齐国公身后 紧紧地抓着她的袍摆 爹爹 莲儿不是故意的 莲儿真的不是故意的 若是我知道玉玉玲 是夏林国公主 若是给莲儿十个蛋 莲儿也不敢冲撞她 公主 求你原谅我 以后 我若是遇到你 我保证离你远远的 再也不会出现在 你的眼皮子底下 求你饶了我 齐白莲知道 现在 她必须放下 她的骄傲尊严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爹爹开口都救不了她 她必须自救 今日所受委屈不算委屈 将来总有一天 她会一雪前耻 眼泪如绝地的洪水 巴搭巴搭掉落 齐白莲紧盯着玉玉玲 等她开口 这边 白莲趴在窗口 看着玉玉玲 和玉玲寒的身影 她放下马车窗帘 对玉玉晨道 这几年 寒儿长大了不少 也懂事了不少 回想起以前 儿子成天惹女儿哭 惹哭了就离开 白莲和玉玉晨 便不觉得头疼 现在 儿子不仅不再惹女儿 并且像哥哥一样 护着她 宠着她 白莲很欣慰 玉玉晨 微微点头 算是应了白莲的话 想到什么 她对白莲道 还记得我跟你提过的 蝴蝶谷那个 神秘的通道吗 记得 怎么了 那边有消息了 怎么说 徐朗传信过来 两个暗卫在密道里失踪了 确定密道里 没有其他出口 没有 不过前几日 我发现了寒儿的秘密 密道里的古文 寒儿在研究 并且我发现她破解了 密道里的所有古文 还有那些诡异的图腾 小晨晨 你想说什么 以后要盯紧寒儿 我怕她会去密道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白莲这才明白了 玉绝尘的意思 他们的儿子 他们心里清楚 玉灵寒天生性子冷 随了玉绝尘 心思也很多 却很少跟他们沟通 但他性格是随了白莲了 很执拗 若是想要去做一件事 任谁也拦不住 那道密室本来是他们 想通过他找到清风的下落 没想到自己的儿子 也在偷偷研究 白莲一脸担忧地 看着玉绝尘 小晨晨 若是寒儿真的参透了那密道的秘密 又不告诉我们 他会不会一个人离开 和师父那般 我会派人好好盯紧他 别担心 此时 齐白莲还跪在地上抽掖着 玉绝尘觉得太吵 最后看了一眼齐白莲 最后视线落在齐国公身上 齐国公 即便我不是夏林国的公主 齐白莲也不该如此对我 我是鸣孔学院的学生 其他人也是 为何学院会给每个人都发统一的服装 为的就是 学院里的学生 在学院就读期间 身份地位都是平等的 没有贵贱高低之分 你女儿倒好 狗眼看人低 正是欺人 学院里被她欺负过的女子不是少数 你作为云海国的国公大人 不仅不好好教育她 竟然还帮她掩盖隐藏事实真相 你如此 如何负重 齐国公没想到 一个小丫头 竟然会说出这么多道理来 道理她也懂 但她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实在不舍得看她受任何委屈 接收到玉绝离的视线 齐国公最后低着头应声 公主说的是 老夫这次一定带她回去 好好管教 我一定不会再欺负同窗 不会再在学院忍试生非 玉绝离想到慕清武 跟她说过的 齐白莲害死一个少女的事情 她看了一眼齐白莲 去年学院里有个师妹被你杀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会伤到她 我只是提醒她 不要靠近青蓝 谁知她不听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若是我杀了你 然后我告诉齐国公 我不是故意的 你说齐国公会不会原谅我 说完 玉绝离视线落在齐国公身上 齐国公正了正 表情瞬间僵硬 她转眼 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护在身后 脸上多了几分不悦 玉公主 人死不能复生 更何况那个女孩的死 换来了她一家人的幸福 她的家人都已经原谅怜儿 怜儿也知道是自己做得不对 她已经跟那个女孩的家人道过歉了 现在也跟你道过歉了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呢 玉绝离本想着不跟他们计较了 毕竟是在云海国 她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惹事 现在看着别人欺负到她头上 她还被威胁必须接受道歉 玉绝离觉得可笑 齐国公 你觉得我这是在咄咄逼人 我刚入学院的那天下午 你来我寝室里挑衅不成 找了一只母猪来拱我房屋 欺负我 那天若不是莫公子 我的命怕是也会被你不小心给夺了去 第二天去膳房 你让使真香拿汤扑我不成 又挑拨那几个会功夫的师姐 堵了我的路 拿着刀子对我动手 若不是叶青出手相救 怕是我的命也会被你夺了去 这样的事情 只是五天时间 可发生了多少次 齐白莲 你可有数过 玉绝离说这话的时候 身旁的莫留商和玉绫涵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这些事情 莫留商都知道 但心里仍旧有些恼怒 身旁 萧绿比众人反应都大 毕竟 他来学院时并未听说过 玉绝离被师姐们欺负的事情 倒是齐国公 眼里没什么变化 显而易见 他是知道这些事情的 只是 他最失算的 便是女儿这次惹上了大麻烦 玉绝离话音刚落 萧绿便上前指着齐白莲道 好你个齐白莲 竟敢如此欺负本公子的小九妹妹 今日本公子若不好好教训教训 怎么对得起小九妹妹喊我的一声哥哥 圆容圆旨 将齐白莲给本公子绑了 齐白莲躲在齐国公身后 探出个脑袋来 冲萧绿吼道 萧绿 这件事情与你何干 我跟玉公主之间的事情 你算什么东西掺和 萧绿脸色沉了沉 圆蓉眸光骤然变冷 他家公子人中龙凤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诋毁 他看了一眼圆旨 两人一起朝齐白莲的方向走去 只是还未靠近 就被齐国公的人拦住 八个壮汉将圆旨和圆蓉挡住 齐国公冷眼瞥了一眼伤绿 谋底满是嫌弃与厌恶 开口 这位小兄弟 老夫劝你闲事少管 只要是小九的事情 便不是闲事 这件事本公子管定了 圆容圆直 还不动手 拦住他们 老夫看谁敢动 灵二一根毫毛 玉小公主 小王爷 这件事本就是小事 这里是云海国 闹大了对我们谁都没有好处 玉灵寒眼神变得冷漠 墨流伤神色变得暗淡 萧绿嘴角的笑容也瞬间消失 冷着一张脸看向齐国公 眸底杀气涌动 气氛顿时变得僵硬 就在此时 一个声音落入几人耳中 声音温润低沉 哦 朕倒是想听听 喜爱清想怎么处理这几个孩子 萧伯伯来了 萧绿回头 看到不远处那辆豪华的明黄色马车 朝这边驶来 眉头微挑 微微汗手 父皇 萧伯伯 莫流伤只是冷眼看着 并未将那辆马车 及里面的人放在眼里 剑应该没事了 招呼也不打一声 默默离开 正好 莫流伤的背影 被白洛看到 他也没有回头看郁绝尘 趴在马车窗口 盯着莫流伤的背影 小声嘀咕 那个孩子 是小九的朋友吗 小九那丫头 也没说将那孩子留下 一起吃个饭 郁绝尘听到白洛的话 掀开马车窗帘 望了过去 看到莫流伤的背影时 脑子里一个人影闪过 他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开口 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边豪华的马车停下 萧云义从里面走了出来 而方才还口出狂言的齐国公 脸色煞白 嘴唇也没了血色 双腿一软 呼通跪在地上 方才他只注意到 贤王的两个孩子 竟然忽略这个叫商绿的 方才听他叫萧云义父皇 难道这就是那个病秧子太子 萧绿 萧绿商绿商言 齐国公想到什么 瞬间瞪大眼睛 盯着萧绿的背影 再看向从马车上下来的男人 他额头冷汗密密麻麻 说话舌头都有些打结 微臣参见皇上 参见太子殿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六十四集 齐白莲跟着父亲跪在原地 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 整个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萧云义没有理会那妇女二人 冷眼扫了她们一眼 越过她们来到白洛面前 将她从上至下打量了一遍 一脸关切地问道 萧九 有没有受伤 那紧张的模样 惹得萧绿一阵白眼 皇宫里面那么多皇妹 都是父皇亲生的 都没见她对那些皇妹 这么亲切过 就连笑容都软了很多 玉九黎对萧云义摇头 笑道 萧伯伯我没事 我爹和我娘就在那边呢 说着 指着贤王府马车的方向 齐国公心口又一阵 贤王和贤王妃来了 为何我突然觉得有些凶悶呢 莫名的呼吸有些艰难 看来今日我这国公的位置 怕是不保了 齐国公还想再说什么 白眼一翻 整个人仰面朝后倒去 没有人注意齐国公 还是齐白莲突然惊叫一声 引得所有人的视线看了过来 爹 你怎么了 爹爹 你醒醒 莲儿再也不胡闹了 莲儿再也不欺负师妹了 求你醒一醒 玉九黎健壮毫不犹豫地来到齐国公面前 抓住他的手腕给他把脉 齐白莲转眼看着玉九黎 正了正 吸了吸鼻子没有阻拦 玉九黎从身上拿出一粒丹药 递进齐国公嘴里 很快 齐国公咳嗽了一声 缓缓睁开双眼 齐白莲见齐国公醒来 瞬间松了口气 他抬眼看了一眼玉九黎 顿了片刻 艰难开口 谢谢你救了我爹爹 救他是因为大夫眼里众生平等 一好了 该瘦的还是得瘦 齐白莲听了玉九黎的话 欲言又止 最后没有多说一句 很真诚地对玉九黎道歉 以前的事情是我的错 说公主生气 可以责罚我 我愿意受着 这件事情跟我爹爹没有关系 齐国公咳嗽了两声 压低声音提醒齐白莲不要再说 皇上在这里 他们齐国公府如此大的阵仗 便是贤王府的人不计较 也过不了皇上这一关 萧云一见状 扫了一眼庆国公府 那辆极为豪华惹眼的马车 淡淡道 齐爱齐 明日早朝 朕等着你回去跟朕解释 齐国公好不容易醒来 喉咙一股腥甜一出 生生咽了回去 看着萧绿离开的背影 目光呆滞 完了 我们国公府彻底都完了 贤王府的马车 和皇宫的马车 一前一后 缓缓往皇宫的方向驶去 快到皇宫时 玉九黎这才想起什么 险些从座位上跳起来 呀 玉绝尘的视线也看了过来 玉九黎圆圆的眼珠子转了转 小声道 小九 怎么了 玉九黎一个人低着头 双手缠在一起 我忘了一个师兄了 方才是他帮我解围的 我怎么就把墨流伤给忘了 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跟他打招呼 他会不会觉得我不够意思啊 白洛与玉绝尘相视一笑 玉九黎见状 挪了挪嘴 娘 你还笑我 玉绝尘提醒玉九黎坐过来 玉九黎也没有拒绝 起身来到玉绝尘身旁坐下 看着他 爹爹 你也笑我 你很在意你那位师兄对你的看法 玉绝尘低沉的声音传来 玉九黎正住 在意吗 想了想 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玉绝尘见状又问 那你可知他什么身份 何许人也 不知道 爹爹你认识他 不算熟悉 爹爹 那你跟我说说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以后你与他相处久了 就会知道我这里的消息并不多 哦 好吧 玉九黎听完玉绝尘的话 就坐回了白洛身边 他挽着白洛的手臂 靠在他肩膀上 闭着眼睛假媚 而玉绝尘眉头微醋 看着玉九黎又看了一眼白洛 眼里多了一丝不悦 白洛见玉绝尘一脸郁闷的模样 轻笑一声 眼神提醒 别计较 女儿就是娘亲的小棉袄 不是说女儿是他爹爹前世的情人吗 见白洛冷眼扫来 玉绝尘顿时怂了 几近黄昏 云海国一处僻静的山谷 莫流商的身影出现在谷口 他刚到 四周便窜出来一群黑衣人 每个人手里拿着长剑指着莫流商 周围杀气腾腾 偶尔伴随着凄凉的鸟叫声 莫流商扫视众人 一个字也不多说 掌心凝聚内力 直接朝那些黑衣人而去 他身形如影 速度极快 转眼间所有黑衣人全都趴在地上痛苦呻吟 带着他的人迅速离开 莫流商入了山谷 一直往前面走去 直到不远处 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出现在视线里 莫流商收敛身上的杀气 大步走了过去 还未靠近宫殿 四周一阵寒风袭来 莫流商止步 四个穿着统一服装的男子闪现 见人是自家主子 恭敬地道 属下参见公主 莫流商淡淡应了一声 便往血渊宫里走去 那四人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自家主子的背影 小声议论 你们有没有发现 公主这次回来 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是有些不同啊 以前每次回来都一脸怒意 这次一脸平静啊 对对对 我也看出来了 就连身上那股 冰寒彻骨的气息也没了 对啊 你们说这公主 是不是找到那位姑娘了 否则今天 怎么会一反常态啊 其他三人摇头 很快散开 莫流商入了血渊宫 手下的人急忙跑来 将他退下来的外衣接住 他坐在主位 冷声对面前的人道 命膳房的人多备一些上等的好菜 送去鸣孔学院对面的那家客栈 那下人也不敢多问 偷瞄了一眼自家主子 抱着衣服离开 莫流商一个人坐在座位上 一只手撑着额头 不知想到什么 痴笑一声 垂眸逆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衣裳 许是不满 眉头微挑 低沉的声音命令 来人 公主 去命人背些热水和干净的衣服 是 公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六十五集 云海国皇宫 天色已经暗淡 天上星星零星闪烁 萧云义命运善房做了一大桌美食 为玉绝尘一家接风 几个大人都已经坐在桌前 却不见孩子们的身影 坐在白洛对面的是云海国的皇后 也是传说中害死皇后上尉的星后 伤炎 虽然宫外一直都这么传 但白洛与伤炎接触了几次 觉得她并非传闻中那种恶毒的女人 若真的是伤炎逼死了皇后上尉 伤炎不会在萧绿三岁时来夏邻国找她 让她给她开了绝子药 并且当着她的面喝了下去 后来白洛知道了原因 对伤炎也算是有了新的认识 与她也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 不过伤炎个性强 性子极 她那娇艳的容貌 与她的性子千差万别 白洛刚看了一眼伤炎 就见伤炎突然起身 一脸不悦地道 绿儿这小子怎么回事 她不来也就罢了 怎么把小九和寒儿都拐走了 我去叫她们 伤炎你别去了 孩子们不在也好 我们可以聊聊天 省得她们来了吵得耳朵疼 此时正专注于 在萧绿寝宫里面 搜刮宝贝的玉酒梨 还不知道自己被娘亲嫌弃了 伤炎看了一眼萧云逸 绿儿都是被你惯的 萧云逸无辜躺枪 瞪大眼睛看着伤炎 一副七管炎的模样 声音压低了好几分 炎儿 绿儿一直都是你带着的 怎么就成我的不是了 见伤炎冷眼扫来 萧云逸一脸委屈地 看向玉绝尘求助 玉绝尘薄唇动了动 说道 正好孩子们不在 萧兄我们过去坐 说着玉绝尘起身 去了玉绳房外的凉亭 萧云逸急忙跟了上去 白洛看着两人的身影 嘴角微微扬起 转眼看向伤炎 压低声音问道 伤炎 你怎么还没有动静 伤炎知道白洛问的是什么 他脸色微微泛红 看了一眼外面的两个人 直接起身来到白洛身旁坐下 眼嘴在白洛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说完便坐端正看着白洛 白洛挑眉一脸惊讶 你真的考虑好不要孩子 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你知道 我爱他 既然爱他 就该爱他的一切 绿儿虽不是我生的 但他从小都跟在我身边 我也答应过姐姐 除非绿儿坐上地位 否则绝不会要孩子 白洛无语 也很同情伤炎 当年 皇后死得蹊跷 正好伤炎那天在现场 所有人都觉得 是伤炎为了上位 害死了皇后 没有人知道 皇后临死前 还逼伤炎 不准有皇上的孩子 逼他好好照顾萧绿 助他登上地位 伤炎为了皇后临死前的托付 他背负着无数骂名 坐上了皇后的位置 领养了萧绿 他为了那句承诺 偷偷跑来夏林国 找他求要 如今 看着伤炎 年纪一天比一天大 却没有自己的亲生骨肉 白洛有些心疼他 看了伤炎许久 白洛最后收回视线 顿了片刻对伤炎说 你再考虑考虑 若是再迟一两年 便是你想要孩子 我也不敢答应 将来帮你接生 高龄孕妇生产会有生命危险 这件事 你应该去跟萧云依好好谈谈 伤炎脸上的笑容僵住 想到萧云依几次 都跟他提起 想要属于他们的孩子 被他拒绝 伤炎心里便有些难受 回过神对白洛道 嗯 这件事我会好好考虑 太子宫 玉酒梨将萧绿宫殿割架上 摆放着的值钱的玩意儿 全都拿下来 塞进他的黄金袋里 一旁 萧绿满脸笑容 毕竟是自己未来的媳妇 拿什么他都高兴 倒是站在萧绿身旁的玉玲寒 他冷漠的脸上 没有多余的表情 眼神有些暗淡 看着自己的妹妹 像是桃荒出来的一般 抢着萧绿的宝贝 玉玲寒两步上前 站在玉酒梨面前 伸出长臂挡住了他 玉酒梨正住 转眼看向玉玲寒 哥你干嘛 我们嫌王很缺钱吗 爹娘扣你花销了 没有啊 那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知不知道这是在哪里 这是我的宫殿 将来小九可是要做皇后的 拿这些不过分吧 退吧 小九 皇后 绿哥哥莫不是 玉酒梨反应过来 急忙将黄金袋里的东西 全都拿了出来 重新放回了歌架上 玉玲寒的脸色好了不少 肖绿一脸懵 小九 你怎么又放回来了 不喜欢吗 喜欢 不过这都是绿哥哥的 我不能要 肖绿想到什么 对玉玲寒道 我怎么觉得玉玲寒 好像不太喜欢我靠近小九 不行 想娶小九 得先巴结好小九身边的人才是 玉玲 我听小九说过 你喜欢钻研古文 正好 我这里有几本 话音刚落 就见玉玲寒清澈的眼睛盯着自己看 肖绿心中大喜 果然有用 急声道 我现在就拿给你 结果 刚转过身 就听玉玲寒道 我对那种古文没兴趣 玉酒梨正要开口 问玉玲寒为何 结果 接收到玉玲寒冰冷的视线 玉酒梨瞬间闭口 肖绿站在原地 背对着玉玲寒 半赏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的追欺之路 似乎很艰难 光玉玲寒就很难应付 玉酒梨觉得 待在太子宫没意思了 三人便一起去了玉膳房 饭桌上 商言和萧云义 时不时将玉酒梨和萧绿的婚事提一口 白洛和玉绝尘没有太多的反应 以前 萧云义和白洛玉绝尘聊天 也是经常提起两个孩子的婚事 但白洛和玉绝尘都没有太过在意此事 不过 时间长了 孩子们都大了 萧云义和商言提的次数多了 白洛和玉绝尘都有些不淡定了 毕竟 萧绿是云海国太子 将来会是云海国皇帝 白洛和玉绝尘 怎么会将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 与一群女人争一个男人 所以 每次商言和萧云义提起 白洛也只是笑笑 玉绝尘吃得快 因为不想听到长辈们讨论她和萧绿的婚事 所以填饱肚子 就起身要出去散步 白洛知道女儿的心思 所以并没有拦着 萧绿健壮 急忙起身 要陪玉绝尘一起 玉绫寒眉头微醋 顿了片刻 也跟着一起离开 萧云义看着三个孩子的背影 清了清嗓子 对玉绝尘道 陈 韩儿这性子 简直跟你一模一样 甚至比你都让人冷漠 好歹你还会笑笑 韩儿我看着长大 却从没有看过她嘴角扬起过 言多必失 我儿子心如明镜 萧云义无语 白洛忍不住痴笑一声 伤颜一脸愁容 为何我总觉得 洛儿没有要将小九许 配给绿儿的意思 若是真的如此 绿儿会不会伤心呢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六十六集 害时 月九黎本已经准备入睡 突然一股寒风袭来 一把飞刀 羞得斜插在桌上 月九黎听到 砰的一声响 整个人神经紧绷 弹坐起身 看向四周 压低声音问道 谁 外面 守门的丫鬟的声音传来 小九小姐 您没事吧 玉九黎看到桌上 插着的飞刀 刀柄裹着纸信 他眼里 一抹狐疑之色闪过 看了一眼房门口的方向 开口硬道 没事 起身下了床 将飞刀上的纸信 拿出来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明日晨时学院门口等你 莫留伤 玉九黎猛地将纸信攥紧 心脏砰砰直跳 转眼望着四周 最后走到窗前 往外面看了一眼 见有丫鬟经过 玉九黎急忙将窗户关上 背靠着墙 心中莫名紧张 为何莫留伤会知道 我现在在皇宫 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都差点忘了 答应莫留伤 请他吃饭的事情 玉九黎就这么失眠了 攥着墨留伤给他的纸条 看了一晚上 一晚上他都在感叹 墨留伤不仅长得好看 武功那么厉害 字还写得这么好 甚至还想着 就他一个人赴约吃饭 到时候两个人坐在一起 会不会有些尴尬 胡思乱想了一晚上 结果正要睡觉的时候 他发现天亮了 眯着双眼打了个哈欠 找了一身藕粉色的长裙换上 玉九黎刚洗漱完 正准备出门 就听见敲门声传来 他好奇地看了一眼 房门口的方向 上前打开房门 萧绿的那张俊朗的脸 出现在眼前 早 萧绝 早啊 绿哥哥 早 父皇御膳房 做了很多你爱吃的 绿哥哥你先去 我有事跟我爹爹说 那我陪你一起 玉九黎正要拒绝时 萧绿已经拉着他 往偏殿赶去 两人刚到偏殿 就见玉绝尘 冷着一张脸 坐在大殿上 白落在一旁 神色有些焦急 玉九黎上前 爹 娘 看到一旁 玉灵寒也在 玉九黎叫了一声 哥哥 玉灵寒微微点头 应了一声 玉九黎察觉 大殿上气氛不太对 见白落脸色不太好看 他来到白落面前 挽着他的手臂 小心翼翼地问 娘 发生什么事了 爹爹的脸色似乎很差 白落看了一眼 玉绝尘 压低声音 对玉九黎说道 你表就传信过来 说是泽儿和风儿失踪了 什么 泽哥哥和雪峰姐姐失踪了 玉九黎的声音 提高了几分 正好 萧绿也听到了 萧绿心里 咯噔一下 脑子里 徐雪峰的身影闪现 他急声问道 伯母 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也别着急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了 夏灵国那边 也安排了人出去找 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 话音刚落 萧绿便转眼消失在大殿上 玉九黎见状 也急忙跟着跑了出去 刚到大殿门口 就被玉灵寒拦住了去路 玉九黎一头撞在 玉灵寒胸口 脑袋被坚硬的胸肌撞疼 他抬眼看着玉灵寒 哥哥 听娘的 他们不会有事的 可是 没有可是 在这里等着 玉九黎一时心急 也忘了与墨流商约好的事情 看了玉灵寒一眼 乖乖走到大殿里的椅子上坐下 玉绝尘与白洛相视一眼 萧绿的态度显而易见 看来我们猜得没错 萧绿对小九 并非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与此同时 血渊宫外 墨流商穿着一袭墨色锦袍 准备出谷 谁知 云金一脸凝重地朝这边走来 云金身后跟着几个属下 他们扛着两个麻袋 匆忙跑了进来 墨流商正住 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公主 您看了便知 云金给了那几个人一个眼神 几人会议 迅速将麻袋放下 其中 个子稍矮 体型圆润的男人 抬眼看着墨流商 满脸谄媚的笑容 眯着双眼笑道 公主 属下听说 您一直在找一个叫小九的女子 属下牢记您说过的每一句话 说重点 还好黄天不负有心人 属下找了这么多天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找到您要找的人了 听到这里 墨流商背后莫名一寒 冷眸紧盯着那两个麻袋 云金示意他们打开 就在那几个人要动手的时候 墨流商突然问道 人从哪抓的 就在夏陵国城门外 墨流商听了那人的话 脸色顿时拉黑了不少 他能肯定的是 里面的人不是御九里 只是抓了夏陵国的人 贤王那边若是知道 那就麻烦了 云金察觉 墨流商周身散发出来的寒意 莫名紧张 小声道 公主 还不将人松绑了 话音落 几人急忙将麻袋解开 当墨流商看到徐雪峰 和东方泽的那一瞬 他正了片刻 拳头微微攥紧 是拳废 徐雪峰和东方泽 好不容易被松开 两人眯着的双眼 缓缓睁开 适应了外面的情况后 徐雪峰看着墨流商的方向 半赏没有反应过来 墨 墨公子 墨流商 扫了一眼 云金身后的那几个蠢货 提醒云金 将他们都带下去 好好处罚 是 公主 云金应了一声 话音落 便将那几人一起带走 徐雪峰和东方泽 跟着墨流商 一起进了血缘宫 东方泽 一脸惊讶地 打量着四周 看着里面 金碧辉煌的华丽装饰 瞬间将方才自己被绑的事情抛在脑后 他看向墨流商好奇地问 墨公子 方才我听他们叫你公主 嗯 你就是传闻中那个 神龙剑手不见尾的血缘宫公主 嗯 真的 你就是血缘宫公主 墨流商有些发愁 许是他清静惯了 此刻觉得东方泽太吵了 东方泽有些激动 他突然抓住墨流商的手 墨公子 你不知道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墨流商促眉 他大概能意会东方泽的意思 东方泽见墨流商一脸疑惑 反应过来急忙解释 哦 粉丝的意思 就是你是我心中的英雄 我很崇拜你 这些都是他从小九那里学来的新鲜词 觉得有意思便记下来了 没想到 有一天竟然能遇到血缘宫公主 东方泽掩饰不住心中的惊喜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六十七集 墨流商听到东方泽的话 挤背僵住 猛地将自己的手抽了回来 手里多了一条锦帕 反复擦拭着自己被东方泽抓过的手 徐雪峰并没有东方泽反应这么激烈 见东方泽那激动的模样 徐雪峰多看了一眼墨流商 开口对他说道 方才我听到他们说 你要抓的人是小九 你为何要抓小九 他得罪你了 没有 那你为何要抓他 那些蠢货 自作主张 与我无关 若不是因为要讨好你 他们也不会去想着抓小九 自然也不会将我们抓来这里 所以你的目的还是小九 东方泽见徐雪峰对墨流商发脾气 急忙拉住他的手臂 压低声音在他耳边道 徐雪峰 你问这么多干嘛 抓来了就抓来了 墨公子不也没讲我们怎么样吗 你自看这血缘宫 多气派啊 我觉得啊 这儿比我们夏陵国的皇宫 还要富丽堂皇呢 你看那边 还有那边 那些可都是十传已久的宝贝啊 徐雪峰给了东方泽一记冷眼 转身就要离开 你喜欢这里 你自己留下来慢慢看吧 我要回去 爹娘一定会很担心 没有我的命令 你走不出血缘宫的 你到底想怎样 没什么 我的人得罪了两位 至少 两位应该给我机会 请你们吃顿饭 聊表歉意 放心 我会命人传信给夏陵国 解释这件事情 徐雪峰 狐疑的目光 看着墨流伤 东方泽见状 急忙上前 抓住徐雪峰的手臂 就是就是 人家墨公子都说了 这是个误会 再者说 咱们可是明孔学院的同窗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剑的 对吧 徐雪峰狠狠地 刮了东方泽一眼 心中冷哼一声 在所有人 都焦急地找人的时候 中午 夏陵国有信 送到了玉绝尘手上 白洛见状急声问道 人找到了 玉绝尘把信递给白洛 白洛看了一眼 瞬间松了口气 他对玉酒离道 小九 风儿和泽儿都没事了 娘 雪峰姐姐和泽哥哥 他们现在在哪 说是在一个朋友那 朋友 雪峰姐姐和泽哥哥的朋友 我都认识 方才追风叔叔明明说 已经都问完了 他们没有去朋友家 说是在学院里面 刚认识的师兄 雪峰姐姐和泽哥哥 也太不讲义气了 见徐雪峰和东方泽 都已经找到 想到昨晚 莫留伤给他的信 玉绝尘有些心虚地 看向白洛和玉绝尘 娘 爹 我有事要去学院一趟 去学院做什么 玉绝尘平生 头一次撒谎 脸蛋有些烫 但还是对白洛和玉绝尘 说了谎话 离开后 白洛提醒冷血 追风四人 暗中保护好玉绝尘 这才放心 玉灵寒见大家都走了 自己待着也无聊 想到萧绿昨天 跟他提过的古文之事 他薄唇动了动 对玉绝尘道 爹 我去藏书阁看看 你过去跟你萧伯伯 打声招呼再去 玉灵寒 清楚玉绝尘的用意 转身离开 玉绝尘 见白洛一脸愁容 眸底带着笑 伸开长臂 提醒白洛 洛儿 过来 白洛正了片刻 来到玉绝尘面前 直接被男人 宽阔有力的臂膀 勾进怀中 玉绝尘抱着白洛 在他耳边 小声道 怎么 在担心孩子们 寒儿的心思重 小九又单纯 方才他自己撒谎 那么明显 喜为能瞒过我们 孩子们都大了 有自己的秘密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小九又冷血 他们护着 不会有事的 至于寒儿 有时间我会跟他聊聊 以前两个孩子 还小的时候 我总盼着他们 赶紧长大一些 现在长大了 越来越不受管束了 我却希望 他们能回到小时候 傻瓜 孩子们长大了不好吗 这样我们就有时间 在一起了呀 小晨晨 大中午的 你别 夫人 为夫昨晚很乖 没有打扰你休息 你答应为夫的 早晨你吃饱了 换为夫吃 结果 因为风儿的事情 给耽搁了 现在风儿和泽儿 都没事 我已经饿了半天了 白洛 无语望天 最后 在玉绝尘的纠缠下 无奈点头答应 玉绝尘 牟底一抹光亮滑过 心中一喜 紧紧地抱着她的女人 急不可耐地大步离开 去了寝宫的方向 夏林国 徐府 秋月正在府里等消息 见徐朗脚步匆忙地 从外面赶回来 秋月直奔到院里 阿朗 孩子们有消息了吗 徐朗 见秋月担心地 双眼都存着泪花 她将秋月拦进怀中 安慰 没事了 孩子们都好好的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风二和泽二 去了他们师兄府上 说完 徐朗回头喊道 都进来吧 很快 十几个人 抬着几个大箱子 进了府 秋月好奇地 看了一眼 问道 这些是什么 是风二的那个师兄 命人送来的 说是 她请风二和泽二 去她府中做客 忘了跟我们打声招呼 害得我们受惊担心 这些 算是跟我们赔不是 秋月提着裙摆 急步上前 打开箱子 看了一眼 里面 躺着无数金银财宝 和名贵的药材 秋月难以置信地 看着徐朗 阿朗 人家送来这么多 贵重的东西 不会 是打着幌子 来提亲的吧 她不会 是看上我们家风二了吧 我也不知道 你们这些东西 从哪搬来的 搬哪儿去 我们须服要不起 这些是我们公子的 一点小心意 若是我们拿回去 公子一定会生气的 夫人放心 我们公子已经有心上人了 对令千金 并没有男女之情 请令千金过去 只是朋友之间 闲来无事小句罢了 秋月见状 最后没有多言 看着那些人离开 她一直盯着院里 那些箱子出神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68集 梁九 秋月看向徐朗问道 阿朗 你说咱们风二认识的这个师兄 到底是什么身份 出手如此阔绰 我也不知道 等风二回来 问问她便是 秋月点了点头 答应了徐朗的话 看着那些箱子 却发愁 这些该怎么处理啊 就送到先王府 让王爷安排吧 先王府每个月 都给城内白信失周啊 也好 两人商量好后 便命人将院里的箱子 全都抬走 而此时蝴蝶谷 北梨正帮着东方昊月 整理院里的药材 而东方昊月 则悠哉悠哉地 躺在院里藤椅上 看着医书 北梨放下手里的活 转眼看了一眼 东方昊月 开口问道 昊月 东方则是你儿子吗 东方昊月猛地弹坐起身 将医书放在身侧 一脸认真的看着北梨 丽儿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则二是从你肚子里生出来的 我为了你 可是手伸如玉半辈子了 若则二不是我儿子 难道是你红杏出墙了 说着 已经起身来到北梨身后 从他后背 还住他的腰身 在他颈尖轻拙一口 轻完 立马松开北梨 往后退去 果然 东方昊月刚躲开 北梨的拳头便砸了上来 还好东方昊月躲闪迅速 他对北梨说道 你放心 咱们儿子不是池中之物 本事大了去了 即便是他被人掳走了 也能自己想办法逃离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有方儿能丫头在 就说不准了 北梨见东方昊月 还嬉皮笑脸的 顿时来了气 脸色沉了下来 东方昊月急忙安慰 丽儿 你别着急 咱们儿子的智商 可是你我家起来的 绝不会出事 你听我的 别担心 两人正说着 下人匆忙跑来 说是蝴蝶谷外 有人求见 东方昊月与北梨相视一眼 一起出了蝴蝶谷 看到一群陌生人 抬着数十个箱子过来 东方昊月上前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回东方沈医 我们家公子请东方少爷 去府中做客 忘了跟神医打声招呼 惊扰了神医 所以 命我们送来陪礼 还望神医能海寒 北梨打量了一眼那群人 没有说话 东方昊月 一脸笑意地上前 看了一眼箱子里 放着的名贵药材 眼里带着笑 对来人道 你们家公子还真是客气 出手这么阔绰 什么惊扰不惊扰的 孩子们没事了 聊天喝酒很正常 交朋友嘛 我们做家长的 应该高兴才是 那 神医 这些东西 小的们给您搬进去 不用不用 你们一路也辛苦了 要不进去喝杯茶 这点小事 我蝴蝶谷里的人 去做就行了 那几个人没想到 传闻中 脾气古怪的东方神医 这么好说话 怕东方昊月反悔 不收赔礼 借口有钥匙匆忙离开 东方昊月 双眼泛着光 对北离道 莉娅 快去让人将这些 都搬回去 我怎么就嫁给了 这么一个 心大于天的男人 能换相公吗 云海国 明孔学院 对面的客栈 玉九黎站在客栈门外 犹豫了片刻 直接走了进去 暗中跟着 玉九黎的冷血 追风紧人 相视一眼 继续当隐形人 玉九黎刚进门 店掌柜的便一脸恭敬的 上前相迎 他哈着腰 对玉九黎道 您一定就是九姑娘吧 嗯 我是叫玉九黎 说自己的名字 是因为 他也不知道 店掌柜问的 是他 还是另一个 叫九姑娘的 店掌柜 一脸慈爱的笑容 九姑娘 请二楼 雅尖上座 莫公子说 他很快就到 小的 这就让人备菜 玉九黎 以为自己爽约了 没想到 墨留商 比他还不靠谱 也没有多想 跟着店掌柜 直接去了 二楼雅间 看着空荡 安静的客栈 玉九黎 好奇地问 店掌柜 今儿店里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是这样的 咱们对面 学院放假之后啊 客栈的生意 就很冷清了 玉九黎想到 方才进来的时候 隔壁两家客栈 人都很多 心中更加郁闷了 不过 人多人少 无所谓 我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店掌柜的 瞬间松了口气 微笑着退下 玉九黎坐在桌前 双手撑着下额 等着墨留商 偶尔会看向窗外 心里想着 墨留商看起来 并不像是 会爽约的人 怎么到现在还没完 正想得入神 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 等了很久 没有 刚到 墨留商敏纯 走到玉九黎对面坐下 玉九黎看着他 犹豫了片刻 对他道 本来今早要过来的 只是家里出了点事 所以就到了现在 所以 你这是在提醒我 跟你解释 为何我现在才到对吗 玉九黎瞪大双眼 看着墨留商 半赏没有反应过来 墨留商看到小丫头 慌张的模样 嘴角擒着笑 慵懒中 透着一股脾气 解释 一夜失眠 准备出府赴约 府中突然来了客人 所以耽搁到了现在 玉九黎听了 墨留商的解释 微微点头 心里 却七上八下的 他方才说 他一夜失眠了 我昨夜也失眠了 屋里气氛 突然有些紧张 玉九黎一直低着头 没看墨留商 而墨留商 那双炽热的毛子 恨不得将面前的丫头 一口吃了 见状 他开口对玉九黎道 府中的两位客人 你也认识 玉九黎正住 抬眼 瞪大双眼看向墨留商 墨留商拍了拍手 两道熟悉的人影 从外面进来 东方则斜靠在房门口 那双炽热的目光 盯着玉九黎 对他开口笑道 小姐妹妹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徐雪峰 一脸嫌弃地走了进来 跟玉九黎打了声招呼 玉九黎呆愣愣地 看着两人 想到早上发生的事情 在看向墨留商 半上 开口问道 所以 你说的两个客人 是他们 墨留商 微微点头 算是应了 玉九黎的话 而徐雪峰眼里 一抹不悦闪过 心道 什么客人 那就是被折去的 好不好 但他最后 没有开口 东方则 几步来到房间 走到玉九黎 身旁坐下 将墨留商的血渊弓 吹嘘了一番 全程没有提起 墨留商的身份 徐雪峰不愿 对玉九黎撒谎 但他答应东方则 暂时替墨留商保密 所以便沉默不语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69集 想到墨留商 跟他们讲的那个故事 在看着玉九黎时 徐雪峰的眼神 都有些闪烁 他没想到 四年前 玉九黎竟然救了 血渊弓的公主 墨留商 而墨留商 醒来后为了报恩 一直在寻找玉九黎 好不容易找到玉九黎 他却将墨留商 望得一干二净 徐雪峰 是同情墨留商的 也因为自己的私心 他看得出来 玉九黎并不喜欢萧绿 若是九黎 能与墨公子成为一对 那么萧绿 就会早早死心 至少 到时候不会因此伤神 玉九黎见徐雪峰盯着自己发呆 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好奇地问道 徐雪峰姐姐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就是想到害你们担心 心里有些过意不屑 只要你没事就好 你不知道 早晨起来听闹娘说 你和泽哥哥失踪了 我心里有多担心 很快 墨留商命人将提前备好的菜 全都盛上来 东方泽 看着满桌美食 抬眼对墨留商道 墨兄果然好奇 墨留商眼帘微锤 提醒 喜欢就多吃点 说着便自顾自地 给玉九黎盘子里面加菜 全然忽略 东方泽和徐雪峰的存在 两人心里有数 也不多说 房间难得和谐 只是吃了一半 玉九黎突然盯着墨留商 问了一句 墨公子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墨留商的手突然顿住 有些紧张 我若是说见过 玉九黎会是怎样的反应 若是他记起四年前的事情 当时我狼狈的模样 他会不会嫌弃啊 心里异常纠结 正在出神 悦耳的声音又传来 但我没问 我就是觉得墨公子有些眼熟 但我想了很久 都没有想起来 在哪儿见过你 或许是我爹身边的 那些暗卫见多了 面孔混淆了 墨留商听到玉九黎的话 也不知是喜是忧 嘴角微微抽搐 沉默不语 默默地为玉九黎加菜 一顿饭吃完 已经半个时辰过去 徐雪峰缠着东方泽 陪他去学院附近的店铺里逛 所以很快 屋里就剩下墨留商和玉九黎 玉九黎犹豫了片刻 提议 要不我们也出去逛逛 好 墨留商起身 等着玉九黎一起 玉九黎急忙越过墨留商 走在他前面 两人到了一楼大厅 玉九黎去了柜台 跟店掌柜的结账 店掌柜想说 账已经结过了 不过接收到墨留商的眼神 最后还是随便收了一些 结果玉九黎不乐意了 瞥了一眼店掌柜 你们这是黑链吧 我们就吃了那么点菜 竟然一千两银子 店掌柜的一脸为难 墨留商站在玉九黎身后 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闪过 相应的 竟然会讨价还价 很不错 以后一定是勤俭持家的好夫人 背对着墨留商的玉九黎 哪里知道身后的男人 已经在想着将他娶回家的事情了 店掌柜的额头满是冷汗 觉得面前这个少女 比主子还要可怕 见状对玉九黎笑道 姑娘 因为墨公子是咱们客栈的常客 所以小的没给您多要 要不这样吧 小的再给您优惠一些 您付个吉利的八百八十八两 如何呀 店掌柜内心紧张不已 他觉得 这比自己在血渊宫里做事都难 主子竟然将这种难题扔给他 要多了被面前的小丫头惦记上 要的少了 又怕失了小丫头的面子 玉九黎听了店掌柜的话 想了想 一脸满足地笑道 好 成交 说完 便从自己的黄金袋里 拿出一千两银票 递给店掌柜的 不用找了 一会儿我们还过来 店掌柜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急忙应声 是 姑娘慢走 玉九黎和墨留商 就这么出了客栈 到了主街 墨留商开口问玉九黎 方才 我付账便可 说好了 我请你的 怎么能让你付钱呢 再说了 也不是很贵嘛 我零花钱够的 不是很贵 这小丫头还跟店掌柜说那么久 他没有再多言 默默地跟在玉九黎身后 偶尔会提醒玉九黎 小心过路人 只是两人走着走着 玉九黎便将身后还跟着个人的事情望得一干二净 看到道路两边那些摆地摊的 玉九黎双眼放光 左看看又瞧瞧 只要他觉得好看的都让店家打包带走 想到苦力的时候才发现身后还跟着墨留商 很快墨留商怀里便堆积如山 甚至再多一个小盒子 视线就全都被挡住 暗中保护玉九黎的几个人 对墨留商抛去了同情的目光 墨留商察觉背后一样 突然止步回头看了一眼 冷血几人瞬间消失 玉九黎要放东西的时候 转身便看到墨留商停下 他好奇地问 怎么了墨公子 合着我今日出来是给他做搬运工来了 他不放东西 哪里还记得我的存在 没事 走吧 墨公子 要不你给我抱一些吧 不用 我拿得动 那我再买最后一件 墨留商看着玉九黎 甚至能想象得到自己将来陪小丫头逛街的日子 也罢 自己看上的女人 怎么着都得宠着呀 对玉九黎点头应了一声 继续跟着她在大街上逛着 买了最后一件东西 夜幕已经降临 两人几乎是逛了半天时间 墨留商看着小丫头俏皮的背影 垂眸看着怀里那些东西 里面有女子用的 显然也有男子用的 墨留商一路上 心里都有些别扭 最后犹豫了片刻 问道 你买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用 玉九黎正愉快地哼着小曲 想着开学后 送师姐师兄们礼物 听到墨留商的话 他突然止步 回头看着墨留商 圆圆的眼睛眨了眨 摇头 不啊 这些都是送朋友的 都是对我很重要的朋友 里面有男子用的 对啊 泽哥哥 绿哥哥 还有一件礼物 是给你们寝室里的 那个杨天笑的 虽然他并不是 我重要的朋友 但我很讲义气的 他送我酒 我就顺便买点礼物给他咯 当作是同窗之间的友情吧 就这几个 对啊 就他们几个 怎么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集 玉酒梨话音落 抬眼看着表情格外冷漠的墨留商 心中有些郁闷 这墨留商性格还真是古怪 难道我方才说错话了 突然想到杨天笑的事情 玉酒梨瞬间反应过来 急忙解释 莫公子 杨天笑那天当众挑战你是他不对 不过 走吧 天色不早了 玉酒梨看着墨留商高大的背影 忍不住挪着嘴 我也不是故意提起杨天笑的 这个男人 心眼真小 心里有些别扭 瞪了一眼墨留商 跟在他身后 一起往客栈的方向走去 此时 大街上的人不多 两个人一前一后 看起来格外惹眼 墨留商虽然心中不悦 但一路上都一直放慢脚步 等着玉酒梨 越靠近客栈 周围的气氛 便越来越诡异 一开始 玉酒梨并没有察觉异样 直到 距离客栈 还有二十米左右的时候 他突然朝后看了一眼 墨留商不知何时已经到了他身边 低沉的声音提醒他 诸位有埋伏 小心点 玉酒梨并非弱不禁风的女子 听了墨留商的话 双眼都在发亮 毕竟他最喜欢打架了 墨留商察觉到来人并不简单 对玉酒梨道 不可轻敌 不可轻敌 我知道了 谢谢墨公子提醒 叫名字 玉酒梨也没有多想 叫墨公子 确实有些身份 墨留商 墨留商答应了一声 没有再多言 很快 四周细碎的声音传来 暗中保护 玉酒梨的冷血几人 也察觉到异样 四人目不转睛地 盯着玉酒梨的身影 想到主子交代他们的话 生生忍着没有出手 只是看着 突然 四周寒一四起 无数利剑 嗖嗖嗖地 朝墨留商和玉酒梨的方向袭来 墨留商也管不了怀里那些礼物 正好趁此机会 将那些碍眼的礼物全扔了 他一把揽住玉酒梨的腰部 提起内力 脚尖轻点 两人的身子 紧紧地贴在一起 瞬间腾空 墨留商护着玉酒梨 身影迅速地 避开了一道道利剑 冷池健壮 压低声音 问冷血 大哥 我们出手吧 若是再这么下去 小九会有危险的 不行 主子说过 只要不危及性命 我们都不能插手 若是墨留商 这点本事都没有 他也不配咱们家小九 冷池正主 半赏憋不出一句话来 冷眼看着冷血 心中负费 果然人如其名 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他就一点都不心疼吗 冷池并未注意冷血 那攥紧的拳头 若是他注意 便能看到冷血此时 到底有多紧张 多想下去救人 但他不能 墨留商抱着玉酒梨 来到街边店铺的屋顶 又不怕死的 竟然从屋里出来看热闹 刚打开房门 利剑扫来 那些人吓得急忙将窗户关上 躲在家里不敢出来 墨留商 韩某扫尸四周 背后利剑射来 他抱着玉酒梨躲避的同时 一把抓住了五支剑 冷谋扫了一眼 远处屋顶上露头的那几个人 墨留商将手里的剑 全都朝那几个人扔了出去 那几人还未反应过来 眉心一抹鲜红 转眼从屋顶坠落 带着琉璃瓦摔到地上 当场毕命 玉酒梨那双清澈的眼睛 盯着面前男人 棱角分明的侧脸 咽了口口水 道 墨公子 墨留商 你能不能叫我这招 墨留商正应付着 朝他们飞来的利剑 听到玉酒梨的话 他垂眸看着怀里的小丫头 都这个时候了 他似乎一点都不怕 也是 四年前我的出现 也没有吓到他不是 回过神 墨留商手里 已经又多了几只剑 他将剑递给玉酒梨 全然没有将那些放剑的人 放在眼里 紧紧地抱着他 转眼落在对面的屋顶上 玉酒梨有些紧张 不是因为那些刺客 而是他感觉到 男人的手 落在了不该碰的地方 可是 心知他并非有意 浑身 突然有一种 酥酥麻麻的感觉 像是 中了娘亲的寒电毒一般 脑子里 也一片空白 玉酒梨甚至能察觉到 自己的脸蛋有些滚烫 或许 已经变得通红 墨留商看到 小丫头的表情 瞥了一眼自己 无处安放的手 心脏跳动得厉害 方才 确实是一不小心 触碰了不该碰的地方 可是 那种柔软的触感 让他多了几次贪恋 从小没有接触过女子 四年前 遇见玉酒梨那次 是他第一次 与一个女孩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虽然当时他还小 但是 他被他的善良 活泼 灵动 吸引 醒来后 满脑子都是小丫头的身影 现在 好不容易能与他并肩 他不舍得就这么轻易放开他 所以 他揣着明白装糊涂 说他卑鄙也好 无耻也罢 墨留商觉得 等将来这丫头嫁给了他 他跪在他面前 跟他解释便吧 耳边 利剑嗖地飞过 墨留商回神 在玉酒梨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玉酒梨耳边 温热的口气袭来 他紧张到心脏打结了一般 呆呆地拿着剑看着前方 低沉的声音 带着一种难以抵触的魅惑 放剑 玉酒梨猛地惊醒 手里握着的一把利剑 全都借着目的拥了出去 而此时的他 被墨留商抱在怀中 两人在屋顶上转了一圈 那些从他手中脱离的利剑 分别朝六个不同的方向射去 当暗处那些惨叫声传来时 玉酒梨得意地仰起嘴角 看着被一剑射穿的两个人 玉酒梨抬眼 看了一眼墨留商 开心地道 一剑双雕 哼 小九很聪明 也很厉害 玉酒梨羞得急忙别过脸 不敢再看墨留商 因为他发现 这个男人冷漠的眼睛里竟然一片炽热 盯着他的时候 他的心脏会紧张到砰砰砰加速跳动 甚至有些心计 墨留商话说完 手里又抓了一把利剑 他像方才一样递给玉酒梨 本来横抱着他 突然变了个姿势 玉酒梨被揽着腰部 一只手紧紧地抓着墨留商的腰带 墨留商带着他一跃而起 玉酒梨的身子在半空中旋转 耳边又一阵温热传来 玉酒梨几倍莫名一将 转眼 手中的剑又飞了出去 片刻后 朝他们飞来的剑越来越少 墨留商护着玉酒梨 落在大街中央 冷池见两人 基本上算是平安无事了 瞬间松了口气 冷血看出墨留商 明明能迅速解决那些刺客 故意拖着他们家小酒玩 他拳头微微攥紧 低沉地声音道 无耻 冷血 你说谁呢 与你无关 哦 冷池应了一声 淡定地看着玉酒梨和墨留商的身影 越看越觉得两人般配 简直就是金铜玉女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71集 冷血见冷池发呆 拍了一下他的脑袋 提醒 小心别被发现了 冷池瞪了冷血一眼 沉默不语 玉酒梨和墨留商 站在大街中央 许是从来没有这么开心地玩过 玉酒梨心情格外地好 他对墨留商的态度 也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看他的眼神也多了一丝崇拜 墨留商对玉酒梨道 还要玩 嗯 还要玩 墨留商想着 今晚这些人怕是也有来无回了 无奈挑眉 只好陪他一起 所有刺客全都处理 玉酒梨开心地对墨留商道 他们都死了 嗯 你买的那些礼物 玉酒梨这才想起那些东西 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安静地躺在地上 却已经被那些黑衣人砸得乱七八糟 玉酒梨撇了撇嘴 唉 算了 明天还有一天时间 我们可以重新再买一些 墨留商本想听玉酒梨说算了 不送了 谁知小丫头竟然还惦记着 送萧绿和东方泽他们礼物 墨留商心里有点酸 但也没有多说 毕竟他也听到了 他提起的是他们 这就意味着 明天他可以陪他 心情也瞬间好了不少 他清楚今晚行刺他的这些人 是谁派来的 所以也并未就留一个活口 这笔账 他会亲自找那个人清算 回过神 与玉酒梨一起往客栈的方向走去 途中 玉酒梨问 啊 我们就这么离开 那些死是怎么办 后有人处理 玉酒梨好奇 想问是谁 但话到嘴边没有开口 墨留商看出了玉酒梨的心思 对他说道 一直有人暗中保护你 玉酒梨瞬间反应过来 一脸惊诧地看着墨留商 不过想想 他武功这么好 自然早已经察觉 玉酒梨突然有些郁闷 方才那么危险的情况 冷血叔叔他们难道没看到吗 视而不见 不行 回去一定要跟爹爹好好说说 暗中保护玉酒梨的冷血几人 哪里知道 玉酒梨现在已经惦记上他们了 夜里 玉酒梨沐浴完 换了身深紫色的睡衣 准备睡觉 这件睡衣 是蚕丝而至 光滑性感 是白洛按照现实的 吊带睡裙设计的 因为这种睡衣 穿着睡觉舒适 玉酒梨一直放在黄金袋里 一共有七条 粉 紫 黑 蓝 红 白 绿 玉酒梨 比较喜欢紫色和粉色 他走到床边 乌黑柔软的长发 披散在后背 因为睡裙 丝质光滑 长发顺着肩膀两侧 滑到胸前 玉酒梨低头 看着自己那越来越好看的沟壑 想到方才被墨流伤碰过的地方 忍不住伸手轻轻碰了碰 猝着眉头 心里想着 莫流伤当时碰到我的时候 到底是怎样的感觉 会紧张 心动吗 玉酒梨觉得自己碰到没有异样 心里又在纠结 他是不是也和他一样 没有任何感觉 想到莫流伤那平静的表情 玉酒梨有些郁闷 也有些苦恼 忍不住直接朝床上倒去 赤脚贴在地上 半个身子躺在床上 他圆圆的眼睛盯着屋顶看了半声 最后拍了拍自己的脸蛋 玉酒梨 不能再想莫流伤了 他只是你的师兄 师兄和你是同窗 说着说着 玉酒梨就越发地烦躁了 满脑子都是莫流伤抱着他的各种场景 还有他在他耳边 说话时那种奇怪的感觉 心里胡思乱想着 敲门声突然传来 玉酒梨猛地回过神 坐起身看着房门口的方向问 谁 小九 开门 玉酒梨想也没想 直接上前将房门打开 打开的那一瞬 玉酒梨僵住 面前除了徐雪峰 还有莫流伤 莫流伤也没想到 玉酒梨会穿得如此祸人 出现在自己眼前 就在玉酒梨要开口的时候 一股风袭来 房门突然紧闭 徐雪峰被隔绝门外 而门内是莫流伤和一脸懵撞的玉酒梨 两人身高几乎差了一个脑袋加脖子 玉酒梨抬眼看着面前的男人 而莫流伤此时低头 看着面前祸人的女孩 她的身子欲白无瑕 有些消瘦 那完美的锁骨 在裙下若隐若现 还有今天被她碰过的地方 微微耸着 格外惹眼 莫流伤突然开口 衣服 啊 什么衣服 为何穿得如此 该死的 她的身子 差点被别人看到 玉酒梨正了正 见莫流伤盯着自己的身子看 她小声道 这是睡衣 穿成这样睡觉舒坦啊 莫流伤见状 直接将自己的外衣脱下来 裹在玉酒梨身上 先披着 我去给你重新买 啊 我穿了睡衣了呀 莫流伤没有回应 玉酒梨的话 转身离开 刚出门 就看到徐雪峰站在门口 东方则不知何时也来了 莫流伤眼神突然暗淡 又不放心屋里的人 最后 命令店掌柜的 去找女子穿的礼衣 重新返回玉酒梨房间 确定玉酒梨所有地方 都被她的衣服 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才将房门打开 此时 坐在桌前 一脸无语的玉酒梨 呆呆地盯着 坐在自己对面的几个人 犹豫了片刻 问道 慈哥哥 雪峰姐姐 你们找我有事 也没事 今天和东方则出去 买了一些好东西 过来送你 没想到遇到了莫公子 所以 徐雪峰解释了一下 玉酒梨会议 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什么东西啊 徐雪峰拿出来一个精致的盒子 递给玉酒梨 这个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 玉酒梨 正欲接盒子 结果 莫流伤比他更快 莫流伤夺走 徐雪峰手里的盒子 他并未打开 直接送到玉酒梨面前 玉酒梨看了一眼 莫流伤 怎么觉着 她的眼神像是要把我吃了一把 双手从衣袖里面出来 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盒银针 与上次萧绿送的差不多 不过 萧绿送的是金针 上面还刻着翠花 玉酒梨记忆犹新 她嘴角扬起 眯着双眼笑道 我很喜欢 谢谢雪峰姐姐 知道你的宝贝多 看不上其他的 所以就给你买了这个 我就知道雪峰姐姐最了解我了 几人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 店掌柜很快便将衣服拿了过来 莫流伤递给玉酒梨 眼神提醒她一会儿换上 玉酒梨垂眸看了一眼 礼衣与她身上的布料一样 丝质光滑 并且都是霍人的紫色 玉酒梨挺满意 方才的不快 转眼烟消云散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72集 玉酒梨接过衣服放在一旁 对莫流伤说了声谢谢 莫流伤没有回答玉酒梨的话 见东方泽在 莫流伤起身提醒东方泽一起出去 东方泽见天色晚了 也没有拒绝 跟着莫流伤离开 徐雪峰想跟玉酒梨一起睡 所以拒绝跟着两人一起出去 莫流伤自然也放心 房间里就剩下 玉酒梨和徐雪峰 徐雪峰急忙走到房门口 将房门关好 她来到桌前坐下 瞪大双眼看着玉酒梨 心中疑惑不已 玉酒梨见徐雪峰 盯着自己看 她眼珠子转了转 好奇地问道 怎么了 雪峰姐姐 你干嘛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徐雪峰瞥了一眼 玉酒梨怀里的礼仪 饶有意味地问道 小九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跟莫公子她 嗯 嗯 我跟莫流伤 怎么了 见徐雪峰看她的眼神 如此诡异 玉酒梨眉头微挑 雪峰姐姐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徐雪峰清了清嗓子 指着玉酒梨怀里的衣服 这贴身的都给你准备了 小九 莫公子是不是喜欢你 雪峰姐姐 莫流伤 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我们才认识不到七天 而且你看看她 就她那种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 冷情性子 是会喜欢我的人吗 再说了 我也不喜欢她这样 徐雪峰想问玉酒梨 喜欢什么样的 最后却没有问 而是说道 那她为何给你送礼仪 思想传统 我娘说过 像莫流伤这样 没有接触过女孩子 又突然看到女子穿成这样 心里会觉得这样不好 她这种表现呢 就属于思想传统的男人 玉酒梨觉得 是个正常的男人 看到她穿得如此性感 最起码也得是一脸色相 这个男人表面那么平静 并且还让她换衣服 定然是因为思想太过传统 徐雪峰对于玉酒梨的解释 表示无语 见玉酒梨一脸认真的模样 也懒得跟她再争论此事 趴在桌上叹了口气 对玉酒梨一道 本来还想回去夏邻国的 现在回去时间也跟不上了 这两天只能留在这里 等开学了 玉酒梨学着平日里 哥哥给她顺毛的模样 在徐雪峰脑袋揉了揉 雪峰姐姐别难过了 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我陪你就是了 明天我们一起逛街吃好吃的 真的 自然是真的 徐雪峰想到玉酒梨寝室里那只鹦鹉 要不咱们明天先去学院把宝石带出来 带宝石干嘛 当然是玩 玉酒梨再次对徐雪峰无语 不过 见她心情似乎比前几日好了很多 最后只好点头答应了下来 徐雪峰提醒玉酒梨 赶紧去换上莫公子送你的礼仪 姐姐欣赏欣赏 雪峰姐姐 我觉得她已经睡了 我睡觉穿什么应该跟她没有关系 徐雪峰见状 夺走玉酒梨怀里的衣服 那既然你不要就给我穿了 玉酒梨本来觉得一件衣服没什么 可是被徐雪峰突然夺走 她莫名地就觉得自己的宝贝被抢走了一般 急忙起身去夺 徐雪峰看出玉酒梨神色交集 嘴角勾起一抹调皮的笑容 将衣服抱在怀里 小九 你不穿就给我穿 我穿一晚上 明天就还给你了 谁说我不穿了 你方才的表现很明显 就是不想穿 雪峰姐姐别闹还给我 我给你拿其他的礼仪 我就想穿莫公子送你的这件 玉酒梨郁闷跺了跺脚 直接追着徐雪峰夺衣服 两人围着一张桌子 突然开启了一场追逐之战 为的只是莫留伤命人送的那件礼仪 徐雪峰被玉酒梨追得喘不过气来 一只手抱着礼仪 一只手捂着小腹 好了小九 我还给你 我不穿了 他也看出了 这件衣裳对玉酒梨的重要性 或许 小九并没有发现 但他作为局外人 看得清楚 玉酒梨嘴角勾起得意的笑容 上前将衣服拿走 又从黄金袋里 拿出了一条性感的睡衣 递给徐雪峰 徐雪峰眼里带着笑 很满意地接过 两个女孩看着彼此 忍不住吃笑出声 就在此时 敲门声又传来 玉酒梨第一时间 便想到了莫留伤那张冷漠的脸 本能地将自己身上的外衣紧了紧 与徐雪峰相视一眼 徐雪峰上前开门 打开房门 来人不是别人 是冷血 玉酒梨正住 这么晚了 冷血叔叔来做什么 小姐 怎么了冷血叔叔 王爷送来的信 冷血直接将信递给玉酒梨 玉酒梨看了一眼 表情瞬间变得僵硬 徐雪峰心里莫名紧张 看着玉酒梨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小姐 冷血叔叔 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我换身衣裳 说完 房门便紧闭 玉酒梨也不看徐雪峰 一边换衣服 一边道 绿哥哥为了救你 误闯进了血缘公 被人抓走了 爹爹传信过来 说慕留伤认识 血缘公公主 让我过去问问 徐雪峰听了玉酒梨的话 心脏先是一紧 而后又放松了下来 莫留生 也是血缘公公主 她根本就是血缘公公主 只是 若萧绿是被血缘公的人 抓走的 那应该没有危险才是 可萧绿为了我 竟然会闯进血缘公 她不是最在乎小九了吗 怎么会为了我 舍身犯险 徐雪峰心里有些紧张 莫名地多了几分期待 就在徐雪峰出神的时候 玉酒梨已经穿好衣裳 她看着徐雪峰对她道 徐雪峰姐姐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找慕留伤问 徐雪峰看着玉酒梨的背影 消失在眼前 呆呆地点了点头 一个人坐在桌前愣神 心里脑子里 想的都是萧绿的身影 心脏砰砰直跳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 此时 莫留伤已经躺到床上 刚熄了蜡烛 门外一个人影便落入眼中 莫留伤看清楚来人 俊眉微拧 缓缓起身下了床 一袭白色礼衣 将那修长的身子包裹 胸襟有些凌乱 露出那结实性感的胸肌 三千墨发披散在后背 宛若瀑布一般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三集 莫留伤走到房门口打开门 玉九黎那张巴掌大的脸蛋 落入眼中 男人垂眸看着他 唇半动了动 怎么了 玉九黎看了一眼莫留伤房间 见房内漆黑一片 想了想对他道 要不咱们去我房间说 这么晚了 玉姑娘请我去你房里 合适吗 玉九黎咬着下唇 她自然也知道不合适 只是事情紧急 来不及多想 抬眼看着她 犹豫了片刻 直接越过墨流伤 进了她的房间 玉九黎顺手点燃了桌上的蜡烛 哼的一声 房门紧闭 玉九黎几杯一凉 吓得心里一个咯噔 突然身旁便多了个人 玉九黎转眼看着墨流伤 有些紧张 墨流伤 我有事找你 你说 我听着 你认识血缘宫的公主吗 墨流伤正住 回过神抿了抿唇 点头 算是应了 玉九黎的问题 玉九黎眸光顿时亮了 因为太过激动 所以莫名其妙地 就抓住了墨流伤的手 她觉得 男人的手指纤细 骨骼分明 并且很光滑 比雪峰姐姐的手感还要好 只是 有些冰冷 玉九黎紧紧地 抓着墨流伤的手 激动地问 真的吗 墨流伤垂眸 紧紧地盯着 玉九黎的手 眸光流转 心中荡起了层层涟漪 玉九黎这才察觉 自己失态 心中懊恼不已 有些嫌弃自己 现在的举动 反应过来 急忙松开 墨流伤的手 只是 她刚松开 却被墨流伤 冰冷的手掌 反手握住 男人低沉冷漠的声音 带着几分魅惑 道 怎么了 调戏了我 就这么完事了 虽然在问玉九黎 心里 却在怀疑小丫头 这是知道什么了 玉九黎半赏 说不出一句话来 她咽了口口水 一边 试着将自己的手 从墨流伤手里抽出来 一边 吱吱呜呜地解释 那个 墨流伤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墨流伤 缓缓 缓缓凑到玉九黎耳边 压低声音道 我怎么知道 你不是故意的 玉九黎耳边 一阵温热传来 浑身一阵 无语至极 她不悦对 墨流伤说道 喂 墨流伤 我不是故意抓 我不是故意抓你的手的 再说了 你现在不也抓了我的手吗 我们扯平了 她来 是找她 问正经事情的 墨流伤 猴姐滚动 也不打趣她 松开玉九黎 对她说道 我不仅认识 血渊公公主 并且 是至较好友 太好了 我来找你 是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墨流伤 眼帘微垂 示意玉九黎开口 绿哥哥 被血渊公的人抓了 我爹爹说 你认识 血渊公的公主 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玉九黎 并没有隐瞒 自己的身份 毕竟昨天 墨流伤 都能潜入 云海国皇宫 她应该已经知道 她的身份了 墨流伤 俊眉微微皱起 问玉九黎 你确定 她眸光 变得有些暗淡 手指在桌上 无规律地 敲击了几下 那眼神看起来 有些犀利 甚至多了几分寒忙 血渊公的人 抓了萧绿 若是抓了 我这里怎么会 没有任何消息 除非 有人借着血渊公的名义 抓了萧绿 只是 此事竟然惊动了贤王 贤王还让小鸭 都找上门来 贤王 到底想要做什么呀 墨流伤正在出神 玉九黎的声音传来 我确定 墨流伤 你能帮我 见血渊公公主一面吗 你先回去休息 这件事情交给我 放心 小驴 不会有事 说完 墨流伤已经去穿衣服 她换衣服 并未避开 玉九黎 玉九黎看到男人 那光洁流畅的线条时 心口莫名一紧 急忙别过脸 双手捂着眼睛 墨流伤回头 看了一眼坐在桌前 一脸娇羞的小丫头 唇瓣微微扬起 慢条丝里的 整理着已经穿好的衣裳 片刻后 她走到玉九黎面前 抓住她的手 从她脸上拿开 好了 可以看了 玉九黎脸蛋飞红 觉得这个冷傲冰冷的男人 又在调戏她 她猛地从她手中抽回手 起身 转身不理会她 墨流伤因为方才 玉九黎说的事情 所以也没空再耽搁 她拉着玉九黎 直接离开了房间 房门刚打开 冷血 恭敬地站在门口 见玉九黎和墨流伤 一起出来 她对玉九黎打了声招呼 小姐 显然 并没有要隐瞒 墨流伤自己的身份 玉九黎心中觉得奇怪 凭热力冷血叔叔 他们都是隐在暗处 今晚怎么这么奇怪 不过现身了也没什么 毕竟 不是谁都认识 当年爹爹身边的 四大神秘暗卫 玉九黎微微汗手 算是打了招呼 墨流伤看了一眼 冷血 薄唇微眯 眼神暗了暗 直接送玉九黎 回了她的房间 徐雪峰见玉九黎 一个人进来 急忙起身问道 小姐 怎么样了 墨公子怎么说 她说她去找 血缘公公主 徐雪峰心中焦急 觉得墨流伤 若是抓了萧绿 她不该就这么离开才是 毕竟 她是血缘公公主 放了萧绿 就是一句话的事 方才 她神色凝重离开 徐雪峰总觉得 哪里不太对劲 她突然转眼 拉着玉九黎的手 对她道 小九 你留在客栈等我 我出去一趟 你要做什么去 雪峰姐姐 我陪你一起 不用小九 你待在客栈 我去跟东方泽 打上招呼 不行 我跟你一起 小九 你放心 我只是出去看看 不会有事的 萧组不走了 你在客栈里 等我消息 玉九黎 宁不过徐雪峰 最后只好答应下来 徐雪峰刚出了客栈 玉九黎就悄悄跟了上去 冷血见状 是一冷池 追风追命 三人跟上 几人相视一眼 急忙跟着离开 玉九黎知道 他们跟着 也没有阻拦 毕竟大晚上的 有叔叔们在 他才安全 徐雪峰因为担心消虑 出了客栈 叫了一匹马 便匆忙离开 他按照记忆 一直找到 血渊宫山谷附近 身后不远处 就是玉九黎 和冷血几人 徐雪峰并未注意身后 他看着四周 寻找山谷入口 周围 突然传来一阵异动 徐雪峰挤背僵住 转眼扫尸四周 玉九黎见状 急忙躲在大树后 拍了拍胸脯 好闲 闲闲闲被雪峰姐姐发现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四集 徐雪峰寻找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小心翼翼地朝前方走去 玉九黎回头看了一眼 本能写几人 给了他们一个眼色 几人会议 默默跟在玉九黎身后 警惕地看着四周 徐雪峰越过一条小道 窝开前面草丛 距离自己三丈远的地方 熟悉的身影闪现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失踪了一整天的萧绿 萧绿身子被人捆绑着 大概有三十人左右 而那些人对面不远处 是一个熟悉的身影 莫流伤 徐雪峰怕自己惊叫出声 急忙捂着自己的嘴巴 瞪大双眼看着那边 玉九黎因为离徐雪峰有一段距离 看不到他面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有些焦急 冷血见状 拉着玉九黎的手 往徐雪峰身侧的方向走了过去 因为徐雪峰看得太过认真 所以并未察觉身侧异样 玉九黎与徐雪峰被草丛隔开 两人同时以震惊的目光 看着前面的情况 玉九黎圆圆的眼睛 盯着莫流伤的侧脸 在看向被束缚着的消虑 他转眼看了一眼冷血 冷血用仅能两人听到的声音 对玉九黎道 小姐 先别轻举妄动 看看情况再说 冷血的眼神有些冷 神态严肃 玉九黎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点头答应了冷血的话 冷血给了冷池一个眼神 示意他去另一边 追风和追命见状 相视一眼 追风和冷血留下来保护玉九黎 追命和冷池一起离开 这边 莫流伤一只手腹背站在原地 他冷眼看着不远处的一群人 为首的男人穿着一袭银色滑贵的锦衣 他面容白皙 五官消瘦 身材高挑 眉宇间透着一股浓浓的力气 眸底带着嘲讽的笑 此时他正看着莫流伤的方向 嘴角扬起 那笑容格外森冷 纤细的手里握着一把匕首 匕首顺着手指头转了一圈 刀柄重新落入手心 他扫了一眼那锋利的刀刃 退了两步来到萧绿身旁 匕首抵在萧绿的脖子上 漫不经心地开口 带着几分玩世不恭 真没想到啊 有朝一日 大哥竟然会亲自来求我 早知道这个男人对大哥如此重要 那我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 派人暗杀你 直接抓了这小子便可呀 莫流伤落在背后的手 微微攥紧 手背轻筋抱起 他表情却很平静 看不出异样 牟底一抹寒光闪过 瞥了一眼萧绿 冰冷低沉的声音提醒他 放了他 萧绿浑身是伤 脖子上还有明显的勒痕 显然是被折磨惨了 听到莫流伤为他求情 萧绿有些诧异 毕竟他入学院的那一天 这个莫流伤看他时的眼神 都带着几分敌意 他更好奇 莫流伤为何会认识 挟持他的男人 似乎他还叫他大哥 片刻后 方才说话的男人又开口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找大哥的弱点 只是没有想到大哥 竟然藏得这么深呢 传闻果然不假 大哥身边从来没有女人 原来竟然对这种 小白脸感兴趣 啊 哈哈哈哈 嘲讽的笑声在林中回荡 男人笑得肆意张狂 萧绿嘴巴被堵着 因为男人的话也羞辱到他 他鼓着腮帮子 吱吱呜呜地骂 只是被男人直接忽略 莫流伤冷眸扫了一眼 落在萧绿脖子上的匕首 性感的猴姐滚动 顿了片刻 缓缓开口 说吧 你的条件 哦 大哥的意思是 我提出的条件 你都能做到吗 莫流伤含眸微领 低沉的声音叫了那男人一声 沈玉 沈玉健壮 几倍莫名一函 随即指着莫流伤的右手 直接开口 我要你废了你的右手 躲在草丛里的玉酒梨 和徐雪峰的视线 同时收紧 玉酒梨紧紧地 抓着自己的裙摆 紧盯着莫流伤的右手 心里却格外担心 萧绿的安危 毕竟 莫流伤与萧绿 没有任何关系 他怎么可能为了萧绿 答应沈玉提出的条件 他不过是过来帮他 找血缘公公主说情 玉酒梨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正在出神 冷血的手突然遮住他的眼睛 玉酒梨反应过来 急忙将挡在面前的那只手掰开 落入眼中的是 莫流伤那躺着鲜红的血的右手 玉酒梨从小跟着东方浩月和白洛学衣 见过的伤不计其数 见过的伤不计其数 可是现在 看到莫流伤手上的血 他竟然会觉得如此刺眼 他那对漂亮的眉毛 瞬间紧促在一起 有种冲上去的冲动 最后 生生忍着 为何 莫流伤 会突然接过匕首 往自己的手臂插上去 这个傻子 只以为他伤了自己的右手 那个人就会放了绿哥哥吗 他不是与血缘公公主认识吗 为何又会发生这种事情 一旁 徐雪峰捂着自己的嘴巴 满脸震惊 他看得出莫流伤 对玉酒梨有意思 但他没想到 莫流伤会为了玉酒梨 做出这样的举动 暗处 云水看到自家主子受伤 顿时恼怒 想也不想 便要冲出去 为自家主子报仇 结果被云金拦住 云金提醒云水 老三 你安分点 主子这么做 自有他的道理 你以为这点伤 能奈何得了他 可是大哥 主子的手 若是再不知血 怕是会废呀 放心 主子心里有数 有个毛求求的数 莫流伤 披了一眼淌血的手 缓缓抬眼 眸光凌厉 薄唇轻起 放人 沈玉手艺紧 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莫流伤 真的会为了一个男人 刺伤自己 这么说 莫流伤是真的对女人 不感兴趣了 若是如此 那这血缘弓 将来就是我的了 他眼神闪烁 激动不已 一时 忘了自己 还控制着 萧绿的事情 而莫流伤 正好趁此机会 转瞬来到沈玉面前 一掌 将他拍飞出去 沈玉的人见状 纷纷奔向 自家主子 坠落的方向 形成了一道肉墙 将自家主子接住 公子 您没事吧 公子 小心 一群废物 众人无语 他们啥都没做 就被骂了 十分委屈 而萧绿 则被莫流伤救下 他用方才那把匕首 割断捆着萧绿的绳子 萧绿 呆呆地看着莫流伤 半赏 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 方才我经历了什么 莫流伤竟然为了救我 刺伤了自己 我第一天入学院时 莫流伤对我产生的那种敌意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当时我还被莫流伤打伤了 为什么现在莫流伤 会突然出手救我 突然想到 方才沈玉说过的话 莫流伤对女人没兴趣 萧绿盯着莫流伤 眼睛眨了眨 突然 双手捂在自己胸前 你别这么看我 我对男人不感兴趣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五集 莫流伤 脸色本就不好 见萧绿如此 眼神也暗淡了下来 他冷冷地提醒萧绿 滚 你让本公子滚 本公子就滚啊 本公子还要救人呢 沈玉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 他还是头一次 见有人敢违抗莫流伤的命令 并且莫流伤没有动怒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只要他们感情越来越好 我还怕血缘弓 会落入莫流伤手中吗 既然暗杀不了莫流伤 倒不如给他多找些这种小白脸 到时候 他哪里还有心思去管血缘弓的事情 再说了 义父是有事出门 才把血缘弓暂时交给墨流伤管 他当真以为自己就是血缘弓公主了 义父说得很清楚 谁先娶妻生子 谁才是唯一可以继承血缘弓公主的人 想到此 沈玉觉得自己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莫流伤 对他道 大哥 记住义父说的话 那个位置现在看来 只能是我的了 说完 嘲讽一笑 带着他的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墨流伤收回视线 垂眸看着自己的手 眉头微挑 萧绿见沈玉离开 急忙追了上去大喊 喂 你们别走 你们把徐雪峰带哪里去了 草丛里 徐雪峰呆呆地盯着萧绿的背影 心中从容 带着几分窃喜 都这个时候了 萧绿心里还是惦记着他的 他嘴角微微扬起一抹浅笑 脸淡泛起一抹红韵 沈玉听到萧绿的声音 突然止步 身后一群人也纷纷停下 险些将自己绊倒 沈玉扫了一眼萧绿 指着他 牟底一抹不快划过 开口不悦地道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 那个叫什么徐雪峰的女人 不在我手上 若是在 说不定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还能轮到你 你若是再敢靠近 就算我大哥在 我照样绑你 话音落 萧绿顿住 看样子 沈玉是真的没有抓徐雪峰 回过神时 沈玉已经带着他的人消失 徐雪峰和御九黎几乎是同一时间站起来的 两人同时看着彼此 徐雪峰眼里一抹惊讶闪过 怪不得方才 我总觉得身后有人 没想到小九竟然跟来了 两人很默契地笑了笑 往萧绿的方向走去 莫流伤看到御九黎的那一瞬 顿了片刻 随即恢复如常 云金和云木云水三人也已经现身 云木拿着纱布 准备给莫流伤包扎伤口 莫流伤顺手拿出一瓶药递给云木 他那双幽深的毛子 却一直盯着御九黎的方向 心里有些失落 这丫头竟然第一时间 跑去了萧绿的方向 心里有些酸 眼神也变得有些寒凉 御九黎和徐雪峰来到萧绿面前 萧绿吓了一大跳 御九黎见萧绿没什么事 还没来得及跟萧绿解释 便急忙去了莫流伤那边 萧绿看着御九黎的背影 又看向徐雪峰 徐雪峰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来这里是为了找我 你是小九最在乎的人 我不来找你 小九肯定会因为你的失踪而难过 我可不想看到小九伤心 徐雪峰听了萧绿的话 愣在原地 她以为萧绿是在乎她 所以才不顾危险闯进这里 只是没想到原来是她方才自作多情了 萧绿这句话真的太伤人 徐雪峰心中嘲笑 她过来找我 不过是因为怕小九伤心吧 你没事就好 说完 转身走到一旁大树下 等着御九黎 萧绿见徐雪峰一脸难受的模样 心里有些堵 我是不是说什么话 惹她不高兴啊 萧绿有些郁闷地挠了脑脑袋 转眼看了一眼御九黎 又看了一眼徐雪峰 最后犹豫了片刻 直接往徐雪峰的方向走过去 御九黎看着墨流伤手臂的伤 见云木动作有些粗鲁地为墨流伤处理伤口 她一脸嫌弃地推开云木 从她手里夺走药瓶 认真的小心翼翼地为墨流伤处理伤口 有些心疼 但御九黎将这种感觉掩藏得很好 眼神表情没有露出任何异样 墨流伤看着面前一脸认真的丫头 看着她因为紧张猝紧的眉头 她的心情格外地好 眼神示意云木退下 云木退后了两步 觉得自己不碍事了才停下 谁知云金给了她一记冷眼 提醒她消失在主子面前 云木会议转眼消失不见 御九黎为墨流伤包扎好伤口后 将药瓶递给墨流伤的那一瞬 她脑袋晃了晃 看着那药瓶眼神有些恍惚 这药是我的 墨流伤见状 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竟然忘了这瓶药的事情了 这是四年前 小丫头留给她的 里面留了一些 她一直都戴在身上 想她的时候就会拿出来看看 方才竟然掏错了药瓶 将她送给她的药用了 御九黎盯着墨流伤的药瓶半晃 这才收回视线 看了一眼墨流伤 开口道 伤口有点深 右手不要用力 墨流伤没有回答御九黎的话 只是看着她出神 御九黎被男人炽热的目光 看着有些不自在 急忙移开视线 对墨流伤道 时候不早了 我们先回去吧 对了 谢谢你救了绿哥哥 虽然不知道墨流伤 为什么不惜自己的手 救下绿哥哥 也不知为何 方才那个挟持绿哥哥的人 为什么会说出那种话 但御九黎心里觉得 绿哥哥和墨流伤之间 肯定是清白的 他们不可能像沈玉说的那样 墨流伤间御九黎走神 他的唇瓣微抿着 顿了片刻 对御九黎说道 你替他谢我 若不是你 绿哥哥现在也不知道 被折磨成什么样了 所以我谢谢你是应该的 你是他什么人 凭什么替他谢我 墨流伤脸色 突然变得有些难看 身子微微前倾 低头看着面前 一脸呆萌的小丫头 御九黎察觉 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 含义 感受到他现在的情绪 有些不对劲 他忍不住 身子朝后微微轻去 终于回答墨流伤的问题 结果一个不稳 险些摔倒在地 还好墨流伤眼疾手快 出于本能 墨流伤的右手 揽住了御九黎 纤细的腰肢 御九黎刚落进 墨流伤臂弯 就听到男人 闷哼一声 俊眉微拧 倒吸了口凉气 御九黎想到什么 猛地站稳身子 急忙抓起墨流伤的手 查看情况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六集 御九黎和墨流伤两人 如此亲密的举动 自然落入了徐雪峰和萧绿眼中 萧绿本想着墨流伤救了他 所以便不跟他计较小九帮他包扎伤口的事情 可是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趁机占御九黎便宜 萧绿顿时不乐意了 说着便要上前阻拦 徐雪峰本想阻拦 却发现自己连立场都没有 若是我拦住了他 他会不会以为 我故意阻止他和小九 徐雪峰伸出去的手放下 要说的话硬生生地堵了回去 有些失落地低着头 看着自己脚下干黄的树叶 御九黎又将墨流伤的纱布拆开 像个小媳妇似的 一边小声训斥墨流伤 一边为他上药 墨流伤似乎很享受被小丫头教训 他从他的语气中 竟然能听出一丝 老夫老妻之间该有的味道 老夫老妻 墨流伤的心突然揪了一下 随即收回心思 直直地注视着御九黎 两人离得很近 为了更近一些 墨流伤故意低下头 拉低与御九黎之间的距离 就在此时 萧绿的身影突然出现 一把将两人扯开 墨流伤的伤口被扯疼 眸光瞬间暗淡 御九黎好奇地盯着萧绿 绿哥哥 你做什么 语气很重 带着几分不满 萧绿扬起下恶 我做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啊 男女瘦瘦不亲 你不知道吗 你是我的未婚妻 我总不能看着自己的未婚妻 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吧 话音刚落 墨流伤表情突然变得冷漠 御九黎也无语望天 绿哥哥 你别无理取呢好不好 墨流伤是为了救你才受伤的 我这是在给他包扎伤口 再说了 我也是大夫 大夫眼里人人平等 更没有男女之分 还有 我们说好的不提未婚妻这件事 那只是长辈们的玩笑话 萧绿一时语色 接收到墨流伤冰冷的视线 见御九黎不开心 他犹豫了片刻转移话题 萧绿 要不我给他包扎 不行 萧绿看着两人如此默契 心里有些不悦 但也没有再多言 任由御九黎为墨流伤处理伤口 看着鲜红的血流淌 御九黎回头瞪了一眼萧绿 绿哥哥 都怪你 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那个叫沈玉的男人干的 我身上也有伤 萧九妹妹竟然视而不见 最后 视线落在墨流伤身上 若是眼神能伤人 萧绿的眼神 也不知道将墨流伤杀了多少次了 而墨流伤 似是有意无意 故意靠近御九黎 气得萧绿实在看不下去 转身往徐雪峰的方向走去 这边 御九黎在认真 为墨流伤包扎伤口 那边 萧绿对徐雪峰抱怨着 片刻后 御九黎和墨流伤 并肩朝这边走来 萧绿 冷眼看着墨流伤 徐雪峰见状 上前推了推萧绿的手臂 别这样 这次亏了墨公子救了你 方才那个沈玉的话 你们也都听到了 他就是和这个墨流伤之间有过气 他方才还叫墨流伤大哥 我被沈玉的人抓住 就是因为他得罪了人家 人家以为我跟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才会抓了我 要挟他 否则 就这点小误会 可能我跟沈玉解释清楚 他就把我放了 萧绿 振振有词 满心不悦 徐雪峰敏纯 没有多言 御九黎对萧绿说道 绿哥哥 不论怎么样 这次是墨流伤救了你 你别这么针对他 墨流伤一直沉默不语 除了御九黎 他不在乎任何人对他的看法 萧绿见御九黎 还为墨流伤说话 憋屈地慌 心中气不过 加快脚步往前面走去 走的时候 故意一瘸一拐地 想引来御九黎的注意 徐雪峰见萧绿如此模样 心里担心 毕竟萧绿从小娇生惯养 有些公子哥的小脾气也是正常 但他身上确实有伤 他看了一眼御九黎 小九 你身上的伤药还有吗 萧绿身上有伤 我去追他 一会我们客栈会合 御九黎点头应了一声 急忙从黄金袋里 拿出几瓶药 递给徐雪峰 看着徐雪峰 大步跟着萧绿追去 此时 路上就剩下御九黎和墨流伤 御九黎转眼看了一眼墨流伤 问 手还疼吗 嗯 方才你试了不少血 这伤口刺得不浅 虽然血已经止住了 但你若是不注意 伤口裂开的话又会流血 这样反复 以后会留下伤疤 嗯 你听进去了 嗯 御九黎无语 看来他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认真听 所以御九黎再提醒了一次 墨流伤顿了顿 开口 几天换一次药 一天 好 墨流伤想着 以后每天可以找小丫头换药 觉得似乎也不错 垂眸逆了一眼手上包着的纱布 眼里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闪过 萧绿一路朝前走 偶尔会朝后看一眼 听到脚步声以为是御九黎 猛地转过去 一脸惊喜的模样 结果 看到是徐雪峰 萧绿的表情 却变得有些失落 这些表情 落进徐雪峰眼里 徐雪峰心中 莫名委屈难过 他走上前 萧绿脸上的笑容 已经消失 这药是小九让我给你的 萧绿脸上 这才扬起一抹浅笑 他接过药 看了一会儿 想到自己后背的伤 对徐雪峰道 你帮我 徐雪峰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见萧绿将自己的上衣退下来 露出结实的后背 徐雪峰惊叫一声 啊 徐雪峰你叫什么 你赶紧将你衣服穿上 萧绿 你 你耍流氓 你无耻 谁耍流氓 谁无耻了 你能给本公子涂药 这得是多少年修来的福分 赶紧的 本公子的伤正疼着呢 片刻后 徐雪峰一边给萧绿上药 一边出神 他的伤虽然不重 但后背几乎没有一处是好的 轻一块紫一块的 应该是被人用拳头打的 指腹接触到他光滑的背 感觉到萧绿浑身震了一下 徐雪峰急忙收回手 弄疼你了 没事 本公子是那种矫情的人吗 哦 徐雪峰 造反吧你 你不是说自己不是矫情的人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七集 一日 云海国皇宫 萧云义下了巢后 脚步匆匆地进了寝宫 此时商言正好洗漱完 见萧云义过来 他急忙上前问道 绿儿可有消息了 找到了 昨晚就已经找到了 这臭小子 真不让人审心 好歹是你最爱的儿子 你宠到大的 萧云义瞪大双眼看着商言 正于开口争论 谁惯着萧绿的问题 突然想到 白洛昨天跟他说过的话 话锋一转 邪魅一笑 燕儿 经过昨晚这件事 我突然有个想法 商言见萧云义 那双炽热的毛子 盯着自己看 他莫名地 浑身一个机灵 紧张地问 什 什么想法 萧云义 突然扑到商言面前 商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被萧云义扑倒在地 燕儿 不如咱们要一个 属于咱们自己的孩子 话音刚落 就被商言推开 萧云义从地上打了个滚 这才坐起身 抬眼看着 已经逃到床边的商言 他开口 燕儿 贤王妃什么都跟我说了 既然你都知道了 为何还要为难我 你是我萧云义的妻子 是云海国的皇后 你不该为了绿儿 委屈你自己 我没有委屈自己 我现在过得不是很好吗 绿儿是我的儿子 也是太子 将来他还会是 云海国皇帝 我会母凭子贵 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傻瓜 你的委屈我都懂 你对他严厉 对他的好 我都知道 先王妃说 你现在的身体情况 可以生育 我们生一个属于我们的孩子 将来也不会影响绿啊 义 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件事 萧云义知道 商言坚持 最后只好沉默 萧绿被护送到皇宫 已经是午时了 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直冲太子殿 刚到殿外 就听到商言的声音传来 站住 萧绿几倍僵住 愣在原地 很快商言急步走了过来 他将萧绿仔细打量了一遍 收回视线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冷声赤道 你多大了 做什么事都如此鲁莽 你出了事 我怎么跟你父皇交代 萧绿回头看着商言 一脸苦恼 想了想 眸光一亮 若真出了事 岂不是合了你的意了 你什么意思 我能有什么意思 我出事了 你不就可以跟我父皇生孩子了 这样 你的儿子将来 不就可以做太子了吗 商言被萧绿的话 气得突然抬手 手掌刚到萧绿面前 却突然停下 他最后收回手 气得冷哼一声 直接进了太子殿 萧绿见状 大步追了上去 一边走一边喊 喂 这里是我的寝宫 你进来做什么 我是你娘 来你寝宫怎么了 我从小就没有娘 这个后娘太凶悍了 想想小九妹妹的娘 不仅长得好看 还很温柔 又聪明 越想 萧绿心中 越感叹自己的苦哈哈的人生 直到进了寝室 商言走到床边 眼神提醒萧绿过来 萧绿一脸警惕地盯着商言 双臂还胸 保护好自己 你 你要对我做什么 商言的脸色瞬间拉黑 这个臭小子 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过来 换衣服 商言 我警告你啊 虽然我叫你一声娘 但你别以为你真的就是我娘了 你别以为我怕你 商言看着萧绿那怂样 表情柔和了一些 声音也软了几分 我看看你身上的伤 萧绿瞬间松了口气 这娘太可怕 明明害怕不情愿 脚下却跟生了风似的 转眼来到商言身旁坐下 淡淡说道 已经没事了 小九送了我一瓶商药 用了以后好多了 小九给你上的药 商言比较在乎这个 萧绿眼珠子转了转 轻叹了口气 应道 徐雪峰 商言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萧绿 垂眸看着她的后背 确实有瘀青 不过淡了一些 见她没事也放心了下来 离开时又看了萧绿一会儿 萧绿看着商言离开的背影 浑身一个机灵 小声嘀咕 这老妖婆 刚才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啊 此时鸣孔学院 徐九离和徐雪峰 一起进了女子寝室 本以为要进学院会费一些周折 没想到他们才刚到门口 学院守门的就放他们进去了 并且还格外友好 徐九离到了房间门口 还未打开房门 就听到里面嘶哑的声音喊着 小九来了 小九来了 徐九离皱眉 看了一眼徐雪峰 两人相视一眼 迅速打开门进了房间 房间桌子上 宝石站在上面左跳右跳 在徐九离和徐雪峰进来的那一瞬 便闭口不喊了 徐九离看着四周 会和我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 徐雪峰没有注意 看到宝石的那一刻 便仰起嘴角走到桌前逗宝石 小东西想我了没有 想小九 想小九 说 你想谁 小九 想小九 墨流声 想小九 小九 谁教他说的 徐九离满脸写着他也不知道 他好奇地看向宝石 眼睛眨了眨 问 谁教你的 墨流声 坏蛋 徐九离簇眉 无疑的目光看着宝石 又扫视了一眼房间 难道是我多心了 方才我明明闻到了 墨流声身上独有的那种 淡淡的香气 还夹杂着药瓦 想不想出去玩 姐姐带你逛街买好吃的 想 就这样 徐九离和徐雪峰 带着宝石出了女子寝室 宝石很乖 站在徐九离肩膀上格外安静 只是经过男子寝室时 宝石突然扑上着翅膀 朝男子寝室的方向飞了过去 徐九离和徐雪峰大惊 急忙追了上去 刚追到男子寝室外 就看到墨流声的身影 徐雪峰对徐九离一道 小九 我就不过去了 在这里等你 徐九离无奈 只好走了过去 宝石站在墨流声手臂 墨流声一脸嫌弃 徐九离上前看着宝石 嗯 你的翅膀恢复得不错 看来以后不需要我了 宝石只当没听见 脑袋转来转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八集 墨流声 墨流声垂眸 墨流声了一眼 手臂上站着的小东西 对徐九离一道 她的伤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的手也需要你每天换药 以后我若是换药 就带着她一起 或者你若是愿意照顾她 就让她待在你那儿 我过去换药便可 当然 你如果愿意来我寝室 帮我换药 那最好不够 徐九离觉得 这是她自从认识墨流声以来 听到她说话最多的一次 为何听着这些话 我觉着自己像是上的贼船了呢 合着 这一人一鸟 赖上我徐九离了 徐雪峰很喜欢宝石 听到墨流声的话 急忙冲徐九离喊 小景 我们照顾宝石 徐九离听到徐雪峰激动的声音 知道她喜欢宝石 最后无奈 为了雪峰姐姐也得答应 想到什么 徐九离突然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学院的 刚到 和东方兄一起 话音刚落 东方泽从走廊出来 徐九离看了一眼东方泽 东方泽则好奇地看着两人 在说什么呢 没什么 走吧 不是要出去逛街吗 徐九离反应过来 点了点头 带着宝石 跟墨流声 东方泽和徐雪峰一起离开了学院 离开时 守门的态度仍旧很好 好到徐九离以为 自己在贤王府呢 几人一直逛到晚上 才回了学院 墨流声说是要去沐浴 东方泽则跟着进了男子寝室 徐雪峰说去隔壁寝室串门 结交新朋友 剩下徐九离一个人 精疲力尽地躺在床上 呆滞的目光盯着屋顶 转眼看着满桌子礼物 那些都是给朋友们准备的 昨天准备的没了 今天又重新买了一些 徐九离盯着礼物算着数量 最后眉头拧紧 拍了拍额头 小声嘀咕 哎呀 竟然忘了给墨流声准备礼物 徐九离从床上下来 看了一眼桌上摆放着的东西 又在自己的黄金袋里翻了一遍 最后眉头微微蹙紧 有些苦恼 小声嘀咕 没有合适的礼物给她 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便宜的 她肯定看不上 贵的 也没钱买 娘亲给我的零花钱有限 昨天请她吃饭还花了那么多 正发愁 敲门声传来 徐九离回过神 急忙来到门口 打开房门 墨流伤的身影出现 徐九离僵住 墨流伤一点都不客气地 越过徐九离进了房间 走到桌前坐下 宝石忽闪着翅膀 跟着飞了进来 落在桌上 徐九离探头出去 在门外扫视一圈 好在今天 是来学院的学生不多 否则 墨流伤大晚上 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进来 若是被别人看到 肯定又要说闲话了 徐九离收回视线 急忙将房门关好 走了过来 墨流伤 这么晚了 你来做什么 墨流伤顿了片刻 将自己的右手 递给徐九离 换药 今天不是已经都换过了吗 伤口有些疼 徐九离定定地看着面前 说话面不改色的男人 最后无奈 只好拿出药箱 为墨流伤 重新包扎伤口 他小心翼翼地 将墨流伤受伤的纱布 一点一点地 绕着手腕解开 当看到裂开的伤口时 徐九离顿时不悦了 他拧眉 脸上带着几分生气 怎么回事 墨流伤见小丫头 焦急跳脚的模样 答非所问 伤口太深 这个是否能缝合 想到自己心口 那条缝合的 格外漂亮的伤疤 墨流伤甚至能感受到 四年前小丫头 手法娴熟地 在他胸口给他疗伤的情景 玉九离听了墨流伤的话 正在处理伤口的手 突然停下 他抬眼看着男人 那双深邃的毛子 你了解冯合之书 曾经看过一本医书 上面有记载 医书 娘亲说过 这种医书存在于 他曾经去过的那个世界 而娘亲只教过表叔 我之所以会 还是表叔偷偷教给我的 表叔说 这个世界上的人 不相信什么缝合之术 并且这种缝合 需要用麻药来抑制 病患伤口产生的疼痛 但病人若非真正的亲人 又怎么可能会信任医者 会接受这种麻药呢 所以这种缝合书 我确信 这个世界上 绝对不会有什么医书 我倒是很好奇 墨流伤到底是什么人 竟然了解缝合之术 难道 是他认识娘亲 或者认识表叔 眼前一只手晃了晃 玉九黎瞬间回神 他对墨流伤道 你可知缝合伤口 需要对病人进行麻醉 我不需要 会很疼 我忍得住 玉九黎沉默 果然 墨流伤根本不信任他 见他执意如此 玉九黎无奈答应 心里却因为 墨流伤的态度有些失落 这几日的相处 他以为他们已经是朋友了 你先坐 我去准备东西 墨流伤看着玉九黎娇俏的背影 薄唇微明 看来 四年前他之所以会没有一丝力气 意识却很清醒 是因为这丫头口中的 所谓的那个麻醉 这次 他要亲眼看她 为她缝合伤口 看她专注认真的模样 疼又算得了什么 很快 玉九黎拿着需要用的 医用工具走来 他将它们放在桌上 仔细地为墨流伤 清理着伤口 墨流伤为了不让 玉九黎感到压力 所以 在玉九黎清理 她的伤口时 她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片刻后 玉九黎拿起桌上的针线 看向墨流伤 你确定不用麻醉 墨流伤摇头 玉九黎想再争取 对墨流伤说道 缝合伤口的过程会很痛 用了麻药你虽然不能动 但意识还是清醒的 动手吧 我能忍得住 玉九黎多看了一眼墨流伤 心口有些堵 至于为何会有如此反应 玉九黎将此归结为 墨流伤不相信她 以及她的医术 她手中的针 在她伤口的皮肉上穿过 墨流伤的手微颤了一下 随即恢复 玉九黎也跟着手抖了一下 她抬眼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不用 继续 一旁 在吃零食的宝石听到 随着墨流伤的声音 不要 继续 继续 墨流伤和玉九黎同时看向宝石 墨流伤一记冷眼扫过 玉九黎则不悦地提醒 宝石闭嘴 太吵 她无法静下心来 宝石被吓得直接飞到窗户口 站在窗台盯着外面 看也不敢朝两人看一眼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七十九集 时间似乎过得很慢 至少对玉九黎来说是如此 墨流伤隐忍着疼痛 额头却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 伤口终于缝合好 玉九黎将线头剪掉 最后深深地输了口气 她没想到墨流伤竟然如此坚强 全程没有因为疼痛吭一声 她甚至有些佩服她 又将她的伤口 重新用纱布包好 玉九黎这才收回 所有的医用工具 倒了口水给墨流伤 喝点水 墨流伤接过水杯 送到唇边喝了一口 玉九黎见她额头有汗水 出于大夫的本能 顺手拿起帕子 凑到她面前给她擦汗 帕子上带着淡淡的香气 落在墨流伤额头时 墨流伤有那么一刹那的恍神 性感的喉结滚动 在玉九黎收回手的那一瞬间 她突然将她的手腕抓住 玉九黎被墨流伤这一动作惊住 她低头 看着坐在桌前 抬眼注视着自己的男人 心里有些紧张 墨 墨流伤 你这是做什么 你放开我 墨流伤没有回答玉九黎的话 也没有要松开她的意思 就这么定定地看着她 玉九黎试图正开男人的束缚 只是徒劳 两久 墨流伤别过脸 缓缓开口 这里没有擦干净 说完松开玉九黎的手 玉九黎人一脸无语地 瞪了一眼墨流伤 心中赋肥 没有擦干净就直说嘛 什么臭脾气 心里虽然不满 但却伸手将她另一边的汗水 帮她擦干净 好了 玉九黎将帕子丢在桌上 去整理自己的药箱 墨流伤逆了一眼那块手帕 将它捡起来 放进自己袖口 玉九黎收拾好东西 转身正于提醒墨流伤赶紧离开时 哪里还有墨流伤身影 她双手插着腰 一脸无语地站在桌前 看着房门口的方向 深深地输了口气 什么人嘛这是 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走了 话音刚落 男人耳边低沉的声音传来 说不出的魅惑 怎么 玉姑娘想听我说什么 玉九黎险些被吓得失了魂 她猛地转身 身子紧贴着墨流伤的胸膛 因为生气并未发现异样 她抬眼冲墨流伤低吼 你大晚上能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墨流伤难得脸上露出笑容 玉姑娘做了什么亏心事了 玉九黎看到墨流伤 眸底流露出来的那抹笑容 一时看呆 听到男人欠揍的话后 她顿时没了心情 挪了挪嘴对墨流伤道 你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两天换一次药 好 你可以走了 好 玉九黎见男人指应声 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她隐忍着怒意 我说 你可以走了 墨流伤垂眸 视线正好落在 紧贴着自己的那片美好 她喉咙一紧 低沉的声音 对玉九黎道 玉姑娘踩着我的鞋 这是 不舍得我走吗 玉九黎顺着墨流伤的视线看下去 脸色顿时红了 她急忙后退两步 让开地方 墨流伤 心情似乎很好 迈着大步 离开了 离开了玉九黎的寝室 离开时 不忘提醒 夜里关好门窗 说完 燕消失在女子寝室内 玉九黎急忙上前 将房门关好 回头 看了一眼窗户 又将窗户紧闭 一个人躺在床上 满脑子都是墨流伤 方才那一笑 她小声嘀咕 墨流伤竟然也会笑 没想到她笑起来这么好看 不过她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连缝合树也知道 为何我总觉得 她如此熟悉 到底在哪儿见过她 玉九黎想着想着 便闭着双眼睡了过去 这夜 玉九黎做了一个很美的梦 梦里 她竟然将墨流伤扑倒 并且趁着她睡着 偷偷亲吻了她的唇半 一日午时 玉九黎才缓缓转醒 许是因为昨晚的美梦 醒来的时候 她的嘴角还带着俏皮的笑意 她揉了揉轻松地睡眼 转眼看向窗外 刺眼的阳光照射进来 玉九黎瞬间清醒 她猛地弹坐起身 摸了摸摸自己的唇半 又看向身侧 瞬间松了口气 所以昨晚我做梦了 我竟然梦见了墨流伤 不仅如此 我竟然还 还缠着她要抱我 亲我 玉九黎忍不住 咽了口口水 心脏砰砰直跳 最后直接双手 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逼念叨 玉九黎 这一定是因为墨流伤 昨晚来治伤 你才会梦见她 这绝不是娘亲说的什么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绝不是 你怎么会想墨流伤呢 不是不是 绝不是 一边安慰着自己 一边将自己的衣裳穿好 下了床 洗漱完后 整个人也瞬间清醒了不少 突然想到 今天是月药日 玉九黎一个机灵 急忙冲出了寝室 寝室周围安静得可怕 玉九黎来不及多想 急忙往学堂的方向赶去 九黎 熟悉的声音传来 玉九黎突然止步 回头 看着身后不远处 走过来的两个人 是夜青和木青舞 玉九黎正主 半晌没有反应过来 所以迟到的并非我一个 木青舞和夜青竟然也迟到了 很快 木青舞和夜青走了过来 木青舞习惯性地抱着玉九黎的手臂 笑道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这两天想我没 想啊 所以你们两人也迟到了 九黎 什么迟到了 今天不是月药日吗 嗯 我们学月 每个月药日 只上半天课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没有迟到 当然啦 方才我和夜青商量着 教你一起去膳房用膳呢 用了五膳 我们一起去学他 哦 对了 徐雪峰呢 怎么不见他的人 话音刚落 徐雪峰的声音传来 小九 青舞 夜青 三人同时看向徐雪峰的方向 玉九黎这下才相信 月药日确实只上半天课 就这样 四人会合后 一起去了膳房 很快用完膳 又直接往学堂的方向赶去 这是玉九黎头一次 在明孔学院学堂里听课 教书先生叫莫白 主教学生手工艺 对孔明所颇有研究 他穿着一身素白色的长袍 因为上了年纪 所以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 一头白发竖起 连那对浓密的眉毛 也已经见白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隐约透着一股灵力的光 他留着一把山羊糊 习惯性地轻抚着 此时 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双子星 直接往玉九黎的方向走去 而所有人 都一脸同情地看着玉九黎 毕竟 莫白是教书先生里面 最难相处 性子最为古怪的 他清高孤傲 从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但却喜欢聪明好学的学生 在这学堂里 能让莫白看上眼的 也就只有莫流伤和杨天笑了 当然 也有他的宝贝外甥女 齐白莲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莫白对于齐白莲和玉九黎之间发生的事情 多少听说一些 齐白莲现在之所以被转去品月轩 与玉九黎脱不了干系 莫白也因此对玉九黎没有太好的印象 他走到玉九黎面前突然止步 玉九黎感受到无数目光正盯着自己看 又察觉一道人影压了过来 他缓缓抬眼 莫白一脸严肃地站在他面前 莫白垂眸看了一眼玉九黎 对他道 你叫玉九黎对吧 声音浑厚铿锵有力 带着几分不屑 玉九黎听出了那种不屑的语气 心中好奇不已 我好像没有得罪这位先生吧 是 莫先生 我叫玉九黎 莫白听到清脆悦耳的声音 多看了一眼玉九黎 淡淡地说道 你可知去月轩里的学生 都是什么水平的 莫先生这是何意 是觉得学生年龄不够 不配待在去月轩吗 他们现在所在的学堂 就叫去月轩 可以说去月轩里 全都是明孔学院的希望 云海国的希望 将来毕业后 会直接参加科举 甚至可以被保送或举荐 直接入宫为官 莫白据着胡须看向玉九黎 顿了片刻缓缓开口 去月轩里的学生 都是拿真本事说话 坐在最后面的是杨天笑 杨天笑在玉九黎进来的时候 视线便一直在他身上 见莫白为难玉九黎 杨天笑本想起身帮忙 又想看看玉九黎会怎样应对 所以便又坐了回去 其他人交头接耳 小声议论 大家心知肚明 莫白之所以会为难玉九黎 还不是因为他的外甥女 齐白莲的事情 玉九黎听了莫白的话 心中好笑 莫先生想看学生什么本事 莫白从袖口 拿出来一个孔明锁 那孔明锁是双子星 这是院长前些日子给他的 让他帮着解开 他这几日才得空闲下来 只是已经研究了好几日 还没有将其破解 玉九黎看到孔明锁的时候 毛底一抹惊讶之色闪过 这不是小时候娘亲送给我的 一直玩去孔明锁吗 难道要留在去月轩的条件 就是破解这把孔明锁 那这与我在夏陵国上的幼儿园 有什么区别 莫白见玉九黎盯着孔明锁发呆 将双子星递给玉九黎 今日只要你能在半个时辰之内 解开这把双子星 去月轩便有你的位置 如若不然 话还未说完 玉九黎直接从墨白手里抢走双子星 心中却觉得好笑 一把孔明锁竟然还得半个时辰 到底是这老头太小看我 还是他根本就是故意跟我闹着玩的 玉九黎双手握着双子星 转了一圈看了一眼 满脸自信地撇了一眼墨白 嘴角扬起一抹饶有意味的笑容 很快 他手指灵活地将双子星全都拆散 在众人的震惊中 又将双子星重新组合在一起 因为手指动作太快 没有人看到玉九黎 到底是怎么样完成拆分和重组双子星的方法 所有学生瞠目结舌 杨天孝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眼里露出崇拜的光芒 盯着玉九黎的方向 此时 莫白也瞪大眼珠子盯着玉九黎 他半上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情绪有些激动 双眼泛着银亮的光 紧盯着玉九黎小声嘀咕 妙 妙啊 玉九黎并未理会莫白 而是将双子星送到他手中 扫了一眼众人 转眼看着莫白对他说道 莫先生 这样学生是否有资格留在去月轩了 莫白虽然激动 但听到玉九黎的话 瞬间挺直了腰杆 一副很严肃的态度 仰着下恶淡淡开口 语气中仍旧有几分不屑 算是吧 心里却万马奔腾 这双子星他这几日一直在研究 方才以为拿着这个为难这丫头 他就会知难而退 没想到他竟然就这么解开了 虽然知道玉九黎得罪了自己的外甥女 不过 这丫头如此聪明 留他再去月轩 将来若是院长再拿这种问题给他 有这丫头帮忙 他在院长面前也有面子 不仅如此 他对这孔明所也钻研了一段时间了 没想到 被这个丫头 轻而易举地解开 想到他书房里其他的孔明所 莫白清了清嗓子 转眼看向玉九黎 问 你对孔明所有兴趣 没兴趣 莫白的话直接被堵了回去 怎么会没兴趣呢 莫白有些郁闷 正欲开口 玉九黎又道 莫先生 双子星一解 学生有件事要跟先生说 莫白回过神 示意玉九黎开口 玉九黎说道 若是莫先生觉得 能解开这把孔明所 就是评判是否能留在 屈月轩的标准 那么 学生认为 这屈月轩 不适合学生 玉九黎这是什么意思 不愿意在屈月轩上课 我们好不容易盼着 能和玉九黎一个学堂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玉九黎身上 就连穆清五和叶清几人 也同时看向玉九黎 穆清五凑近叶清 压低声音问 叶清 九黎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个学堂了 若是他转学堂 那我也要跟他一起 叶清冷眼看着莫白 小声提醒穆清五 先看看情况再说 穆清五淡淡应了一声 紧盯着玉九黎这边 莫白因为玉九黎的话 正了片刻 回过神 掩饰不住心中的交集 急声道 这祛月轩可是明孔学院最好的学堂 没有之一啊 方才你仅仅用了几夕时间 便将双子星解开 这已经说明你可以留在祛月轩 玉九黎饶有意味地看着莫白 觉得这老头是很在意他破解了双子星的事情 不过他明明这么着急挽留他 却装作一脸淡定 像是他非要赖在祛月轩似的 这让玉九黎心里很不爽 他抬眼 对上莫白那双幽暗的毛子 一脸无害地笑道 莫先生 孔明所学生从小变完 三岁孩子都能解的小玩意儿 莫先生 却用他来羞辱我 况且 我是新转来的学生 时间入去月轩 确实不太合适 所有人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着玉九黎 他方才说什么 孔明所是他小时候的玩具 并且连三岁的孩子都能解 所以 莫先生那把双子星解了好几日 都没有解开 这是不是意味着 莫先生连三岁小孩的智商都不如 明明他们觉得玉九黎的话没什么问题 可仔细想想 却又觉得玉九黎 是在骂莫先生不如三岁小孩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一集 莫白因为玉九黎 不打算留在去月轩 心中着急 也没有在意玉九黎方才的话 他皱眉 玉九黎 你考虑清楚了 离开了去月轩 你只能去品月轩 或者其他学堂 那些学堂里的教学 可不如去月轩这边 在这里 你可以少努力几年 这老头 威胁我 多谢莫先生提醒 学生相信 明孔学院的师父们也相信 不论在品月轩还是去月阁 或者其他 只要用心读书 学生同样能考出好成绩 就这样 玉九黎说完后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 起身抱着自己的书本 离开了去月轩 莫白反应过来后 人已经出了学堂 而玉九黎走后不久 学堂里的学生就走了一半 秦兰 徐雪峰 叶青和穆青五四人 是最先追着玉九黎出去的 而后 回过神的杨天校 也跟着离开 莫白看着空了一半的教室 冲众人低声吼道 谁还要跟着一起出去 众人纷纷低着头 有想跟着出去的 只是感受到 莫白那凌厉的目光 吓得缩着脑袋 坐在原位 莫白气得脸色异常难看 唇瓣也失去了血色 拳头紧紧地攥在一起 咬着牙低声道 都长本事了是吗 好 老夫倒要看看 你们离开了去月轩 将来还能有什么座位 将这些空桌子 全都搬出去 有学生受不了这种压迫感 急忙起身去搬桌子 很快 所有空桌椅 全被搬了出去 一个有眼色的人 突然起身说道 先生 莫流伤的桌椅也搬出去了 还不快将流伤的桌椅 搬进来 莫流伤 可是他们去月轩的宝贝 将来定然会有所成就 莫流伤当了官 受朝廷重用 他作为莫流伤的先生 脸上也有面子 那学生听了莫白的话 急忙起身准备出去 去搬莫流伤的桌椅 结果刚刚转过身 就听到熟悉的低沉的声音传来 不必了 不必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莫流伤 众人正住 抬头看向门口 只见莫流伤站在学堂门口 他身侧是刚走不久的玉酒梨 莫白看到两人时 眼里一抹惊讶之色闪过 心中又带着几分惊喜 难道玉酒梨被莫流伤带回来了 不转学堂了 正在出神 莫流伤转眼看了一眼玉酒梨 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牵起玉酒梨的手 也不顾他的挣扎和不悦 上前问莫白 先生为何将玉酒梨赶出雀轩 老夫什么时候赶玉酒梨了 老夫不过是考了他一道题 他自己要离开的 去月轩何时需要用考孔明所 这种小儿科的把戏 决定一个人是否可以留在去月轩呢 孔明所小儿科 莫流伤 你自己聪明能解开孔明所 但不代表其他学生就可以 你可以侮辱老夫 但你不能侮辱孔明所这门课程 玉酒梨看着莫白较劲的样子 摇了摇莫流伤的手 示意他不用跟莫白计较 莫流伤淡淡开口 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 先生不觉得该跟玉酒梨道个歉吗 方才他来的路上 已经听说了去月轩里方才发生的事情 莫白因为齐白莲的事情 故意在众人面前为难玉酒梨 甚至用言语羞辱他 老夫考虑欠家 但老夫也并未为难玉酒梨 你过来让老夫跟自己的学生道歉 莫流伤 莫流伤 你们眼里 还有老夫这个先生吗 看来去月轩 确实不适合我们 莫流伤话音落 便拉着玉酒梨的手 转身离开 莫白看向莫流伤 喊道 莫流伤 你这话是何意 你们做什么去 这里是去月轩 怎么能任由你们胡来 莫白的声音越来越大 只是莫流伤和玉酒梨的身影 却越来越远 经此一闹 学堂里也顿时鸦雀无声 格外安静 莫白走到讲台 冷眼扫视众人 各自看书 复习上学期学过的内容 说完 冷哼一声 甩袖大步离开 莫白刚走 安静的室内 顿时乱作一团 大家交头接耳 开始议论 哎呀 太可惜了 咱们学堂 好不容易有个小美人 没想到 就这么被先生给赶走了 这算什么 把我们的莫公子也气走了 你们说 这莫流伤和玉酒梨 到底什么关系 从玉酒梨入学院第一天 莫流伤就经常和玉酒梨在一起 对对对 我也很好奇 还有啊 莫流伤在学院里这么久 听说他只是报道的时候过来一趟 其他时间里 几乎没有来过学院 可是自从玉酒梨来了学院后 他每天都会出现在大家事业中 众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这边莫流伤拉着玉酒梨 直接往寝室的方向走去 半路被秦岚杨天孝几人拦住 穆清武因为莫流伤冷漠的眼神 不敢上前 徐雪峰倒是无所畏惧地上前 叫住了玉酒梨 小九 玉酒梨止步 怕大家误会 急忙从莫流伤手里抽了出来 莫流伤手心一空 心也瞬间空了似的 看了一眼身旁的小丫头 玉酒梨则看了一眼徐雪峰 又看向其他人 心中感动的同时 又有些愧疚 她对徐雪峰说道 雪峰姐姐 你们不该跟着我一起冲动 旭月轩毕竟是 明孔学院最好的学堂 你们这样做 会耽误自己前程的 她事无所谓 不愿连累其他朋友 在看到秦岚和杨天孝 玉酒梨皱了皱眉 她没想到 入学第一天 就被她打惨的秦岚 竟然也跟了出来 对秦岚的印象 也突然没有一开始那么差 她对秦岚道 秦公子 你不该出来的 秦岚见玉酒梨对她态度 没有一开始那般咽起 心里乐开了花 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接收到莫流伤冰冷的视线 顿时收敛笑容 嘿嘿 本公子在哪个学堂上课 都是一样的结果 有个位高权重的爹 在学院就是混日子 找媳妇 穆清武 努了努嘴 心道 还不是因为有个位高权重的爹 果然神秘人气死人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二集 秦岚瞥见穆清武的表情和眼神 顿时不悦 喂 穆清武 你这是什么态度 穆清武给了秦岚一记白眼 让她自行体会 她不敢得罪莫流伤 秦岚还是敢挑衅两眼的 毕竟酒梨这么厉害 她有酒梨护着 莫流伤觉得周围的人太吵 冷声对己人道 明孔学院最高级的学堂 并非曲院 众人目光全都落在莫流伤身上 等着她开口 莫流伤直接说道 掌月阁 这次连玉酒梨也好奇不已 狐疑的目光盯着莫流伤 问 掌月阁 为何我入学时 并没有听过 还有个掌月阁 穆清武和杨天孝及秦岚 同时点头 同意玉酒梨的问话 叶青一脸镇定地站在一旁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徐雪峰见状 笑道 莫公子的意思 我们离开了去月轩 可以去掌月阁上课 嗯 太好了 方才就看那个莫白老头不顺眼了 小酒椅子都没有暖热 就开始找茶 说完 不愿挪嘴 表达自己的不满 玉酒梨看向徐雪峰 眼神示意他自己没事 莫流伤提醒几人 掌月阁里今日整修 明日一早开课 明天也会有其他一部分学生 转入掌月阁 今天就先回去休息 回到寝室的玉酒梨躺在床上 表情看起来有些委屈 宝石站在窗前 不停地喊着玉酒梨的名字 玉酒梨转眼看着宝石 提醒他 闭嘴 别喊了 宝石瞬间闭口 徐雪峰回去自己的寝室 放了课本 便跑来玉酒梨的寝室里串门 他站在窗前逗着宝石 见玉酒梨发呆 回头问道 小九 在想什么 玉酒梨看也没看徐雪峰 随口应道 莫流伤 徐雪峰僵住 玉酒梨则正住 他猛地坐起身看向徐雪峰 眼珠子转了转 方才我说什么了 雪峰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是我想的哪样 小九 你脸蛋都羞红了呢 老实交代 你跟莫公子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小九 从我们入学院 我就觉得莫公子对你和其他人不同 经过这些天的观察 我发现他对你和对别人 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还有他看你的眼神 嗯 怎么说呢 很深情 很专注 玉酒梨心脏 莫名地砰砰直跳 他眼浅微垂 徐雪峰的话 就在脑海中回旋 片刻后 玉酒梨小声道 雪峰姐姐 你肯定是误会了 话音刚落 敲门声传来 玉酒梨看了一眼徐雪峰 徐雪峰饶有意味地 对玉酒梨仰起嘴角笑了笑 他比玉酒梨先移不上前 打开了房门 徐雪峰看到莫流伤的那一瞬 回头对玉酒梨笑道 小九 我忘了还有事要处理 就不陪你了 说完 对莫流伤微微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便急不离开 玉酒梨还想叫住徐雪峰 谁知徐雪峰 早已经一溜烟 没了人影 玉酒梨轻舒了口气 看向莫流伤 问 有事 他也不客气 将玉酒梨的寝室 当成了自己的寝室 直接大步走了进来 宝石很有眼力见地 直接飞到莫流伤肩膀上 喊着 想你 想你 玉酒梨瞄了一眼宝石 视线撞上莫流伤的 他起背一将 瞬间收回视线 有些不自在地走到桌前 拉开椅子 坐 莫流伤坐下 玉酒梨坐在他对面 脑子里全都是徐雪峰 刚才说过的那些话 玉酒梨觉得耳根有些烫 尤其是看到莫流伤时 莫流伤本想问 玉酒梨要不要出去逛逛 见他耳根通红 他挑眉问道 怎么了 身子不舒服 没有没有 这个房间有点热 我去开窗户 房间很热 为何 我没有感觉到 房间敞开的那一瞬 一股微风吹来 玉酒梨整个人 瞬间清醒了不少 他回头 看着莫流伤的方向 问道 你找我有事啊 嗯 下午不用拒绝他 要不要出去走走 玉酒梨想拒绝 结果大脑不听使唤 随口就应了下来 玉酒梨本想着 叫上徐雪峰一起 结果徐雪峰说 他已经答应了东方泽 去皇宫看萧绿 无奈 玉酒梨又去隔壁寝室 找穆清武和叶清 结果穆清武说 叶清身体不适 需要他照顾 最后 玉酒梨只好跟 墨流伤两个人 一起出了学院 为了避免尴尬 他专门戴上了宝石 以为有宝石在 就不会觉得不自在 谁知 戴上宝石后 才发现 自己给自己找了个麻烦 两人走在大街上 宝石听见路人 提到相公夫人 便跟着学 学会了以后 就站在玉酒梨肩膀 不停地喊 墨流伤 相公 玉酒梨 夫人 墨流伤 倒是很享受宝石 这么喊着 玉酒梨一脸郁闷 他觉得 一定是自己想多了 才会将宝石的话 联想到 他和墨流伤身上 偶尔会瞪一眼宝石 提醒他 不准乱喊乱叫 宝石安分一会儿 又开始不停地喊着 引来无数过路人 羡慕极度的目光 玉酒梨专注与宝石较量 墨流伤健壮 眼里一抹柔和的光闪过 他觉得 小丫头有时候 聪明地像个大人 现在他这种 纯真可爱的模样 才是他本该有的样子 很动人 突然 前面一阵骚乱传来 墨流伤视线 落在朝这边 狂奔而来的马车上 快闪开 闪开 只见车夫 瞪大双眼 一脸惊恐地 冲大街上的人群喊着 而马车 直接朝玉酒梨的方向 冲了过来 墨流伤来不及多想 长臂一捞 直接落在 玉酒梨腰部 猛地将它 勾进自己怀中 两人瞬间 腾空而起 在半空中旋转 这一刻 如镜纸一般 玉酒梨满脸震惊地 看着墨流伤那张 冰冷俊美的面孔 看到他 牟底腾生的杀气 他的双手 抵在他胸前 因为无处安放 有些不自在 甚至 有些许紧张 他甚至能感受到 他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很快 墨流伤一只手 护着玉酒梨 另一只手中 一根银针滑落在他指尖 他沉声提醒玉酒梨 抱紧我 玉酒梨正了片刻 还未反应过来 只见墨流伤 突然往一旁的屋顶上落去 玉酒梨本能地伸出双手 紧紧地抱着墨流伤的腰部 脸蛋缓缓靠近 墨流伤的胸口 紧贴在他的胸膛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三集 墨流伤垂眸看了一眼怀里的小丫头 手里的银针朝那匹狂奔的马脑袋飞去 转眼 马车停下 车夫从马背坠落 滚到一旁店铺门口 生死不明 而那只发狂的马儿 也已经倒地不起 马车被掀翻 大街上惨叫声连连 墨流伤与玉酒梨相视一眼 他抱着玉酒梨落在马车前 瞥了一眼地上的昏死过去的马儿 又看了一眼马车 里面并没有人 车夫不知什么时候醒来 他连滚带爬的来到马车前 看着昏死过去的马儿 又看了一眼已经摔散架的马车 本就瘦骨如柴的脸上 没有一丝血色 他整个人瞬间瘫坐在地 双眼含着泪光 声音沙哑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话音落 缓缓回头 抬眼看着玉酒梨 转了个身 艰难跪地 玉酒梨被车夫的动作吓了一跳 他急忙往后退了一步 险些被身后的人绊倒 墨流伤眼疾手快 还住他的腰部 低声提醒 小心 玉酒梨敏纯 对墨流伤微微点头 表示感谢 他转眼看着车夫 老伯 你这是做什么 姑娘 方才 这么二也不知为何突然发狂 险些撞伤你 小的 实在该死 说完 又看了一眼四周 倒地不起的那些路人 对他们每个人都磕个头 做完这一切 车夫起身 脑袋对着马车 直接撞上去 玉酒梨见状 惊叫一声 啊 老伯 墨流伤突然出手 一记掌风将车夫拦住 车夫一个不稳 直接被甩了出去 倒在地上 玉酒梨急忙上前将车夫搀扶起身 询问了情况才得知 车夫原来是李府的下人 今天 拉着李染儿来接上那家有名的医馆 检查身子 顺便出来逛街 方才 李染儿突然要下车 说是想自己带着丫鬟去逛逛 便让车夫在路边候着 谁知李染儿下车没一会儿 马儿就突然发了风似的 朝前方奔去 玉酒梨和墨流伤相视一眼 两人心知肚明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车夫抹着眼泪委屈地道 姑娘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又想救我 只是 我摔上了府中的马儿 又毁了马车 没法跟府里交代 李大人 他不会放过我的 与其 死在李大人手中 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 就当是给这些 被我撞上的百姓们 还不是了 说完 深深地叹了口气 抹了一把泪涕 云海国竟然有 如此无法无天的瓜 玉酒梨皱眉 不过 想到自己被李染儿 欺负的事情 这些也就想得明白 他将车夫搀扶起身 对他笑道 这是马的问题 跟你没关系 说着 玉酒梨走到马儿面前蹲下 闻到一股刺鼻的香味 他眼瞼微垂 眼神暗了暗 果然有人对这匹马 动了手脚 这边 李染儿 站在胭脂铺里 他偶尔朝外面望去 问门口的丫鬟 你们两个 给本小姐好好盯着 那个玉酒梨若是死了 记得提醒我 两个丫鬟 相视一眼 窃窃的 窃窃地点了点头 李染儿 一瘸一拐地走到另一边 认真地挑选着 胭脂水粉 心里美美地想着 再过十日 自己差不多 就能去学院上学了 这次 他为了齐白莲 差点就被墨流伤废了 他相信 齐白莲 定然心里 记着他的好 将来 一定会在 齐国公面前 给他爹爹 说好话的 挑选好 腌制水粉后 丫鬟进来 接过礼盒 跟着李染儿 一起出了铺子 三人刚出门 就看到熟悉的人影 朝这边走来 李染儿先是一症 随即恢复如常 我怕什么 又不是我撞人的 收回视线 一脸羞涩地 偷瞄了一眼墨流伤 转眼看向玉九黎 许是被墨流伤 伤得太重 心里多少有些阴影 对墨流伤 仍旧有些害怕和忌惮 玉九黎看着李染儿 开口问道 为何要害我 谁要害你啊 你需要污蔑人 这么多人看着呢 我一直在这家腌制铺 都没有离开过半步 我如何能害你 众人看了一眼 李染儿那巨大的体型 便不想多说一句 玉九黎冷眼瞪着李染儿 他身上有那匹马身上的香味 虽然被腌制铺里的香味遮住 但仍旧能闻到 玉九黎突然闪到李染儿面前 李染儿还未反应过来 身上那包药 就被玉九黎夺走 玉九黎打开药包 刺鼻的香味扑鼻而来 李染儿阻止 已然来不及 他看了一眼 站在玉九黎身旁的墨流伤 见他沉默不语 急声对玉九黎道 玉九黎 你还给我 话音落 直接扑上去抢夺 玉九黎动作敏捷地 往后退了一步 又一次落进墨流伤怀中 玉九黎无语至极 男人低沉邪魅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小心 玉九黎有些无地自容 他觉得自己像极了传说中的 头怀送抱 送了还不止一次 足有三次 耳边一阵温热的呼吸传来 玉九黎脑袋有些发麻 李染儿就要靠近两人时 墨流伤冷眸突然扫了过去 与他方才看玉九黎时的眼神 截然相反 此刻 他的眸底带着几分杀气 表情冷漠阴郁 而李染儿接收到 墨流伤那冰冷的视线 吓得险些亮呛一步摔倒在地 好不容易站稳了身子 整个人神经紧绷在一起 警惕地看着玉九黎的方向 想到那天被墨流伤打伤后 那晚黎府突然来的那几个神秘人 想到他爹爹跪在地上 不停地对那几个人叩手求饶 李染儿至今心里都有些害怕 玉九黎冷眼看向李染儿 对他说道 我跟你无怨无仇 我刚入学院那天 你就跑来我寝室找事 没想到七天过去 你又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害我 李染儿 你当真以为我玉九黎好欺负 李染儿震住 一开始听齐白莲的话 他以为玉九黎是个软柿子 所以就去找玉九黎麻烦 为齐白莲出气 只是没想到 当时墨流伤会插手 方才看到玉九黎和墨流伤站在一起 他心里妒忌 不由自主地想要教训玉九黎 正好他身上平时就带着一些害人的药 以为自己方才做得天衣无缝 谁承想 玉九黎竟然又躲过了 李染儿心里七上八下的 缓缓抬眼看向玉九黎 急忙解释 这都是误会 我没有要害你 这是什么东西 你比我清楚 你故意拿他撒在那匹马身上 马儿闻到这种刺鼻的味道 就会兴奋发狂 李染儿 方才你就看到我就在大街上的对吗 玉九黎 你少许口喷人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四集 玉九黎拿着李染儿身上的药 突然来到李染儿面前 他将药包打开 直接掐住李染儿的嘴巴 将药粉全都倒进李染儿口中 就在此时 宝石不知从哪儿呼闪着翅膀飞来 落在墨流伤肩膀 他冲李染儿一直叫着 坏人 坏人 李染儿因为身上的伤 所以没有力气反抗 他拼命地挣扎 试图紧闭上自己的嘴巴 只是玉九黎下手太重 他根本无法抗拒 这是李染儿头一次 对一个女子产生这种恐惧 看到玉九黎那张冷漠的脸 凌厉的眼神 李染儿险些将他当成了墨流伤 这种气场太像了 他双眼带着几分哀求 别过脸躲闪 求玉九黎饶了他 玉九黎怎么啃 他将一包药全都倒进李染儿口中 又将他的嘴巴合上 猛地松开 冷哼一声 退后了两步 来到墨流伤身旁 李染儿被呛得不停咳嗽 嘴角还残留着白色的药粉末 因为浓烈的药味 李染儿呼吸有些困难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看着玉九黎的方向 他的两个丫鬟 吓得急忙来到李染儿身旁 为他拍打后背 小姐 您怎么样了小姐 玉九黎站在一旁 冷眼看着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那两个丫鬟见状 急忙来到玉九黎面前 跪地求饶 姑娘 我家小姐知错了 请我姑娘放过 我家小姐 玉九黎不理会 那两个丫鬟 看了一眼墨流伤 墨流伤会议 与玉九黎转身离开 宝石不停地喊着 该死 该死 李染儿没想到 玉九黎就这么走了 他不停地喘息 表情格外痛苦 两个丫鬟 吓得惊慌失措 哪里还知道去请大夫 周围的人方才 也听到了 李染儿和玉九黎之间的对话 知道这次的意外 是因为李染儿 所以也没人上前帮忙 就在此时 李府的车夫 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他从身上拿出一瓶药 递给李染儿 小姐 这药 是晓得曾经 遇到一个神医赠给我的 那神医说 这药 可解百毒 他是照着玉九黎教他的说的 话还未说完 药瓶就被李染儿夺走 李染儿将药 全都送进口中 很快 那种窒息感 便消失不见 李染儿激动地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裳 看着四周围观的人群 给了众人一记冷眼 所有人都散开 他看了一眼车夫 瞥见远处 李府的马车 摔得七零八落 最后 不悦地说道 看在你救了本小姐的份上 本小姐就不跟你计较了 去叫那马车过来 回府 那车夫急忙应了一声 匆忙离开 去寻马车 这么一闹 玉九黎也没什么心情逛街了 所以便与莫留商 一起回了学院 回学院的路上 莫留商好奇地问 为何要给那车夫解药 那车夫是无辜的 方才你也看到了 他的态度 就是要么死在李府 要么自己撞死在大街上 我这么做 只不过是想帮助他 他不用死在李府 也不用死在大街上罢了 李染儿虽然要害我 但他终究没有得逞不是 方才那口药 怕是他以后见了我 也得躲得远远呢 说到这里 玉九黎嘴角不自觉扬起 莫留商听到玉九黎 那银铃般的声音 带着几分得意 见他鬼灵精的模样 目光也柔和了不少 方才这丫头的气势 确实有些吓人 黎染儿虽然没脑子 但他怕死 相信以后也不会再出现在局院了 不过 李府 该让他们找点记性 收回视线 莫留商瞥了一眼此刻 正在玉九黎肩膀上 打盹的宝石 眉头微醋 淡淡开口 方才 你去哪了 玉九黎正住 郑玉开口问莫留商什么意思 就见他肩膀上的小东西 一个不稳 险些滑落 他扑上着翅膀站稳后 圆圆的眼睛朝四周望去 装哑巴 玉九黎见状 忍不住眼嘴吃笑出声 莫留商看到小丫头 如此开心的模样 薄唇微微扬起一抹浅笑 回到学院后 玉九黎和莫留商 各自回去了自己的寝室 玉九黎换了身干净的衣裳 做了一块很可爱的木板 挂在房门外 木板上写着 以睡勿扰 他看了一眼 很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房门关好 直接躺在床上 想着今天发生的事情 夜里 玉九黎还在屋里睡觉 莫留商这已经是第三次过来看他 见房门仍旧紧闭 那块好看的木板挂在房门口 莫留商指付 青触上面的字 拇指轻轻磨缩 他眸光威灵 心想 这块木板 怕是小丫头专门为了我做的吧 真是用心啊 想到玉九黎下午没有吃东西 莫留商还是不顾那块木板 敲了敲门 玉九黎睡梦中 听到敲门声 他有些烦躁地蹴了蹴眉 轻柔着轻松地睡眼 缓缓起身 长发凌乱不已 玉九黎没有理会 他眯着双眼下了床 吃着脚来到房门口 像是还在睡梦中一般 不悦问的 谁啊 莫留商没有回答玉九黎的话 又敲了敲门 玉九黎猛地将房门打开 莫留商就站在房门口 两人同时正中 玉九黎反应过来 急忙垂眸往自己身上看去 他瞬间松了口气 还好 他没有穿娘亲给他送的睡衣 玉九黎突然觉得 自己有些莫名其妙 为何自己要害怕莫留商 为何会在意 是否穿了莫留商 不喜欢的衣裳 就在玉九黎发呆的时候 莫留商低沉的声音 从头顶传来 去换身衣裳 一起出去吃饭 玉九黎猛地抬眼 看了一眼莫留商 对他眨了眨眼 直接将莫留商 关在房门外 迅速换了身衣裳 穿衣服的时候 玉九黎眉头微拧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忽略了什么 衣服穿好 他将头发随便挽起 学他娘亲的方法 缠了个丸子头 头发收拾好 玉九黎眸光突然亮了 对了 手 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 当时莫留商是右手揽着他的腰部 左手还用了银针处理那匹疯狂的马儿 他当时的情况并不像是受了伤的样子 敲门声打断了玉九黎的思绪 回过神 玉九黎直接出了房间 他狐疑的目光 瞥了一眼莫留商的右手 莫留商察觉 右手动了动 不自在地放在背后 玉九黎眯了眯眼 突然冲到莫留商身后 抓住他的右手 男人闷哼了一声 原本被裹着的纱布上 有鲜红的血渗出来 莫留商白天就玉九黎的时候 确实忽略了 自己的手还受着伤 便是记得 他也会奋不顾身去护他 惦记他会饿 所以也忘了自己受伤的手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85集 玉九黎看到那刺眼的鲜红石 正了片刻 缓缓抬眼看向莫留商 你的伤严重了 无碍 玉九黎心里有些愧疚 方才他竟然还怀疑莫留商 他对莫留商道 先去我房间 我给你换药 不用 先去吃饭 先换药 莫留商宁不过小丫头 最后只好跟着他一起进了房间 宝石眯着双眼 站在窗台打盹 莫留商坐在桌前 看着玉九黎忙碌的背影出神 很快 玉九黎准备好所有东西 来到莫留商面前 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手上的纱布 一点点解开 这次比上次动作要轻柔很多 那双清澈的眼睛紧盯着伤口处 生怕碰疼了他似的 莫留商嘴角一抹笑意转瞬即逝 任由玉九黎处理 很快伤口处理好 玉九黎一边收拾药瓶 一边叮嘱莫留商 这伤口恶化了 这两日每天都要换药 若是你有空就来我这儿 若是你下午还没来 我去男子寝室找你给你换药 语气很坚定 不容莫留商拒绝 莫留商也没想拒绝 心里高兴 饶有意味地 看着表情有些不悦的玉九黎 问 前两日你说两天换一次便可 我是大夫 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莫留商愣了片刻 看到小丫头跳脚的模样 忍着笑意一脸认真的应当 听大夫的 好了 我们出去吃饭 莫留商失血过多 得吃些有营养的补补 莫留商起身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收回视线 与玉九黎一起离开了学院 此时 云海国皇宫 玉绝尘和萧云逸 坐在殿外凉亭中下棋 白洛和商严 坐在池塘边聊天 商严看着白洛 有些不舍 你真不打算多玩几日 白洛将手里的鱼石 扔进池塘里 转眼对商严说道 我和陈已经来云海国三天了 也该回去了 小九现在在鸣孔学院上学 以后我和陈免不了会经常过来 商严拉着白洛的手 轻叹了口气 看着池塘里的鱼儿沉默不语 白洛见状好奇地问 商严怎么了 你有心事 商严犹豫了片刻 将萧云逸那晚跟他说的事情 跟白洛说了一遍 白洛听了商严的话 回头看了一眼萧云逸的方向 正好与玉绝尘的视线撞上 玉绝尘那双炽热的眸子 盯着白洛 眸底柔光闪过 白洛回笑 收回视线对商严道 你怎么想到 绿儿都已经这么大了 我若是再生 她怕是会对我有误会的 白洛知道 商严是从骨子里疼消虑 同为女人 她心里自然也清楚 商严是多么渴望 能拥有自己的孩子 平日里的商严 总是一副强势的样子 也只有在她这里 跟她聊天 才会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 展现出来 再强势 到最后 她仍旧是一个 需要人心疼呵护的小女人 白洛抓起商严的手 安慰她 若是想要 现在还来得及 绿儿已经十四岁了 她已经懂事了 有些事情 你跟她好好说 她会理解 再说 绿儿的脾性 你比我们都清楚 虽然平日里 总跟你作对 跟你斗嘴 但她是真心拿你 当娘亲看待的 你和绿儿一样 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我再想想 谢谢你 陆儿 我们之间 还需要说这种客套话 你若是需要什么 让人送信到贤王府 能帮得上的 我一定尽力 商严 闽唇一笑 轻轻摇了摇头 两人又聊一会儿 白洛知道 商严有心事 所以 看了一眼 玉绝尘 玉绝尘会议 赢了最后一局 便起身 借口困了 带着白洛离开 两人走在小道上 玉绝尘 好奇地 看了一眼白洛 问 洛儿有心事 没有 没有心事 为何一副 心事重重的模样 他太了解 他的洛儿了 心里有事 都写在脸上了 说完 将白洛 揽进自己怀中 柔声问 洛儿不打算 跟我说吗 声音 低沉 急剧磁性 白洛脑袋 靠在玉绝尘胸膛 听着他 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答非所问 小晨晨 我很庆幸 此生遇见了你 啊 商言和 萧云医的事情 有时候看到 他们两个人 会想到我们 我在想 若是你当初 选择做了皇帝 会不会和 萧云医一 话还未说完 就被 玉绝尘 用嘴巴堵住 白洛瞪大眼睛 看着面前男人 那张俊美的容颜 转眼 玉绝尘从他 唇边离开 薄唇清起 永远都不会 发生你想的事情 洛儿 你记住 我们注定 生生世世在一起 所以没有任何人 能将我们分开 若是我真的 选择了做皇帝 那么你便是 后宫 唯一的女主人 是我唯一的妻子 白洛那双清澈的眼睛 泛起一层薄薄的水雾 唇瓣微抿着 紧紧地抱着 郁绝尘的腰部 点了点头 硬道 嗯 尘 我记住了 有你真好 虽然萧云医 对商言的爱不假 可是 他接受不了一个男人 拥有后宫三千家力 接受不了一众女子 为了皇帝 争风吃醋 而与我诈 更接受不了一群女人 共事义夫 说他自私也好 说他妒忌也罢 他只想与自己心爱的人 长相厮守 白头偕老 抱着郁绝尘腰部的手 突然收紧 郁绝尘感受到 小女人情绪的变化 宠溺一笑 他垂眸 轻轻吻了一下 白洛的头顶 邪魅的声音道 洛儿知道为父的好 是否能给为父一些奖励啊 白洛正开郁绝尘 圆圆的眼珠子转了转 小声提醒 这里有人呢 郁绝尘你不害臊 我跟自己的夫人调情 有什么可害臊的 洛儿 为父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什么话 郁绝尘嘴角扬起 微微俯身 凑到白洛耳边 细语酥媚 为父突然发现 洛儿越来越 郁绝尘 故意停顿了一下 见白洛目光扫来 开口硬道 越来越惑人了 话音刚落 便直接将白洛横抱起 白洛尘叫一声 提醒郁绝尘 小辰辰 快放我下来 洛儿多久都没有这么叫过我了 好 你先放我下来 到手的猎物 你觉得猎人会放过吗 郁绝尘 你说谁是猎物 说着 郁绝尘已经将人抱回了寝宫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六集 郁绝尘将白洛 小心翼翼地扔在床上 掌风带上了大殿外的房门 白洛仰面躺在床上 呼吸有些急促 他脸色飞红 紧盯着郁绝尘 宛若情窦初开的少女 浑身散发媚人的香气 郁绝尘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的小女人 明明 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已经十四岁 可是他的洛儿 却仍旧和少女一般 可爱 俏皮 灵动 漂亮 骨子里又透着几分妩媚 妖娆 每次看到他脸蛋 泛起的那抹红韵 看到他 那双清澈灵动的双眼 他的心便不受控制地 想要吃了他 想要将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与他血骨相容 白洛见郁绝尘盯着自己发呆 他小声叫了一声 小沉穿 郁绝尘收回视线 长袖一挥 床杖落下 他微微轻身 压住白洛那纤细的身子 一只手撑在他脑侧 另一只手落在他的耳垂 指腹在他耳垂轻轻摸缩 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低哑性感地声音道 这种时候 洛儿还有心思想别人的家事 白洛想说的话 全都被郁绝尘的话堵了回去 正在愣神 唇半一阵微凉 郁绝尘攻略成池 不给白洛一丝喘息 说话的机会 他将白洛捞进自己怀中 一个反转 白洛趴在郁绝尘身上 他护着他 掐着他的细腰 在他耳边道 现在 我是洛儿的利物 任由洛儿处置 小沉沉 这是你说的 此时 萧绿书房 玉灵涵 手里拿着一本古籍 认真地看着 偶尔 那对乌黑浓密的眉毛 会微微促起 一阵脚步声传来 玉灵涵听到熟悉的声音 迅速将那本古籍放回原处 凌厉的双眼 瞥向四周 最后 身影迅速地站在 角落书架后 书房门被人打开 萧绿的声音传来 进来吧 你想干什么说 直接在里面找 萧绿站在书房门口 视线落在徐雪峰身上 他没想到 今天下午徐雪峰和东方泽 会入宫看他 问了东方泽才知道 原来是小九在学院 受教书先生欺负了 后来 又是因为墨流伤 他们才停课一天 方才 本想着一起出宫 去找小九 结果东方泽却说 有事找玉灵寒 让他先跟徐雪峰聊一会儿 萧绿不懂 但徐雪峰清楚 东方泽这么做 是故意给他 和萧绿独处的机会 徐雪峰抬眼看了一眼萧绿 敏纯对他点了点头 越过萧绿身边 进了书房 房门质押一声响 随后紧闭 徐雪峰挤被僵住 随即反应过来 有些心不在焉的 在对面的书架上 胡乱翻掌 平日里 萧绿和徐雪峰 两个人独处 总会忍不住斗嘴 徐雪峰一提到萧绿 看他沐浴的事情 两个人就追着打 但自从徐雪峰和萧绿那天 将话说开了以后 两个人便没有再独处过 这是第一次 气氛有些僵硬 徐雪峰心不在焉地找书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 眼前的书籍看了一眼 又抬眼看着上面 鸽架上的 最后 视线落在一本 有关剑术的书籍上 徐雪峰眸光一亮 踮起脚 试图去拿那本书 萧绿看着他的背影 想上前帮忙 又怕徐雪峰骂他 所以只好站在原地 暗处 玉灵寒清领的目光 落在两人身上 转眼瞥了一眼 书房门口的方向 无奈 只好暂时躲在暗处等着 徐雪峰手指 已经碰到那本书 只是 怎么都拿不到 心里有些着急 但也没有回头看萧绿一眼 没有求助他帮忙 萧绿想到 以前与徐雪峰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是大小姐脾气 根本没有将他这个太子 放进过眼里 要什么 都是冲他喊一声 他像个小弟似的去做 现在他宁愿一个人努力 去得到自己想要的 也不会多看他一眼 让他帮忙 萧绿头一次觉得 这个女人变了 变得冷血无情 他忍不住问 要帮忙吗 不用 我自己可以 像是怄气似的 突然纵身 终于抓住了那本书 只是因为力道过大 撞到了书架另一侧 突然 书架顶部的书籍 和其他摆放着的事物 全都从徐雪峰头顶砸了下来 玉灵寒剑撞 掌心凝聚内力 正欲出手 谁知有人比他快了一步 玉灵寒剑是消虑 急忙收回手 一脸平静地看着 萧绿不知何时 突然冲到徐雪峰身后 低声喊道 小心 话音刚落 一把环住徐雪峰的腰部 两人转了一圈 直接避开了 砸下来的书籍 所有东西花花落地 玉灵寒剑撞 眼瞼微垂 突然出手 掌风直接朝书架上打去 萧绿和徐雪峰 好不容易躲开 砸下来的书籍 听到什么东西 咯吱响 猛地抬眼 只见徐雪峰背后的书架 朝他们这边缓缓压了过来 萧绿心中一紧 直接将徐雪峰扑倒 两人滚到房门口的方向 砰的一声响 外面一阵急促的声音传来 太子殿下 此时 萧绿压在徐雪峰身上 与他紧贴在一起 听到声音 低声道 本宫没事 都退下吧 外面很快没了动静 萧绿仍旧压着徐雪峰 双手撑在他肩膀两侧 两人离得很近 徐雪峰盯着面前的少年 心跳莫名加快 萧绿看着徐雪峰 喉结滚动 他缓缓垂眸 视线落在徐雪峰 那张烟红的嘴唇上 脑子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闪过 萧绿忍不住 缓缓低头 朝徐雪峰的唇绊凑凑了过去 此刻的他 就像偷食禁果的孩子 想要品尝 他柔软香醇 心里却紧张不已 他喉咙有些干涸 一点一点地凑近 徐雪峰此时也格外紧张 浑身僵硬 他甚至能感觉到 萧绿温热的口气 喷洒在自己脸上 小心翼翼地闭上双眼 睫毛微微颤抖 萧绿见状 心中一喜 他咬着牙 猛地贴住了徐雪峰的唇 就在这一瞬 徐雪峰突然睁开双眼 萧绿吓了一跳 顿时恢复理智 羞地从徐雪峰身上下来 他迅速站起身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袍 有些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 语无伦次地说道 呃 那个你 你先找 我出去叫人 把这里收拾一下 说完 不等徐雪峰开口 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 房门打开 萧绿大步走了出去 留下徐雪峰一个人 站在原地发呆 他呆呆地盯着 房门口的方向愣神 缓缓伸出手 摸了摸自己的唇绊 回想到方才萧绿的表情 徐雪峰心中无畏杂陈 哪里还有心思待在书房 他有些失落地 跟在萧绿身后离开 只是 他直接离开了皇宫 而萧绿 则一个人去了御花园的方向静心 御灵寒 这才从暗处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地上乱作一团的书籍 逆了一眼 自己方才看过的那本 冷着一张脸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87集 明孔学院对面的客栈 已经成了御九梨经常去的地方 御九梨来这里最主要的理由便是 这里的厨子做的饭菜可口 与墨流商点了一些特色菜 很快饭菜上来 御九梨将筷子递给墨流商 墨流商左手去接 还未接住 御九梨却将筷子收了回去 拿了一把汤匙递给墨流商 墨流商不解挑眉 御九梨应当 你的用手不方便 用汤匙好点 墨流商很想说 自己左手会用筷子 见御九梨如此 她没有开口 接过汤匙 慢条斯理地吃着 就是有些别扭 御九梨看着桌上 不能用汤匙咬到的菜 她都会重新拿起一双筷子 夹起来送到墨流商碗里 墨流商看到小丫头 还有如此细心的一面 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宠溺之笑闪过 认真吃着御九梨 夹给她的每一道菜 御九梨夹着夹着 也忘了 到底是用了自己的筷子 还是用了另一双 两人吃完准备回去 墨流商提议 出去走走再回 御九梨则没有拒绝 对了墨流商 你提到的那个掌月阁 是学院新成立的吗 掌月阁两年前 学院高层都已经在筹备 只是因为一些琐事被耽搁 金入院长还提起此事 没想到正好被你们赶上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学生 学院里的事情 你似乎了如指掌 墨流商眸光威力 觉得小丫头倒是观察得细致 聪明 她饶有意味地 看着她那双天真的眼睛 你觉得在明孔学院里 待了整整三年的人 对学院了解到这种程度 不正常 是啊 我怎么将这茬事给忘了 师兄说的是 叫名字便可 若是你将姓氏去了 我也不介意 玉九黎脑子里 突然冒出来一个流商 瞬间又将那两个字拍飞 玉九黎对墨流商微微一笑 还是叫你莫流商吧 毕竟他们不是很熟 叫流商太过亲切 他有些不习惯 莫流商听了玉九黎的话 没有多言 无奈挑眉 跟在玉九黎身后 两人在学院附近的小道上散步 莫流商一直都很安静 每次都是玉九黎回头 跟他说几句 找话题 而莫流商则又嗯回应 玉九黎觉得无趣 便一个人继续在前面走 只是走着走着 玉九黎想起什么 突然转过身看着莫流商 一边往后倒着走 开口问 莫流商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你问吧 我们 是不是在哪见过 莫流商正了片刻 小丫头已经问过他第二次了 不记得 玉九黎挪了挪嘴 直直地盯着莫流商看 脑子里有一抹暗影 转瞬即逝 抓都抓不住 太过出神 也没有注意身后 脚下被什么绊了一下 玉九黎整个人仰面朝后倒去 本能地惊叫一声 耳边 男人低沉的声音传来 小心 莫流商将玉九黎 一把捞进自己怀中 两人相对而立 身子紧贴在一起 玉九黎心脏砰砰直跳 每次他靠近自己 自己心里都会如此紧张 感受到头顶洒下来的呼吸 急忙别过脸低下头 莫流商见状将玉九黎缓缓松开 问 有没有受伤 没有 谢谢 看到莫流商的手 他一脸担忧地问 你的手 喂 有你在 他不会有事 玉九黎正住 有些不自在地将耳边的碎发勾到耳后 回头看了一眼前面漆黑的路口 玉九黎对莫流商道 时候不早了 不如回去吧 莫流商点头答应 两人在路上走得很慢 到了学院门口 玉九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他急忙喊了一声 雪峰姐姐 雪峰还未进学院门 听到玉九黎的声音 猛地转身 看向玉九黎的方向 收回心思 脸去不悦的表情 强挤出一抹笑意 在原地等着 很快 玉九黎和莫流商来到学院门口 玉九黎看了一眼四周 好奇地问 雪峰姐姐 你一个人吗 泽哥哥呢 嗯 我先回来了 东方泽还在皇宫 说完 徐雪峰看了一眼莫流商 算是打招呼了 莫流商见状 对两人道 先回去再说吧 三人一起入了学院 莫流商直接去了 自己的寝室 徐雪峰则去了 玉九黎房间 徐雪峰坐在桌前 心不在焉地斗着宝石 手指总是落在 自己唇半上 满脑子都是在书房时 消虑亲吻他的场景 玉九黎一边给徐雪峰倒水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突然一个不吻 他手里的茶壶落地 小九 你没有伤到吧 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没事 雪峰姐姐 说完 玉九黎和徐雪峰 一起将桌上的水渍 处理干净 他又重新给徐雪峰 倒了一杯 玉九黎在徐雪峰身旁坐下 好奇地问道 雪峰姐姐 你怎么了 从见到你就一副 心不在焉的模样 小九 我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雪峰姐姐 徐雪峰将在宫里 发生的事情 告诉了玉九黎 包括被消虑亲吻的事情 话音刚落 玉九黎突然扑哧笑出了声 没心没肺的 徐雪峰眉头微拧 不解地看着玉九黎 玉九黎平静下来 对徐雪峰道 雪峰姐姐 是有什么对不起的 你和消虑可是定了娃娃亲的 我不该 我应该及时推开她的 对不起 绿哥哥对我来说呢 就像是我哥哥一般 虽然娘亲他们总是提起我们的婚事 但我没有想过嫁给绿哥哥 我虽然喜欢她 但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 徐雪峰心里也清楚 玉九黎对消虑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 但被消虑这么一亲 她心里总觉得对不起玉九黎 玉九黎见徐雪峰 是因为这件事发愁 她一边安慰着徐雪峰 一边对她的 好了雪峰姐姐 咱们不想这件事了 不过我很好奇 绿哥哥怎么会突然亲你呢 他是不是喜欢你啊 小景 你别瞎说 我怎么瞎说了 一个男子 亲吻一个女子 你说这不是喜欢是什么 再说了 绿哥哥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他为什么会突然亲你 他明明喜欢的是小景 或许 当时他一晃晒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八集 玉九黎见徐雪峰 脸蛋疼起的那抹红韵 饶有意味地看着她 小声问道 雪峰姐姐 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啊 徐雪峰脑子里 全都是萧绿的身影 想也没想 脱口而出 喜欢一个人 会无时无刻 都在担心她 想她 她开心时 你会跟着开心 她生气时 你会跟着难过 她说不喜欢你时 你的心会如刀割 茶分不思 茶分不思 见到她时 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都会烟消云散 她靠近你时 你的心脏会不由自己的 加速跳动 想要靠她更近一些 和她们 和她在一起时 和她在一起时 总觉得时间 如流水 想她一直陪在你身边 玉九黎呆呆地盯着徐雪峰 心里嘀咕着 她靠近你时 你的心脏会不由自己的 加速跳动 这种感觉 为何像极了 墨流声靠近我的时候 难道 我喜欢墨流声 不 这怎么可能 玉九黎瞬间 将这种可笑的想法拍走 徐雪峰说完 转眼看了一眼玉九黎 见她愣神 徐雪峰轻叹口气 看来小九 根本没有听进去我说的话 拿起水杯喝了口水 玉九黎回过神 开口对徐雪峰道 徐雪峰姐姐 那你对绿哥哥他 我对他没什么 说完 徐雪峰眼里一丝慌乱闪过 真的没什么 徐雪峰没有回答 玉九黎的话 但玉九黎从徐雪峰的表情里 却看出了他对萧绿的感情 不过绿哥哥和雪峰姐姐之间 真的有可能吗 这夜 玉九黎拉着徐雪峰陪他一起睡觉 所以徐雪峰没有回去自己的寝室 一日一早 两人起床 叫上了叶青和沐青舞一起去了膳房用膳 几人刚进膳房 膳房里所有人的视线扫来 沐青舞凑到玉九黎耳边小声道 九黎 瞧姐妹 他们现在很是羡慕我们呢 羡慕什么 当然是我们可以直接入掌月阁了呀 看到他们看咱们的眼神了吗 小九 我发现自从认识了你 我的后背都散发着金光呢 沐青舞的话 成功惹笑了平日里 不怎么言语的叶青 叶青也是头一次 这么佩服沐青舞的想象力 几人找了位置坐下 四周那炽热的目光还没有收敛 就在此时 一阵惊叹声传来 玉九黎隐约听到 有人提起墨流伤的名字 她看了一眼坐在自己对面的 徐雪峰和叶青 见两人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 心中郁闷 难道我又出现幻觉了 为什么自认识墨流伤后 脑子里总是会出现她的身影 正在出神 身边一股寒意袭来 玉九黎猛地一开视线 身旁不知何时已经换了人 而就在此时 叶青和徐雪峰 很有眼力见地起身去了林桌 穆青五也跟着走了过去 玉九黎还想说什么 结果就见厨子端来了石盘 亲自送了上来 玉九黎看了一眼离开的厨子 又看了一眼莫流伤 半赏没有反应过来 徐雪峰看到玉九黎的表情 忍不住眼嘴一笑 他们跟着玉九黎也沾了光 今天的饭菜 全都是有专人送上来 穆青五没有想太多 没心没肺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 他觉得今天的饭菜格外的好吃 并且菜量比平日里大了很多 将这一切归功于玉九黎 心里感激了玉九黎千万次 又认真地吃了起来 叶青看着穆青五的吃相 眉头微醋 莫流伤见几人都去了隔壁桌 他看了一眼玉九黎对面的空位 起身走到他对面坐下 也没有要动筷子的意思 玉九黎正住 回头看了一眼扫来的目光 莫名心虚 他感受到了浓浓的敌意 从四面八方扫来 急忙收回视线 拿起筷子心不在焉地吃着 见莫流伤端正地坐着没有动 玉九黎压低声音问 你不吃吗 不吃干嘛坐这儿 还将雪峰姐姐他们逼得 坐去了灵桌 莫流伤右手缓缓抬起 玉九黎险些被饭噎住 他瞪大眼睛看着莫流伤 那被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右手 想到这只手是因为救他才严重了的 顿时愧疚感腾生 急忙放下自己的筷子 拿起莫流伤的给他夹菜 放在他碗里 莫流伤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样怎么吃啊 汤匙呢 扫了一眼桌上 并没有汤匙 他转眼看向正在忙碌着的厨子 收回视线对莫流伤道 我去拿 你喂我 什么 我没听错吧 注目睽睽之下 我喂他吃饭 你不愿意 当然 不愿意 莫流伤垂眸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 犹豫了片刻缓缓抬起去拿筷子 结果被玉九里挡住 你做什么 吃饭 你知不知道你的伤口已经恶化了 但我要吃饭 男人一本正经地回答 没有一点毛病 玉九里无语至极 最后 无奈拿起筷子 夹着莫流伤碗里的菜 往他口中送去 这一幕 惊呆了膳房里所有人 就连那几个厨子 也朝这边偷瞄了几眼 他们此生 头一次看到自家主子 如此无耻的一幕 他的右手受伤了 左手同样能行动自如 叶青看了一眼 随即收回视线 当作没看到 徐雪峰注意到玉九里的表情 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慕青舞继续吃着自己的饭菜 一声不吭 莫流伤张嘴 玉九里怕洒在桌上 微微起身 身子往前倾去 莫流伤细细嚼着 心情似乎很好 玉九里见他盯着自己盘中的食物 皱眉 指着自己的食盘问 你要吃这个 嗯 玉九里想说 他刚才动过盘子里的食物 他不嫌弃吗 接收到男人的目光 玉九里毫不犹豫地加了一些给他 莫流伤慢条丝里地吃着 很享受 众人对于他们看到的场景 表示很震惊 冷傲孤僻独来独往 从不接触女子的师兄莫流伤 竟然跟玉九里坐在一起用膳 不仅如此 他还吃玉九里喂给他的饭菜 还吃了玉九里吃过的食物 角落里杨天孝眼里有失望 他知道自己怕是没机会再追求玉九里了 毕竟他输给了莫流伤 而莫流伤如此优秀的男人 又有哪个女子不喜欢 杨天孝收回视线 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吃着自己的饭菜 玉九里见莫流伤吃得差不多了 感受到那些犀利的目光扫来 他问 是好了 莫流伤敏唇点头 玉九里将自己盘子里剩下的饭菜 全都一扫而空 做到不浪费一滴粮食 几人吃完饭 便一起离开了膳房 而膳房里的人 这才逐渐恢复理智 看着空荡的座位 焦头接耳 纷纷议论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八十九集 玉九里和莫流伤 并肩走在通往学堂的小道上 徐雪峰几人都很有眼力见的率先离开 玉九里本想拉着他们一起 结果转眼便不见他们人影 无奈轻叹了口气 心里将几人付费了一遍 到了掌月阁 玉九里抬眼看着门头上的牌匾 那三个龙飞凤舞的字 很是入眼 莫流伤见状 垂眸看了一眼玉九里 开口问 怎么了 没什么 就觉得这几个字很好看 喜欢字 还是喜欢写字的人 都喜欢 他喜欢有才华的 从这三个字便能看出 写字的那个人 一定是一个 很自信沉稳的人 莫流伤嘴角擒着笑 与玉九里一起进了掌月阁 此时 徐雪峰 叶青 和沐青舞三人 已经坐在自己的位置 里面座位不多不少 正好二十个 分成了四列 叶青坐在靠墙的第一排 沐青舞坐在他身后 徐雪峰 则坐在沐青舞身后 玉九里看了一眼 徐雪峰身后的空位 正欲过去 被莫流伤叫住 过去坐那边 玉九里看了一眼 莫流伤手指的位置 正好在正中间第三列 他犹豫了片刻 跟着莫流伤走了过去 两人一前一后坐下 玉九里坐在第一排 而莫流伤则坐在第二排 片刻后 有学生陆续进了掌月阁 基本上都是陌生面孔 玉九里也没太注意 当看到萧绿和东方泽 还有秦岚进来的时候 玉九里眼里一抹惊讶滑过 随即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 他没想到 萧绿和东方泽 竟然也进了掌月阁 秦岚眼间 看到有一个空位 距离玉九里很近 急忙冲了过去坐下 险些一个不稳 将书桌推倒 萧绿见状无语至极 现在就剩下两个空位 一个在徐雪峰身后 另一个在木青五身旁 木青五身旁的位置 因为挨着墨流伤 所以还没有人坐 萧绿先扫了一眼 靠着墙的徐雪峰 见他并没有朝这边看 他转眼看向玉九梨 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大步走上前 只是玉九梨左右 都已经坐了人 萧绿轻了轻嗓子 对玉九梨身旁的人道 兄弟 行个方便 咱俩换换 那少年犹豫了片刻 摇头拒绝 萧绿无奈 又问玉九梨另一边的人 结果同样被拒 玉九梨见状 环视四周 最后 视线落在徐雪峰身后的空位上 他抬眼看着萧绿 对他道 绿哥哥 雪峰姐姐那边有位置 萧绿正住 他想和玉九梨坐一块 他亲吻徐雪峰的画面 在脑海中突然闪过 萧绿猛地回过神 喉咙一紧 现在想靠近小九妹妹 是不可能了 可若是坐在徐雪峰身后 犹豫了片刻 萧绿看了一眼 木青舞身旁的座位 虽然挨着墨流伤 但好歹能近距离接近小九 于是萧绿直接走了过去 只是他还没到 就被东方泽站了 东方泽抬眼看着萧绿 眼神示意他去徐雪峰那边坐 萧绿甚是无语 站在东方泽座位前正了片刻 心里轻变了口气 只好去了徐雪峰身后的座位 他刚坐下 教书先生便从外面走了进来 先生姓白与白洛同性 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穿着一身素色白袍 手里拿着一本书籍 剑步走了进来 白先生先将学堂规矩 说了一遍后 就开始拿着书籍 给在座的众人讲课 他声音低沉如中 炯炯有神的双眼 偶尔扫向众人 跟大家讲着 书里面有关治国的大道理 御酒离听得有些糊涂 莫名有些发困 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一只手撑着脑袋 眯着双眼 趁先生不注意便偷偷小气 萧绿一直盯着徐雪峰的后脑勺 琢磨着要不要戳戳他的后背 跟他打声招呼 毕竟昨天他亲了他 莫流伤似乎很认真的 在听白先生讲课 但偶尔 视线会落在前面那个 摇摇欲坠的倩影上 他俊眉微调 他这是困难 昨晚没睡好吗 莫流伤左侧 东方泽本在认真听课 谁知 一阵细细碎碎的声音 落入耳中 他听着声音寻去 最后视线落在左侧靠着墙 拿书遮住脑袋 偷偷吃东西的木青舞身上 东方泽眉头舒展开来 眼里带着笑 看着小丫头 他偶尔抬眼 朝白先生的方向望去 趁他不注意 便低下头将零食送往口中 然后狼吞虎咽地吃完 东方泽 饶有兴趣地看了许久 这是他头一次 见如此大方又不做作的女孩 就跟他的性格一样 直爽可爱 有些没心没肺 东方泽出神地看着 也忘了听白先生讲课 正在默默吃零食的木青舞 并未发现 自己被林桌的人盯上了 仍旧开心地 往嘴里偷偷塞零食吃 其他人也不知是否能听得懂 但都撑着脑袋 认真的盯着 站在讲台前的老者 秦岚脑袋枕在手臂上 侧着头 双眼紧盯着玉酒梨的侧脸 见他打盹的模样格外可爱 秦岚那颗蠢蠢欲动的心 瞬间融化 他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角 确定自己没有失态 他又继续盯着玉酒梨看 墨流伤察觉 转眼冷眸扫了过去 秦岚接收到那抹冰冷的视线 浑身一震 一个机灵瞬间坐起身 因为动作太大 也惊得玉酒梨瞬间清醒 玉酒梨本能反应 猛地站起身 正说得津津有味的白先生 看到有人突然站起来 他一脸懵撞 将书放在讲桌 看向玉酒梨 怎么回事 玉酒梨方才还迷糊的眼睛 瞬间变得清澈 急忙硬的 回先生 我没事 以后注意可堂戒律 坐下吧 玉酒梨微微敏唇 感受到所有人目光 都落在自己身上 他有些不自在地 低下头 缓缓坐下 墨流伤深邃的墨眸 落在玉酒梨 那泛红的耳垂上 小丫头 这是害羞了 木青武 回头看了一眼徐雪峰 两人相视一眼 同时看向玉酒梨的方向 见白先生没有再追究 两人也松了口气 就在此时 一个纸条 从墨流伤左侧飞来 墨流伤顺手抓住 将纸条拆开 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小九妹妹 别怕 哥哥在 哥哥 会保护你的 墨流伤脸色拉黑 眼神瞬间沉了下来 而坐在徐雪峰身后的萧绿 一脸焦急地 看着墨流伤的方向 小声嘀咕 墨流伤这是什么意思 竟然敢拦截本公子 给小九的安慰传书 心中气恼 又写了一张 揉成团后 直接朝玉酒梨的方向 砸了过去 结果还没反应过来 纸团不知为何 突然弹了回来 砸中了认真听讲的徐雪峰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集 徐雪峰一只手捂着脑袋 低头看了一眼脚下的纸团 心中好奇不已 难道是小九给我的 带着几分疑惑 俯身将纸团捡起 还没有打开 一个人影落入眼中 徐雪峰拿着纸团 缓缓抬眼 只见白先生 一脸平静地 站在他面前看着他 徐雪峰正住 身后消虑也僵住 沉默流伤就是故意的 白先生伸出手 缓缓开口 拿出来 纸团怕是小九扔过来的 若是交给白先生 那岂不是小九会被训斥 方才小九已经出错一次了 绝不能让他再出城 想到此 徐雪峰紧紧地攥着纸团 没有要给白先生的意思 白先生脸色沉了几分 这里是明孔学院最好的学堂 你们能见掌月阁 也说明了你们的实力 但是即便是你们成绩突出 也不能如此骄傲放纵 老夫的课堂 绝不容许任何人捣乱 若是不想听课 你可以离开 不要影响其他的学生 徐雪峰听了白先生的话 攥着纸团 正欲起身离开 却听见萧绿突然开口 先生 那是我写的 要出去 也是我出去 跟徐雪峰无关 白先生 相视一眼 两人一起起身出了掌月阁 离开时给了玉九黎一个安慰的眼神 表示他们很好 不用担心 两人出了学堂 靠着墙 站在掌月阁外的走廊 徐雪峰看了一眼 萧绿 开口说道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你没必要跟我一起承担 心里却有些感动 温暖 他没想到萧绿会为了他 跟先生那么说 猜测 他这是不是在维护他 萧绿听了徐雪峰的话 撇嘴 怎么跟我无关啊 这件事就是我干的 徐雪峰不解皱眉 看着萧绿一脸疑惑 萧绿压低声音道 那是我给小九妹妹传过去的 被目流伤截住 扔了过来 不小心砸到你了 徐雪峰听了萧绿的话 心里突然堵得慌 原来 我以为是萧绿给我的 结果却是萧绿给萧绿的 我以为萧绿是为了我 才故意跟先生那么说的 原来 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 心中苦笑 徐雪峰将纸团塞进萧绿怀里 往一旁挪了一些 尽量与萧绿保持一定的距离 萧绿正了片刻 上前问道 徐雪峰 你这是什么意思 干嘛躲着我 徐雪峰没有理会萧绿 别过脸 一开视线不看他 萧绿健壮 说道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跟你道歉 我并未放在心上 就当自己被狗啃了 后面的话声音极小 几乎是自言自语 结果萧绿却听到了 萧绿僵住 眨了眨眼看着徐雪峰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有些沮丧 徐雪峰 你骂我是狗 我好歹 我好歹也是云海国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 多少女子梦里都求着被我亲一口呢 这徐雪峰竟然骂我是狗 萧绿像是吃了千斤石头一般 喉咙格外的堵 徐雪峰抬眼 心里咯噔一下 我声音很大嘛 萧绿竟然听到了 只是 她方才并非有意这么说 只是因为萧绿的行为和语气 让她听着心里难受 所以才付费了一句 萧绿见徐雪峰定睛看着自己 她心里不悦 眼帘微垂 乌黑的眼睛盯着徐雪峰的唇 想到昨晚亲徐雪峰时 那种软糯的感觉 萧绿莫名地又想上去亲一口 心跳突然加速跳动 呼吸变得有些急促 徐雪峰感觉到萧绿的变化 有些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 解释 我没有骂你 你听错了 话音刚落 萧绿突然凑上前 双手捧着徐雪峰的脑袋 唇瓣覆盖住她的唇 徐雪峰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回过神 一把将萧绿推开 抬手便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催响 萧绿和徐雪峰同时正着 此时 白先生正在讲课 在座的学生听到外面的动静 纷纷移开视线 朝外面走廊望去 徐雪峰也转眼望了过去 看到萧绿被徐雪峰打了一巴掌 她眉头微挑 心里担心两人 她回头看了一眼白先生 正好对上莫留商的视线 莫留商对徐雪峰 微微摇头 徐雪峰会议 转过脑袋 不再看白先生 白先生听到外面的动静 看了一眼 眉毛瞬间皱起 她将书卷起握在手中 绕过徐雪峰那一列 直接走了出去 对走廊里正在发呆的两人喝道 你们两个要吵架站远点 别影响其他人 白先生一声吼 所有人回过神 乖乖坐好 而走廊里 就只剩下萧绿一个人的身影 萧绿呆呆地站在原地 一只手摸着自己滚烫的脸颊 看着徐雪峰离开的方向 片刻后 她收回视线 想也不想 大步追了上去 心里一个声音 一直在提醒她 一定要去追徐雪峰 否则 她会后悔一辈子 欲酒离余光 瞥到萧绿的身影 也消失在走廊 嘴角不自觉 扬起一抹浅淡的笑容 回过神 认真地听着先生讲课 萧绿看到徐雪峰的身影时 徐雪峰已经进了女子寝室 她似乎在抹眼泪 萧绿见状 直接进了女子寝室 徐雪峰进了房间 将房门紧闭 一个人坐在桌前 趴在桌上哽咽 敲门声传来 徐雪峰吸了吸鼻子 将脸上的眼泪擦干 问道 谁 是我 徐雪峰 你开门 萧公子 这里是女子寝室 还请你自重 徐雪峰 我让你开门 徐雪峰不理会外面的人 捂着耳朵 当自己听不见 萧绿站在门外 见徐雪峰 没有要开门的意思 她开口道 徐雪峰 我数到三 你不开 我就把门拆了 徐雪峰 看了一眼 房门口的方向 犹豫了片刻 直接走了过去 刚打开房门 就见萧绿 抬起脚 一副要踹开 房门的架势 萧绿没想到 徐雪峰 会将房门打开 她抬着脚 对着徐雪峰 愣住 徐雪峰往后退了一步 眼去眼里的泪水 开口道 你踹吧 说完 转身进了房间 萧绿瞬间收回脚 跟着徐雪峰 进了房间 顺便将房门关上 徐雪峰走到窗前 看着窗外的景色 没有理会萧绿 心里却很难过 萧绿看着徐雪峰 单薄的背影 想了想 对徐雪峰说道 徐雪峰 刚才我一时脑热 无意轻薄于你 徐雪峰 缓缓回头 嘴角擒着笑 眼里却带着几分伤感 萧绿 你拿我徐雪峰当什么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一集 萧绿有些紧张 脑子里一团乱 她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怎么回事 方才一时冲动 就轻了她 看到她离开 就急忙追了过来 可是追过来 她又不知道 自己为何要这么做 我不是喜欢小九吗 为什么担心 徐雪峰是否开心生气 现在离开 还来得及吗 萧绿抬眼 直视徐雪峰 我拿你当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萧绿 昨天你欺了我 我当作你是糊涂了 将我看成了小九 今天你当着 那么多人的面亲我 你告诉我 你拿我当好朋友 若你真的 当我是你的朋友 我问你 你在乎过我的感受 你在乎过 小九的感受吗 萧绿听了徐雪峰的话 这才想起来御酒梨 她眼里一抹光闪过 我怎么将小九给忘了 方才我突然亲了徐雪峰 小九一定看见了吧 她 她会不会生气啊 她并未发现 对于徐雪峰和御酒梨 她首先在意的 并不是御酒梨的感受 而是徐雪峰 徐雪峰见萧绿如此 她忍着不让自己发火 指着房门口的方向 提醒萧绿 出去 萧绿正住 看向徐雪峰 徐雪峰提高声音 出去 现在就出去 萧绿看到徐雪峰 谋底的怒火 犹豫了片刻 最后心中轻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走到房门口时 萧绿对徐雪峰道 我知道你现在生气 不想理我 但 我是真心跟你道歉 把你当 朋友两个字还未说出口 就听到徐雪峰的声音传来 我身份低位 不配做太子殿下的朋友 滚 这是头一次 徐雪峰骂萧绿 萧绿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等回过神时 徐雪峰的房门 不知何时已经合上 门内 徐雪峰哭成了泪人 门外 萧绿定定地站在原地看着 梁九才大步离开 半天时间过去 徐九黎因为担心徐雪峰 所以 等到午膳的时候 他与叶青和沐青舞 一起进了女子寝室 看徐雪峰 徐雪峰打开房门 一脸笑意 看着门口的三个人 小九 叶青 青舞 你们怎么来了 说着 便侧身让开 请他们进去 叶青和沐青舞 相视一眼 进了寝室 玉九黎一脸好奇地 盯着徐雪峰看了半天 早晨上课的时候 他就有些担心徐雪峰 一直想来看他 陪他 安慰他 只是 莫留伤阻止 他只能忍到午时休息时间 刚到女子宿舍外 就遇到了萧绿 萧绿跟他说 徐雪峰状态不好 就请他帮忙 好好安慰他 玉九黎注视着徐雪峰 那双清澈的眼睛 不解皱眉 雪峰姐姐状态 哪里不好了 玉九黎看到 徐雪峰的模样 嘴角微微上扬 硬道 没什么 午休时间来看看你 雪峰姐姐 你和绿哥哥 今天早晨怎么回事 你怎么打他了 玉九黎没有看到 萧绿亲徐雪峰 但徐雪峰打萧绿的时候 学堂里所有人 都看到听到了 玉九黎了解徐雪峰 他若不是很生气 根本不可能对别人动手 更何况 那个人还是萧绿 徐雪峰没有回答 玉九黎的话 拉着他一起进了房间 两人坐在 沐青舞和叶青身旁 徐雪峰见三人 都用诡异的目光 盯着自己看 他脸上露出僵硬的笑容 你们 你们怎么用这种眼神 看着我 三人没有回答 徐雪峰的话 徐雪峰撇嘴 好了 我真的没事 早晨的事情 是我做得不对 不该打消虑 后来我们已经解释清楚 说开了 若是真的说开了 绿哥哥又怎么会提醒我 来安慰雪峰姐姐 不过雪峰姐姐 现在的心情 似乎很好嘛 于是 他也不再追问 早晨发生的事情 几人在房间里面聊了一会儿 便一起去膳房用膳 还没到膳房 玉九黎就看到了 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眸底一抹惊喜滑过 跟徐雪峰和沐青舞 叶青说了一声 急忙往那边小跑了过去 哥哥 玉九黎一声喊 站在扇房偏门的玉灵寒 缓缓抬眼 深邃的眸子 对上玉九黎清澈的目光 他薄唇微抿着 远远望去 像极了玉绝尘 玉九黎来到玉灵寒面前 嘴角扬起一抹开心的笑意 玉灵寒看到小丫头 在学院里似乎过得很开心 他眸底一抹柔光滑过 随即恢复清冷的模样 薄唇清起 走吧 出去外面吃饭 哥哥 你怎么来了 爹娘要回去夏林国了 所以让我过来 叫你去对面的客栈一起吃饭 这么快就要回去 哥哥那你呢 你也跟着一起回去吗 嗯 我跟爹娘一起回去 先不说这些了 我们走吧 爹说 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 正好我们不在云海国 有他照顾你 爹放心 哥哥 你知道爹爹说的是什么人吗 能入爹爹法眼的 一定是个厉害的 至少像冷血叔叔他们一样厉害 你们学院里的 他记得清楚 那天在学院门口 就是那个人出手救了小九 比起萧绿 那个人确实不错 至少沉稳 玉九黎也算是认识 只是 爹这么说 他也就传个话 玉九黎贼一笑 哥哥 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不会是秦岚吧 毕竟他刚来学院时 就听过那些女子议论 秦岚爹爹在朝中任职 并且位高权重的 玉玲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应道 去了就知道了 走吧 说着 直接拉着玉九黎的手腕 一起往学院外走去 徐雪峰和沐青五叶青 站在膳房门口 一脸同情地 看着玉九黎被玉玲寒拽走 沐青五小声嘀咕 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除了莫公子 还有长得如此好看的男人 沐青五 你能不能别这么犯吃 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嘛 自从和九黎成了好朋友 我突然觉得 我身边的人都好看了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就连鸟儿都变得聪明漂亮了 对了雪峰 那位公子和九黎 是什么关系啊 那是小九的同胞哥哥 他竟然是九黎的同胞哥哥 这么说 我还有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二集 徐雪峰见沐青五的模样 想到玉玲寒的性子 轻叹了口气 拍了拍沐青五的肩膀 安慰 他的性子不适合你 别想了 去吃饭 说着 与叶青一起率先进了膳房 沐青五回过神 急忙转身去追两人 刚迈出一步 一个雌性温柔的声音传来 沐姑娘 沐青五止步 缓缓转身 见东方泽与秦岚并肩朝这边走来 他好奇猝眉 方才是东方泽在叫我 很快 东方泽和秦岚走来 秦岚 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东方泽 对他道 东方秀 我进去等你啊 东方泽笑着点头应了一声 秦岚进了膳房 东方泽看着沐青五 一脸呆萌的模样 眼里的笑容更深了 沐姑娘喜欢吃蜜饯 沐青五正住 那双圆圆的眼睛眨了眨 不解皱眉 东方泽为什么问我喜欢吃蜜饯的事情 还有 他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蜜饯 沐青五站在原地 想了半天都没明白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里面 徐雪峰的声音传来 喊沐青五过去吃饭 东方泽见状 邪魅一笑 他走到沐青五身旁 微微低头 在他耳边小声道 沐姑娘若是喜欢吃啊 明天 我带给你 想到早上 沐青五躲在书后吃东西的可爱模样 东方泽的心情大好 说完 大步往膳房里走去 沐青五一脸懵撞 看着东方泽高挑的背影 最后 收回视线 急步进了膳房 此时 玉九黎和玉灵寒 已经进了学院对面的客栈 掌柜的看到玉九黎的时候 急忙放下手里的活 迎了上去 玉姑娘 玉公子 快请上座 玉九黎和玉灵寒 在店掌柜的指引下 直接去了二楼雅间 玉九黎对这间客房 算是有些熟悉 两次和玉灵寒吃饭 都是在这里 两人刚到房门口 低沉熟悉的声音 从房间里面传了出来 多谢伯父 只是四个字 玉九黎一脸惊讶地 看向玉灵寒 动了动嘴 没有出声 哥哥 是墨流伤吗 否则他的声音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玉灵寒 读懂了玉九黎的唇语 冷眸微领 轻声应当 嗯 玉九黎无语 没想到 竟然是墨流伤 就在此时 房门打开 白洛一脸笑意 看着玉九黎和玉灵寒 小九寒二 你们到了怎么不进来 娘 玉九黎脸上 露出僵硬的笑容 叫了白洛一声 越过白洛进了雅间 玉灵寒紧跟在身后 两人一口同声地 叫了一声玉绝尘 爹 玉灵寒直接坐在白洛身旁 玉九黎余光瞥了一眼墨流伤 正欲找座位坐下 这才发现 自己只能坐在 玉灵寒和墨流伤中间 这时 玉绝尘开口 小九 坐吧 玉九黎缓缓坐下 对墨流伤 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了 虽然不知道 爹爹怎么会认识墨流伤 但他现在心里 莫名地有些紧张 很快 殿小二端来丰盛的饭菜 玉绝尘提醒大家都先吃饭 墨流伤与平日里没什么区别 仍旧一副淡漠的样子 他拿起筷子 很自然地加了一些蔬菜 放到玉九黎盘子里 玉九黎埋着头 偷瞄了一眼墨流伤 小声道了声 谢谢 随即收回视线 默默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菜 玉绝尘见状 与白洛相视一笑 玉绝尘突然开口 雌性地声音道 方才流伤跟我已经说过了 他跟小九已经很熟了 正好 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彼此了 寒儿对流伤应该不陌生吧 以后我和洛儿不在云海国 小九就交给你照看了 需要什么 命人传信去贤王府 玉九黎听了玉绝尘的话 猛地抬眼 对上玉绝尘那双幽深的凤眸 不解醋眉 爹爹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交给墨流伤了 爹爹这么放心墨流伤 玉绝尘见白洛一脸疑惑 还未开口回应 只听墨流伤突然开口 伯父放心 小九很聪明 就是有些贪玩 以后我会多做他好好读书 照顾好他 需要什么 我会随时跟你联络 小九 这里是云海国 不是我们夏陵国 做任何事情量力而行 不准再像以前那般任性 我和你爹不在你身边 照顾好自己 玉九黎此刻已经实话 口里还嚼着蔬菜 他一会儿看一眼玉绝尘 又看向白洛 最后又转眼看向墨流伤 我什么时候和墨流伤这么熟了 改口叫我小九了 爹爹和娘亲不是应该把我交给 萧伯伯照看的吗 玉九黎因为太过出神 险些卡住 他咳了两声 墨流伤很体贴地 递给了他一杯水 玉九黎喉咙一紧 接过水喝了两口 白洛对墨流伤的表现 似乎很满意 脸上的笑容 一直都没消散过 玉九黎平静下来 呆呆地扫尸几人 心里却格外郁闷 为什么我有一种 想要出嫁的错觉 本以为这顿饭会吃得很压抑 直到白洛和玉绝尘及玉灵寒 上了贤王府马车离开 玉九黎才发现 多了一个墨流伤 也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适应 就像平日里和爹爹娘亲哥哥 在一起吃饭一样 轻松自在又很舒坦 墨流伤此时就站在玉九黎身旁 见贤王府的马车已经远去 他低头看着玉九黎问道 徐总总 时间不早了 一会儿还要去学堂呢 今天早晨先生教我的 我还没有弄清楚 一开始听不进去打瞌睡 后来听进去了 但却不是很懂 墨流伤见玉九黎一脸愁容 突然拉着他的手腕 往街中心的方向走去 墨流伤你要去哪啊 我一会儿还要去学堂 雪峰姐姐她们都在那儿等着我呢 去买点东西 可是我 我跟先生已经告了假 下午你不用去学堂 那我的学业怎么办 墨流伤突然止步 垂眸 缓缓凑近玉九黎 玉九黎吓得脑袋往后缩了缩 墨流伤你要干嘛 有我 你怕什么 低沉的声音带着几分魅惑 墨流伤在玉九黎耳边轻声说了一句 随即站直了身子 拉着玉九黎继续往前走 他故意放慢脚步 尽量与小丫头的步伐一致 玉九黎耳边一阵苏痒 心脏砰砰直跳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他睫毛微微颤了颤 脑子里全是墨流伤方才 在他耳边说的那句话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三集 玉九黎抬眼 直直地注视着墨流伤 他的眼眸深不见底的幽暗 见墨流伤眸光炽热 玉九黎随即收回视线 有些不自在地将额前碎发扶到耳后 小声问道 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跟我走 玉九黎也没有多问 跟着他一起往前走去 两人经过主街 走进了一条小巷子 出了巷子 又是另一条街道 玉九黎看到热闹的街景 嘴角扬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忍不住低念 没想到这里竟然别有洞天 墨流伤薄唇微泥 嘴角微微上扬 算是回应了玉九黎的话 顿了片刻 他将左手递给玉九黎 抓紧我 这里人多 人多也不用牵着手啊 我自己注意点就是 墨流伤见玉九黎没有要拉他手的意思 他直接抓住玉九黎的手 一脸严肃地对他说道 伯父将你拖给我照看 我得对你的安全负责 这样至少不会走散 玉九黎听了墨流伤的话 竟然觉得他说的没什么毛病 忍不住挪了挪嘴 但也没有扯开墨流伤 两人走在人群中 玉九黎看着道路两旁的摊位 满脸兴奋 想到什么 他看向墨流伤问 墨流伤 你怎么会认识我爹爹 家中长辈认识 所以见过几次 怪不得我觉得墨流伤有些眼熟 原来真的见过 可若是见过 我怎么可能一点都记不起来呢 玉九黎狐疑的目光 盯着墨流伤俊冷的侧脸 看了片刻问道 你去过贤王府啊 没有 那我们有见过面吗 墨流伤深邃的莫眸 看着玉九黎心道 见过 他身子被你看了 摸了 你摸完就跑了 这些话 他没有说出口 回过神 也不看玉九黎 贴了一眼前面 不远处的那家店铺 对玉九黎说道 我们去那边 玉九黎还未反应过来 就被墨流伤 牵着走了过去 看着 拉着自己的那只 纤细修长的手 玉九黎嘴角 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 一闪而逝 两人来到自家店铺前 玉九黎抬一眼看着牌匾 这是藏书阁 嗯 进去挑一些适合你用的 玉九黎应了一声 跟着墨流伤走了进去 墨流伤许是这里的常客 店掌柜看到两人进来 就一脸热切地上前询问 墨流伤沉声提醒 我带他去二楼选书 不要让任何人打搅 是 公子 看着墨流伤和玉九黎上了二楼 店掌柜的急忙抹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二楼摆满了书架 书架上各种书籍 摆放得整整齐齐 墨流伤指着每个位置的书籍 跟玉九黎介绍着 玉九黎一脸羡慕地看着墨流伤 你将这些书都看过了 记得这么清楚啊 嗯 平日里闲来无事 便会来这家藏书阁看书 所以都看过了 玉九黎撇嘴 想起墨流伤方才对他说过的那句 有他在别担心 安慰自己 人家有这种底气 玉九黎自顾自地找着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墨流伤则跟在他身后 他抬眼 他便替他拿下来所有高处的书籍 让他一一挑选 两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墨流伤低着头 看着小丫头那修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他性感地喉结滚动 总是忍不住想要再靠近他一些 身子不自觉地微微朝前倾 渐渐地靠近玉九黎 两人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近很近 小丫头认真地看书 并没有察觉异样 玉九黎终于挑选好自己需要的书籍 他猛地抬头笑道 好了 话音刚落 整个人待在原地 直直地注视着近在咫尺的那张俊脸 墨流伤因为太过专注 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 两人的唇盼之间 仅有一指宽的距离 男人温热地呼吸 喷洒在玉九黎脸上 玉九黎脑袋顿时一片空白 他心跳加速 反应过来时猛地收回视线 耳根瞬间泛红 急忙往后退了一步 眼神慌乱不安 不自在地抱着自己的书 别过脸看向一旁 墨流伤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如此失态 方才只是想要靠近他一些 并非有意轻薄他 他眸光威力 见玉九黎的模样急忙道 小九 你听我解释 没关系 他知道 墨流伤定然不是故意的 也怪他 做事总是那么鲁莽 还好他离他不是很近 否则他一抬头 定会碰到他的鼻梁 碰出鼻血来 只是 他突然叫他小九 还叫得这么亲切 玉九黎心中莫名悸动 话音落 玉九黎便低着头 抱着自己的书 越过墨流伤 往楼梯口的方向走去 方才和墨流伤 如此近距离的接触 他心里很是紧张 喉咙也堵得慌 那种感觉实在太过奇妙 玉九黎甚至能感觉到 自己的脸蛋 有多么的滚烫飞红 到了楼梯口 玉九黎扔下一句 我先下去了 便急忙下了二楼 墨流伤呆呆地站在原地 见玉九黎已经下了楼 他垂眸看了一眼 自己怀里的书 最后将它们扔在书架上 跟着离开 玉九黎已经到了柜台结账 店掌柜的 见自家主子没下来 也不敢乱收钱 一脸笑意 提醒玉九黎 坐在一旁书桌前 坐下休息 并送上了上等的茶水 玉九黎见状 笑道 先结账 店掌柜的一脸为难 急忙朝二楼的方向望去 终于看到自家主子下来 接收到墨流伤的眼神 店掌柜一脸欣喜 对玉九黎笑道 好 小的 这就给您结算 片刻后 店掌柜的对玉九黎道 姑娘 一共二十两银子 玉九黎听了店掌柜的话 迅速从身上 拿出二十两银子 递给店掌柜的 随后 店掌柜将书籍全都装好 送给了玉九黎 玉九黎抱着自己的书 转眼看了一眼 已经下了楼朝这边走来的墨流伤 脑子里全是方才在二楼发生的事情 他耳根有些滚烫 对墨流伤道 我买好了 我们走吧 墨流伤薄唇唇靡 逆了一眼玉九黎怀里的书 书给我 没关系的 只是几本书不中呢 玉九黎急忙回道 却不敢多看墨流伤一眼 墨流伤见玉九黎没有要给她的意思 她直接上前 将她怀里的盒子夺了过来 自己抱着 沉声提醒她 走吧 话音落便大步走了出去 玉九黎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墨流伤修长的背影 回神急忙跟了上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四集 一路上 墨流伤走在前面 玉九黎跟在她身后 墨流伤脚步很慢 有意在等玉九黎 而玉九黎 则心不在焉 低着头 脑子里全是墨流伤的身影 挥之不去 想到徐雪峰跟她说过的话 玉九黎眉头紧拧在一起 心道 难道这种感觉是喜欢 我喜欢墨流伤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明明只认识不到十一人 墨流伤察觉身后没了动静 突然止步 玉九黎太过入神 并未察觉 脑袋直接撞在墨流伤背后 一阵疼痛传来 玉九黎一只手捂着脑袋 忍不住英灵一声 墨流伤急忙转身 伸手在玉九黎头上抚去 结果还未靠近 就被玉九黎拦住 你手上的伤还没好 我没事 墨流伤的手顿在半空 最后缓缓放下 见玉九黎双眼腾起一层薄雾 问道 撞疼了 玉九黎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一抹浅笑 不疼 墨流伤知道 小丫头一定是撞疼了 她心疼她 捏了一眼玉九黎的手 直接牵着她 淡淡开口 专心走路 玉九黎再次被墨流伤牵着手 心中紧张不已 本想正开墨流伤 只是她右手受了伤 怕弄疼她 所以便任由她这样拉着自己 漠不作声地与她并肩而行 经过街道两旁的摊位时 玉九黎心里想着 要不要给大家带点礼物 只是想到墨流伤的手 最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两人回到学院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快到寝室时 玉九黎对墨流伤道 输给我吧 马上就到了 墨流伤没有要给 玉九黎的意思 正好我的伤口需要换药 一句话 玉九黎恍然大悟 自然也没有再坚持 与墨流伤一起进了女子寝室 你先坐 我去洗个手 墨流伤会议 走到桌前坐下 宝石许是饿了 见玉九黎回来 扑闪着翅膀 不停地喊着 玉九黎的名字 玉九黎将手洗干净后 先找了一些吃的红宝石 宝石终于安静下来 她这才松了口气 拿着药箱 来到墨流伤身旁坐下 她将椅子 往墨流伤面前挪了一些 两人离得很近 拿手给我 墨流伤看到小丫头 一脸认真的模样 嘴角微微扬起 这丫头活泼的时候 像个孩子 认真起来 格外地豁然 缓缓伸手 递给玉九黎 玉九黎动作迅速地 将墨流伤手上的那层纱布 一点一点解开 动作很轻柔 许是因为 墨流伤这两日 没有遭见自己的手 再加上娘亲给她的药 伤口恢复得很好 玉九黎对此很是满意 就连那微拧的眉头 也舒展开来 墨流伤看着小丫头 开心的模样 低沉的声音问道 怎么了 哦 没什么 伤口恢复得很好 再坚持几日 应该就会痊愈了 后面这几日 尽量不要用右手 嗯 玉九黎听到 墨流伤的声音 愣了片刻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她没想到 墨流伤今天 竟然这么配合 察觉到男人 炽热的目光 紧盯着自己 玉九黎急忙收回视线 有些不自在地 将纱布为她裹好 逼着头 自顾自地 收拾着自己的药箱 许是因为心中慌乱不安 好不容易将所有东西 都收拾起来 结果药箱突然落地 药箱里的东西 全都洒落在地上 玉九黎急忙蹲下身去捡 墨流伤正好 也去捡地上洒落的药瓶 两人的手 同时朝地上 那个小瓷瓶上落去 只是 墨流伤比玉九黎 先一步拿到了药瓶 而玉九黎的手 直接落在了墨流伤手背 紧紧地抓着她 玉九黎见状 急忙将手缩了回去 眼珠子转了转 小声道 我来捡吧 你的手上有伤 不方便 墨流伤没有理会 玉九黎的话 帮着玉九黎 将地上洒落的所有东西 全都捡起来 放进药箱中 这才回到桌前坐下 玉九黎抱着药箱 急忙去了衣柜旁 墨流伤看着玉九黎的背影 眸光威力 心口像是堵着一块石头 憋得难受 明明自己喜欢的人就在眼前 明明想问她 是否还记得她 明明想告诉她 他们很早就认识了 她的命是她救的 明明想说 她喜欢她 视她如珍宝 可每次 画到嘴边 却忍不住 又咽了回去 她不知道 她对她 到底是怎样的态度 她怕自己 逼她太紧 吓到她 玉九黎便会排斥她 会离她越来越远 她想慢慢靠近她 让她了解自己的一切 今天去集市 她很小心翼翼地 去牵玉九黎的手 墨流伤本以为 她会甩开自己 至少会试着挣脱 结果 她出乎意料地配合 她不知道 当时自己心里 有多高兴 在藏书阁 无意碰触到 她唇绊的那一瞬 她甚至有些 害怕和慌乱 怕她突然厌恶她 觉得她轻薄 让她欣喜的事 她并没有责怪她 她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不让她察觉任何异样 没有人知道 自己的心 如万马奔腾 今天 小丫头给她的惊喜太多 她不舍得就这么离开 正在出神 玉九黎纤细的手 在墨流伤眼前晃了晃 墨流伤 我想去找雪峰姐姐她们聊天 你的伤口已经处理好了 墨流伤知道 小丫头真是感人了 牟底一抹宠溺的笑容划过 缓缓起身 对玉九黎道 不要聊得太晚 早点休息 嗯 明天见 墨流伤离开 玉九黎急忙将房门紧闭 她背靠着门 一只手落在胸口的位置 轻抚了一下 深深地输了口气 感觉到自己的心在狂跳 她双手搓了搓自己有些滚烫的脸颊 小声嘀咕 玉九黎 淡定 不能再想墨流伤了 话音刚落 敲门声传来 玉九黎眸光一亮 难道是雪峰姐姐 她急忙转身将房门打开 结果出现在面前的 却是墨流伤那张郡冷的脸 玉九黎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 她抬眼呆呆地盯着墨流伤 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墨流伤深不见底的毛子 看着玉九黎那张飞红的脸蛋 性感地猴姐滚动 你的书能不能借我一本 玉九黎被墨流伤的话惊醒 急忙冲进房间 随便拿了一本书塞进墨流伤怀中 随即将房门关上 墨流伤被拒之门外 她高大的身影 助力在原地 嘴角擒着笑 目光柔和 方才已经离开 只是想再多看她一眼 便不知不觉过来 没想到 她给了她如此大的惊喜 我清楚地听小丫头说 不要再想我 她的意思是 这几日她心里一直都在想着我 她对我是有感觉的 对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五集 墨流伤此刻心情大好 看了一眼小丫头递给她的书 嘴角扬起一抹绝美的笑容 转身离开 而墨流伤这一抹笑容 却落进了走廊里 那几个少女眼中 几人痴痴地看着墨流伤离开的背影 相视一眼 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其中一人缓缓开口 方才墨公子是笑了对吗 嗯 是笑了呢 墨公子笑起来 当真是风华绝诞呢 我决定了 这辈子非墨公子不嫁 我也是我也是 平日里 墨公子总是一副冰冷的样子 已经很俊美了 没想到他笑起来 竟然如此豁然 嗯 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地 小声议论着 玉九离的房门突然打开 他转眼瞥了一眼 站在寝室门口的几个少女 那几人见状 相视一眼 急忙进了房间 玉九离心中冷哼一声 转身往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去 方才 隐约听到几人说着 要嫁给墨流商的话 玉九离心里 莫名有一丝不快闪过 忍不住将墨流商赋斐了几句 也不想再听到那些闲言碎语 便提着裙摆 加快脚步 往徐雪峰寝室的方向走去 徐雪峰刚沐浴完 换上睡衣 听到敲门声 想着应该是玉九离 或者木轻舞 也没有问 直接上前将房门打开 看到熟悉的面孔 徐雪峰让开地方笑道 快进来吧 今天下午你去哪逛了 竟然逃课 和爹爹娘亲吃了饭之后 出去逛了半天 伯父和伯母回去了 嗯 哥哥也跟着回去了 你哥哥为什么不来明孔学院 我记得他是最疼你的 就不怕你一个人离开被欺负 唉 哥哥自从那年发现了那个山洞好 就一直在研究里面的古文 他哪里还记得我这个可怜弱小 又无助的妹妹 玉九离对玉灵寒 没有陪自己来明孔学院的事情 还是有些不开心 毕竟从小到大 他们兄妹二人都没有分开过 徐雪峰见玉九离萎靡不振的样子 也不再戳他的心 他眸光一亮 凑上前小声问玉九离 小九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今天下午跟谁去逛了 墨流伤 你们逛了半天 对啊 齐峰姐姐我们是去买书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好 你们是去买书了 我也没问你什么 小九真是心虚了 不打自招吗 说完 忍不住 痴笑一声 玉九离看到徐雪峰笑得开心的模样 挪了挪嘴 好啦 徐雪峰姐姐 你 你再笑我 我就不跟你说话了 不笑你了 话音刚落 宝石 沙哑的声音传来 墨流伤 墨流伤 玉九离条件反射般 猛地回头朝后望去 徐雪峰也望了过去 见门口并没有任何动静 他对玉九离笑道 小九 你这种反应 看来是真的对墨流伤有意思啊 雪峰姐姐 你又拿我寻开心 说着 突然起身 朝徐雪峰的方向扑了过去 徐雪峰见状 急忙起身躲闪 两个少女围着桌子 你追我赶 只因为一个墨流伤 一日一早 玉九离和徐雪峰 叶青和木青舞 约好一起去膳房用膳 结果 经过男子寝室那条路时 就遇到了墨流伤 徐雪峰觉得 墨流伤一定是一早起来 便在男子寝室等着 他看了一眼玉九离 见他有些小鸟依人的模样 徐雪峰忍不住笑了笑 在玉九离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便拉着木青舞和叶青 一起先一步离开 玉九离本想追上去 结果被墨流伤叫住 无奈 只好与墨流伤一起 往膳房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心不在焉的 想着方才 徐雪峰跟他说的话 偶尔 余光偷瞄一眼身旁 墨不作声的墨流伤 心里胡思乱想着 是不是真的像雪峰姐姐说的那样 墨流伤 对我有那种意思 可万一墨流伤这么照顾我 只是因为爹爹的关系呢 那我岂不是自作多情吗 玉九离暗暗提醒自己 不要多想 他觉得一定是因为爹爹 如此那颗慌乱的心 也瞬间平静了许多 几人一前一后进了膳房 找了位置坐下 引来众人羡慕的目光 俊男美人 谁不会多看一眼 秦岚和杨天笑 今天在同一桌坐着 两人的视线 同时看向玉九离 和墨流伤的方向 杨天笑 撞了撞秦岚的手臂 压低声音道 秦秋 你还在惦记着玉姑娘 本公子倒是想啊 那墨流伤啊 不好惹啊 唉 算了 玉九离啊 本公子不惦记了 唉呦 多好的美人啊 这还是我长这么大 头一次对上影的 结果 被人杰足先登了 不过 逃不到玉九离 玉九离身边的 那几个美人 也不错呀 秦岚 如此想着 心情也瞬间好了不少 杨天笑听了秦岚的话 很认同地点了点头 应道 是啊 玉九离和墨流伤 站在一起 似乎更配 说完低着头 狼吞虎咽地吃着 心里也憋屈地慌 美人他见得不少 但像玉九离这种 单纯俏皮 又如此善良的美人 世间少有啊 秦岚见状 顿了片刻打趣道 你觉得 玉九离身边那几个美人 如何 杨天笑被秦岚突如其来的话呛住 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喝了口汤急忙问秦岚 秦兄 你这意思 本公子决定了 该追那个美人 说着 指着叶青的方向 嘴角勾起一抹匹笑 杨天笑顺着秦岚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 正好看到叶青 他眉头微醋 秦兄 那个叶青身份似乎也很神秘 他平日里很少在学院里走到 也就和那个穆青武 还有玉姑娘走得近一些 其他人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你确定你要追他 杨天笑一副 那个女人不好惹的模样 秦岚眼里一抹光滑过 漫不经心地说道 本公子是谁 你也太小看本公子了 一会儿用完纱 本公子教你 怎么讨女人欢心 杨天笑眉头微拧 有些嫌弃 现在拒绝来得及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六集 徐雪峰和穆青武 叶青很快填饱肚子 便起身跟玉九黎打了声招呼 离开了膳房 玉九黎心里着急 想要跟他们一起 奈何自己的饭 方才才刚刚端上来 直到徐雪峰几人的背影 消失在眼中 玉九黎才垂头丧气地 盯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 心不在焉地吃着 墨流伤坐着没动 玉九黎发现后 好奇地看向墨流伤 你怎么 话还未说完 便想起什么 他急忙拿起墨流伤 面前的筷子 将他盘子里的菜 夹了一口 送到墨流伤嘴边 墨流伤唇半 微微动了动 吃得津津有味 玉九黎脸上一抹红 蕴腾起 他用仅能两人听到的声音 对墨流伤道 你的伤拿筷子 应该没什么问题 啊 我声音不小啊 他听不见吗 见墨流伤身子朝前倾斜 竖起耳朵 认真听着 玉九黎无奈 微微轻声 眼嘴在墨流伤耳边 小声又说了一遍 墨流伤 眸底一抹柔光闪过 瞬即恢复如常 他转眼看向玉九黎 薄唇清起 方才是过 伤口有些发疼 怕又裂开 惹你生气 玉九黎无语凝噎 瞪大眼睛 看着墨流伤 我怎么听出了一股 奇怪的味道 他怕惹我生气 难道在他眼里 我很凶吗 而玉九黎此刻全然不知 因为他和墨流伤之间亲密的动作 惹得身后那一群少女 满脸羡慕嫉妒 那些人心里暗绰绰地想象着 自己为墨流伤吃饭时的情景 而那些少年 同样用那炽热的目光盯着两人 恨不得自己就是墨流伤 能得到玉九黎特殊对待 此刻 学院对面的那家客栈里 东方泽和萧绿 从里面走了出来 萧绿瞥了一眼 东方泽手里拿着的石盒 一脸不解地问道 东方兄 你一大早让我跟着你来这里 就是为了买这个 东方泽勾沉一笑 算是应了萧绿的话 萧绿不解 我说你什么时候喜欢吃女人吃的甜点了 不腻吗 一大早的 他还没有睡好 就被东方泽给拽起来买这些 萧绿语气中全是不满 东方泽垂眸看了一眼手中的石盒 对萧绿道 不是我吃 送给别人的 送别人 谁啊 萧绿吗 我告诉你啊 萧绿对你是兄妹情 你可别跟我抢 绿 别说我不跟你抢 便是没人跟你抢 照萧绿那性子 怕是对你啊 也没有多大兴趣 东方泽 你这是何意 东方泽见萧绿一脸认真的模样 他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收敛 指不 看着萧绿 对你来说 小九重要 还是雪峰 小九和徐雪峰有可比性吗 当然是小九了 东方泽 你不相信我对小九的感情 东方泽犹豫了片刻 一脸同情地看了一眼萧绿 应道 不是我不信 你看看这个吧 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封信 递给了萧绿 萧绿看着上面龙飞凤舞的自己 一脸好奇地打开 看到里面的内容时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一脸惊诧地看着东方泽 灵涵为何不直接找我 这个我不清楚 但你和雪峰之间的事情 他亲眼所见 他很疼小九 甚至比任何人包括大伯他们都要疼 你亲了雪峰 你觉得他会同意你和小九在一起吗 可是我和徐雪峰那个亲吻 是不小心 我们不小心才 绿 你最好仔细想想 你现在说的这句话 到底是不小心 还是有意而为之 你亲雪峰的时候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还是说 你将他当成了小九 若是如此 那你在学堂走廊强吻雪峰 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以为这件事情 灵涵不知吗 他不会介意吗 他什么本事 你比我心里清楚 说完 瞥了一眼 站在原地发呆的萧绿 越过他 竟直往学院的方向走去 萧绿回头 看着东方泽的背影 大步追了上去 此时 徐雪峰和叶青 沐青武三人出了膳房 秦岚和杨天孝 鬼鬼祟祟地 跟在几人身后 沐青武和徐雪峰 一脸开心地聊着什么 并未发现身后异样 倒是叶青 他眼眸微垂 突然止步 对沐青武和徐雪峰道 你们先过去 我有点事 很快就来 徐雪峰和沐青武 相视一眼 也没有多想 两人一起离开 叶青回头 贴见不远处那两道身影 他眸光暗了暗 冷冷地道 出来吧 片刻后 路旁那棵大树后 男人高挑的身影显现 叶青 牟底一抹惊讶之色闪过 竟然有两拨人跟着他们 此刻 躲在另一处的萧绿 和东方泽相视一眼 见已经有人出去了 所以两人并没有动作 安静地看着 秦岚脸上挂着邪妹的笑容 对叶青道 师妹咋 真巧啊 能在这里碰见师妹啊 说着 秦岚已经朝这边走来 他余光瞥了一眼 术后的杨天笑 杨天笑见状 对他微微摇头 表示自己不想去作死 秦岚无奈 只好收回视线 不再看杨天笑 转眼来到叶青面前 两人之间的距离 仅有一步之遥 叶青开口问道 跟着我们 有何目的 师妹误会了 通往学堂的路 只有一条 师妹能走 我当然也能走 所以啊 我们这是有缘 恰巧遇到 叶青冷眼看着秦岚 那副欠奏的模样 拳头微微攥紧 秦岚清了清嗓子 笑道 师妹不觉得 咱们之间很有缘分吗 叶青冷哼一声 转身大步离开 躲在树后的杨天笑 顿时松了口气 正准备出来 谁知秦岚 突然朝叶青的方向 追了过去 师妹 叶青师妹 你等等我呀 杨天笑 又急忙躲回树后 看着不远处的两个人 这不看没什么 刚探出脑袋 就见秦岚的身子 背对着他 从不远处朝这边砸来 哼的一声响 秦岚整个人砸在杨天笑 躲着的这棵大树旁 伴随着一声凄惨的哀嚎声 叶青的背影已经远去 杨天笑急忙将秦岚搀扶起身 一脸担忧地问 秦岡 你没事吧 秦岚揉着自己被摔疼的胳膊 你背扔一下试试 说完 一记棱眼扫过 又开始挨吟 突然 身后脚步声传来 杨天笑和秦岚同时转身 还未看清楚来人是谁 两人同时被人一拳打倒在地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697集 秦岚趴在地上 猛地抬眼 郑玉破口大骂 看到萧绿的那一瞬间 顿时语色 喉咙一紧 所有脏话狠话 全都卡在喉咙 杨天笑对于萧绿的身份 也听说了一些 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他知道 萧绿也是个不能惹的 所以吃了一记闷泉 萧绿微微俯身 凑向两人 你们以后 敢打徐雪峰的主意试试 秦岚和杨天笑 瞪大眼睛看着彼此 反应过来 秦岚捂着脸急忙解释 商兄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对徐姑娘 根本就没意思呀 谁跟你是兄弟 本公子问你 方才你的意思 是你看不上徐雪峰了 秦岚无语宁掖 他顿时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回答 说对徐雪峰有意思 免不了一顿打 说没意思 那就是应了萧绿的话 看不上徐雪峰 万一徐雪峰 是这位爷看上的 那就是在骂萧绿 眼光有问题 怎么回答都是错 秦岚一脸郁闷委屈 杨天笑见状 急忙解释 商公子 你真的误会了 秦兄知道 徐姑娘是商公子 您的女人 所以我们并没有 冒犯徐姑娘的意思 秦兄喜欢 叶青姑娘很久了 方才也只是想 跟叶青姑娘 说句话 这次那天挑战 墨流伤的时候 就像个大傻子 现在脑子竟然这么灵光 转眼花起了 萧绿队友的误会 亏了方才 拉着杨天笑 一起过来 否则家里那老头 怕是要被我气死了呀 对对对对 杨兄说的对啊 我喜欢叶青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徐姑娘 没来明孔学院的时候 我已经喜欢上叶青了 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 以后若是再让本公子 看到你在徐雪峰身后 鬼鬼祟祟的 本公子 挖了你的眼 秦岚急忙点头应声 萧绿看了一眼东方泽 两人越过秦岚和杨天笑 直接往学堂的方向走去 东方泽经过两人身边时 袖口落下两瓶药 秦岚和杨天笑 发现药瓶 将它捡起 看到上面的字迹时 眸光顿时亮了 蝴蝶谷的呀 有事无价呀 而这边 东方泽看了一眼萧绿 缓缓开口 方才为何打秦岚他们 为何 就因为他们偷偷摸摸地 看着徐雪峰的方向 我心里不愿 就动手了 你的行动已经说明了 你对雪峰的态度 萧绿看着东方泽 一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觉得自己明明喜欢的是小九 却不知道为什么 见不得别人惦记徐雪峰 墨流商和小九在一起的时候 他都没有如此在意过 萧绿的心有些烦躁 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 萧绿看了一眼东方泽 眉头轻挑 最后没有多说 直接往学堂里走去 两人到了掌月阁 徐雪峰正和穆青舞打闹 叶青觉得太吵 一个人站在学堂外面看书 萧绿经过叶青身旁 多看了他一眼 最后收回视线走了进去 穆青舞和徐雪峰 正聊得开心 见萧绿和东方泽进来 两人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理会 继续玩闹 萧绿以为徐雪峰看到他的时候 会多看他一眼 没想到 他连一个眼神 也不吝啬给他 萧绿心里烦躁 看着徐雪峰 白皙的脸蛋 和那双清澈的眼睛 直接走上前 抓住徐雪峰的手 不等他开口拒绝 直接拽着他 离开了学堂 穆青舞呆住 定定地立在原地 看着徐雪峰的背影出神 耳边传来男人温润的声音 穆青舞挤背一僵 回头正好看到东方泽 那张笑得邪魅的俊脸 穆青舞眸光一亮 随即恢复如常 小声跟东方泽 打了声招呼 东方公子咋 东方泽将手里 那个精致的石盒 递给穆青舞 这个给你 这是 东方泽眼神示意 穆青舞打开 穆青舞犹豫了片刻 将石盒还给东方泽 摇头 这个不是我的 我不能要 东方泽正了片刻 无奈摇头 直接接过盒子打开 里面安静地躺着漂亮的点心 形状各异 很是诱人 穆青舞喉咙一紧 咬着下唇 抬眼看着东方泽 心道 他怎么知道 这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这家店里的甜点很好吃 这是每次都要排很久的盾 即便是排了盾 很多时候也买不到啊 东方泽看到穆青舞见了吃的后 那可爱的模样 伸手递给他 我这个人啊 有个怪癖 与我临桌的人 我都会买一些见面礼 送给他 这是什么怪癖 瞥了一眼东方泽 座位右侧的那个少年 穆青舞好奇地问 那你怎么没有给他送 东方泽顺着穆青舞的视线 望了过去 看到那个身材消瘦的铜类 他嘴角微微抽了抽 应道 他是我的铜类 我只送女孩 穆青舞听了东方泽的话 莫名的耳根有些烫 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应了东方泽的话 接过那盒点心 对东方泽说道 谢谢你 尝尝如何 我刚才已经吃过早餐了 现在还不饿 这是点心 又不是主食 说着 东方泽从石盒里 拿出一块梅花形状的 送到穆青舞嘴边 这时 学堂里 陆陆续续有人进来 穆青舞见好几个人 都盯着这边 有些紧张地往后退了一步 不自在地说道 我自己 自己可以来 话音落 急忙从东方泽手里 夺走那块糕点 送到自己口中 很认真地吃着 但心里 却已经万马奔腾 不知所措 穆青舞在想 为何东方泽 会突然对我这么好 还给我送吃的 难道是因为他喜欢小九 想从我这里探话 不可能啊 小九提过的 东方泽 好像是他的表哥 正在出神 嘴角突然一阵凉意袭来 穆青舞猛地回过神 抬眼便看到东方泽 眼神温柔似水地看着他 他薄唇动了动 道 别动 嘴角有残渣 现在好了 说完 东方泽也收回了手 而这一幕 正好落进刚进门的 玉酒梨和墨流伤眼中 跟在他们身后的叶青 也看得一清二楚 穆青舞顿时脸蛋飞红 忍不住捂着自己的脸 急忙躲在自己的座位 靠着墙壁 东方泽看到小丫头 害羞的模样 眼里的笑容更浓了 玉酒梨半晌没有反应过来 转眼看向东方泽 嘴角擒着笑 东方泽察觉 回头看了一眼玉酒梨 见他一脸震惊的模样 东方泽无语勾唇一笑 眼神似是在回答玉酒梨 就是大家看到的 他喜欢穆青舞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八集 玉酒梨瞬间回过神 直接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 很快 教书先生进来 玉酒梨见徐雪峰 萧绿的座位空着 心里好奇 但也没有多想 若是徐雪峰和萧绿 能走到一起 那也是不错的结果 一整天 玉酒梨都心不在焉地听讲 期间被先生叫起来了好几次 问什么都是不知 先生一脸无奈地 看了一眼墨流伤 提醒玉酒梨以后每天放学后 跟着墨流伤多学习 玉酒梨乖巧点头答应 熬到下午放学 徐雪峰和萧绿都没有回来 玉酒梨正担心两人 耳边男人低沉熟悉的声音传来 一起出去用膳 玉酒梨回头看了一眼墨流伤 想到徐雪峰的事 她对她道 我担心雪峰姐姐 想先去看看她 我陪你一起 玉酒梨想说不用 接收到墨流伤的眼神 瞬间怂了 最后只好跟着墨流伤 一起去找徐雪峰 木清武和叶青 本打算用完膳回去寝室 结果准备离开膳房时 叶青见东方泽走来 大概清楚东方泽要做什么 她看了一眼木清武 你要回去寝室吗 木清武脸色微微泛红 摇了摇头 叶青 你先回 我一会儿就来 叶青会议 看了一眼东方泽 静止离开 走了一小段距离 叶青止步 回头看了一眼 这次她没有开口 跟着她的人倒是自觉 自己走出来了 叶青见识秦岚 看到她笑得脾气的脸 她的拳头微微攥紧 秦岚本能往后退了一步 警惕地盯着叶青 说道 叶青姑娘 我这次真的是路过 你不能随便出手上人 叶青看了一眼秦岚 眸光沉了沉 转身离开 秦岚瞬间松了口气 急步追了上去 叶青姑娘 等等我 叶青瞥了一眼 与自己仅有一步之遥的秦岚 一脸冷漠地问 你要做什么 学院公子哥多啊 姑娘你又长得如此漂亮 免不了有些不长眼地冒犯你 正好咱们同路 我送你一段距离 你放心叶姑娘 我绝不是那些人中的一个 好歹我爹在云海国有些地位 学院里那些人也清楚我的身份 他们看到我和你一起 就不会打扰你了 叶青止步 转眼看着秦岚 眉头微醋 秦岚正主满脸欢喜地对叶青笑 叶青吐出两个字 锅子 说完大步离开 留下秦岚站在原地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的嘴 小声嘀咕 本公子有这么讨人厌吗 明明那些女人 见了本公子都一副花痴呀 怎么到了叶青这里就这么不屑啊 再抬眼时 哪里还有叶青的身影 秦岚无奈叹了口气 心想 还是去找寝室那些兄弟问了 怎么讨女人欢心好 此时 墨流商陪着御九梨找到了徐雪峰 见他并无异样 这才放心下来 御九梨问徐雪峰 我和墨流商出去用膳 徐峰姐姐 要不我们一起 徐雪峰偷瞄了一眼墨流商 对御九梨笑道 我已经吃过了 你和墨公子一起去吧 走去走回 说完 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徐九梨 直接进了自己的寝室 徐九梨无奈 抬眼看向墨流商 我们走吧 想到自己一个人和墨流商 单独在一起用膳 心里就有些小紧张 毕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御九梨忍不住想多了 两人去了对面客栈 御九梨叫了平日里常吃的菜 大概也清楚墨流商的喜好 店掌柜的很快便亲自将饭菜送来 墨流商坐在桌前 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御九梨自然清楚原因 拿起筷子夹着墨流商能吃的菜 往他嘴边送去 见墨流商细细地嚼着 御九梨忍不住小声对他说道 墨流商 要不你拿起筷子试试 他觉得按照娘亲的药 墨流商的伤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至少自己动手应该是没问题的 墨流商缓缓抬手 御九梨视线落在他手上 直直地盯着 见他的手微微颤抖着 艰难地去抓筷子 那对俊梅紧拧着 御九梨急忙起身拦住他 算了算了 你先别动了 晚上回去我再检查一下你的伤口 墨流商任由御九梨照顾他吃饭 两人填饱肚子后 直接去了藏书阁 与此同时 齐白莲穿着一身华丽的长裙走在大街上 他身旁跟着几个少女 史真香也在其中 几人穿的都花枝招展 脂粉涂了厚厚一层 纯染的烟红 几人站在一起 像极了花楼里教课的姑娘们 其中一人 见齐白莲一直盯着远处那条小巷子看 好奇地问道 莲妹妹 前面有熟人吗 看得这么认真 确实是个熟人 化作婚姻认识的熟人 莲儿这是遇到仇人了 不过 云海国不长眼睛的 竟然敢得罪我们莲儿 是学院里新来的那个 叫玉九梨 她刚入学院就勾走了秦公子的魂 本来秦公子是我们莲姐姐的 结果因为绿酒梨 秦公子连看都不多看一眼莲姐姐了 后来连从不接近女子的莫公子 也被那个玉九梨给勾走了 齐白莲听到史真香的话 心里越来越恼怒 她眼里一抹狠立之色滑过 随即恢复如常 想到让人调查的事情 齐白莲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容 她转眼看向几人 想不想看好戏 莲姐姐 什么好戏 这出戏 还得你帮忙呢 莲姐姐有事尽管说 我一定完成莲姐姐交代的任务 这样 她在爹眼里 也算是有用的女儿了 齐白莲在史真香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史真香一脸惊讶地 看着齐白莲 就这么简单吗 莲姐姐 就这么简单 只要让她下冷水便好 好 莲姐姐 我这就去准备 史真香脚步匆忙离开 齐白莲看了一眼 身旁的好姐妹们 又在他们耳边 小声说了几句 几人会议 对齐白莲微微点头 一起往不远处 那条小巷子里走去 出了小巷子 直奔藏书阁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六百九十九集 此刻 玉九黎和莫流商 已经进了藏书阁二楼 莫流商坐在玉九黎对面 安静地看书 他看的书 似乎是古文 玉九黎研究了一会儿书的封面 表示自己看不懂 但觉得很是眼熟 他记得 在哥哥的书房里就看到过这种文字 玉九黎也没有太过在意 收回视线 一脸认真的看着自己捧着的书籍 有不懂的地方 他就会主动问莫流商 莫流商则很有耐心地跟他讲解 玉九黎看着男人一脸认真的模样 听到他低沉又好听的声音 他心跳加速跳动 莫流商说完 抬眼看着玉九黎开口问道 懂了 玉九黎猛地回过神 呆呆点头 懂 懂了 说完急忙将书拿过来 心不在焉地看着 莫流商看了一眼玉九黎捧着的书 伸手夺了过来 玉九黎好奇不已 正要开口 就见莫流商将书倒了过来 放正后递给他 玉九黎恍然大雾 脸色顿时变得飞红 他竟然将书拿反了 紧紧地抱着自己的书 心里想着 莫流商会不会笑话他 莫名其妙地 特别在意对面这个男人对他的印象 而他不知 他这可爱窘迫的模样 全然落进莫流商眼中 男人深邃的眸子一直注视着他 就在此时楼下传来女子的声音 听说街头黄桥那边有人要跳河呢 可不是啊 不过听说那姑娘是明孔学院的学生 叫穆清武 他爹好像犯了什么事情 被查了 楼上 玉九黎好不容易认真看书 结果就听到楼下两人之间的对话 他抬眼看了一眼莫流商 莫流商同时也看着他 玉九黎想到什么 猛地起身 莫流商压低声音提醒 别担心 玉九黎怎么能不担心 他听穆清武提起过他的爹爹 穆清武的爹爹 是云海国的一个七品芝麻官 为了送穆清武进明孔学院 走了不少后门 看了不少脸色 穆清武也说过 有关他爹爹做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虽然罪不至死 但若是真的被人查出来 够他做好几年牢 回过神 玉九黎急忙对莫流商道 我要去街头黄桥 今天就先复习到这里 说完便往一楼的方向冲去 莫流商见状 急忙跟着玉九黎下了楼 一楼的几个女子都还在 玉九黎直接冲上去 扯着一个人的手臂就问 黄桥那边的具体情况 那女子被玉九黎突然抓住 有些惊恐 看到玉九黎的模样时 眼里一抹惊艳闪过 随即回道 姑娘 我也不清楚具体情况 也是听到街上有人在说 说是穆大人贪污受贿 被关进地牢了 他的女儿穆清武 一时想不开 就去了黄桥 玉九黎见状 瞬间将那女子松开 急忙走了出去 莫流伤紧跟在她身后离开 两人的身影 转眼消失在藏书阁 那几个少女 看着莫流伤的背影 小声议论 哎 那位 难道就是莲二硕的莫公子 她长得好深俊美啊 也贵不得林姐姐 见店掌柜的看着这边 那女子倒是聪明 没有再多说 店掌柜的 见几人觊觎自家主子 一脸不悦地上前提醒 几位姑娘 若是不买书 还请离开这里 几人看了一眼店掌柜的 一脸不屑冷哼一声 他们要做的 就是将玉九黎引过去 事情已经办好 也懒得留在这种破地方 离开的时候 还不忘提醒店掌柜的 注意说话的态度 否则店铺怎么关门的 都不知道 店掌柜站在藏书阁门口 冷眼看着几个少女 离开的方向 嘲讽冷哼一声 转身进了藏书阁 玉九黎 急不往黄桥的方向赶去 墨流商 见小丫头焦急的模样 低沉的声音提醒她 小九你别着急 穆清武 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寻死 在玉九黎和穆清武认识的那天 她已经让叶青 查过穆清武的底细 对于穆清武的性子 大概也有些了解 这个女人胆子小 不会轻易寻死 玉九黎明白 莫流商的话 只是心里担心 穆清武 所以顾不得那么多 她来明孔学院第一天 认识的便是 穆清武和叶青 在明孔学院 她也就这两个朋友 所以不希望 穆清武出事 对莫流商点了点头 转身提着裙摆 急步往前奔去 很快到了黄桥 玉九黎远远地望见 桥上坐着的那个熟悉的背影 她心中一紧 急声喊道 清武 桥上坐着的少女 挤背僵住 缓缓回头 玉九黎还未看清楚 她的面孔 就见她突然从桥上 跳了下去 玉九黎大惊 大喊一声 我信我不要 话音落 想也不想 脚尖轻点 一跃而起 直接往少女 落水的地方飞去 暗处 冷血几人见状 心道不好 急声喊道 小九 同一时间 莫流商也喊了一声 小九 五个人影如魅一般 直接冲向 玉九黎的方向 一声声落水声传来 引来了路人停留围观 玉九黎抓住了 跳下水的木清武 拉着她 欲往岸上游 结果 被她抓着的人 突然回头 玉九黎看到 是使真香的时候 整个人顿时惊住 不是木清武 该死 我上当了 而就在此时 玉九黎腰间一紧 还未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落进了一个宽阔温暖的怀抱中 她本能地将使真香的手松开 还住男人的脖梗 震惊地看着男人那张冷漠俊美的面孔 她的脸上带着几分怒意 眼神也冷得可怕 本来就冰寒刺骨的湖水 浸透了身体 已经冷得不行 突然被男人那犀利的眼神 吓得一个机灵 玉九黎觉得浑身都变得有些僵硬 她也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 不该这么冲动鲁莽 想到自己的身体情况 玉九黎心里愧疚又后悔 来明孔学院那天 娘亲就已经提醒 不能见冷水 她平日也很注意 没想到 今天竟然栽进了使真香手里 玉九黎不敢想 接下来自己会发生什么 只希望别因为自己的错误 连累到冷血叔叔他们 冷血挤人 没有墨流伤速度快 所以下了水后 扑了个空 见玉九黎被墨流伤 抱上了岸 冷血 冷眼瞪向往河岸上游过去的使真香 压低声音 提醒追风 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追风会议 直接过去抓人 冷血 一脸担忧地 看着玉九黎的方向 与冷池和追命三人 一起追了上去 墨流伤抱着玉九黎来到岸边 察觉 怀里的小女人 浑身都在颤抖 嘴唇发青 墨流伤的心 紧紧地揪着 抱着他腰部的手紧了紧 有些低哑的声音 在他耳边问道 要在哪儿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集 玉九黎正住 冷得哆嗦 缓缓开口问道 什么药 他不知道 墨流伤为什么 突然变得这么冷漠 他也不清楚 墨流伤问的是什么药 他只感觉到 自己现在浑身很冷 很疼 如刀割 如万一啃食 脑袋里面乱作一团 耳边嗡嗡作响 很吵很吵 墨流伤见玉九黎反问他 他突然提高声音 怒声低吼 该死 玉九黎 药在哪儿 你的药在哪儿 玉九黎看到墨流伤 眸底深处 有清澈的水珠打转 他看到他眼里的 焦急和恐惧 他不知道为何他会露出这副表情 他看到他的嘴巴在动 可就是听不到他的声音 耳边 细细碎碎的声音逐渐扩大 格外嘈杂 玉九黎眉头 微微促起 蜷缩着身子 往墨流伤怀里钻 好冷 好疼 好吵 好累 我想睡一会儿 墨流伤听到身后脚步声 回头看着已经赶来的冷血挤人 周身散发着冰冷的寒意 他冷冷地道 他的药在哪儿 冷血感受到男人周身散发出来的寒意 健壮急忙硬道 小姐的病没有急救药 十二个时辰内 小姐不会有生命危险 墨公子 请将小姐给我 我要尽快带她回去 只有王妃才有办法救她 墨流伤将玉九黎缓缓抱起 没有理会冷血大步离开 冷血急忙追了上去 墨公子 我亲自去夏林国 那个女人的命 给我留着 话音落 抱着玉九黎 很快消失在冷血眼前 冷迟见状 走上前问道 现在怎么办 这时 追风已经将人抓来 使真香被毫不留情地扔在地上 他浑身湿透 湿漉漉的长发贴在胸前 忍不住浑身打着寒颤 他没想到 会突然冒出来 这么多人救玉九黎 齐白莲说过的 只要将玉九黎引到湖中垫渴 即便是玉九黎真的出了事 也与他无关 他也没有承认自己就是木青舞 他不过是打扮的与木青舞很相似 至于 玉九黎被引来 也与他无关 是过路人 纷纷猜测 胡说八道 玉九黎听信谣言罢了 只是 现在自己被这几个人抓来 他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是大喊救命 还是问他们为何要抓他 石真香有些惊慌失措 他双眼注视着四周 寻找齐白莲的身影 只是 从他方才跳水的时候 他就没有再看到过 齐白莲的身影 石真香 心里突然变得害怕 冷血垂眸腻了一眼地上的人 淡淡开口 将他送去血缘宫吧 石真香听到血缘宫三个字的时候 险些吓傻 他反应过来 猛地抬眼看着几人 缩着脑袋摇头 我 我不去血缘宫 你们不能将我送去血缘宫 冷血突然冷吃一声 方才的事情 他们若是再想不明白 那还有什么颜面回去领罚 这根本就是一场 早就策划好的阴谋 目的便是 引玉九梨跳下湖 背后的人 是想要了玉九梨的命 他本想着 带这个女人去贤王府 现在看来 血缘宫 应该是他更好的去处 比起狠 他们贤王府的人 还真不及血缘宫那位主子 这边 墨柳商命人准备了马车 并送来了女子的衣物 车夫驾着马车急速赶路 马车所过之处 尘土飞扬 墨柳商抱着玉九梨 坐在马车中 他看了一眼座位上 放着的衣裳 小声叫着玉九梨的名字 小脚 醒醒 至少 为他换衣裳 要跟他说一声 否则 依照这小丫头的脾性 知道的话 定不会原谅他 玉九梨迷迷糊糊中 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 在唤他 想回应 只是提不上一丝力气 连抬手 竟然也变得困难 脑子陌生的画面闪过 玉九梨 眉头紧拧 这似乎 是我十岁时候的记忆 面前那个黑衣少年是谁 非和他的眼神 如此熟悉 小九 醒醒 耳边又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 玉九梨有些烦躁 他还没有看清楚 那个少年的模样呢 墨柳商见玉九梨 似乎在梦眼 他神色紧张担忧 看着他身上湿漉漉的衣裳 最后犹豫了片刻 也不再叫他 他缓缓伸出手 手掌落在他胸前 凌乱的衣服紧贴在胸口 墨柳商喉咙一紧 喉结滚动 手指小心翼翼地 落在他的衣巾上 动作轻柔 一边看着玉九梨苍白的脸蛋 一边轻轻用力心道 得罪了 回过神 迅速将玉九梨的外衣脱了下来 脱了一层 第二层 墨柳商便顺手很多 只是到了最里层 墨柳商看到小丫头白皙的身子 手指碰触到她冰冷的肌肤时 她整颗心突然变得慌乱 深深地输了口气 暗暗提醒自己冷静 压制着心里那股邪火 怕她再着凉 迅速将所有的衣服为她换好 这才松了口气 为玉九梨换完衣裳 墨柳商浑身被汗水浸透 脖梗突然一紧 墨柳商整个人僵住 缓缓低头 只见玉九梨脑袋在她胸前蹭了蹭 墨柳商被玉九梨这一动作惹得方才刚压制住的火 又瞬间腾生起来 她眉头微挑 正欲开口便听到小丫头的声音小声低念 墨柳商 后面的声音很小 墨柳商隐约听到一些 她眼帘微锤 眸底一抹光滑过 她想起我了 也不知她这是在梦魇还是 也罢 记得忘了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只是在这小丫头眼里 我竟然是臭小子 感觉到玉九梨的身体又开始变得冰冷 墨柳商催动内力为她取暖 将她圈进自己怀里紧紧地抱着 她下巴抵在她头顶 低哑的声音对她道 小九讨厌那个臭小子吗 她记得清楚 当时小丫头救她的时候一脸嫌弃 墨柳商知道小丫头可能听不到 回答不了她的话 也只是随口问问 想在赶到贤王府前 一直听到她的声音 这样她的心才不会这么疼 果然话音落 怀里的小丫头便没了任何动静 只能听到她有些急促沉重的呼吸声 墨柳商害怕这种失去的感觉 她宽大的手掌将玉九梨的手握在手心里 看着她苍白如纸的脸对她道 很快就到夏林国了 小九 你听得到我说话对吗 若是听得到 抓紧我 话音落 玉九梨的手动了动 虽然使不上力 但墨柳商能感觉到她的动作 见状 她缓缓开口 对玉九梨说道 小九 我讲个故事给你 可好 墨柳商手里那只小手 又动了动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零一集 墨柳商薄唇微敏 嘴角微扬 看着怀里的小丫头 说道 四年前 一个少年遇刺 身受重伤 淘积了一座废弃的府邸 正好遇到了一个小丫头 她的眼睛如宝石一般 清澈 漂亮 散发着璀璨的光芒 墨柳商顿了顿 紧紧地握着玉九梨冰冷的手 给她温暖 诱导 少年本以为自己不是失血而亡 便是被仇人追上 结束性命 只是 她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小丫头会出手相救 玉九梨安静地听着墨柳商的话 脑子里的画面一段又一段闪过 甚至有她为墨柳商缝合伤口的画面 她眉头紧促在一起 嘴唇有些干裂 甚至呼吸开始变得急促难受 墨柳商察觉 玉九里的手越来越凉了 她继续催动内力 给她温暖 继续说着 可笑的是 当初小丫头好心救那个少年 少年却以为 小丫头轻薄于她 后来 小丫头帮少年 将伤口处理干净 离开时留下了一大堆药给她 她走后不久 少年的随从赶来 将她带了回去 少年 因伤中一直昏迷不醒 等她醒来再去命人寻找 那个救她的小丫头时 她却像是在 人间蒸发了一般 没有任何线索 墨柳商 感觉到手心一紧 她视线落在 玉九里苍白的脸上 见她修长的睫毛 微微颤抖 她低沉的声音说道 好在 黄天不负有心人 少年终于有了 那丫头的线索 只是他们身份悬殊 少年怕自己配不上她 她拼命修炼 让自己变得强大 强大到 她觉得自己能保护好她 能让她的爹爹 放心将她交给她 说完 墨柳商喉咙有些哽咽 她看着玉九里 缓缓开口 小九 你可知 每一年明孔学院开学 我都会在学院里等你 等了整整三年 我在想 若是今年还是等不到你 那我就去夏林国 便是你父亲不同意 便是冒着被他人 打出夏林国的危险 我也要去 三年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每天被受着思念你这痛苦 我宁愿独身闯进夏林国 被关押在贤王府地牢 只要能看你一眼 能听你说句话 我心足矣 玉九里用力抓墨柳商的手 他不知道 他是否有感觉到他的回应 此刻 听到他心里的话 他的心很暖 身体也没有方才那般寒冷了 可墨柳商却感觉到 怀里的人体温一直在降 他缓缓抬眼 力声对车夫道 加快速度 公子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再快 马儿也吃不消啊 玉九里好想安慰墨柳商 不要担心 不要着急 只是喉咙却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车夫连夜赶路 终于到了夏林国城外驿馆 本想提醒墨柳商 换匹马儿再继续赶路 谁知墨柳商直接抱着玉九里 运用轻功 往夏林国皇城的方向赶去 白洛和玉绝尘 收到冷血的传书后 一夜没合眼 两人连夜去了城外 灵溪阁等着 东方昊月和北梨 得知此事也连夜赶来 玉子霄收到消息 将宫里的太医 全都派了出去 协助白洛和东方昊月 医治玉九里 灵溪阁外 所有人都在候着 整条路被贤王府的人封锁 不准任何人靠近 终于不远处 墨柳商的身影出现 他将玉九里紧抱在怀中 修长高大的身影 在街道两旁的屋顶上闪过 最后落在灵溪阁外 站在众人面前 玉绝尘和白洛急忙上前 白洛知道自己女儿的情况 来不及多想 也没空打招呼 急声道 快将小九抱进去 墨柳商也不敢耽耿 眸光威灵 表情紧绷 抱着玉九里进了灵溪阁大门 经过一条长廊 来到别院宫殿 在白洛的指引下 墨柳商抱着玉九里进了寝殿 他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床上 缓缓松开玉九里的手 只是还未离开 他的食指突然被冰冷的小手紧紧地抓着 玉九里也不知自己哪里来的力气 他也不知为何不想让他离开 想他陪在他身边 墨柳商眼里又惊喜又激动 他看了一眼白洛 白洛一边在药箱里准备医用工具 头也不抬地说道 小九既然让你留下 你就留下来陪他吧 伯伯 这样会不会影响你 最害怕的是影响玉九里的医治 白洛抬眼看着墨柳商 很满意他的表现 他神色凝重地说道 不会 墨柳商这才松了口气 东方昊月被白洛也叫了进来 他瞥了一眼坐在玉九里床边的墨柳商 压低声音对白洛说道 师嫂 你怎么让他留在这里啊 白洛余光扫了一眼墨柳商的侧脸 看着东方昊月应声 小九的意思 他留在这里 小九不会那么痛苦 准备好针 止痛药 东方昊月回过神 点了点头 迅速将白洛需要的东西全都拿出来 两人来到床前 白洛俯身摸了摸玉九里的额头 他的额头几乎没有温度 格外冰冷 却冒着密密麻麻的冷汗 白洛只是轻抚了一下 手心全是汗水 他又为玉九里把了脉 捏了一眼抓着墨柳商手指的手 白洛声音温柔地对玉九里一道 小九 娘要为你试真 你先将墨柳商松开 玉九里听到白洛的话 但却倔强地抓着墨柳商 没有要松手的意思 墨柳商看着小丫头额头上 那密密麻麻的冷汗心疼不已 白洛见状又道 你放心 墨柳商会一直待在这里 他不会离开 白洛说完 看了一眼墨柳商 眼神示意他跟玉九里说几句 墨柳商会议 微微点头 薄唇清起 小九 我不走 别怕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等你醒来 墨柳商话音落 他的手指就被玉九里松开 白洛对东方昊月说道 东方 止痛药 东方昊月急忙将止痛药递给白洛 白洛将药送到玉九里嘴边 只是玉九里却一点都不配合 白洛正主 自己的女儿什么心思 他比谁都清楚 小九这病 现在还没有研究出 可以治愈的药 只能暂时控制 他比寒毒的痛苦 还要猛烈煎熬 每次复发 如同抽丝剥茧 他怕小九承受不住 所以才会用止痛药 只是 止痛药带来的副作用 他也不敢确定 这次 小九不愿意用药 他是因为墨柳商吧 他就在这里陪着你 等你醒来 小九喝了药 痛苦就会减轻一些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702集 玉九里的头微微摇动 白洛宁不过自己的宝贝女儿 最后心疼地看了他一眼 拿起针带走到床边坐下 手里的银针 一根根往玉九里身上扎去 每扎一针 白洛的心疼一下 生生忍着不让自己落泪 鼻尖却变得粉红 玉九里每被扎一针 便会痛得沉吟一声 他不想 只是浑身痛得难忍 他忍不住才会呻吟 额头的冷汗越来越密 一旁的墨柳商 看着玉九里脆弱的模样 整颗心 像是被刀绞一般 痛得连呼吸都不敢 他深邃的眸子 看着白洛手里的银针 想阻止他 心里又清楚 玉九里的病需要这么做 双眼逐渐变得心红 见玉九里眉头紧拧着 他喉结滚动 两步上前 缓缓俯身 抓住玉九里冰冷的手 压低声音安慰 小九 再忍一忍 很快就好了 他宁愿被刺的是他 受痛苦的是他 白洛看了一眼莫流伤 顿了片刻没有多言 继续认真地为玉九里扎针 东方昊月也是心疼不已 站在一旁对玉九里说道 丫头 再坚持一会儿 针拔了就好 我答应你 等你这次醒来 我小金库里面的宝贝 你随便拿 要多少拿多少 他知道 玉九里随了白洛 爱财得紧 莫流伤感觉到 小丫头的手指动了 他俊眉微挑 缓缓开口 小九知道血缘宫对吗 血缘宫里 价值连城的宝贝应有尽有 正好我与血缘宫公主 乃至交 等你醒来 我带你去血缘宫 你看上什么便拿什么 你想要整个血缘宫都可以 果然 莫流伤又一次感觉到 手心里那只小手动了 他眸底一抹光闪过 将自己的家底 全都跟玉九里抱了一遍 一旁东方浩月听得满脸震惊 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比师兄看起来还有钱 小九这是从哪儿找的呀 再想想自己的小金库 竟然连人家的一根手指头似乎都比不上 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默默地看着莫流伤的背影出神 时间一点点过去 莫流伤从未觉得如此难熬过 直到白洛将玉九离身上最后一根银针拔下来 莫流伤瞬间松了口气 他还未缓过来 玉九离突然侧身 口中鲜血喷了出来 溅了一地 莫流伤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他急声道 小九 小九 伯母 小九 这是怎么了 白洛见状 长舒了口气 对莫流伤说道 小九暂时没事了 这是最后一次 若是研究不出 能医治他这个病的药 只要他再碰一次凉水 便是华佗在世 也无力回天了 白洛说得很清楚 莫流伤自然听进去了 华阴洛 他看了一眼东方昊月 两人将药箱收拾好 东方昊月急忙出去通知玉绝尘 很快 玉绝尘走了进来 一脸严肃地问白洛 小九怎么样了 已经没事了 让他休息吧 一路连夜奔波 换成正常人都撑不住 玉绝尘过去看了一眼玉九离 最后与白洛 东方昊月一起出了房间 莫流伤留下来陪着 白洛离开时 将要注意的事情 全都跟莫流伤说了一遍 莫流伤也认真地记下 此时 云海国明孔学院 徐雪峰和穆清武夜清 用完早上后就去了学堂 路上 穆清武好奇地问 奇怪了 从昨晚到现在了 怎么不见九离的人影 徐雪峰想到昨晚 他去玉九离寝室 发现玉九离不在 后来又去男子寝室 发现莫流伤也不在 所以便没有再多想 对穆清武道 或许是和莫公子出去用膳了 他一会儿可能直接去学堂了 穆清武会议 没有再多想 叶清一直沉默不语 昨晚 云金他们传信过来 说是主子带着玉九离 连夜去了夏邻国了 叶清犹豫着 要不要告诉穆清武和徐雪峰 最后收回视线 没有多说 三人一起离开 本以为到了学堂 就能看到玉九离 结果 整整一天 也没有看到 玉九离和莫流伤的身影 徐雪峰和穆清武 包括萧绿 东方泽等人 都好奇不已 终于熬到放学 徐雪峰急忙凑到 东方泽面前问 东方泽 你知道小九去哪儿了吗 我还想问你呢 小九一整天 都没有露面了 话音落 看了一眼一旁的穆清武 穆清武心里咯噔一下 脸色顿时飞红 低着头不敢看这边 萧绿这时也凑了过来 话里带着一股酸味 莫流伤也不在 还用想吗 小九肯定被他给 骗去哪里玩了 这个莫流伤 自己不学习 千万别把小九带坏了 徐雪峰看了一眼萧绿 想到昨天 他跟他说的那些话 心里有些不悦 萧绿接收到徐雪峰的视线 瞬间住口 几人因为担心御酒离 所以一放学 便直接去了寝室找人 寝室没有 又去了学院外面的客栈 询问情况 天色已经很晚 仍旧没有御酒离下落 叶青健壮 对徐雪峰他们说道 我们去那边的藏书 个问问吧 九离和莫公子 经常去那边 叶青话音落 徐雪峰和萧绿他们 先一步 往小巷子的方向奔去 叶青跟在 几人身后走了过去 片刻后 几人出来 脸色都不太好 从店掌柜的那里听到 有关御酒离落水的消息 沐青武不知道 其他人都清楚 沐青武见大家脸色都很难看 一脸不解地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们都这副表情 徐雪峰担心御酒离的情况 急声道 不行 我得回去夏邻国一趟 青武 你明天帮我跟先生说一声 就说我生病 这两日不能去学堂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酒离他怎么了 小九从小身子弱 不能碰冷水 否则 很可能会危及到生命的 什么 竟然会有这种怪病 不行 你们去 我也要一起 现在天色不早了 大家先回去歇息 云海国与夏邻国 自从开了那条大道河 路程也没有多远 酒离既然已经被魔公子 送回了夏邻国 他自然不会有事 我们这样冲动 突然全都离开云海国 学院里面不好交代 酒离也不愿意看到 我们为了他这样 东方泽和徐雪峰 听了叶青的话 微微点头 算是同意了 萧绿和沐青武 却听不进去 萧绿看向叶青 冷嘲道 叶青啊 不是本公子说你 你平日里 一副冷情样 本公子也就不跟你计较 小九出了事 所有人都心急如焚 你仍旧这副冷漠的样子 还是说你早就知道 小九出事了 也是奇怪 我们找了半天 都没有问到 小九的消息 你就直接带我们 去了藏书阁询问 一去一个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零三集 徐雪峰见萧绿这么说叶青 急忙上前拉住萧绿的手臂 压低声音对他道 萧绿 你做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叶青 他是我和小九的朋友 你不该这么说他 本公子说他怎么了 他阻止我们去夏林国什么目的 本公早就觉得他很奇怪了 叶青冷眼看着萧绿沉默不语 他的拳头却微微钻紧 手背青筋 微微抱起 徐雪峰和叶青相处也有好几天了 大概知道叶青的性子 他本就生性冷漠 但他对小九绝对没有任何敌意 不会害小九 况且叶青说的也有道理 他们大晚上这么离开云海国 萧绿还是云海国太子 若是被有心人算计 怕是真的会出事 回过神 徐雪峰看了一眼东方泽 希望我们先回学院 问清楚夏林国那边的情况 再做打算 东方泽会议 微微点头 垂眸看了一眼木青舞 对他道 我们比你还要担心小九的安慰 叶青和雪峰说得对 不能这么鲁莽行事 先回去吧 问了情况再说 萧绿心里不满 但因为徐雪峰的话 还是答应跟着一起回去学院 但去学院的路上 却怎么也不肯和叶青同行 对此 徐雪峰无奈 示意东方泽和沐青舞与叶青先离开 徐雪峰则和萧绿一起跟在身后 夏林国城外 灵溪阁 墨流商一直守在床前照顾徐雪峰 白洛和徐雪峰来过好几次 命丫鬟做了可口的饭菜给墨流商 请他去善厅用善 他也不肯 也不吃不喝 就这么一直坐着 握着徐雪峰的手 徐灵涵知道徐雪峰的事情后 也从夏林国学院赶了回来 看到徐雪峰的手 落在墨流商手中 他心里很是不悦 但也没有多说 小九的性子他清楚 他若不愿意 谁也没机会碰他一下 所以徐灵涵清楚 徐雪峰并不排斥墨流商 看到墨流商对徐雪峰的态度 徐灵涵心里也是接受了墨流商的 至少比起萧绿 他更看好这个妹夫 墨流商察觉身后有人盯着自己 他缓缓回头 见是徐灵涵 正欲起身 手被徐酒梨抓着 墨流商嘴角动了动 淡淡开口 小九昏睡时叫过你 徐灵涵听了墨流商的话 顿了片刻两步上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徐酒梨 眉头微拧 眸底满是疼惜 他缓缓伸手 在徐酒梨额头摸了摸 徐酒梨的睫毛微微颤抖 徐灵涵见状 顿了顿 见他体温已经恢复正常 转眼看向墨流商对他道 谢谢你救了小九 徐灵涵不敢想 若不是墨流商反应快 送来得早 怕是现在看到的小九 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 后面的事情他不敢想 也后悔自己没有陪妹妹 一起去云海国学院 墨流商回道 我的命是小九旧的 所以他的命也是我的命 徐公子不必跟我道谢 徐灵涵没有多说 腻了一眼徐酒梨的手 见他抓着墨流商 徐灵涵缓缓开口 小九不要任性 放开墨公子 他救你回来到现在 一天一夜了 滴水未及 果然 徐灵涵话音刚落 紧紧地抓着墨流商的小手 缓缓松开 墨流商掌心一凉 竟有些不习惯 看来这丫头 意识已经清醒 只是迟迟没有醒来 徐灵涵走到床边坐下 冷冷地对门口守着的丫鬟道 来人 丫鬟脚步匆匆进来 恭敬地站在不远处 徐灵涵提醒 带墨公子去善厅用膳 丫鬟会议 看了一眼墨流商 墨流商见状也没有多言 他觉得徐灵涵是想和小九独处吧 所以便起身跟着丫鬟 一起出了房间 徐灵涵看了一眼 徐灵涵的脸蛋 淡淡开口 可以醒来了 人已经出去了 徐灵涵羞得睁开双眼 清澈的眼睛看着徐灵涵 因为被冷水浸过 所以脸蛋仍旧带着一种病态白 像个瓷娃娃一般 看得人心疼 哥哥 徐灵涵听到丫头 有些低哑的声音 握着他的手 脸色有些阴沉 怎么回事 娘不是提醒过你不能用冷水吗 你是怎么答应的 这件事不怪我 我当时也是担心木轻舞的安危 所以才一时看走眼 跟着跳了下去 我落水的时候我就后悔了 徐灵涵本来准备了一堆说辞 教训徐酒里 结果看到小丫头无辜可怜委屈的样 顿时心疼不已 哪里还舍得跟她说一句重话 她俊眉微醋 在徐酒里额头又摸了摸 问道 方才为何不醒来 墨流声在这里守了你一整日了 你倒是舍得 徐酒里嘟着小嘴 被子将嘴巴遮住 但徐灵涵能想象到被窝底下小丫头的模样 安静地看着徐酒里等着她回答她的话 徐酒里脸蛋微微腾起一抹红韵 小声嘀咕 喜欢听她讲故事 她知道墨流声说的那些故事 都是她亲身经历过的 说的是她自己 徐灵涵听了个大概意思 嗯 她一直在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情 我觉得有趣 不想打断她 妹妹何时这般八卦 哥哥你别揭穿我 徐灵涵见小丫头跳脚的模样 点头应了一声 她开口问道 身子还疼 嗯 娘亲扎针的时候是挺疼的 现在不疼了 至少比扎针的时候要好很多 只是暂时无法坐起身 徐酒里有些别扭 她想去小姐 看着徐灵涵 徐酒里欲言又止 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没有 那个哥哥 我饿了 我想吃东西 徐灵涵宠溺溺地看着徐酒里 心中轻叹了口气 起身对她道 乖乖躺着 我去命人给你做 刚出寝室门 就看到墨流声端着石盘走来 徐灵涵正住 眼神暗了暗 看来 我在小九心里的地位 怕是要一落千丈 妹妹出世 她不在身边 现在她饿了 墨流声却掀她一步 送来了食物 收回视线 上前对墨流声道 小九已经醒了 不能让她自己下地 墨流声听到徐酒里醒来 牟底一抹光滑过 随即恢复如常 敏唇应了一声 两个同样冷漠的男人 明明徐灵涵比墨流声小好几岁 此刻两人站在一起 却格外相似 浑身都透着一股帝王之气 冷漠霸道 徐灵涵离开 墨流声抱着石盘 进了徐酒梨屋里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零四集 徐酒梨盯着屋顶出神 听到脚步声 想也没想 一脸期待地转眼开口道 哥哥你的速度这么快 猜走一会儿就会 后面的话还未说出口 就见墨流声 将石盘放在桌上 端着碗走了过来 徐酒梨顿时正住 喉咙一紧 看着墨流声 竟紧张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墨流声也淡定地开口 饿了 徐酒梨半晌才反应过来 小鸡啄米似地点头应声 嗯 也不是很饿 墨流声将椅子拉下来坐下 咬了一勺蔬菜粥 送到徐酒梨嘴边 徐酒梨一脸嫌弃地 往后躲了躲 我不想喝粥 尝尝 味道很不错 徐酒梨摇头 像个孩子 内心拒绝 表现出来的 也很嫌弃的模样 墨流声 墨流声垂眸看着碗里的粥 这粥本来是丫鬟做的青粥 她喝了一碗 想着小丫头一整天空着肚子 若是醒来一定会饿 所以便让丫鬟多盛了一碗 谁知丫鬟说 徐酒梨从小不喝青粥 所以她亲自下厨 往里面加了些料 徐酒梨在学院里吃的那些 都是她亲手为她做的 她知道她的口味 今天的粥同样如此 墨流声耐心地对徐酒梨说 你先尝一口 若是不好吃放在那边 想吃什么 让学院里的那几个厨子 给你做 学院里的厨子 嗯 今日一早他们就赶过来了 现在应该快到县王府了 徐酒梨难以置信地看着墨流声 想到她跟她讲过她的过往 又不觉得奇怪了 墨流声是天下人 闻风丧胆的血渊宫公主 就像爹爹曾经的威名 犹豫了片刻 伸出手去拿汤匙 结果被墨流声拒绝 别动 我喂你 徐酒梨正住 心脏砰砰直跳 盯着墨流声专注的眼神 墨流声知道 徐酒梨心里排斥青州 提醒她 闭上双眼 徐酒梨乖乖照做 墨流声坐到徐酒梨身旁 将碗放在椅子上 小心翼翼地将徐酒梨搀扶起 让她靠在她怀中 一切做好 她拿起汤匙 咬了一小勺 送到徐酒梨嘴边 看着她浓密的睫毛 微微颤抖 可爱迷人 墨流声性感地猴结滚动 收回心思 开口道 来 张嘴 徐酒梨眉头紧拧 缓缓张嘴 尝到那种熟悉的味道 徐酒梨缓缓睁开双眼 抬眼看着墨流声 她的怀抱很暖 她今天也很温柔 就连眼神也让人禁不住胡思乱想 还有这粥竟然这么好吃 徐酒梨将口中的粥咽进肚子里 墨流声见她艰难的模样 将汤匙放下 不喜欢 别勉强 一会儿 我去让他们做你喜欢吃的 徐酒梨正住 圆圆的眼睛盯着墨流声 急声道 我要吃 墨流声不解挑眉 徐酒梨一脸认真地对她说道 这粥很好吃 我还要 墨流声的嘴角 突然扬起一抹笑容 徐酒梨险些被迷惑 来 啊 张嘴 徐酒梨呆呆地盯着墨流声 张大嘴巴就这样 一口一口地将碗里的粥 全都送进了肚子里 墨流声见小丫头 一脸满足的模样 问 还要 不要了 你能不能帮我叫我娘 或者我爹爹也行 啊 我想要解手 可是我 啊 墨流声你你做什么 你快放我下来 徐酒梨话还未说完 整个身子瞬间腾空 落尽熟悉的怀抱 他本能地搂着墨流声的脖子 急声提醒他赶紧松开 墨流声没有回应他的话 开口道 正好 我也要去 徐酒梨修得恨不得钻地缝里去 脑袋埋进墨流声胸膛 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他整颗心像小鹿乱撞一般 无法平静下来 好在白洛提前命人在茅厕里备了作便 墨流声 墨流声送徐酒梨进去后便被徐酒梨赶了出来 他确实也憋了一整天 解手后就站在外面等着徐酒梨 他发现贤王府里的用具都很奇特 就连茅厕也与众不同 看着墙壁上刻着的女侧男侧 还画了很形象的人物作为标志 墨流声谋底满是欣赏 而他盯着女侧的时候 身后几个丫鬟看到 对墨流声指指点点 墨流声听到动静 回头看了一眼 那几个丫鬟见到如此好看的男人 一时晃了神 见男人冷眸扫来 急忙低着头仓皇逃离 就在此时 女侧里 徐酒梨突然惊叫一声 墨流声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此刻 徐酒梨手里拿着侧纸 侧纸上有鲜红的血迹 徐酒梨猛地抬眼 看着闯进来的男人 忍不住惊叫 还未喊出口 就被男人宽大的手掌 捂住了嘴巴 墨流声低沉的声音 在徐酒梨耳边道 噓 别叫 外面有人 徐酒梨回过神 瞪大眼睛看着前方 点头如捣蒜一般 墨流声缓缓缓松开徐酒梨的嘴巴 徐酒梨一脸慌乱地将衣服整理好 耳根已经红到了脖梗 他心跳加速 小声提醒 先出去 墨流声逆了一眼 徐酒梨丢掉的带血的纸巾 问道 怎么回事 哪里受伤了 徐酒梨被墨流声这么一问 脸蛋更红了 很是窘迫 这应该是每个女子都会经历的月事 娘亲跟她说过的 因为她体质的原因 月事若来 可能会在16岁左右 普通人应该是13岁到15岁之间 娘亲还提醒她 若是发现自己来月事 不用慌乱害怕 可毕竟 这种事情她头一次经历 虽然 从她满了13岁开始 就已经小心翼翼地观察 但突然看到 心里难免会害怕胆怯 所以方才才忍不住 突然喊了出来 只是忘了墨流声就在外面 回过神 别过脸 小声提醒墨流声 没事 你先出去 墨流声却不肯 担心徐酒梨的身体出问题 一把将她横抱起 徐酒梨震惊地 看着她那张冷峻的脸 急声道 我真的没事 你先放我下来 我送你去找伯母 不用 徐酒梨话音落 外面一阵脚步声传来 徐酒梨大惊 瞪大双眼看着墨流声 用仅能两个人听到的声音说道 来人了 墨流声自然也听见了 她垂眸看了一眼怀里的小丫头 示意她不要说话 徐酒梨心虚地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 徐酒梨急声问道 谁 小酒在里面 徐酒梨听到娘亲的声音 心中一紧 搂着墨流声脖子的手 也收紧了一些 脑袋紧贴在她胸前 对外面的人道 啊 娘 是我 我肚子不舒服 所以可能得耽搁一些时间 没事 我在这里等你 你一个人可以吗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零五集 徐酒梨偷瞄了一眼 沉默不语的墨流声 为什么我突然觉得 我们现在的情况 像是一种 快要被娘亲捉奸的感觉 娘 你不用等我 墨流声就在附近 我让她一会儿来接我 白洛看得出女儿的心思 所以没有再多言 狐疑的目光 看了一眼女侧的方向 最后转身离开 徐酒梨的脸蛋滚烫 紧贴着墨流声的心口 听到她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她瞬间松了口气 整个人也瘫在了墨流声怀里 墨流声看着小丫头的模样 低哑的声音对她道 肚子不舒服 会说谎了 徐酒梨像个孩子似的 瞪了一眼墨流声 你放我下来 墨流声轻笑一声 没有要放她下来的意思 现在去找伯母 就这样 墨流声抱着徐酒梨 回去了寝室 又让人叫来了白洛 徐酒梨求助的眼神 看向白洛 白洛会议 提醒墨流声 在门外候着 房门闭上 白洛上前 坐在床边 替徐酒梨把了脉 见她身上的寒气 都已经消散 瞬间松了口气 问道 小九怎么了 娘 我来月室了 徐酒梨有些难以启齿 白洛笑道 来月室有什么害羞的 徐酒梨想到 墨流声突然闯进 女侧的事情 耳根就有些发烫 回过神 急忙对白洛的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白洛揉了揉 徐酒梨的脑袋 命人拿来了 自制的卫生巾 虽然不及现实的 但总比这里的 越是不强 他教徐酒梨怎么用 什么时候换 这几日该注意什么 刚说完 外面就有人敲门 白洛出去看了一眼 见是御绝尘 他给墨流声 让开地方 墨流声会议 进了徐酒梨寝室 而白洛则挽着 御绝尘的手臂离开 两人走在小道上 白洛抬眼 看了一眼御绝尘 见他炽热的凤眸 盯着他一直看 白洛好奇地问 怎么了 尘 徐酒梨将白洛 一把扯进怀中 在他额头亲了一口 道 明日就是你的生辰 想怎么过 白洛猝眉 自从有了两个孩子 他哪里还有心思 给自己过生日 每年都是小晨晨给他惊喜 小晨晨的生辰 他却很少记住 想了想 白洛应道 要不 今年就不过了吧 洛儿的生辰 怎么能说不过就不过呢 若是你没想好 那就全全交给我办 白洛靠在御绝尘怀里 嘴角勾起一抹幸福的笑容 好 都交给你去吧 御绝尘低头 在白洛柔软的唇上 轻啄一口 在他耳边小声道 洛儿 你先答应我 明日为夫送夫人的礼物 夫人不能拒绝 白洛瞪大眼珠子 盯着御绝尘 见他满眼期待 白洛呆呆点头 心里却不想 御绝尘见状 牟底一抹得意之色闪过 站直身子不再多说 揽着白洛的腰部 往前走去 白洛好奇不已 我怎么有种 上了贼船的错觉 礼物 所以小晨晨的礼物 早就备好了 一日一早 贤王府马车赶来灵溪阁 将白洛和御绝尘 一起接走 御绝尘因为身体缘故 所以留在了灵溪阁 知道自己的娘亲今日生辰 所以从黄金袋里 找了件适合白洛的礼物 让丫鬟悄悄放在了 贤王府马车上 御绫寒见御九黎 身子已无大碍 所以一大早起来 看了御九黎后 便去了学院 御绝尘提醒他 放学后不要回去贤王府 直接去灵溪阁 御绫寒没有多想 将给母亲准备的礼物 同样悄悄放在马车里 灵溪阁里很快安静下来 除了那些下人 也就剩下御九黎和墨流伤 墨流伤坐在床边 为御九黎削苹果 御九黎闲来无事 一个人低头玩着孔明锁 墨流伤看了他一眼 开口问道 你还没回答我昨晚的问题 昨晚问他 在女侧时为何会有血迹 问他身体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否安好 他一直都避开这个话题 后来再问他就睡了 墨流伤心里担心 一个晚上都没睡好 御九黎手里的孔明锁突然解开 全部散落在被子上 他愣了片刻 抬眼对上墨流伤忧伸的毛子 他以为 昨晚避开这个话题 睡一晚他就忘了 现在竟然又提起 女子来越视这种事情 跟一个大男人说 是不是不太正常 可是若不说 他一直追问也不是办法 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为何会有血迹 我已经十四岁了 过不了多久就急急了 剩女人每个月都会那个 现在 我应该算是真正的女人吧 御九黎越说 声音越小 没脸看墨流伤了 墨流伤听了御九黎的话 手里的刀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鲜红的血染红了苹果 血液滴落在地上 速度很快 墨流伤垂眸 看着那刺眼的鲜红拧眉 御九黎见状 一脸焦急地 从自己的黄金袋里 拿出伤药和纱布 为墨流伤包扎伤口 一边为他处理伤口 一边像个小媳妇似的埋怨 你的右手才好一点 怎么这么不小心 墨流伤想到御九黎方才的话 手顿了顿 对御九黎道 我来 你乖乖躺好 说着 将纱布和药拿起来 有些不自在地 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动作娴熟地 为自己包扎伤口 脑子里 却是御九黎方才的话 一直徘徊 女人 真正的女人 御九黎将被子上的那些木块 重新拼在一起 偷瞄了一眼墨流伤 见他在发呆 他小声道 墨流伤 墨流伤缓缓抬眼 御九黎眼珠子转了转 我肚子饿了 我去让人给你做 想吃什么 昨天我吃的那种汁 好 叶剑方才 削好的那个苹果上沾了血 墨流伤将它拿起来 准备丢掉 御九黎急声道 别扔 他还能吃的 脏了 把那一瓣削料不就可以了 苹果给我 你帮我去催吃的 墨流伤觉得 小丫头这是在撒娇 心情甚好 他拿起刀 将干净的一半削了下来 递给御九黎 若是不够 一会儿我过来给你学 你不准动刀 御九黎嘴角 露出一抹甜美的笑容 点了点头 咬了一口苹果 口中被清甜的果汁沾满 此时 云海国鸣孔学院 掌月阁 教书先生进了学堂后 看到那些空位 一脸不悦地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今天这么多学生 都没有来学堂上课 今日一早 他就收到消息 墨流伤和御九黎来不了 他也没指望两人能按时上课 可是 其他人竟也缺席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零六集 叶青起身 想到早晨 徐雪峰拜托他的话 开口硬道 灰先生 徐雪峰昨夜和木青五吃坏了肚子 萧绿和东方泽 带两人去看病了 白先生眉头紧簇 眼里一抹狐疑之色闪过 但也没有再多问 云海国皇城外 两辆马车在路上狂奔 前面马车里坐着徐雪峰和萧绿 后面马车里坐着木青五和东方泽 徐雪峰趴在马车窗口 看了一眼外面 回头对萧绿一道 若是萧伯伯知道你私自去夏邻国 会不会 我父皇若是知道 肯定举双手赞成 徐雪峰正住 脸色有些难看 萧伯伯自然是赞成的 毕竟啊 他们眼里的儿媳妇 都是小九 萧绿见徐雪峰的模样 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急忙解释 徐雪峰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别误会 徐雪峰嘴角动了动 不自在地笑道 你说得没错 你和小九之间的事情 是萧伯伯和贤王之间的约定 你们门当户对 我不过是贤王府下人所生 身份地位与你学说 后面的话 徐雪峰没有再说下去 喉咙有些哽咽 他看了一眼萧绿 脸上露出僵硬的笑容 我习惯了骑马 先下去了 说完 直接掀开马车门帘 跳下了马车 车夫吓了一跳 好在徐雪峰没什么事 萧绿呆呆地坐在马车里面出神 心里将自己骂了无数遍 昨天好不容易才跟徐雪峰讲和的 忍不住轻叹了口气 犹豫着要不要出去哄徐雪峰 最后趴在马车窗口 看了一眼前面骑在马背上的丫头 没有再多说一句 身后跟着的马车里 木轻武因为没睡好 所以有些发困 娇小的身子依靠在马车上 脑袋偶尔因为马车的颠簸 往侧臂撞去 但每次快要撞到时 东方泽的手就会将木轻武的脑袋接住 这一次又被接住 只是接住他肩膀的不是东方泽的手 而是他的肩膀 东方泽不知何时竟然坐在了自己身边 木轻武瞪大双眼 看着东方泽那张白皙俊朗的面孔 喉咙一紧开口道 你怎么坐过来了 说着急忙从东方泽怀里离开 东方泽那双炙热的毛子 盯着面前一脸警惕的小丫头 缓缓朝前 木轻武身子微微朝后倾去 紧张地问 东方泽 你要做什么 话音落 双臂还胸护着自己 东方泽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伸出手突然落在木轻武嘴角 拇指轻轻摸缩 很快又放下 木轻武这才发现发生了什么 脸色顿时红了 他竟然流口水了 此刻木轻武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正好此时徐雪峰的声音传来 呀 木轻武猛地回过神 急忙趴在马车窗口朝外望去 见徐雪峰骑坐在马背上 木轻武好奇地看了一眼东方泽 想到方才的事情对东方泽道 东方泽 我也想去骑马 停车 马车缓缓停下 不等木轻武动身 东方泽率先起身 扶着身往马车外走去 木轻武正住 我说的是我想骑马 为什么他下马车了 东方泽伸手递给木轻武 下来 木轻武走到马车边上 准备往下跳 结果却被东方泽一把捞住 抱下了马车 木轻武惊叫一声 接收到东方泽的视线 瞬即闭口 他清澈的大眼睛 看着东方泽 回过神 急忙从他怀里跳下来 东方泽示意车夫继续赶路 逆了一眼身后随行的队伍 上去要了一匹马过来 他骑在马背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木轻武 将手递给他 上来 木轻武无语 方才在马车里 为了避免尴尬 所以他才要求骑马的 见东方泽看着他 木轻武无奈 心里叹了口气 伸出手递给东方泽 木轻武坐在前面 东方泽坐在后面 他双臂将他圈在怀里 下巴抵在他肩侧 感觉到木轻武身子有些僵硬 东方泽在他耳边 小声提醒 别紧张 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木轻武咬着唇低着头 脸色泛红 东方泽嘴角扬起 一抹邪魅的笑容 一声 驾 马儿驾着徐雪峰 扬长而去 经过萧绿的马车时 东方泽瞥了一眼 淡定坐在马车里的人 提醒 绿 女人是要用来宠的 话音落 转眼 人便消失在队伍里 萧绿跳下马车时 哪里还有徐雪峰和东方泽他们的身影 来不及多想 急忙要了一匹马追了上去 身后一群人紧跟其后 转眼黄昏 闲王府外异常安静 没有一个人影 白洛和玉绝尘两人 坐在上幽殿院里 悠哉悠哉地喝着小酒 满院挂着珠红色的灯笼 院里铺满了红毯 明明看起来很是喜气 却因为没有人影 显得有些冷静 白洛扫了一眼四周 好奇地问玉绝尘 尘 府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 回来的时候都还很正常 似乎是他从寝室里 换了身衣裳出来后 人就都没有了 玉绝尘为白洛倒了一杯酒 薄唇清起 方才给所有人都放了半天假 现在府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白洛无语拧眉 猜不透玉绝尘到底要做什么 抬眼看着他问 一会儿吃什么 玉绝尘深邃的凤眸 看着白洛烟红的唇 猴结滚动心道 吃你 有为夫在 洛儿还怕饿肚子 所以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洛儿喜欢吃的所有食材 随时等候洛儿拆遣 白洛狐疑的目光盯着玉绝尘 玉绝尘瞥了一眼白洛手里的酒杯 提醒他 洛儿喝酒 这种果汁没有一点酵 我已经喝了不少了 我要喝你的酒 说着就去夺玉绝尘的酒杯 玉绝尘动作迅速地拿走 洛儿别闹 白洛不答应 起身直接扑到玉绝尘怀里抢酒喝 玉绝尘见状 拿起那坛酒 一个纵身跃起 转眼到了屋顶 白洛抬眼看着男人修长的身影 珠红色的长袍 将他完美的身材包裹 明明已经当爹了 容貌和身材 却仍旧没有什么变化 若是变化最大的 就是越来越无耻了 回过神 白洛跟着追到了屋顶 晚霞很美 夕阳洒在院里那片荷花池中 波光凌凌 格外豁人 两人一前一后 在贤王府上空追逐 每次白洛要追上玉绝尘时 玉绝尘的速度就又快了一些 白洛扑空 玉绝尘回头看了一眼 一脸气恼的小女人 他嘴角勾起一抹邪笑 对白洛道 这次只要洛儿追上我 我就不跑了 就全给洛儿喝 白洛咬了咬牙 拼尽全力追了上去 玉绝尘看着白洛跳脚的模样 宠溺一笑 等着他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707集 白洛眼看着就要追到玉绝尘 谁知脚下流离瓦滑落 重心不稳 整个人仰面朝后落去 玉绝尘脸色顺变 转顺落在白洛身后 他一手揽住白洛的腰身 将他整个人带进他怀中 另一只手里 酒坛稳稳地拿着 两人的身影 在半空中旋转 缓缓落地 就在玉绝尘刚站稳的那一瞬 白洛眸光一抹亮光闪过 动作敏捷地握住玉绝尘 拿着酒坛的那只手 趁着玉绝尘不注意 将他手里的酒坛夺了过来 玉绝尘来不及阻拦 白洛已经将酒坛送到嘴边 玉绝尘无奈挑眉 炽热的莫眸看着面前的小女人 白洛喝了一口 瞪大眼睛看着玉绝尘 小晨晨你骗我 这里面全是水 所以他陪我喝了半赏 我喝的是果汁 他喝的是水 他竟然忽略了酒香味 好酒自然会有浓烈的酒香 他竟然完全忽略了 玉绝尘见白洛出神 突然将他横抱起 白洛大惊 还住玉绝尘的脖子 顺手扔了酒坛 玉绝尘 你竟然敢骗我 玉绝尘薄唇威泯 抱着白洛迈着大步 往寝室的方向走去 开口道 带你去看礼物 什么礼物 他不想看 他觉得这个男人 一定没安好心 玉绝尘见白洛 警惕的模样笑了 洛尔 你这么看着为夫 为夫有一种挫败感 为什么把酒换成了水 洛尔不是说 不准我喝酒吗 还说为夫喝酒就是浪费 所以我便以水代酒了 这道怪奇我来了 为夫不敢 夫人说一便是一 为夫绝不敢喊二 白洛给了玉绝尘一记白眼 眼里却露出满足的笑容 脑袋靠近他怀里 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心跳声 很快两人来到寝室门口 玉绝尘提醒白洛 闭眼 白洛没有多问 迅速闭上双眼 玉绝尘抱着他进了寝室 顺手关了房门 他的脚触碰门脚的机关 转眼 寝室里所有帘子落下 屋里漆黑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 白洛虽然闭着双眼 但能感觉到突然袭来的黑暗 不等玉绝尘开口 他突然睁开双眼 眼前满是荧光 红黄绿三种颜色的光 交织闪烁 似银河中的繁星 璀璨耀眼 白洛扫尸四周 小声低念 好美 他记得 小晨晨曾给过他这种美好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他再次带她 进入了这种梦幻般的世界 此刻 白洛的眼神格外的明亮 他缓缓伸出手 指尖触碰到 那些小东西时 又迅速将手收回 他抬眼看着面前 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 声音有些哽咽 什么时候准备到 他清楚 这么多萤火虫 他一定费了很大的心思 玉绝尘薄唇清奇 道 为父养的 白洛心中满是惊喜 他说他养的 他信 为了他 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心里被甜蜜覆盖 早已经将久的事情 抛到了脑后 出神间 耳垂突然一阵微凉 柔软的碰触 让白洛心里一惊 玉绝尘 温润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真正的礼物 还没有送给洛儿 还有礼物 洛儿最想要的礼物 白洛想了想摇头 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有了 玉绝尘见白洛如此表情 眼帘微锤 抱着他直接往内室走去 白洛突然想到什么 急声道 小晨晨你要做什么 送洛儿礼物 洛儿若是不配合 怕是今天的生辰礼物 都送不出去了 玉绝尘 那天我只是说说 别人有的 我的女人得有 别人没有的 我的女人也要有 我的女人想要的 便是我倾尽所有 也要为他寻来 捧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邏輯 脑子里一个画面闪过 那是两个月前 他去皇宫和詹青竹喝茶 詹青竹怀了身孕 当时他确实有些羡慕 毕竟詹青竹 已经为玉子霄 生了三个孩子了 他是运气好 生了一对龙凤胎 那时他感叹 想像詹青竹一样 再要一胎 这样孩子们 就不会那么孤单 白洛没想到 玉绝尘竟然听到了 并且还记在了心里 回过神时 人已经被玉绝尘 压在了床上 白洛修长的睫毛 微微颤了颤 看着玉绝尘对他道 我那天只是说说 在维夫眼里 夫人随便一句话都是命令 维夫在夫人面前 绝对唯命是从 白洛几倍僵住 还想再说什么 男人已经栖身而下 床杖将外面那些闪烁着 微光的萤火虫隔开 玉绝尘 薄唇堵住白洛唇半 不给他开口和拒绝的机会 不知过了多久 安静的房间里 只能听到两人的呼吸声 一个急促 一个平稳 白洛窝在玉绝尘臂弯 脑袋枕在他胳膊上 纤细的手指 不停地拨弄着 玉绝尘那乌黑柔软的发丝 他饶有异味地问玉绝尘 小晨晨 你确定礼物送到了 玉绝尘被白洛的话逗笑 他痴笑一声 搂着白洛的手臂微微收紧 将他往怀里又圈紧了一些 缓缓开口 声音低沉雌性 洛尔 这是在怀疑为夫的办事能力吗 还是洛尔想要再要一份 为夫准备了很多 洛尔若是想要 为夫随时都能满足 白洛听到男人不害臊的话 转过身背对着他 不理会他 可就是他这一转身 害得玉绝尘 好不容易平息的火 瞬间又腾生起来 男人手臂绕过腰部 修长的手指缓缓上移 身子朝他的背部紧贴着 白洛感受到那炽热的体温 脸色瞬间占红 耳边温热的口气喷洒 洛尔也觉得礼物没有送到 对吗 这个男人 见他开始不安分 白洛急忙抓着他的魔爪 我收到礼物了 我确定收到了 可是为夫准备的礼物还在这里 为夫确定没有送出去 再来 话音落又纠缠在一起 天色已晚 灵溪阁 莫流伤陪玉九黎用完膳后 玉九黎觉得在房间待得烦闷 便让莫流伤带他出来赏月 想到娘亲生辰 便忍不住叹了口气 莫流伤好奇地问 怎么了 以前娘亲的生辰 我们都是一起过的 这次爹爹说我的身体不好 不让我回仙王府 哥哥在学院 也不让哥哥请假 你说爹爹和娘亲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吗 或许他们是想独处吧 独处 为何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708集 莫流伤幽深的莫眸 看着面前一脸单纯的小丫头 琢磨着该怎么跟她解释 就在此时 外面一阵吵闹 莫流伤转眼 就见下人匆忙跑来 公主 门外有刻就见 玉九黎与莫流伤 相视一眼 他好奇地问道 什么人 来人说 他姓莫 您亲吾 快去请他进来 亲吾竟然跑来下邻国了 他专程来看我的吗 亲吾知道我的事了 这么说 雪峰姐姐他们应该也知道了 莫流伤闽唇 微微点头 似乎早就猜到一般 玉九里喜出望外 这两日在灵溪阁 实在憋得慌 虽然有莫流伤陪着 可是毕竟女孩子的事情 还是要找女孩子聊的 莫流伤又很少说话 他有时候觉得 气氛很是尴尬 想起身前去相迎 结果被莫流伤拦住 下人已经去请了 很快他就会进来 别着急 玉九黎只好坐回自己的位置 当看到木轻舞的身影时 玉九黎脸上的笑容更浓 清脆悦耳的声音喊道 清五 木轻舞提着裙摆 脚步匆匆地朝这边奔来 两个少女相拥在一起 一旁 莫流伤有些不自在地 一开视线 木轻舞很识趣地 从玉九黎怀里出来 他将玉九黎 从上至下打量了一遍 除了脸色没有前几天好看外 其他都正常 他开口问道 小九 你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们了 我平日里身体都是很好的 就是不能碰冷水 你明知道自己不能碰冷水 怎么还往河里面跳 这是有多大的事情 非得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昨天听到你出事的消息 我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玉九黎抿着唇不说话 想到他当时也确实太过冲动 莫流伤视线落在木轻舞身上 见他责怪玉九黎 眼神格外冷漠 木轻舞察觉几倍一凉 莫流伤冷冷地道 有人装扮成了你的模样 跳了黄桥 一句话 木轻舞脑袋瞬间蒙了 玉九黎正欲阻止 只是已经来不及 木轻舞直直地盯着玉九黎 半晌开口问道 所以小九 你是因为那个人长得像我 才跳下去的吗 木轻舞感动得双眼充斥着泪水 一脸愧疚 玉九黎拉着木轻舞的手笑道 你别这样啊 轻舞 我当时就是听说你在黄桥那边 听说你家里出了事 所以担心你才 后面的话不说 木轻舞自然清楚什么意思 他鼻尖微微泛红 紧紧地握着玉九黎的手 低着头 小九对不起 还好你没事 否则我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了 对了 雪峰姐姐她们知道你来夏林国了吗 我们一起来的 玉九黎抬眼 徐雪峰和萧绿东方泽三人 朝这边走来 玉九黎嘴角勾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我就说嘛 怎么会就轻舞一个人来了 想给你一个惊喜 是不是看到轻舞一个人来的时候 心里很激动 哪有 心里却很温暖 有这些好朋友 他很开心 几人关心地问了几句 知道玉九黎身体已经无碍 这才放心了下来 莫流伤知道 这几个人一路奔波 定然没有用膳 所以便命膳房里那几个厨师 做了一桌子美食 玉九黎被莫流伤抱着进了膳厅 陪大家一起用膳 玉九黎觉得 大家看她的目光好奇怪 她转眼看着莫流伤 表情有些诡异 莫流伤见状 俊眉微挑 眼神似是在问她怎么了 玉九黎收回视线 不自在地笑了笑 没有开口 只是心里却莫名其妙地 觉得莫流伤更像是灵溪格的主人 并且没有一丝违和感 用膳的时候 玉九黎一直招待大家多吃点 而莫流伤则坐在她身旁 自顾自地往她碗里夹菜 她几乎没有说一句话 倒是萧绿和徐雪峰 总是不停地斗嘴 穆清武坐在东方泽身旁 所以她碗里的菜 基本上都是东方泽负责的 见穆清武有些不自在 东方泽小声在她耳边道 喜欢吃什么就尽管吃 就当这里是自己的家 小九喜欢无拘无束 不必拘谨 穆清武听了东方泽的话 眸光顿时亮了 低着头认真地吃着 自己碗里的饭菜 片刻后她抬眼看了一眼 御酒梨赞叹道 小九这些菜真好吃 我竟然从里面吃出了一种熟悉的味道 御酒梨见穆清武 嘴巴里面塞得满满的 嘴角还沾有油渍 笑道 清武果然是行家 一吃一个转 这些都是我们学院的厨子做的 什么 咱们学院的 御酒梨微微点头 也没有解释 穆清武心里虽然好奇 但也没有多问 东方泽拿起手帕 看了一眼穆清武 穆清武圆圆的眼睛盯着她 醋眉 东方泽将她嘴角的油渍擦干净 道 还想吃什么 穆清武看着萧绿面前的甜点 眼珠子转了转 东方泽会议 直接将萧绿面前的石盘拿了过来 放在穆清武面前 不够了 再让膳房去做 穆清武 险些因为东方泽的话呛住 还好 她及时喝了一口汤 喝完后 就不顾左右两旁的好朋友了 继续埋头苦吃 一整天空着的肚子 很快就被她塞得满满的 萧绿见东方泽 拿走了她面前的石盘 看到她 一点都不避讳地 给穆清武加菜 瞥了一眼徐雪峰的盘子 又瞄了一眼御酒梨的方向 犹豫了片刻 拿起筷子 加了一些徐雪峰爱吃的菜 送到她盘子里 小声道 多吃点 徐雪峰正住 转眼看了一眼萧绿 眼里一丝惊讶 闪过 玉酒梨看着两人的表情 那双漂亮的眼睛 眯成了两道弯弯的月牙 迷人可爱 陪大家用完膳 几人又在院里散步 墨留商知道 几个女孩子有话说 便暂时离开 处理血渊宫送来的传书 萧绿被东方泽叫去 找玉灵寒了 所以就剩下玉酒梨和徐雪峰 及沐清武三个人在院里 徐雪峰来到玉酒梨身旁坐下 问了玉酒梨前两日发生的事情 玉酒梨也没有隐瞒 都告诉了徐雪峰 沐清武一脸愧疚 都是我不好 若不是因为我 好了清武 都说了这件事情不怪你 你再这样 我就生气了 对啊清武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都是那个该死的使真香 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 等我们回到学院 一定要找他好好清算 啊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使真香没有理由要害我 况且这件事情 我们也别操心了 墨留商不准我插手 还有我爹爹 他也已经派人去云海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零九集 徐雪峰和沐清武听了玉酒梨的话 饶有意味地看着他 玉酒梨狐疑的目光盯着两人 问道 你们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徐雪峰眸底一抹狡黠的光闪过 打趣道 小九 没想到啊 这才短短数日 你和莫公子就已经熟悉到你什么都听他的地步了 我可是记得清楚啊 你连你爹宁的话都不听的 沐清武一脸八卦 凑上钱问道 什么听话 你们在聊什么 我也要听 玉酒梨脸色瞬间飞红 雪峰姐姐你别取笑我了 哪有 说完对沐清武道 没什么 别听雪峰姐姐胡说 沐清武淡淡应了一声 瞥了一眼院里栽种的那些花 走过去赏花去了 徐雪峰余光瞥了一眼沐清武 回头对玉酒梨道 怎么就没有 怕是你哥哥现在说话 也没有墨流伤说话管用了吧 雪峰姐姐 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 好 不笑话你了 困不困 若是困的话 我送你回去 嗯 不要 我们再聊一会儿 玉酒梨想等墨流伤来了 再回寝室 她全然不知 短短几日已经开始依赖她了 徐雪峰坐在她身边叹了口气 好 那就再聊一会儿 雪峰姐姐 你和绿哥哥之间 我和萧绿之间 算是朋友吧 可是今天在善厅 我看到她的心思都在你身上 可能是为了化解尴尬吧 毕竟墨流伤为你家财 东方泽的心思又在清武身上 说着 多看了一眼沐青舞 有些羡慕 有时候 她想像沐青舞一样 没心没肺的 被像东方泽这样的男人呵护 关心 可萧绿毕竟比她小 很多时候 她都觉得 自己像是萧绿的姐姐 她发脾气 自己得哄着 她做错事 自己要在一旁提醒 玉酒梨 见徐雪峰有心事 抓着她的手 无声安慰着 偏电 墨流伤看着手中的传书 眼神暗了暗 走到桌前写了一张 将她递给暗卫 暗卫拿着传书离开 墨流伤看了一眼 外面漆黑的天空 担心玉酒梨的身体情况 便大步走了出去 此时 云海国血渊宫内 石砧香浑身无一处完好 整个人失了浑似的 瘫坐在地牢中 云金和云木云水兄弟三人 朝牢房这边走来 石砧香听到脚步声 缓缓抬眼看着来人 在牢房里待了两天 经历了非人的遭遇 她太怕了 满脑子都是那些血淋淋的画面 看到云氏兄弟的那一瞬间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急忙起身 趴在牢房门口喊道 大哥 他给我错了 求你们放了我 我家里很有钱 只要你们放我出去 我爹爹会给你们 很多很多银子 云金回头看了一眼云木和云水 两人在门口等着 云金进了牢房 石砧香缩着脑袋 不敢抬眼 感受到那冰冷的寒意 他身子有些颤抖 大哥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不该害预旧力 可是我也是被人利用的 被谁利用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说是不说 我现在就割了你的舌头 以后永远都不要开口了 冰冷的声音 听得石砧香头皮一阵发麻 他喉咙一紧 捂着自己的嘴 抬眼那双闪着泪光的眼睛 盯着面前男人冷漠的脸 犹豫着不说 他清楚自己的下场 若是说了 出了这里 怕是他全家都可能会被他牵连 齐白莲的爹位高权重 他得罪不起 云金手里明晃晃的刀子 对着石砧香的嘴巴 一 二 三还没有数出来 石砧香不知哪来的力气 突然朝云金匕首上扑了过去 痛苦低吟一声 鲜红的血液像是决堤的水往下流 云金冷眼看着面前 缓缓倒在血泊里的女子 眼里满是寒意 心中冷哼一声 开口道 来人 将人突出去 丢进后山乱葬岗 很快 有人赶来 云金命人将人抬了出去 云木和云水见状 上前问道 大哥 人死了 云金点了点头 转眼看向云水 事情查得如何了 是齐国公的女儿 和其他几位大臣的千金 此事我已经传信给主子了 知道了 你和云木这几日 就待在血缘宫 我去下灵孔 大哥 为什么你去找主子 让我们两个留在血缘宫啊 云金给了云木一记冷眼 云木瞬间闭口 心里却在付费 我也想跟在主子身边 行了 大哥让我们留在这边 自然有他的道理 再说 齐国公那边 还得有人盯着 其他人大哥不放心 主子自然也不放心 云木听了云水的话 表情瞬间好了起来 夜里骇时 徐雪峰和沐清武 去了客房休息 墨流商抱着御酒梨 回去了寝室 将御酒梨 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 墨流商开口问道 要沐浴吗 一会儿让丫鬟过来 伺候就行 墨流商没有应声 命人烧了热水 亲自试了水温 看向御酒梨对他道 我帮你过去 我自己可以走的 御酒梨话音刚落 墨流商的目光 便扫了过来 你确定 我应该不是很确定吧 可是不走走怎么知道呢 对墨流商 微微点了点头应道 嗯 墨流商站在一旁 等着御酒梨起身 御酒梨偷瞄了一眼墨流商 双手撑在床边 小心翼翼地起身 他抬眼看着墨流商 一脸激动 看 我说过我可以 哇 后面话还未说完 突然惊叫一声 整个人 整个人朝前扑了过去 转眼 落进温暖的怀抱 御酒梨紧紧地抓着 墨流商的衣袖 一脸窘迫的 也不看他 墨流商 嘴角勾起一抹 好看的弧度 抱着御酒梨 大步往屏风后走去 御酒梨此时 整个身子紧绷着 心跳很快 满脑子都是墨流商 脱他衣裳的画面 越响 脸蛋越烫 正在出神 墨流商的声音传来 小九 嗯 墨流商将御酒梨 小心翼翼地 放在浴桶旁的座椅上 御酒梨好奇地盯着墨流商 不明所以 只见墨流商 拿出一条绷带 绕过脑后 蒙住双眼 又按照记忆 从屏风上 扯下一条浴巾 双手捧着 对御酒梨道 现在脱衣裳 我帮你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集 御酒梨顿时明白过来 眼里一抹异样的 情愫闪过 我还以为墨流商会 难道是我想多了 此时 御酒梨心中 五味杂陈 脑海中 一个情景闪过 御酒梨这才反应过来 当初 刚入学院的时候 他去过墨流商寝室 他在他寝室的书桌上 看到过一幅画像 是个女子 当时墨流商说过 是他心爱之人 回过神 御酒梨定定地盯着墨流商 看着他好看的眉毛 性感的唇绊 所以 他现在对自己的好 并非他心里想的那样 只不过是因为四年前 他救过他 他才对他这么好的 心里 莫名有些难过 鼻子有些酸 喉咙也堵得慌 这种感觉 就像是 失去了自己最珍惜的宝贝 收回视线 御酒梨对墨流商道 不用 我自己可以 墨流商 你先出去吧 墨流商 听到御酒梨的语气 有些不对劲 俊梨的眉头皱起 小酒 你怎么了 虽然眼前一片漆黑 但他能感觉到 小丫头突然不开心了 御酒梨嘴角动了动 缓了口气 双眼蒙着一层薄雾 硬道 没什么 我想自己一个人洗 我自己可以下水的 你在外面等我 若是有什么需要 我会叫你 话音刚落 墨流商眼睛上蒙着的绷带 突然拿了下来 御酒梨吓了一跳 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盯着墨流商 没忍住 突然落泪 墨流商心里顿时惊慌失措 小酒怎么了 是不是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如此 若是你不喜欢你告诉我 我马上出去 他以为小丫头会觉得 他轻薄于他 御酒梨修长的睫毛 眨了眨 低念道 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虽然我救过你 但是你没有必要留在这儿 还我这份恩情 毕竟 男女受受不亲 若是被你心爱之人知道 他也会难过的 说完 双手紧紧地勾在一起 明明说的都是违心话 明明想他陪在他身边 可他知道 他不能夺人所爱 墨流商听了御酒梨的话 半嗓没有反应过来 等回过神 他深不见底的眸子 注视着御酒梨 缓缓伸出手 将他脸上的泪珠擦掉 御酒梨脑袋 本能地往后缩了缩 结果还是被墨流商碰触的 墨流商缓缓俯身 尽量保持与御酒梨一样高 薄唇动了动 缓缓开口 所以你这是在吃醋吗 御酒梨别过脸 一开视线 不敢看墨流商那双深邃的眼睛 他的眼睛太毒 他想什么都能看清楚 不 他太聪明 只是听声音 就知道他的心情如何 墨流商见御酒梨不看他 低沉的声音提醒 转过来 看着我 御酒梨听到男人浑厚的声音 像个小女人似的 缓缓转了过来 对上他的视线 回答我的问题 御酒梨眼帘微垂 眼珠子转了转 抿了抿唇 摇了摇头 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有喜欢的人 嗯 你说过的 墨流商努力回忆着 自己与御酒梨在一起的时候 说过的话 他确定他没有说过 郑玉开口反驳 脑海中一个画面闪过 墨流商冷漠的表情 顿时变得柔和 这丫头记性的好 其他事情不知有没有记住 我说桌上那幅画 是我心爱之人 他却记得如此清楚 无奈叹了口气 对御酒梨说道 那幅画确实是我 话还未说完 御酒梨灵动的双眼 看着墨流商 等着他的回答 墨流商接着道 心爱之人 御酒梨眼里 瞬间腾起一丝失落 果然 他有喜欢的女人了 所以我这算是 一厢情愿 自作多情了吗 绝对不能难过 没什么的 我才十四岁 娘亲说 女子十八岁成婚才最合适 我还想将来 还有比墨流商 更优秀的男人 可是越想 心里就越纠紧 越难过 深深地吸了口气 将泪水逼了回去 对墨流商笑道 所以我们不应该 这样共处一室 对谁都不好 墨流商好笑地 看着面前一脸纠结的小丫头 缓缓凑近 玉酒梨身子微微朝后清去 别过脸 紧张地问 墨流商 你要做什么 若是他知道你这样 会难过的 他已经难过了 你说 我该怎么哄他 他才会高兴呢 墨流商 你先起来 你不难过了 我就起 为何这句话 听起来有些奇怪 他转眼看向墨流商 墨流商的视线 落在他柔软的唇半 看到他那晶莹的唇 他的心跳突然加快 紧张地双手无处安放 在玉酒梨愣神的时候 墨流商突然抓住他的手臂 往他唇上覆盖而去 玉酒梨大惊 紧盯着面前那张 白皙俊美的面孔 他的眉头紧促 乌黑浓密的睫毛微颤 棱角分明的鼻梁紧贴着他的 玉酒梨感觉到 自己的唇被撬开 他的地盘被扫荡了一圈 反应过来时 男人已经将他松开 玉酒梨就这么呆呆地盯着前方 视线有些混沌 墨流商的手 缓缓从他手臂 移到他的手上 紧紧地握着 微微抿唇 清甜唇半留着他的鱼医香 深情地望着他 缓缓开口 小九 可懂 玉酒梨此时 脑子一片空白 方才 发生的那一瞬间 宛若梦境 太不真实 他的手 从墨流商手中正开 落在自己唇半 摸了摸 视线 落在墨流商身上 问道 所以 方才 你亲我了 嗯 墨流商 是我想的那样吗 他刚才说 我不难过了 他就起 难过 他方才说 他喜欢的人难过了 死难过 是比难过吗 墨流商 一脸认真的 对玉酒梨 点头硬道 嗯 玉酒梨想也不想 突然扑进 墨流商怀中 双臂紧紧地 圈住他的脖梗 下巴 抵在他颈间 悦耳的声音道 墨流商 我不难过了 墨流商没想到 这丫头 反应如此大 早知如此 他应该早些亲她 感受到小丫头的体温 墨流商 轻抚他的后背 声音格外温柔 还沐浴吗 嗯 我要沐浴 不过 还是照方才那般 你蒙着眼睛 不准偷看 玉酒梨突然发现 他们之间 说开了后 他可以很轻松地 面对他 甚至 想对他撒娇了 记得雪峰姐姐说过 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才会暴露本性 所以 我这算是暴露本性吗 墨流商 会不会不喜欢任性的我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一集 墨流商 见小丫头又在发呆 无奈轻叹了口气 按照玉酒梨说的 将自己的眼睛蒙了起来 顺便捧着玉巾 心里 却有些失落 他以为说开了 他就可以不用再这样 玉酒梨 迅速将衣服退下 墨流商 裹着玉巾 将它抱进玉筒中后 转身离开了寝室 而玉酒梨 则一个人坐在玉筒里 玩着水 偶尔发呆吃笑 原来 喜欢一个人这么奇妙 很甜 很温暖 很幸福 偏殿 玉灵寒和东方泽 萧绿三人 坐在桌前喝酒聊天 东方泽看向玉灵寒道 今天姑母生辰 你喝小酒 真的不打算 回去前往府了 玉灵寒 给自己添了杯酒 一饮而尽 冷冷地道 不悔 为何 长辈不许 东方泽顿时语色 萧绿健壮 拍了拍玉灵寒的肩膀 无声安慰 玉灵寒 瞥了一眼 落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萧绿 感觉到一股寒意 反应过来 急忙撒手 笑道 忘了忘了 别介意 玉灵寒 眼里一抹厌恶之色闪过 随即恢复如常 她对两人道 这几日我有事 可能不会回来 你们若是不去云海国 那就留在灵溪阁 帮我照看小酒 玉酒里也不用照看 只是玉灵寒 怕她的宝贝妹妹 觉得墨流伤太无聊 你有什么事啊 比小酒还重要 小酒身体已无大碍 学业不可荒废 你都知道学习 我们就得留下来 照顾小酒 虽然是开玩笑 但玉灵寒的眸光 却冷了下来 淡淡地说道 小酒与你确实无关 明日一早 我安排马车 送你回云海国 别见啊 我不过是耍耍水皮子 你还不了解我啊 我从不开玩笑 早睡早起早回去 说完便起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 萧绿一脸悲催地 看着东方泽 东方兄 想想办法 韩的性子就这样 你明日一早就回吧 和徐雪峰一起 毕竟我们突然 这么多人都过了 学校那边也不好交代 说完 东方泽也起身离开 留下萧绿一人坐在原位 看着离开的人影郁闷不已 他忍不住叹了口气 暗道 果然不能和玉灵寒开玩笑 如玉灵寒所言 第二日一早 萧绿和徐雪峰 就乘坐马车去了云海国 穆青武和东方泽 到了下午 被玉酒里赶了回去 回去的时候 莫流伤让两人带着一封信一起离开 到了学院才知道 那是玉酒里的修学书信 穆青武难过了好几日 而玉灵寒则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偶尔会来灵溪阁看玉酒里 见他可以下地走了 便很少再出现在灵溪阁 他清楚 有莫流伤在 玉酒里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白洛和玉绝尘自从生辰那天离开灵溪阁后 半个多月都没有来过灵溪阁 这日一早 玉酒里洗漱完后便出了寝室 他看了一眼四周 不见莫流伤身影 问了几个丫鬟才知道 莫流伤在膳房 玉酒里好奇 就一个人往膳房的方向走去 当看到莫流伤一脸认真的站在灶台 亲手做饭的模样 玉酒里心里一阵悸动 灵动的双眼泛着晶莹的光 注视着不远处的男人 那张棱角分明的侧脸 才知道原来 这些日子他最喜欢喝的粥 是莫流伤亲手为他熬的 心里说不出来的感动和欢喜 莫流伤做好粥后 余光瞥见膳房门口 那抹娇小的身影 他转过身看着它 四目相对 玉酒离心中漏跳一拍 清了清嗓子 不自在地扫尸四周 最后双手腹背进了膳房 莫流伤问 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 我饿了 走吧 去善厅吃 玉酒离乖乖点头硬了下来 莫流伤跟在他身后端着石盘 玉酒离一蹦一跳 像个孩子似的往前走 到了善厅 玉酒离坐在莫流伤身边 很开心地 吃着莫流伤做给他的食物 一边吃一边夸赞 嗯 很好吃啊 莫流伤最享受的 便是每次玉酒离用膳食 一脸满足地 说着那些食物很好吃 他喜欢吃 他愿意为他做一辈子 填饱肚子 桌上的盘子 基本上没剩下什么 玉酒离转眼看向莫流伤 满怀期待地问道 这些日子每日你起这么早 都是在膳房为我做吃的 莫流伤薄唇微敏 挣了片刻 硬道 若是以后你不在我身边 我想吃 那岂不是 你喜欢我便做 你想吃 我随时都在 那你要是哪天有药室在身呢 除了你 没有任何实施药室 玉酒离挤背僵住 眼里却带着无尽的笑容 片刻后 莫流伤突然道 你的身子恢复得差不多了 从今天开始 我负责为你补课 这些日子你落下的 全都要重新学习 玉酒离脸上的笑容 转眼消失 他抬眼看向莫流伤 问道 啊 我们不回去学院吗 暂时不回去 伯母说你的身体 彻底恢复需要三年 这三年内 你绝不能再出现这次的事情 相信我 我比那些古板的先生 都教得好 玉酒离无语凝住 天天和这个男人 坐在一起学习 他哪里还有心思 莫流伤见小丫头愣神 薄唇微泯 片刻后对他说道 我只是随意一句 那幅图是我心爱之人 你都能记住 可想而知 你的记忆力是很好的 你要学的东西 需要记得多 所以 不要有压力 我相信你可以 玉酒离嘴角抽了抽 他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他竟然对他如此有自信 看了一眼莫流伤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片刻后 两人起身 一起去了书房 灵溪阁的书房 有两间 一间 是当初为白洛所建 另一间 是为玉绝尘所建 如今 白洛和玉绝尘 将灵溪阁作为礼物 送给了两个孩子 所以自然而然 成了玉酒离和玉灵寒的领地 玉酒离和白洛一样 喜欢研究那些古怪新奇的玩意儿 所以就要了白洛的书房 玉酒离走在前面 回头看了一眼莫流伤 这里 莫流伤微微抬眼 大步上前 跟着玉酒离进了书房 书房中 带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味 玉酒离见莫流伤醋眉 急忙解释 娘亲在这里造了密室 密室是娘亲 平日里炼药的地方 所以书房会有淡淡的药味 若是你不喜欢玩 等哥哥回来了 我跟他说说 让他把爹爹的书房 借给我们用 不用 这里很好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二集 莫流伤想起白洛那天 说过的话 玉酒离的病 并没有研究出 可以彻底治愈的药 若是不触发 不会有事 但若是再有一次 莫流伤不敢想 现在 在药研究出来之前 他必须保证小九 时时刻刻都在他身边 绝不能再出现任何意外 回过神 莫流伤拳头微微攥紧 走向书架看了一眼 挑了几本医书后 来到书桌前 过来 玉酒离听到莫流伤的声音 乖巧地坐在他对面 你要教我学医 你懂得医术 玉酒离见莫流伤面前 五六本医书 好奇地问道 莫流伤缓缓开口 不懂 不懂那你拿他们做什么 这些书籍很古老的 娘亲说 里面有的字连她都不认识 有时候还需要问爹爹的 随便看看 你看你的书 若是有什么不懂 可以问我 说着 将云海国鸣孔学院 送来的书籍 推到玉酒离面前 玉酒离挪了挪嘴 全部接过 拿了最上面的一本 翻了一页 认真的看着 莫流伤很满意 玉酒离的表现 低着头开始看那些医书 玉酒离刚开始挺认真 不懂的地方 会开口询问莫流伤 但慢慢地开始游神 偶尔偷瞄一眼 专心致志 看书的莫流伤 打量着她的眉眼 她双手撑着下巴 手肘抵在桌上 对着莫流伤吃笑 心里觉得 这个世界上 怎能有如此优秀的男子 不仅是血渊宫的公主 还有这么好看的一张脸 还很聪明 话虽然很少 但是在她面前 算是说得很多了 温柔起来 好像也没有爹爹和娘亲什么事 回想起来 爹爹和娘亲 已经很少来灵溪阁看她了 似乎很放心 她被莫流伤看着 莫流伤感觉一抹炽热的目光 盯着自己 她放下手中的书 缓缓抬眼 正好对上玉酒离 那双花痴般的眼神 她眉头微拧 一脸严肃 玉酒离回过神 急忙抱着书 随便指着一触道 这里我不会 莫流伤且信了她的话 起身 走到玉酒离身边坐下 玉酒离往右边挪了挪 给她腾出一点位置 两人紧凑着 脑袋凑在一起 看起来很暧昧 半个身子 将玉酒离娇小的身子圈住 视线落在她手指的地方 仔细地为她讲解着 玉酒离却一直盯着男人 那棱角分明的俊脸 还有那张性感的薄唇 莫流伤说完 垂眸四目相对 玉酒离灵动的双眼眨了眨 眼头硬道 我会了 说一遍给我听 能不说吗 话音刚落 男人宽大的手掌 突然扣在她脑后 在她愣神间 猛地朝她的唇绊凑了上去 只是蜻蜓点水 瞬间离开 玉酒离那双眼睛 呆呆地看着 莫流伤那张妖孽的脸 反应过来 急忙低下头 心不在焉地 翻看着自己的书籍 莫流伤嘴角微微扬起 起身 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看了一眼对面 一脸羞涩的小丫头 对她道 若是再不好好看书 惩罚便是如此 玉酒离脸红到耳根 咬着下唇 开始用心看书 中午的时候 莫流伤亲自去膳房 为她做午膳 用完午膳 陪她在灵溪阁里 转了一会儿 两人又去了书房 与平日里 在学院的生活 没有区别 夜幕降临 莫流伤和玉酒离 用了晚膳 闲来无事 在院里散步 看到一个 熟悉的身影经过 玉酒离急忙叫了一声 哥 玉灵寒这些日子 似乎很忙 除了夜里 在灵溪阁过夜 白天很少回来 正准备出门 听到玉酒离的声音 她脚步顿住 朝后退了两步 转眼看向 声音传来的方向 玉酒离 在莫流伤的陪同下 来到玉灵寒面前 见玉灵寒 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她好奇地问道 哥 这么晚了 你要出门吗 嗯 你早点休息 说着就要离开 玉酒离见状 欲言又止 最后将要说的话 咽了回去 提醒玉灵寒 注意安全 并看着玉灵寒的背影 消失在眼前 莫流伤 幽深的莫眸 盯着玉灵寒 离开的方向 醋眉 低头看了一眼 玉酒离 担心她 我总觉得哥哥 这半个月都怪怪的 看起来很神秘 方才我从她眼里 看到了不一样的她 嗯 我觉得哥哥 一定有事瞒着我 莫流伤 见玉酒离 像个探子似的 一脸宠溺的道 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小秘密 小九难道没有 我和哥哥之间 没有秘密的 那 你和我之间呢 玉酒离觉得 自己明明是在说哥哥 竟然 被自己说到了 和莫流伤之间的 事情上来 有些郁闷 见莫流伤 那炽热的眸光 盯着自己看 玉酒离 眼珠子转了转 笑道 你猜 话音落 转身往寝室的方向走去 莫流伤看着小丫头 俏皮的背影 心道 我希望和你之间 没有任何秘密 深夜 玉灵寒穿着一袭 夜行衣 出现在蝴蝶谷入口 他手里 仍旧拿着那个盒子 凌厉的凤眸 看了一眼 入口的方向 脚尖轻点 转眼消失不见 一个人 来到蝴蝶谷后山 那座山洞 紧盯着守在山洞口的那几个暗位 垂眸 逆了一眼自己手里的盒子 收回视线 将盒子打开 朝后退了几步 守在洞口的几个人 相视一眼 好奇地看着四周 问道 什么味儿啊 几人察觉异样 急忙屏住呼吸 只是转眼间 所有人纷纷倒地不起 月灵寒扫了一眼四周 从地上捡起一颗石子 朝洞口的方向 砸了过去 很快 山洞里跑出来两个暗位 见洞口的人 全都倒地不起 两人警惕地看着四周 其中一人 正要传信给贤王府 谁知 还未点燃信号弹 便倒地不起 身旁的人听到动静 转眼望过去 同时倒地 月灵寒回头看了一眼 最后 大步朝山洞的方向 走了过去 山洞里的火把 闪着微光 将山洞洞壁照亮 月灵寒看着那些 图腾和文字 想到自己在 萧绿书房 看到过的那些书籍 他眼眸微锤 仔细回忆着 片刻后 月灵寒走上前 将每一幅图腾下面的 碎石 凑成一个古文 直到最后一幅 月灵寒有些紧张和期待 若是真的如书上所言 将这些碎石 凑成古文 便能找到 打开这座密洞的钥匙 这就意味着 我能去书里 提到的那个地方 找到医治小九的药 月灵寒不敢想 他试过太多次 只是 每次眼看着 要成功时 结果 却是以失败告终 他不想满怀希望后 迎来的 却是失望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三集 月灵寒的拳头 紧紧地攥在一起 手心都在冒汗 最后 犹豫了片刻 缓缓蹲下身 将那些碎石 一点一点地 拼凑在一起 与记忆里的 那个字重合 所有古文 拼凑结束 他的心 却越来越紧张 一个人站在原地 闭着双眼 只是 一息 两息 三息 时间一点点过去 山洞中 没有任何动静 玉灵寒羞地 睁开双眼 满脸失望地 扫尸拼凑好的 所有古文 咬了咬牙 眸光变得犀利 小九的病 难道真的没救吗 他掌心微微张开 催动内力 就在他 要将那些古文 全都打破原样时 身后突然一袭 风袭来 玉灵寒猛地转身 洞壁上 突然出现一道缝隙 缝隙间 迸射出强烈刺眼的光 玉灵寒 一只手遮住双眼 还未反应过来 整个人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 转眼消失在洞内 好不容易站稳 还未看清楚 面前的情况 就见一个少女的身影 朝她的方向 扑了过来 让开 快让开 少女清脆悦耳的声音 透着几分焦急 玉灵寒正欲瞬移 谁知 竟然提不起一丝内力 整个人 被一团柔软压了上来 脊背紧靠着身后的大树 少女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裳 长发凌乱不堪 甚至还夹杂着草屑 巴掌大的脸上 到处是污秽 看不清楚真容 身子很消瘦 一双晶莹透彻的凤眼 看着面前那棵大树 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她那卷翘的睫毛 扑闪了两下 缓缓松手 身子朝后倾去 面前 男人俊美的容颜 落入眼中 那双深邃的凤眸 正看着她 少女眸光盈亮 双腿紧紧地夹着 玉玲寒的腰部 双手捧着她 白皙的俊脸 激动地倒 因缘束果然 名不虚传 老天有眼 我苏雪儿终于有相公了 玉玲寒 看着面前一脸古怪的少女 被她身上的污秽 弄得胃里有些难受 她声音冷漠 没有一丝温度 下去 这不是梦 我的相公会说话 是活的 我的相公 长得这么好看 一定是元英大陆的第一美男子 与我简直是绝配 玉玲寒听到苏雪儿的话 这才反应过来 她冷眸扫尸四周 周围的一切建筑 与夏陵国都不同 就连云海国 也没有此等建筑 难道 这里就是书上说的 另一个平行时空 正在出神 脸上突然一阵苏痒 收回视线 只见那张污秽的脸 朝她贴了过来 玉玲寒浑身一个机灵 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把将身上挂着的人 推了出去 苏雪儿整个人 像是被抛皮球一般 丢了出去 狼狈落地 周围经过的人 见状 看着苏雪儿 和玉玲寒的方向 对两人指指点点 玉玲寒冷眸扫过 过路人仓皇逃离 苏雪儿从地上爬起来 一边揉着 自己摔腾了的手臂 一边朝玉玲寒这边走来 而玉玲寒此时的体力 已经恢复了一些 她回头 看了一眼身后的大树 心道 书上曾提起过 两个平行时空 都有一种媒介 可通过这种媒介 去另一个世界 难道这棵树 就是通往那座山洞的媒介 出神间 肩膀突然被人拍了一下 玉玲寒猛地转身 牟底一片寒意 苏雪儿手指蹭了蹭鼻子 仰着头看着玉玲寒 相公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苏雪儿 万物复苏的苏 冰雪聪明的雪 因为我爹想要儿子 所以后面就跟了个儿 说完 冲玉玲寒露出甜美的笑容 两颗小虎牙增添了几分可爱 玉玲寒懒得理会苏雪儿 一脸嫌弃地从她身旁绕过去 大步往前走去 既然来到了这个地方 先去看看 是否能找到 医治小九的药 身后脚步声传来 伴随着少女的埋怨 相公 你别走那么快啊 我腿短 你让着点我 玉玲寒拧眉 路边 一群穿着光鲜亮丽的少女 一脸花痴地看着玉玲寒 手里拿着丝帕挡住嘴角 指着玉玲寒身后的丫头嘲笑 这苏雪儿还当真是不要脸 长得好看的 哪个没被她叫过相公 以前倒也罢了 不敢靠近那些公子 竟然现在已经厚颜无耻 到如此地步 就是就是 看她穿着一身馊丑的衣裳 不过是个叫花子 一只飞不起来的小麻雀 竟想有朝一日 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 几人 你一言我一语 全都落进了玉玲寒耳中 玉玲寒虽然反感那几人 瞧不起一个叫花子 但听到他们说 这个叫花子 追着一个长得好看的男人 叫相公 玉玲寒心里便觉得厌恶 身后 那清脆的声音还喊着相公 玉玲寒突然止步 苏雪儿脚步没止住 直接朝玉玲寒怀里扑了过去 玉玲寒迅速躲开 苏雪儿扑了个空 一个狗吃屎落地 下巴抵在玉玲寒脚下 她就这样趴在地上 脸上被污渣抹得像个花猫 烟红的唇微敏 一脸委屈 相公 你这么嫌弃我吗 再警告你一次 我不是你相公 不准跟着我 说完 头也不回地离开 苏雪儿正了正 突然大喊 相公你站住 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你不认我可以 但不能不认我们的孩子呀 她才三个月 你不能这么抛弃我们母女二人 苏雪儿话音刚落 一群人便围上来凑热闹 也将玉玲寒包围 有人指指点点骂苏雪儿 也有好心人指责玉玲寒 抛弃弃妾女 苏雪儿看到玉玲寒 一脸不耐烦的模样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来到玉玲寒面前 相公 我们不吵架了好吗 我们回家 不等玉玲寒开口 她一把抓住 玉玲寒的手腕 冲出人群 而玉玲寒就这么被拉着 莫名其妙地 跟着小丫头 跑了一整条街 玉玲寒被苏雪儿 拉到一座偏僻的小院外 院子雅致清幽 风景极美 苏雪儿抬眼看向玉玲寒 对她笑道 相公 你在这里等我 我进去拿点东西 记住 千万别进来啊 这院子里有风狗 说吧 便松开玉玲寒 抬眼看着那高高的围墙 瞥了一眼围墙旁边的树 静止走了过去 玉玲寒认真扫了一眼苏雪儿 收回视线 逆了一眼自己被碰过的衣服 眼里满是厌恶 她拿出一条手帕 认真的将被苏雪儿拉过的手擦干净 等擦完的时候 哪里还有苏雪儿身影 玉玲寒也未坐停留 静止离开 她需要尽快了解清楚这里 找到能医治小九的药 只是刚走出去几步 一声惊叫传入耳中 啊 救命 这声音不是别人 正是方才扑进她怀里 一口一声相公的女子 苏雪儿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四集 玉玲寒脚步顿了顿 觉得与自己无关 便迈着大步往前走 只是走了两步 又是苏雪儿的声音 这次听着有些凄惨 玉玲寒内心挣扎了片刻 最后反了回去 抬眼看了一眼那高高的围墙 脚尖轻点 一个纵身跃了上去 刚落在围墙上 便看到苏雪儿 被四五个身强体重的男人包围 拳打脚踢 而她怀里则紧紧地 护着一个包袱 娇小的身子蜷缩在一起 咬着牙 任由那些人往身上踢 因为太痛 所以忍不住惨叫 玉玲寒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这丫头虽然不讨喜 但一群大老爷们 欺负一个小丫头 她拳头微微攥紧 转眼来到院里 一记掌风 将正在打苏雪儿的那几个人 震飞了出去 苏雪儿浑身颤抖着 感觉到一股寒意袭来 她缓缓抬眼看向来人 玉玲寒修长的身影 落入眼中 苏雪儿震了片刻 眼里一抹惊喜滑过 顺急反应过来 急忙提醒 相公 你赶紧离开 玉玲寒不喜苏雪儿叫她相公 低沉的声音道 玉玲寒 苏雪儿愣了片刻 回头看了一眼 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的那几个人 来不及多想 对玉玲寒道 玉玲寒 你赶紧离开 这件事跟你无关 快走 玉玲寒见那几个人 一脸凶恶地朝这边走来 收回视线 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苏雪儿一脸焦急 苏府家大业大 我虽不知道玉玲寒什么身份 但她现在不走 一会儿想走 她是都走不了了 虽然她是我在姻缘树下 许下心愿后遇到的 但我不能连累她呀 玉玲寒 你快走 一会儿苏府的护卫都来了 你想走也走不掉了 话音刚落 一个妇人的声音传来 我就说这一大早的 谁敢来苏府湖呢 又是你这个野种 话音落 一个中年女子 穿着一身墨绿色锦衣华服 朝这边走来 她身后 一群护卫手里握着长刀 匆匆跑了过来 几十人将整个院子包围 苏雪儿几倍僵住 余光扫了一眼玉玲寒 小声嘀咕 对不起啊玉玲寒 看来你也走不了了 撇了撇嘴 那张抹得乌漆抹黑的脸抬起 一双清澈的眼睛 瞪着距离自己 仅有一丈远的妇人 眼里多了几分倔强 大夫人 这件事跟她无关 你把她放了 那妇人 瞥了一眼玉玲寒 见她生得冷峻 心里盘算着 一会儿将她抓起来 给自己的宝贝女儿 当相公 片刻后 她满是横肉的脸上 带着一丝嘲讽的笑 指着苏雪儿就吼 我就知道你这个野种 和你娘的剑蹄子 一样不安分 伤得一张狐妹子的脸 就知道勾搭男人 瞧瞧 这才几天 又找了个野男人回来 苏雪儿方才还清澈的眼里 瞬间腾起一抹狠意 趁着那贵妇不注意 突然从地上腾起 直接往贵妇身上 扑了过去 将她一把扑倒在地 骑坐在她臃肿的身子上 双手狠狠地抓着她的脸 贵妇歇斯底里地惨叫 其他人见状急忙上前 只是还未靠近苏雪儿 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阻挡 苏雪儿像是一只抓狂的野猫 一边抓贵妇的脸 一边咬着牙道 死胖子 你骂我下贱 骂我野种 我忍了 你凭什么骂我娘 是你害死了我娘 叫我赶出了苏府 我回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又怎么了 你让人像看门狗一样盯着我 让人打我 我跟你骗了我 苏府的护卫 一波又一波上前 一波又一波被震倒在地 众人看着自家夫人 被小丫头挠得凄惨乱叫 却没有一个人能靠近得了 苏雪儿挠累了 深呼了口气 松开那妇人 从她身上起来 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包袱 将她捡起 转眼看向玉灵寒 玉灵寒会议跟在苏雪儿身后 两人从正门离开 那妇人被人搀扶起身 捂着自己惨不忍睹的脸 喊道 追 给我追 给我把这个小贱人抓回来 我要扒了他的屁 众人警惕地盯着玉灵寒的背影 还未上前便被男人的气势吓得连连后退 玉灵寒和苏雪儿离开了苏府 苏雪儿紧紧地抱着包袱 玉灵寒看了她一眼 见她手上刺眼的血迹 她拿出手帕递给她 苏雪儿正在发呆 面前突然多了一条手帕 半晌没有反应过来 回过神急忙接住手帕 抬眼看着玉灵寒 对她僵硬笑道 谢谢 说完 将手帕小心翼翼地放进包袱里 玉灵寒皱眉 苏雪儿急忙解释 我的手太脏了 这帕子等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 那恶婆娘的血 怎么能玷污了相公的帕子 玉灵寒听了苏雪儿的话 沉默不语 两人出了巷子 苏雪儿偷瞄了一眼玉灵寒 欲言又止 玉灵寒突然开口 我还有钥匙 既然你已经拿到了自己的东西 我们就此别过 说完 冷着一张脸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苏雪儿鼓着腮帮子 呆呆地盯着玉灵寒高大的背影 眉头紧促在一起 她垂眸看了一眼自己身上 破旧不堪的衣裳 犹豫了片刻 喊道 相公 玉灵寒听到声音 莫名止步 相公 谢谢你今天救我 也不知 玉灵寒是否听到 转眼消失在街头 苏雪儿眼里 一抹失落闪过 随即 恢复如常 吸了吸鼻子 转身离开 苏雪儿来到街上 最有名的裁缝铺 抬眼看了一眼 直接走了进去 玉灵寒一个人 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 最后路过一家花楼 犹豫了片刻 直接走了进去 花楼是搜集情报最好的地方 所以也有利于她打听有关这个地方的事情 虽然不喜欢这种烟花之地 但为了小酒 玉灵寒还是忍了下来 进了花楼 找了上等的雅间坐下 叫了几个奏乐的姑娘 玉灵寒打听着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离开花楼时 大概已经知道了这里的情况 她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异国其中的一座城 叫朔北城 朔北城北边有一座海岛 海岛中心有一座会喷火的小山 那座山被朔北城的百姓称之为火神山 听闻这火神山脚下 一百年便会生长一株机关草 这种草可治百病解百毒 甚至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但因为生长环境恶劣 很多人慕名而来 却有去无回 死在火神山脚下 玉灵寒看着烈日炎炎的天 按照那几个女子说的方向寻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五集 夏陵国 一夜过去 月灵寒未归 玉九黎起床后 就被墨流商拉着去善厅用膳 填饱肚子 她好奇地问下人 是否看到玉灵寒 收到的回应都是不知道 玉九黎有些担心玉灵寒 看向墨流商道 哥哥一夜没有回来 他去哪儿了 或许他今天下午就回来 别担心 你哥哥聪明武功又好 我会有事 玉九黎听了墨流商的话 心里多少有些安慰 微微点头 嗯 那就等下午 说着 两人直接去了书房 只是 今日玉九黎明显有些心不在焉 心里一直在担心玉灵寒 中午的时候 让人去学院里 收到的消息是 玉灵寒没有去学院 又问了贤王府那边 回答仍旧是没有 墨流商也觉得有些奇怪 为了不让玉九黎担心 便派了血渊宫的人去找 转眼到了黄昏 仍旧没有任何 有关玉灵寒的消息 玉灵寒有些心慌 坐立不安的 看向墨流商 墨流商 哥哥他会不会出事了 不行 我得告诉爹爹和娘亲 再等等 若是半个时辰后 还没有消息 再找伯父也不迟 可是我 我心里总是有些慌乱不安 总觉得 哥哥一定是出事了 不会 相信我 玉九黎眉头宁紧 越发的心慌 不行墨流商 我等不了了 话音落 便转身往书房外奔去 只是刚迈出一步 整个人突然被强大的力量拽进怀中 男人薄梁的唇瓣压了下来 玉九黎的嘴巴被堵住 定定地看着面前那双深邃的毛子 心跳漏了一拍 莫流商 莫流商见小丫头呆住 依依不舍地离开她的唇瓣 将她缓缓松开 道 小九相信我 你哥哥不会有事 他平日里 不也是经常不在灵溪阁吗 玉九黎回过神 摇了摇头 应道 可是 你这是盼着她出事 没有 莫流商你相信我 我的直觉很准的 话音刚落 一个低沉冰冷的声音传了进来 果然是我妹妹 整日盼着自己的哥哥出事 熟悉的声音传来 玉九黎几杯僵住 猛地回头 玉灵寒的身影出现在书房门口 玉九黎双眼顿时腾起一层水雾 提着裙摆 跑上去扑进玉灵寒怀中 玉灵寒本能地去接 带伤的手落入莫流商眼里 莫流商看着她手背那猙獰的烫伤 眉头微拧 玉灵寒给了莫流商一个眼神 莫流商会议没有说话 玉九黎紧紧地抱着玉灵寒的腰部 哥 哥你昨晚去哪儿了 今天一整天也找不到你人影 玉灵寒右手将玉九黎轻轻震开 左手腹背应道 出去约朋友喝酒 见已经很晚了 便在朋友府上过夜 玉九黎半信半疑地看着玉灵寒 玉灵寒话锋一转问道 你今天好好复习了 玉九黎听到玉灵寒提学习 顿时不想说话了 急忙应声 哥哥 我想起来我还有事情要做 先走了 说完 对莫流商眨了眨眼 莫流商会议 跟着玉九黎一起离开 离开时 饶有意味地看了一眼玉灵寒 玉灵寒面无表情 额头却冒起了冷汗 等两人离开 玉灵寒直接出了玉九黎的书房 往隔壁自己的书房里走去 房门紧闭 他走到桌前坐下 从暗阁中拿出商药 小心翼翼地擦拭 看着手背 那层几乎被灼熟的皮肤 看着那泛白的肉 玉灵寒咬着牙 将商药洒向伤口 灼痛感袭来 玉灵寒额头上的冷汗 顺着鼻梁往下滴落 片刻后 伤口处理好 他用白色纱布将伤口包裹 一个人坐在桌前出神 脑子里是他去火神山的情景 片刻后 玉灵寒收回视线 起身离开了书房 玉九黎到了自己寝室门口 起身看向墨流伤 嘴角微微扬起 开口道 那我先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说完 便往自己屋里走去 一只脚刚跨进房门 手腕突然被墨流伤抓住 整个人一个不稳 转眼落进墨流伤怀中 玉九黎双手抵在墨流伤胸前 抬眼看着男人 棱角分明的下颚 心脏紧张得砰砰直跳 墨流伤你 墨流伤低头 垂眸 纤细的手指 将玉九黎的下巴勾起 看到小丫头 那双灵动 盈亮的眼睛 墨流伤性感地 喉解滚动 正了正 缓缓朝她那 晶莹的唇瓣上 凑了上去 她在她唇瓣 轻拙一口 依依不舍地离开 身子一沉 玉九黎突然勾住 墨流伤的脖梗 她点起脚尖 凑到墨流伤嘴边 巴唧一口 在墨流伤愣神中 玉九黎咬着下唇 娇羞一笑 转身进了寝室 房门闭上的那一瞬 对墨流伤说了一句 晚安闻 晚 玉九黎背靠着房门 拍着自己的胸脯 伸出了口气 想到 方才自己竟然那么主动 去吻墨流伤 还给她说出那样的话 她脸蛋格外滚烫 羞涩地捂着自己的脸蛋 冲到床前 趴在床上拉开被子 捂着脑袋 一个人躲在被窝傻笑 她的娘亲和爹爹 每天晚上都会有晚安闻 方才 她竟一时冲动 学着娘亲对爹爹的方式 跟墨流伤说了那种 不害臊的话 也不知 墨流伤会怎么想她 心中莫名有些烦乱 玉九黎忍不住 在被窝里低喊了一声 而墨流伤 此刻则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面前那张冰冷的房门 眼里露出惊喜的笑容 她缓缓伸手 摸了摸自己的唇 所以 小九 方才是主动亲了我 还对我说了 那个是晚安闻 这么说 以后每天送她回寝室 都可以索要晚安闻了 一个人站在寝室外愣神 直到玉九离房间的烛光熄灭 墨流伤才怀着一颗 悸动的心离开 这边 玉灵寒刚到寝室没一会儿 敲门声便传来 两步上前将房门打开 墨流伤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眼前 玉灵寒许是早就猜到 墨流伤会来 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侧身让开地方 让墨流伤进去 两人走到桌前坐下 墨流伤 瞥了一眼 玉灵寒手上的伤 玉灵寒也不避讳 漫不经心地道 说吧 什么事 去哪儿了 做什么去了 为何会受伤 无可奉告 你可知小九 担心了你一整天 以后这几日 我有要事 可能不会回来 若是你有事 我会将小九 送回贤王府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六集 墨流伤深邃的眸子 看着一脸冷漠的玉灵寒 拳头微微攥紧 冰冷的声音说道 你不说 我会去查 玉灵寒 小九是你的亲妹妹 你若是疼他 不想他担心 就护好你自己 不要带着伤 在他面前出现 玉灵寒薄唇 微敏 没有开口 墨流伤健壮 起身 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房门 砰得一声紧闭 玉灵寒 微微抬眸 盯着门口的方向出神 一日 玉九离 与往常一样 在墨流伤的监督下 坐在书房里读书 而玉灵寒 则去了学院 离开时 告诉玉九离 他这几日都会在学院里 不回灵溪阁 对此 玉九离心里好奇 但也没多问 直到玉灵寒离开 玉九离这才后知后觉 想到玉灵寒 左手上裹着的白纱布 呆呆地 坐在书桌前愣神 墨流伤健壮 手掌在玉九离眼前晃了晃 玉九离猛地回过神 看向墨流伤 嗯 在想什么 哥哥的手好像受伤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带伤药 伤口若是处理不好 会留疤痕的 放心 他的手没事 你知道 嗯 昨晚在院里遇到他了 手蹭破了皮 他说怕你知道或担心 所以 自己包扎了 玉九离听了墨流伤的话 瞬间松口气 心里不禁付费 蹭破了皮 竟然裹得那么严实 这样对伤口不好 回过神 自言自语 嗯 没事就好 好好看书 哦 想休息一会儿 只是见墨流伤 如此认真的模样 只好对他露出一抹俏皮的笑容 最后 认真的看着自己的书 墨流伤则像平日里一样 看着书架上那些医书 片刻后 墨流伤脸色突然变得凝重 眉头微醋 紧盯着书上的内容出神 欲九离察觉 墨流伤的表情变得有些严肃 好奇地探出脑袋问道 墨流伤 怎么了 没事 话音落 将手里的医书收起 单独放在一旁 欲九离眼里一丝疑惑闪过 以为自己多想了 所以又低着头 去研究自己的书 下午 明海国明孔学院 掌月阁 学生都已经放学离开 教室里就剩下穆青舞 徐雪峰 东方泽 萧绿和秦岚 叶青 杨天孝七个人 因为明日后日不用上学 所以大家商量着 明天去夏邻国 找御酒离玩的事情 叶青坐在一旁 一直沉默不语 秦岚的视线 一直在叶青身上 偶尔跟他搭两句话 结果每次都遭来叶青冷眼 东方泽靠在讲台前 扫视众人道 明日一早 我们在学院门口会合 大家可有异议 几人摇头 表示没有 东方泽健壮 看了一眼穆青舞 那既然这样 我们都各自散了吧 大家早睡早起 明日还要赶路呢 穆青舞接收到 东方泽的眼神 有些害羞地移开视线 看向徐雪峰的方向 徐雪峰正好此时 往沐青舞这边看来 他对沐青舞道 沐青舞 我们走吧 今天早点睡 明天就可以见到小九了 沐青舞正了片刻 点了点头 与徐雪峰同时看向 叶青的方向 三人相视一眼 收拾好自己的书籍 准备离开 秦岚见状 急忙叫住叶青 叶青姑娘 我有话跟你说 叶青当秦岚不存在 没有理会他 和徐雪峰 沐青舞一起往教室外走去 秦岚脸上露出一丝无奈 东方泽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他拍了拍秦岚的肩膀 给了他一个眼神 秦岚正住 回过神时 这间东方泽紧紧地拉着沐青舞的手 率先离开了学堂 离开时 还不忘回头 看了一眼秦岚 秦岚险些惊掉下巴 他转眼看向杨天笑 他是怎么做到的 杨天笑搔手 皱眉 回忆着方才发生的事情 对秦岚道 好像就是在沐青舞耳垂上 轻了一下 拉着他就走了 秦岚眼神亮了 急不往叶青的方向 追了过去 沐青舞被东方泽带走 徐雪峰和叶青 一脸无奈地看了一眼彼此 轻轻摇了摇头 一起朝前走去 秦岚眼看着就要追上叶青 谁知笑虑 不知什么时候突然窜了出来 赶到徐雪峰和叶青身后 直接拉着徐雪峰的手 大步离开 秦岚正住 这也行 再抬眼 看向走远的叶青 见他就剩下他自己孤身一人 秦岚有些心疼 急不追了上去 来到叶青身边 转眼看向叶青 笑道 叶青姑娘 我送你回寝室 叶青止步 冷眼看着秦岚眉头微醋 少打 不不不 叶青姑娘 你是女孩子 别这么暴力 我真的只是出于朋友 对朋友之间的关心 送你回寝室 正好我也回去 我们也顺路 我跟秦公子并非朋友 还有 我不去寝室 秦公子自己回去吧 说完 大步离开 秦岚半晌 没有反应过来 等回过神 急忙跑上去 追叶青 教室里 就剩下杨天孝一人 他抬头 看了一眼 秦岚和叶青的背影 无奈叹了口气 直接离开 夏林国 灵溪阁 玉酒梨 一脸满足地 吃着墨流伤 为他做好的晚膳 嘴巴里面 塞得鼓鼓的 样子十分可爱 墨流伤 注射着面前的小丫头 想到医书上 有关 玉酒梨病情的记载 她的这种病 与寒毒极为相似 却不是寒毒 寒毒 至少会有缓和的机会 每个月会复发一次 最重要的是 寒毒 已经有解药可以医治 但玉酒梨这种病 只有三次机会 若是三次复发 到了第四次 还没有找到救治的办法 结果 只有等死 并且病情恶化极快 比寒毒 要痛苦百倍 墨流伤 看着小丫头的模样 不敢想象 她以前每次发作 是怎样挺过来的 也不知 玉林寒那边 是否有消息了 玉酒梨 将口中的食物 咬下去 好奇地看向 墨流伤 见她愣神 她伸手在她眼前 晃了晃 好奇地问道 墨流伤 墨流伤 这丫头一定以为 我嫌弃她 果然 玉酒梨健壮 将自己的小鸡腿 拿了回来 不悦撇嘴 心里想着 亲我的时候都不嫌弃 是我咬过的东西 就一脸嫌弃了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七集 墨流伤 无奈轻叹了口气 走到玉酒梨身旁坐下 握着她的手 将她手里的鸡腿 往自己口中送去 特意 在她咬过的地方 咬了一口 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 玉酒梨的手 还握着鸡腿 那双清澈的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墨流伤 看着她薄唇微微动着 反应过来 看了一眼自己的鸡腿 确定自己不是在做梦 她咽了口口水 对着墨流伤咬过的地方 便是一口 一脸开心地吃着 一边嚼一边问 好吃吗 啊 好吃 方才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没有 她只是不喜欢吃这种东西 玉酒梨给了墨流伤 一记白眼 我才不信呢 方向我明明看到你嫌弃我的口水了 话音刚落 后脑勺被一只大掌扣住 玉酒梨的嘴巴便被男人薄凉的唇半堵住 她顿时惊住 迅速将口中的食物 咽进了肚子里 因为有的还没有嚼碎 险些卡在喉咙 墨流伤在她的领地 认真搅了一番 这才不舍地将她松开 玉酒梨 圆圆的眼睛 看着面前的男人出神 所以她亲我了 不仅如此 还闯进去了 她真的不嫌弃我吗 为什么我现在有些嫌弃自己呢 我为什么要吃鸡腿啊 墨流伤看到小丫头呆萌的模样 轻舔自己的下唇 深邃的墨眸看着玉酒梨烟红的唇半 她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容 道 很美味 美味 就在玉酒梨狐疑的目光 投向墨流伤时 墨流伤又道了一句 比鸡腿美味 玉酒梨被墨流伤的话 惹得脸蛋顿时飞红一片 急忙一开视线 不看墨流伤 小声嘀咕 无耻 话音刚落 耳边一阵温热 小九嫌疚了 玉酒梨转眼 看着男人忧伸的眼睛 眼珠子转了转 急忙摇头 没有 趁热吃 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有些遗憾 小丫头还小 每次想更进一步时 都被李智打败 无奈坐在玉酒梨身旁 看着小丫头 开心地吃着盘中的食物 填饱肚子 墨流伤拿着手帕 递给玉酒梨 玉酒梨将嘴巴擦干净 起身对墨流伤道 我们出去走走 她现在已经习惯了 她陪她用完晚上后 两人可以在花园里面散步 然后坐在一起等着天黑 看星星 那种感觉很奇妙 就像陪在你身边的人 将来会一辈子都陪伴着你 你笑 她笑 你生气 她想方设法哄你笑 墨流伤听了玉酒梨的话 微微点头应了一声 两人一起出了善厅 来到花园 墨流伤潜散了伺候的下人 与玉酒梨并肩 往前面的凉亭里走去 玉酒梨低着头 踩着青石 余光偷瞄了一眼 墨流伤落在一旁的手 很想被她拉着走 可是 若是自己主动拉上去 会不会不太好 心里格外纠结 也没有看前面的路 结果 被脚下青石伴主 玉酒梨本能惊叫一声 转眼 落进墨流伤温暖的怀抱 男人眉头微挑 看着怀里的小丫头 小九在想什么 走路如此不专心 玉酒梨脸上露出僵硬的笑容 她才不会告诉她 自己在想 怎么被她拉着走路呢 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 没什么 玉正开墨流伤下来 却发现墨流伤紧紧地抱着她 不给她落地的机会 玉酒梨小声道 我自己能走路的 方才是意外 墨流伤没有回应 抱着她 直到梁亭 才将她小心翼翼地放下 梁亭园桌上放着棋盘 玉酒梨看了一眼 抬一眼问墨流伤 要不要下一局 只要小九喜欢 我自然愿意奉陪 说着便坐在玉酒梨对面 两人开始下棋 片刻后 玉酒梨眉头紧拧在一起 看着被自己吓得一塌糊涂的棋局 抬眼看了一眼墨流伤 眼珠子转了转 指着墨流伤身后倒 来看那是什么 墨流伤回头 玉酒梨急忙将其中一颗棋子移走 墨流伤转过来的时候 玉酒梨手里的棋子已经落下 墨流伤垂眸看了一眼 眸底一抹笑容闪过 玉酒梨心虚地笑道 给你了 墨流伤瞥了一眼棋局 看了一眼 拿起一颗黑子 毫不犹豫地落在棋盘上 玉酒梨见状 眸光顿时亮了 急忙拿着白子 往墨流伤方才落子的地方堵去 我游了 白子刚落下 玉酒梨便激动地 从座位上起身大喊 墨流伤看着小丫头 一脸兴奋的模样 低沉的声音说道 小九很聪明 我认输了 玉酒梨有些不自在地笑了笑 看着墨流伤问道 你是不是知道我偷偷挪妻子了 墨流伤正住 一脸疑惑 小九 风才耍赖了 玉酒梨见墨流伤 似乎并未发现 心里偷笑一声 清了清嗓子 故作镇定的 一脸得意的应道 我是那种会耍赖的人吗 怎么看也不像 玉酒梨冲墨流伤 微微一笑 两人又下了几局 墨流伤输得很快 几乎每一局 都是玉酒梨赢的 见玉酒梨有些发困 墨流伤开口提醒 天色不早了 若是困了 我送你回去休息吧 她的身子现在很虚 必须好好休养 玉酒梨打了个哈欠 微微点头 啊 嗯 再玩一局 我就去睡觉 墨流伤见状 敏纯应了一声 又陪玉酒梨 下了最后一局 这次也是玉酒梨赢了 只是赢得比较慢 玉酒梨一脸郁闷 方才赢的时候 明明很轻松 这次竟然这么久 墨流伤见起风了 将自己的外衣退下 走到玉酒梨身后 将衣服披在她肩上 对她道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就在此时 有丫鬟脚步匆忙地跑来 玉酒梨见状 好奇地问 怎么了 丫鬟将手中的信 递给玉酒梨 玉酒梨看了一眼 激动地抬一眼 对墨流伤道 雪峰姐姐他们明天 要来夏令国 说是来看我 还给我带了很多礼物 嘿 墨流伤见小丫头 有这么多好朋友 自然替她高兴 她揉了揉她的脑袋 既然如此 就早点回去休息 养足精神 玉酒梨听了墨流伤的话 乖乖地跟她一起 回去了寝室 回去的路上 玉酒梨坚决要自己走 所以墨流伤 也没有再坚持抱着她 两人并肩走在小道上 墨流伤紧紧紧地拉着玉酒梨的手 两人的心思都已经走远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八集 很快便到了请殿 玉酒梨对墨流伤 道了声晚安 便冲进房间 郑玉关房门 就见墨流伤 深邃的视线盯着她 玉酒梨好奇 还有事啊 晚安稳 玉酒梨挤背僵住 没想到 她竟然记得 喉咙一紧 跨出房门 点起脚 对着墨流伤的唇 轻啄一口 郑玉离开 却被男人宽大的手掌 扣着脑后 加深了那个晚安稳 玉酒梨怕被人发现 很快便正开墨流伤 对她挥了挥手 那我休息了 说完 不等墨流伤开口 便转身进了房间 一个人又钻进被窝 食指在下唇轻轻摩缩 忍不住傻笑 不过 想到明天徐雪峰他们回来 玉酒梨内心 还是格外期待的 所以 只是发呆了片刻 便退了衣衫 躺回床上 钻进被窝 闭着双眼睡去 与此同时 蝴蝶谷 玉玲寒 轻车熟路地 到了后山山洞外 又一次 将看守山洞的人 全都毒昏了过去 迈着大步 进了山洞 山洞外不远处 两个黑衣人 看着玉玲寒的身影 消失在洞外 相视一眼 回去禀告主子 说完便消失不见 玉玲寒入了山洞后 按照之前进去的方向 试了一遍 眸光微闪 果然成功了 强烈的光袭来 玉玲寒顺着那股犀利 窜进了缝隙中 转眼 消失在山洞里 园英大陆 此时正值早晨 街上的行人 零星几个 玉玲寒突然地出现 似乎并未引起 太大的关注 他回头 看了一眼 那棵大树 收回视线 转身 往火神山的方向走去 玉玲寒并未发现 方才他头顶上 有一双 炽热的毛子 正盯着他看着 此时树上 苏雪儿早已经 褪去了身上 那件破旧不堪的 乞丐衣服 一袭白衣如雪 满脸污秽的脸蛋 也清洗得干干净净 白皙出尘 精致的脸蛋上 带着惊喜的笑容 一双明媚的眼睛 盯着不远处 那抹修长的背影出神 他坐在树枝上 双腿叠加在一起 微微俯身 手肘压着膝盖 手掌撑着下巴 晶莹的唇瓣动了动 小声嘀咕 我就知道你会出现的 等了这么多天 总算没有白等 说完 从树上跳了下来 白衣飘飘 宛若上神 那娇俏的身影 格外动人 苏雪儿怕被月灵汗发现 所以一路都是远远地跟着 见他走去的方向 似乎是火神山的方向 想到那天 他在火神山险些丢了性命 急忙追了上去 公子 请留步 月耳焦急的声音传来 月灵汗脚步顿住 这个声音 似乎在哪里听过 眼帘微垂 突然想到 那天 他在火神山 被一个白衣女子救离 月灵汗突然转身 面前 少女清澈的眼睛 直直地注视着他 月灵汗心中 多少有些惊喜 他确实是那天 在火神山救他的那个姑娘 这次 他还带了谢礼给他 回神 月灵汗开口 你是那天 救了我性命的那位姑娘 苏雪儿心里有些不悦 难道男人都一样 只喜欢长得好看的吗 那天我只是路过 所以顺手救了公子 月灵汗 闽唇不语 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正在愣神 苏雪儿的声音传来 你还要去火神山吗 月灵汗抬眼 微微点头硬道 嗯 我能在火神山救你一次 救不了你第二次 那个地方至今无人敢靠近 你为何要去那个地方寻死呢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啊 姑娘对火神山似乎很熟悉 姑娘那天去火神山做什么 为何你能平安无事过去 还将我顺利救下靠岸 那天我就是无聊 所以乘船在海岛赏景 正好看到你昏倒在地 所以就犯险将你救起了 现在想想还真是有些后怕呢 月灵汗深邃的凤眸 看着面前的少女 看到她眼里那丝慌乱 知道她在撒谎 但却没揭穿她 片刻后对她道 多谢姑娘提醒 在下会留意 想到什么 从身上拿出一个锦盒递给她 这是在下一点小心意 感谢姑娘那日救命之恩 苏雪儿一脸开心的 抬眼看着月灵汗 想到自己现在的身份 又急忙收敛 对月灵汗道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救公子也是有缘 我怎么能收下公子 如此珍贵的东西呢 说着 却伸手将月灵汗 给她的锦盒接了过来 月灵汗嘴角耸动 没有开口 苏雪儿心中好奇 顺手打开锦盒 隔着缝偷瞄了一眼 见里面是一颗珠子 她眸光瞬间亮了 心里想着 等我回去了 要将这只珠子 命人做成项链 戴在脖子上 察觉到男人冰冷的视线 落在自己身上 苏雪儿急忙将锦盒收起来 瞇着双眼对月灵汗笑着 月灵汗看到她的两颗尖尖的虎牙 脑子里一个人影闪过 仔细看了一眼 她那双明亮的眼睛 月灵汗冷漠的眸底 多了一丝异样的情愫 收回视线 她突然开口问道 不知姑娘方明 我叫苏苏 说完 一脸俏皮的笑容对着月灵汗 月灵汗 听到苏雪儿的话 心中轻忽了口气 看来 是我想多了 苏苏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领了 但在下 有重要的人要救 所以必须要去火神山一趟 苏雪儿愣住 见月灵汗转身 越离开 她急忙冲上前 伸开双臂拦住她 抬眼一脸认真地看着她问道 是公子心爱之人吗 明明爷爷说 因缘树下出现在我面前的男人 就是我的有缘人 为何面前这个少年 却已经有了心爱之人了 为了那个人 他都愿意拼命 苏雪儿心里有些堵 那天 她涉险将她从火神山救回来 她一声不吭 突然消失不见 她以为她出了什么事 所以找了她一晚上 整整一夜 她都未曾合眼停歇 却仍旧没有找到她 后来 她每日守在因缘树上等着她 没想到 今天终于等到了 只是 好不容易等她来 却是她 要救另一个女子 月灵汗 看着苏雪儿发呆 淡淡硬道 是 她不想多做解释 小九是她的妹妹 救她 是她作为哥哥该做的 苏雪儿听了 月灵汗的话 呆呆地站在原地 低着头 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不见 眼神有些暗淡 她双手紧紧地 抓着自己的裙摆 犹豫了片刻 抬眼看向月灵汗 我有办法靠近火神山 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说什么 声音低沉急迫 苏雪儿深吸了口气 应道 我有办法靠近火神山 并且可以帮助你 摘取那颗百年 纸节溢柱的机关枣 你应该清楚 那天是我救了你 所以不用怀疑我的本事 月灵汗突然拉着苏雪儿的手腕 力道有些重 我们现在就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一十九集 苏雪儿努力地从月灵汗手里 抽出自己的手腕 看着她问道 你对机关草了解多少 月灵汗正住 她只是从那些医书知道的 寥寥无几 现在面前的少女 突然这么一问 她竟答不上半句 苏雪儿道 机关草每一百年才会生长异株 它全都是靠着火神山里面的热流养护成活 它成熟后会开花 只有开了花的机关草 才算得上是质保 但如果它的花期过了 花瓣凋零 那么到那时 那株机关草就会成为一株没有用的杂草 这世上只有唯一的一株机关草 现在火神山那株 还需要等三个月零八天才会开花 即便你现在去了 别说你不能靠近火神山 就算是你靠近拿到了它 也没有任何意义 摘了它就相当于毁了它 而你要救的人 活不过百岁 唯有死路一条 玉灵汗震冷的眉头微醋 忧生的凤眸看着苏雪儿 沉声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丫头对机关草的事情 如此了如指掌 甚至能自如地靠近火神山 我不觉得那件事是个巧合 除非 这丫头当时也是为了机关草而去 苏雪儿见玉灵汗如此看着她 她一脸灿烂的笑容 我还没有问公子是什么人呢 城里的人我都认识 但我从未见过公子 玉灵汗没想到 面前的少女如此精明 顿了片刻 应道 在下不是本地人 那公子可否告知我你的性命 我总不能一直这么公子公子地叫吧 玉灵汗 那我叫你 名字 哦 玉灵汗 玉灵汗眸光一灵 看了一眼苏雪儿 苏雪儿笑道 你若是相信我 三个月内就不要想这去火神山的事了 若是你真的非要捏住机关草不可 三个月后我帮你拿到它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姑娘请说 只要在下能做到 绝不会推辞 我叫苏苏 有名字的 苏苏姑娘 叫我苏苏 苏苏 我知道你有心爱之人了 所以不会让你做复兴汉的 不如这样吧 你呢 做我三个月的哥哥 要真的当我是妹妹 疼我 宠我 对我好 三个月后 我就帮你拿到那棵机关草 我如何信你 你已经信我了 好 我答应你 那我以后叫你哥哥 苏雪儿觉得 不能做御灵汉心里住着的那个人 那就做她的亲人 三个月后 帮助她拿到机关草 至少她离开后 她心里能有她一席之地 苏雪儿从未喜欢过一个人 此刻才知道 原来 喜欢一个人 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不要求任何回报 宁愿牺牲自己的爱情和生命 鼻子有些酸 苏雪儿忍着 将眼泪咽回肚子里 抬眼看着天空 强笑 今天的太阳太讨厌了 今日阴天 太阳未出现 哥哥 能不能让着我点啊 好 玉灵汉垂眸看了一眼苏雪儿 突然挽着玉灵汉的手臂 对她道 哥哥 我肚子饿了 玉灵汉本能地排斥 只是想到答应苏雪儿的话 最后忍着不试 应声 好 我带你去吃 苏雪儿一脸满足地笑着 跟着玉灵汉往街道里走去 两人来到一家客栈 苏雪儿抬眼 看着客栈上空的牌匾 转眼对玉灵汉道 哥哥 就是这儿 店铺不大 但里面客人很多 玉灵汉喜欢清静 看到这种地方 心里有些不适 苏雪儿眼珠子转了转 对玉灵汉道 哥哥 你不喜欢这里吗 其实这里除了人多一点 没有什么别的不好 而且这里的面 出了名的好吃 别人进来都要排队呢 不过呢 我认识这家店的老板 所以我们可以走后门 说完 拉着玉灵汉 一起往店铺里挤了进去 玉灵汉尽量让自己 不要去碰别人 但总有客人 不小心碰到他的衣服 玉灵汉满脸厌恶地 看着被人碰过的地方 胃里难受得紧 脸色也变得越来越差 周身散发着冰冷的寒意 苏雪儿察觉 抬眼给了玉灵汉 一个安慰的眼神 最后站在她身后 双臂张开 一边提醒周围的人嚷嚷 一边努力护着她 往里面挤 她想用自己娇小的身子 保护她 避免别人碰到她 玉灵汉感受到 身后一片温暖 心中异样地情愫闪过 终于挤了进去上了二楼 苏雪儿拉着玉灵汉 直接进了一个雅间 很快店掌柜地上来 与苏雪儿确实是老熟人 见了面先聊了一会儿 这才进入正题 雪儿小姐 今天想吃点什么 就照老样子吧 对了 多加一斤牛肉 宰了一滩好酒 面呢上四碗 玉灵汉听到苏雪儿的话 眉头微醋 四碗 再看了一眼四周 确定只是他们两个人 玉灵汉欲言又止 店掌柜地匆忙离开 准备饭菜 房间里就剩下苏雪儿 和玉灵汉两个人 苏雪儿双手撑着脑袋 看着对面一脸嫌弃的男人 想到什么 从身上拿出一条丝帕递给他 哥哥 用这个擦擦 玉灵汉正住 抬一眼看向苏雪儿 只见苏雪儿对着他傻笑 玉灵汉接过苏雪儿的丝帕 犹豫了片刻 却没有拿他擦手 而是放在桌旁 苏雪儿好奇地问 哥哥不用吗 不必 哦 苏雪儿应了一声 便沉默不语 屋里气氛有些僵硬 玉灵汉突然开口问道 我们两个人 叫两碗就够了 我胃口没有那么大 苏雪儿听到玉灵汉的话 忍不住痴笑一声 哥哥好不容易请我吃饭 我当然得多吃点才是 玉灵汉无语拧眉 很快饭菜上来 店掌柜地对苏雪儿道 雪儿小姐是我们这儿的贵客 今天带朋友过来 这一坛酒就送给两位了 两位吃好喝好 说完便恭敬退下 苏雪儿拿起酒坛倒了两杯酒 一杯递给玉灵汉 一杯放在自己面前 玉灵汉瞥了一眼他面前的酒杯 起身伸手将他拿走 苏雪儿正住 瞪大眼睛看着玉灵汉 好奇地问 哥哥你拿走我的酒杯干嘛 不准喝酒 苏雪儿嘴角突然勾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眯着双眼笑道 好我听哥哥的 他将面推给玉灵汉一碗 对他道 哥哥这家的面很好吃的你尝尝 本集播讲完毕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二十集 玉灵汉薄唇微敏没有要动筷子的意思 苏雪儿撇嘴但也没有再理会玉灵汉 拿起筷子趴在碗上空深深地吸了口气 好香啊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急忙挑起几根面轻轻吹了吹 嘴巴趴在碗盐吸了一口 面转眼进了口中 苏雪儿一脸享受地赞叹 这种面每天吃都不会蜜 太好吃了 一边说着一边吃着 偶尔发出稀溜的声音 对面本来没有一点食欲的玉灵汉 看到小丫头吃得这么开心 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筷子 性感的喉结滚动 动了动唇 最后没有多说一句 挑起一根面细细地嚼着 苏雪儿见状忍不住笑道 哥哥 这种烦恼不要这么优雅地吃 要粗鲁 像我这样 说着 又挑了一筷子往嘴里塞 吸溜一口 所有面都入了口 玉灵汉被小丫头感染 看了一眼四周 最后 学着她吃面的模样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怎么样 这样好吃多了吧 嗯 哥哥 我们一人两碗 看谁先吃完 赢了的人可以问对方一个问题 玉灵汉本不想答应 只是看到小丫头一脸期待的模样 最后点头应了一声 嗯 那我们开始啦 苏雪儿话音落 便开始狼通虎咽地吃了起来 就在她快要吃完的时候 结果不小心被呛住 止不住地咳嗽 玉灵汉见状急忙停下 来到苏雪儿身旁 一边轻拍她的后背 一边给她喂水 直到苏雪儿缓和了一些 玉灵汉开口道 好了 不比了 我输了 你要问什么尽管问便是 我若知道 有问必答 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想知道 哥哥会不会让着我一些 所以 就这么拼命 也没有拼命啊 这样吃东西心里开心 方才是意外 说完 吐了吐舌 对玉灵汉做了个鬼脸 玉灵汉 看着笑得纯真的小丫头 一时无语 她很善良 很特别 她第一次对一个女子 有这种微妙的感觉 总觉得 她心里藏着事 喜欢看她笑 但有时候看到她的笑容 又总觉得 那纯真的笑容里 掺杂着淡淡的忧伤 说不清道不明 让人有一种 想去保护她的错觉 一日午时 夏林国城外 灵汐阁 玉酒离睡了个午觉醒来 换上了一身 很衬皮肤的 藕粉色长裙 洗漱完后 看了一眼镜子里 那张精致白皙的脸蛋 捂着腮帮子 片刻后 对着镜子里的人 开心一笑 转身出了寝室 刚踏出寝室 整个人便撞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中 墨流伤垂眸看着怀里的小丫头 不用这么着急 他们还没到 玉酒离抬眼看着墨流伤俊冷的面孔 呆呆地应了一声 哦 墨流伤的手递给玉酒离 示意她拉着她 玉酒离正了片刻 仰起嘴角拉着墨流伤的手 两人一起往灵溪阁外走去 此时 徐雪峰和穆青武及叶青 同乘一辆马车 朝夏林国的方向驶来 前面是萧绿 东方泽和秦兰及杨天孝 远远望去 四人倒像是后面那辆马车的护卫 看到灵溪阁越来越近 萧绿回头 看了一眼马车的方向 喊道 徐雪峰 我们要到了 徐雪峰从马车窗户探出个脑袋 看着外面 每次回来 总有一种回娘家的错觉 远远瞧见灵溪阁门口 那抹熟悉的身影 徐雪峰半个身子趴在马车窗口 对玉酒离挥了挥手 大喊 萧绢 声音格外响亮 站在灵溪阁门口的徐雪峰听到声音 踮起脚尖放眼望去 看到趴在马车窗口的徐雪峰 一脸开心的回应 徐雪峰姐姐 绿哥哥 紫哥哥 依次喊了其他人的名字 叫完 转身抬眼看向墨流商 墨流商会议 微微点头 徐雪峰提之裙摆 急步奔了过去 很快 一行人来到徐雪峰和墨流商面前 大家熟络地打了声招呼 便与玉酒离一起进了灵溪阁 几个女孩见面 直接被玉酒离拉去了寝室聊天 杨天笑和秦岚 头一次来灵溪阁做客 所以比较拘束 墨流商见状 带着两人去了灵溪阁前店 东方泽和萧绿也跟着一起过去 几人聊了一会儿 东方泽和萧绿说 是去找玉灵寒 听到墨流商说 玉灵寒最近都没有回灵溪阁 两人便去了玉酒离的院子 跟他聊了几句 送了礼物 便离开了灵溪阁去找玉灵寒 玉酒离坐在桌前 看着满桌子礼物 转眼 看向徐雪峰和穆青舞 以及叶青 对三人笑道 你们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 还这么破费 带这么多礼物 不过 我喜欢 徐雪峰看到玉酒离 双眼泛着金光的模样 想到他们小时候去蝴蝶谷 抢东方泽的宝贝 便忍不住轻笑一声 对玉酒离笑道 已经半个月都没有看到你了 以后可能两年都不能跟你一起读书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得有多难过 送你的这些礼物 可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宝贝 至少能陪伴你两年呢 玉酒离听了徐雪峰的话 狐疑的目光看着她 徐雪峰和穆青舞相视一笑 玉酒离觉得有些诡异 叶青示意她拆开礼物看看 玉酒离见状 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拆开 结果一盒书籍两盒书籍 拆到最后剩下两个盒子 三人都盯着玉酒离 等着她拆开惊喜 只是玉酒离却突然叹了口气 不悦地道 啊 我不拆了 一定又是书籍 你们故意的吧 三人忍不住笑出了声 徐雪峰和穆青舞看到玉酒离的迥样 忍不住捧腹大笑 而时常都冷着一张脸的叶青 也没有绷住 笑得合不拢嘴 唯有玉酒离一个人 不悦地拂着嘴 看着三人冷哼一声 你们再这样 我就不理你们了 说好的送礼物 结果礼物全都是书籍 她每天被墨流商盯着读书 已经很辛苦了 玉酒离想哭 三人在房间里闹了一会儿 叶青对玉酒离道 还有最后两件礼物 一件是我的 一件是东方泽的 玉酒离 你不打算看了 玉酒离表示 不想 为了避开这个话题 想到自己已经很久 没有见宝石了 玉酒离问叶青和徐雪峰 宝石现在还好吗 她有没有想我啊 徐雪峰看了一眼 桌上的盒子 那两件礼物 是叶青和东方泽 给你准备的 你确定不看看 雪峰姐姐 我问你宝石呢 你们怎么总是 往礼物上扯 话音落 玉酒离突然震住 紧张地问道 雪峰姐姐 宝石 不会死了吧 否则 他问宝石 他们就故意 岔开话题 转眼看向 木青武 木青武表示 自己不知道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二十一集 突然桌上的盒子动了一下 嘶哑的声音传来 宝石快死了 宝石快死了 玉酒离眸光顿时亮了 急忙打开桌上的盒子 盒子里是鸟笼 鸟笼里 宝石扑闪着翅膀 在里面跳来跳去 不悦地喊着 逼死了 逼死了 小酒 我想你 小酒 我想你 玉酒离满脸激动的笑意 听到宝石的叫喊声 忍不住吃笑一声 迅速将鸟笼打开 宝石从笼子里冲了出来 落在玉酒离手臂上 小酒 我想你 玉酒离摸了摸他的脑袋 笑道 我也想你 宝石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怎么了呢 说完 一脸感动地看着三人道 雪峰姐姐 清午夜清 谢谢你们给我的惊喜 我很开心 三人相视一笑 一起将另一个盒子打开 玉酒离紧张地盯着 直到盒子被打开 里面一只绿色的鹦鹉 从笼子里飞了出来 玉酒离大惊 还没反应过来 宝石已经和另一只 开启了一场追逐大战 宝石一边追 一边叫 笨死了 笨死了 玉酒离眼里满是笑容 抬眼看着半空中飞舞的两只小东西 徐雪峰对他道 这一只还没有名字 是我们商量好送你的 以后我们不在身边 有他们陪着 总比墨流商强 玉酒离嘴角抽了抽 没有应声 徐雪峰继续道 宝石也不小了 所以我们就给他找了个夫人 不过他这个夫人 好像不会说人话 就是啊 本来我们想教他说相公 可是教了好几天他都不开口 而且很高啊 每次看到他看我们的眼神 总觉得他在嘲讽我们 玉酒离忍不住眼嘴吃笑一声 就在此时敲门声传来 三人同时朝门口的方向望去 想到应该是消虑他们 玉酒离急忙上前将房门打开 房门打开的那一瞬 墨流商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眼前 突然嘶哑的声音传来 相公 相公 众人惊住 所有人视线都落在墨流商身上 而就在这时 那只鹦鹉直接飞到了墨流商肩膀站里 宝石健壮追了上去 两只鸟突然在半空中 一边叫喊一边打了起来 玉酒离则看着墨流商 那棱角分明的五官笑道 墨流商 那只鸟竟然让你做相公 墨流商猝眉 表情有些冷漠 幽深的墨眸盯着玉酒离 缓缓轻身 凑到他耳边小声道 可是 我只想做小九的相公 墨流商话音落 玉酒离的耳根便微微泛红 毕竟身后还有三个好姐妹在 也不知道 他们是否听到了墨流商的话 心脏砰砰直跳 玉酒离 用仅能两个人听到的声音 小声说了一声 讨厌 墨流商听到小丫头撒娇 心情甚好 此时 徐雪峰几人也走了过来 墨流商健壮 站直身子 对几人道 小九命人准备了饭菜 先去用膳 玉酒离抬眼 看着如此体贴入微的墨流商 心里很暖 脸上的笑容也更浓 准备饭菜的事情 他一点都不知道 全都是墨流商一个人安排的 却在姐妹们面前说 是他命人准备的 而徐雪峰几人也确实饿了 相视一笑 与玉酒离墨流商一起去了善厅 夏陵国得天学院 萧绿和东方泽 来到玉灵寒寝室门口 东方泽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动静 萧绿小声嘀咕 方才那几个人说了 他们就在寝室里啊 见东方泽 没有再继续敲门的意思 萧绿突然出手 猛地敲了敲 东方泽正欲阻拦 房门突然打开 玉灵寒 冷着一张脸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两人 他似乎刚起床 东方泽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萧绿则正住 唇半动了动 一脸僵硬地笑道 早 是我在睡梦中 还是你没睡醒 烈日当空 你说早 东方泽忍不住 轻了轻嗓子 笑道 大家都在灵溪阁 你怎么没有过去 玉灵寒 没有回答 东方泽的话 他侧身 让出地方 东方泽和萧绿 一起走了进去 三人坐在桌前 东方泽 自顾自地 倒了杯水 萧绿见状 也拿起水壶 给自己倒了一杯 见玉灵寒 坐在一旁 沉默不语 萧绿问道 你昨晚干什么去了 怎么睡到现在啊 玉灵寒 有些苦恼 这里晚上的时候 园英大陆 正好是白天 整晚都在 陪苏雪儿那丫头 所以回来后 只能白天休息 回过神 对萧绿道 昨日看书忘了时间 所以睡得晚 萧绿知道 玉灵寒喜欢看书 所以也没有多想 三人在房间 坐了一会儿 东方泽问玉灵寒 你不去灵溪哥 不去 我们兄弟三人啊 也半个月没见了 不出去 喝两杯 就是 玉灵寒无奈 只好硬了下来 三个俊朗的少年 从学院里走了出去 四周迎来无数少女 花痴般的眼神 玉灵寒不喜这样的感觉 冷眸扫过 四周转眼寂静 萧绿则撇嘴 对玉灵寒道 这么多美人看着不好吗 鲜花虽多 但味太浓了 但连一只花不好吗 这有什么好啊 百花盛开 才令人心旷神一样 东方则 看了一眼沉默不语 表情却很冷漠的玉灵寒 转眼 目光落在萧绿身上 好奇地问道 绿 我一直很纳闷 你到底是喜欢小九多一些 还是喜欢徐雪峰多一些 或者 其他女人也要分你其中一份喜欢吗 你明知道我和小九之间没可能了 故意在灵寒面前这么说 那你的意思是 对徐雪峰的喜欢多一些了 差不多吧 总之 我和徐雪峰在一起的时候 和当初与小九在一起的感觉不同 因为 我父皇和商严 经常把小九是他们儿媳妇 挂在嘴边上 我这自己心里啊 就觉得小九将来 一定是我萧绿的皇后 但是我清楚知道 小九对我没那种感情 现在他和木流商在一起 我觉得 木流商比我更配小九 徐灵寒听了萧绿的话 突然觉得 萧绿也不像自己 曾经想的那么不堪 至少 他现在认清了自己 东方则见状 也不再多言 萧绿 转眼看向 一直沉默不语的徐灵寒 问 灵寒 你以前是不是一点都不赞成 我和小九将来在一起啊 绿灵寒看了一眼萧绿 沉默了片刻 应声 嗯 萧绿虽然心里清楚 但从绿灵寒口中得知 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别扭 好奇地问 为何 绿灵寒将萧绿从上至下看了一眼 一脸平静地说道 看你不顺眼 说完 大步往前走去 而东方则 看着呆愣在原地的萧绿 忍不住吃笑出声 急忙追着御灵寒的脚步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二十二集 萧绿回过神 大步追了上去 喊道 御灵寒 你跟本宫把话说清楚 你看谁不顺眼了 本宫好歹也是原海国的太子 你凭什么看本太子我不顺眼 只是任由他怎么喊 越灵寒都不理会他 东方则转眼对越灵寒笑道 寒 你这也真是绝了 你就不怕伤了那小子的心吗 好歹他也是原海国将来的皇位继承人呢 越灵寒止步 回头看着追上来的萧绿 对东方则道 这种妹夫 道贴我也看不上 东方则正住 看着御灵寒走远 正在愣神 肩膀突然一沉 萧绿已经追了上来 他的手搭在东方则肩膀上 看着远处御灵寒的背影 问道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你呀 还是不知道的好 走吧 马上到酒楼了 不行 说了再走 说了 你怕是连酒都不想喝了 他是不是又嫌弃我了 他好像一直都很嫌弃你 走 喝酒去 今天 他非要灌醉御灵寒不可 说完 先东方则一步 朝御灵寒的方向追了上去 东方则无奈摇头 紧跟在萧绿身后 赏武 贤王府 白洛闲来无事 和秋月在院里聊天 月绝尘忙完后 朝这边走来 秋月见状 对白洛道 王妃 雪峰那个丫头回来了 我去准备一点东西给她 等去云海国了带着 我让膳房做好了饭菜 吃完再走 不用了 本安排了那个丫头 以后没事啊 我就来贤王府陪你聊天 白洛见状也不再强求 看着秋月脚步匆匆地离开 秋月刚走 白洛肩膀一沉 耳边一阵温热的口气喷洒 欲绝尘下颚 敌在她肩侧 她转脸 唇绊正好碰到欲绝尘 微凉的唇 白洛反应过来 正欲推开 结果 却被欲绝尘扣住 狠狠地亲了一口 这才很满足地 离开她的唇绊 白洛给了欲绝尘 一记白眼 道 我就说秋月 怎么突然就要回去了 欲绝尘走到白洛身旁坐下 将她一把扯进自己怀里 让她坐在她腿上 抱着她 在她耳边 暧昧地道 秋月跟在我身边 这么多年 这点眼力若是都没有的话 还怎么做贤王府的安慰 你这是在夸你自己吗 我这是在夸夫人眼光好 选择了我 欲绝尘 我怎么发现 你现在越来越没个正经了 还好孩子们都不在府上 若是在 看到自己有这么个厚颜无耻的爹 得多怀疑人生 若不是有我这个爹 哪里还有他们 你说什么都对 欲绝尘的手 片刻后 欲绝尘又在白洛脸上轻酌一口 道 晚上去灵溪阁一趟 你不是说孩子大了放养好 不让我去看他们吗 放养归放养 但也得看着 狼群还是得提防 行了 我说不过你 要去就赶紧准备 趁着天黑前 我们一起去灵溪阁 看小九他们 正好 有家茶楼刚开夜 里面环境不错 给他们预定几间雅间 晚上那几个孩子 肯定要出去闹 我们再也不合适 欲绝尘抱着白洛站起身 嘴角勾起一抹绝美的笑容 遵命 夫人 白洛紧紧地抱着 欲绝尘的脖子 看了一眼四周 提醒 臣 你快放我下来 我们府上 谁敢笑话夫人 说着 抱着她 直接往寝室的方向走去 到了下午 玉九黎和徐雪峰几人 用完膳 商量着晚上出去逛街 顺便去戏院看戏 莫留商因此 提前命人去了酒楼清场 所有人都准备出发时 下人匆忙跑来 说 是王爷和王妃来了 玉九黎郁闷地看了一眼徐雪峰 雪峰姐姐 我不知道娘亲和爹爹要来 没事 我爹 我娘 四人很有礼貌地跟白鲁和徐雪峰打了声招呼 白鲁健壮问 你们这是准处 你们这是准备出门 几人应声 玉九黎咬着下唇两步来到白鲁面前 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 白鲁会议 一脸宠溺地笑道 猜到你们晚上要出去玩 我和你爹过来看看 顺便为你们订了茶楼 莫流商已经提前为我们订好了戏院 一会我们逛完街就去戏院看戏了 说完还不忘回头抬眼看了一眼莫流商 满脸笑意 莫流商眸光威领 看了一眼玉绝尘和白鲁 跟两人打了声招呼 白鲁对莫流商的表现很满意 但玉绝尘却觉得 莫流商做的实在太多 他这个爹在女儿心中 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了 谋底有一丝不满闪过 收回视线提醒玉九黎 不能玩得太晚 早点回来 所以娘亲和爹爹不再灵犀隔代 好 爹爹 说着 扑进玉绝尘怀中 脑袋靠在他胸前 满脸开心地说道 谢谢爹爹 我就知道爹爹最疼我了 玉绝尘顿时满足了 嘴角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闪过 片刻后 玉九黎和莫流商及其他人 都离开了灵犀阁 玉绝尘和白鲁也跟着离开 回去贤王府的路上 白鲁见玉绝尘表情不太好 好奇地问 完毕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二十三集 玉绝尘垂眸 深邃的凤眸看着白鲁白皙的脸蛋 被他那晶莹的唇瓣吸引 忍不住凑上钱轻酌一口 白鲁将玉绝尘的脸推开 又没正经了 玉绝尘紧紧地抱着白鲁 在他耳边细语酥媚 在夫人面前 正经为何物 还好寒儿不像你 若是像我 岂不早就抱到美人归了 玉绝尘 为父在 玉绝离一行人 很快便到了夏陵国街中心 玉绝离对杨天笑和秦兰道 两位师兄 那边有铁匠铺 还有兵器房 你们可以和墨流商一起去那边逛 一会儿我们在西院会合 杨天笑倒没什么意见 点头应了一声 正义提醒秦兰一起过去 见秦兰的视线 一直落在叶青身上 杨天笑推了推秦兰的手臂 秦兄 一起啊 等会儿 一旁 一直沉默不语的墨流商 见玉绝离的意思是 要支走他 顿时不悦了 表情有些冷漠 忧深的眸子看着玉绝离 玉绝离接收到墨流商的视线 莫名心虚 急忙别过脸不看他 叶青突然开口 我想去兵器房 玉绝离正住 转眼看向叶青 秦兰听到叶青的话 眸光瞬间亮了 也不理会杨天笑 急忙上前一脸谄媚地道 正好我也去 叶青姑娘 我们一起 叶青微微点头 算是答应了秦兰的话 秦兰内心激动不已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 杨天笑见状 对叶青道 叶青姑娘 我也去 秦兰给了杨天笑 一记冷眼 杨天笑并未察觉 跟在叶青身后 一起离开 秦兰拳头微微攥紧 脚步匆忙地跟了上去 徐雪峰见状 对玉绝离道 小九 秦武说他想去棘手 我带他过去 你先和莫公子逛逛 不等玉绝离开口 徐雪峰已经拉着 沐青五离开 沐青五好奇地问徐雪峰 发生什么事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 莫流伤喜欢小九吗 这还用看吗 莫流伤为了小九 那可是连学院都不去了 沐青五一脸羡慕 反应过来 瞪大双眼看向徐雪峰 所以我们这是给他们俩 偷情的机会 别说得这么难听 哼 我就是用词不当 总之就是给他们俩留机会嘛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去 随便走走 你喜欢什么 我请你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虽然我钱不多 但请你还是绰绰有余的 雪峰你太爱她的太好了 跟你做朋友 我太幸福了 行了 别拍马屁了 快点挑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 沐青五也不客气 在街道两旁的摊位上 挑选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乐此不疲 两人并未发现 不远处 两双眼睛 盯着他们的背影出神 玉九离看了一眼四周 除了路人 朋友们都走了 抬眼 面前便是莫流伤 俊冷的面孔 他敏唇 要不我们往那边走走 或许一会儿就能碰到 雪峰姐姐他们 莫流伤来到玉九离面前 拉着他的手对他道 不用了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过不来 我们去那边 为什么 莫流伤 瞥了一眼远处那两个人影 淡淡开口 肖绿和东方泽过去了 玉九离正住 他记得肖绿和东方泽去找哥哥了 见莫流伤这么说 玉九离也没多想 只好应了一声 和莫流伤一起往与徐雪峰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去 莫流伤紧扣着玉九离的手 偶尔转眼看他一眼 玉九离有些不自在地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裙摆出神 突然一个小孩从一旁冲了出来 直接往玉九离身上撞去 莫流伤眸光瞬间变得暗淡 一把将玉九离勾进怀中 两人原地转了一圈 男孩的脑袋撞在了莫流伤大腿上 接着一阵哭声传来 喵 玉九离见状急忙从莫流伤怀里出来 来到男孩面前蹲下身为他检查 告诉姐姐你哪里疼 姐姐送你去医馆 男孩揉着眼睛不停地哭 很快招来了一群路人围观 莫流伤冷眸扫过 有怕事的接收到那冰冷的视线 便转身离开 那也有好事的人站出来 指着莫流伤和玉九离的身影指责 莫流伤拳头微微攥紧 冷漠瞥了一眼坐在地上抽气的男孩 又看了一眼一脸耐心哄着那孩子的玉九离 最后隐忍着愤怒 走到玉九离面前将他拉起 他没事 玉九离知道没事 只是毕竟这是个孩子 他从身上拿出钱袋 欲从里面拿些银两出来作为赔偿 谁知就在他的钱袋刚拿出来的那一瞬 那孩子眼里一抹诡异之色闪过 突然伸手欲抢夺欲九离的钱袋 只是被莫流伤察觉 一掌打飞了出去 男孩小小的身子坠落在街边的摊位桌上 顿时一团乱 围观的人窃窃私语 指着莫流伤小声责备 这个人想到如此狠心啊 那还是个孩子 竟然下如此毒手 就是 他撞倒了人 竟然还动手打人 简直无法无天了 一句句一声声 全部落进玉九离和莫流伤耳中 莫流伤根本不在乎这些人的看法 只要玉九离平安 便是全天下的人指着他骂 他也能做到无动于衷 玉九离此时却已经呆住 他不敢想 方才他看到是否真实 听到那些人的话 他心里不悦 缓缓抬眼看着莫流伤 开口问道 你为何要伤害他 他还是个孩子 他方才愈 莫流伤 你怎么能对一个孩子下如此重的手呢 说完 急忙走过去将男孩搀扶起身 莫流伤呆呆地站在原地 回头看着玉九离的背影 他正在给那孩子拍身上的灰尘 男孩挑衅的目光投向莫流伤 莫流伤眼里一抹寒意转瞬即逝 玉九离将那个钱袋全都给了男孩 用仅能两人听到的声音对男孩道 这个给你拿着 算是方才那个哥哥打你给你的赔偿 以后不要再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重是实在过不下去 可以去贤王府找个差事做 男孩正住 没想到玉九离会这么做 他定定地看着玉九离那双清澈的眼睛 犹豫了片刻对玉九离鞠了个躬 转身匆忙逃走 很快围观的人散去 莫流伤忧伸的眸子落在玉九离身上 他沉默不语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二十四集 玉九离看着男孩离开的方向 轻叹了口气 垂眸看了一眼手里 那个没送出去的钱袋 转身抬眼 看着莫流伤阴沉的脸 急步走了过去 他对莫流伤道 我知道他方才要抢我钱的 莫流伤不语 等着玉九离的话 玉九离抿了抿唇 继续道 他还小 可能不懂这些大道理 但他本性不坏 我们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见莫流伤炽热的眼神望着自己 玉九离嘴角微微扬起 对莫流伤笑道 所以你看 我的钱袋还在呢 所以 那个孩子还是有救的 莫流伤薄唇微敏 直勾勾地盯着玉九离 玉九离不解皱眉 在自己脸上摸了摸 为何这么看着我 莫流伤回过神 淡淡开口 声音低沉 别动 脸上有东西 玉九离听话 定定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莫流伤靠近玉九离 缓缓伸出手 突然 挑起他的下巴 凑到他唇边 伸吻着他 玉九离没有拒绝 生疏地回应着他 他能感受到 他此刻的隐忍和不快 片刻后 莫流伤将玉九离 缓缓松开 柔声道 受太冲动了 以后不会了 从小生活在血渊宫 他习惯了 用残暴的方式 处理对手 敌人 对那个孩子出手 是出于本能 只是 听到玉九离方才的话后 看到他的善良 他突然觉得 自己不该再像曾经那般 否则 他会将小九 推得越来越远 玉九离没想到 莫流伤如此冷傲的人 竟然会对自己 并未做错的事情 跟他妥协 回过神 对莫流伤道 方才我不该 那么大声责备你 莫流伤见状 一把将玉九离 扯进怀中 紧紧地抱着他 在他头顶 亲吻他的发 嘴角勾起 一抹温柔的笑容 这边 萧绿和徐雪峰 一起在街上闲逛 徐雪峰 闻到萧绿身上的酒味 好奇地问 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 萧绿借着酒劲 凑到徐雪峰面前 哈了口气 你闻闻 动作格外暧昧 徐雪峰一脸嫌弃地 在鼻尖扇了扇 提醒 萧绿 你够了 萧绿突然搂着 徐雪峰的肩膀 整个人摇摇晃晃地 对他说道 本公子今天高兴 徐雪峰 你知道吧 本公子今天 跟徐灵寒 承认了 一件大事 什么事 本公子 承认了自己 喜欢 喜欢的女人 谁 徐雪峰 你喝多了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我没喝多 徐雪峰懒得理会消虑 任由他挂在他肩膀上 带着他 往灵溪阁的方向走去 萧绿觉得方向不对 转眼看向徐雪峰问道 徐雪峰 你要带本公子去哪儿啊 我可告诉你 你若是敢非离我 你就 我就怎样 徐雪峰冷冷地问道 萧绿嘴唇动了动 你就得对本公子负责 徐雪峰 本公子有点累了 想睡一会儿 徐雪峰 不悦地看了一眼萧绿 推了推 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 喂 萧绿 真是在大街上 你可别睡 徐雪峰 你别烦本公子 本公子就睡一会儿 就睡一会儿 就睡一会儿 徐雪峰 无语至极 见前面路边 有条石椅 徐雪峰 拖着萧绿 走了过去 搀扶着萧绿 坐在石椅上 徐雪峰 对他说道 萧绿 这是最后一次 若再有下次 我一定把你丢在大马路上 愿你自生自灭 好 就这一次 徐雪峰 你别吵啊 安静点 安静点 徐雪峰 无语凝住 很想揍萧绿一顿 萧绿的脑袋 靠在徐雪峰肩膀上 均匀的呼吸声传来 徐雪峰 转眼看了一眼 近在咫尺的那张脸 少年的睫毛很长 面容精致白皙 略显稚嫩 徐雪峰嘴角 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闪过 看着来往的行人出神 这边 东方泽与穆青舞 肩并肩走在街上 穆青舞因为头一次 来夏林国逛街 所以兴致很高 他左瞧瞧右看看 有自己喜欢的饰品 会站在摊位前看很久 试了又试 最后又有些遗憾地离开 穆青舞看过的东西 东方泽都默默地买了下来 两人逛了一会儿 东方泽问穆青舞 累不累 不累 说着 手指着前面不远处 一脸开心地道 那边有卖好吃的 话音落便跑了过去 东方泽无奈笑着摇头 大步跟了上去 看着穆青舞往人群中挤 东方泽上前紧拉着他的手 穆青舞吓了一跳 回头见是东方泽 他挣了片刻 回过神当作没事人一般 又往里面挤去 是一个大叔在卖桂花糕 穆青舞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指着石盒里面的桂花糕 激动地道 这些全都打包了 那大叔看了穆青舞一眼 满脸热忱的笑容 姑娘这打扮 应该是外地来的吧 不过姑娘真是好眼力啊 我家的桂花糕 那可是夏林国出了名的好吃 这吃了呀 保证姑娘你还想再吃 穆青舞有些馋 从石盒里拿了一小块塞进口中 一脸满足地笑着点头 哇 真好吃 大叔 快 全都给我包起来 片刻后 东方泽怀里抱着一大堆东西 跟在穆青舞身后 穆青舞乐此不疲地逛着 东方泽任劳任怨 此时 蝴蝶谷后山山洞 一团光闪过 一个人影消失不见 园英大陆 苏雪儿坐在樱园树上 双腿搭拉在半空中晃荡 大树突然震了一下 苏雪儿一个机灵 从树上跳了下来 正好看到刚出现的玉灵寒 这个 你来了 苏雪儿满脸惊喜 嘴角勾起一抹开心的笑容 她一大早就来这里等了 因为昨天 她离开的时候答应过她 每天早晨 只要她来这里 都能见到她 果然 她没有骗她 玉灵寒那双深邃的凤眸 看着苏雪儿 声音低沉 应了一声 哼 苏雪儿顺手 挽着玉灵寒的手臂 抬眼对着她笑 哥哥 你还没吃早饭吧 我们一起去吃面 玉灵寒觉得 那家的面确实不错 白天睡了一天 下午被叫去喝酒 也没吃什么东西 确实有些饿了 所以便答应了苏雪儿 去那家面馆的路上 苏雪儿鼻子凑到玉灵寒身上 闻了闻 哥哥你喝酒了 怎么满身酒气啊 喝了一点 哦 表情却有些嫌弃 玉灵寒见状 薄唇动了动 说道 不喜欢酒味 苏雪儿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玉灵寒不解皱眉 苏雪儿抬眼笑道 哥哥能不能答应我 以后不要喝酒 至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好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第七百二十五集 两人很快到了面馆 苏雪儿叫了两大碗 两人相对而坐 很安静地等着 苏雪儿粉红的脸蛋 慢慢变得有些泛白 也有些心慌 她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裙摆 看着对面的冷峻的少年 很快 店掌柜地端着石盘过来 苏雪儿拿起筷子 递给玉灵寒 哥哥吃饭 接过筷子 学着苏雪儿吃面的样子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她并未发现 苏雪儿的异样 两人填饱肚子 苏雪儿突然开口 对玉灵寒道 哥哥 我这几日有事 要出一趟远门 可能最近不会回来 但是你放心 机关草开花之前 我保证会出现在你面前 玉灵寒本不打算过问 只是莫名地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句 做什么去 苏雪儿强忍着浑身不适 迎着笑道 哥哥 你这算是在关心我吗 语气中带着几分撒娇 玉灵寒薄唇微敏 抬眼看了一眼苏雪儿 苏雪儿见好就收 说道 也不是什么大事了 去见一个亲人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的 去哪 南岛 玉灵寒记住了苏雪儿说的地方 便不再多说 两人离开面馆 玉灵寒问苏雪儿 现在想去哪儿 我陪你 苏雪儿喉咙一抹心田一出 急忙咽了回去 对玉灵寒摇头 哥哥喝了酒 还是回去好好歇息 正好我昨夜没有好好睡觉 现在吃饱了 有些饭困了 说着 眼嘴打了个哈欠 玉灵寒想到 方才苏雪儿 闻到她身上的酒味时 一脸嫌弃的模样 想到 这丫头应该是不喜欢这种味道 回过神 对苏雪儿道 如此也好 那明日我再来陪你 答应她的事情 她不会失信 话音刚落 却听苏雪儿说道 我明日就要出发 半个月吧 半个月后 哥哥在姻缘树下等我 若是没有等到 那哥哥就等三个月后再来 那时我一定在 玉灵寒听了苏雪儿的话 深邃的凤眸看着她 想从眼里看出些什么 只是小丫头眼神纯净 她什么也看不到 最后只好答应她的话 两人就此告别 玉灵寒转身离开 苏雪儿见她背影越来越远 最后没忍住 一口鲜血 从口中溢出 滴落在地 她拿出手帕 将嘴角的血字擦干 脸色变得煞白 直到那抹身影消失在尽头 这才收回视线 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转身离开 玉灵寒 去往樱元树方向的路上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尤其是在她和苏雪儿 吃饭的时候 越想 心里越觉得不踏实 很快 到了樱元树下 玉灵寒 某底一抹光闪过 突然转身 原路返回 怕来不及 提起内力 往苏雪儿 方才待过的地方赶去 只是 她赶去的时候 早已经没了苏雪儿的身影 玉灵寒站在原地 朝四周望去 眼里一抹慌乱闪过 心里莫名地究竟 无意撇见脚下的血迹 玉灵寒 眼神瞬间变得暗淡 神色焦急地 在四周寻找苏雪儿的身影 苏雪 苏雪 不知找了多久 路过的人 她也拉着询问了无数 只是 每个人回答她的都是 他们城内 没有叫苏雪的女子 玉灵寒头一次觉得 会如此无力 一个人失魂落魄的 回到苏雪儿 与她分别的那个地方 地上的血迹早已经干了 被行人脚踩得 变不清楚颜色 玉灵寒 浑身被汗水浸湿 额头的汗珠 一滴一滴 顺着脸颊低落 小声低念着苏苏 只是 任她找遍了整座城 她要寻的少女 却似人间蒸发了一般 没有任何踪影 此时的她 担心的并不是 机关草是否能如约拿到 而是担心那个突然消失的丫头 突然想到 她在面馆说过的话 她要去南岛 那是什么地方 玉灵寒回过神 来不及多想 急忙往面馆的方向赶去 那掌柜的与那丫头那么熟络 一定知道那丫头的底细 夏陵国 此时已至害时 天空乌云密布 刮起了狂风 莫流伤拉着玉酒梨的手 还在街上散步 感觉到一股狂风袭来 她急忙脱下自己的外衣 披在玉酒梨身上 将她娇小的身子 包裹得严严实实 玉酒梨见状 开口道 啊 我没事不了 你把衣裳穿上 别惹了风寒 莫流伤 见玉酒梨 要将她的外衣还给她 一脸严肃地对她道 我在你眼里 身体素质就这么差吗 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怕你惹了风寒 莫流伤 将玉酒梨 一把拽进怀中 紧紧地搂着她 这样便不会了 时间也不早了 夕院那边应该开始了 不如我们现在过去 莫流伤见天气不好 便点头应了 玉酒梨的话 只是两人到了戏院 等到戏剧开演 都没有等到 沐清武徐雪峰几人 就连叶青和秦兰 杨天孝他们 也不见人影 戏院因为是莫流伤 提前命人清了场的 所以没有多余的人 玉酒梨和莫流伤 坐在观景台上 玉酒梨盯着 戏台的方向出神 莫流伤见状 凑到玉酒梨耳边 小声道 别担心 他们不会有事 玉酒梨猛地回过神 抬眼看着莫流伤 正了片刻 硬道 说好的一起来戏院看戏 他们倒好 全部逃了 小九这意思 与我在一起看戏 不开心吗 玉酒梨清澈的眼睛 盯着莫流伤 双眼眯成两道弯弯的月牙 没有不开心 只是觉得 大家一起看戏更热闹 莫流伤 揽着玉酒梨的腰部 将她带进怀里 在她耳边小声道 小九现在心里 能否只想我一个人 玉酒梨耳根有些烫 一脸认真的 看着莫流伤 对她点了点头 哦 好 不想他们了 话音落 并安安静静地 靠在莫流伤怀中 看向戏台的方向 莫流伤 下巴抵在她头顶 偶尔会垂眸看她一眼 嘴角 带着一抹宠溺的笑容 转眼 一场戏结束 莫流伤听到 均匀的呼吸声 垂眸看了一眼 怀里的小丫头 见她不知何时睡了过去 她眉头微挑 抬手 示意那些细子停下 很快 四周安静下来 莫流伤 一边护着玉酒梨 一边 小心翼翼地 将自己的外衣 脱下来 给她盖上 将她紧紧地 抱在怀中 看着她的眉眼 最后 炽热的目光 移到她晶莹的唇半 忍不住 缓缓凑上钱 在她唇边 清酌一口 谁知玉酒梨 双眼羞地睁开 莫流伤吓了一跳 她脊背突然僵住 也忘了 自己的唇 还贴着 玉酒梨的唇半 四目相对 就在莫流伤 要解释的时候 玉酒梨喉咙里 英明一声 莫流伤又来梦里了 转眼 又睡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